在庆余年中 庆庙一直都是十分神秘的地方 而整个作品的构架 就是从神庙出来的叶青梅 所一步步展开的 原本稳步发展的社会 也因为叶青梅的出现 存在了众多不符合社会现象的物品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那个神庙 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大雪之日 两个身披斗篷的人 正在缓慢地走上层层的台阶 他们二人 就是为了寻找那个一直流传在大家口中 但是却谁也没有见过的神庙 在一步步地登上了台阶之后 两人便看到了一个十分宏伟的大门 因为对于神明的敬意 这二人便也在这扇大门之前跪了许久 直到一个小女孩和一个黑衣人走了出来 这也是整个清余年故事最开始的部分 萧恩和苦和二人 因为叶青梅送给他们的天一道心法 一味成为了大宗师 一味成为了北齐秘密情报负责人 虽然只有他们两人见得过神庙 但是神庙对于世人的诱惑力 依旧是十分的庞大 在苦和生死的时候 北齐小皇帝战斗斗就打算去寻找神庙 好让北齐能通南庆有着一战之力 却被苦和劝退 神庙并不是能够实现一统天下愿望的存在 更不可能接触人间之事 而除了战斗斗之外 庆帝 范贤 都对于神庙有着一些的想法 范贤所要寻找的神庙 为的就是查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以及自己母亲叶青梅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故事 却是要从海棠多多前往西湖开始说起 在大东山之战结束后 范贤便很安稳的度过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两年中 柳思思和林婉儿都为他生出了一个孩子 儿女双全的日子 加上京都风云平静 更是让范贤忘记了许多的事情 但是湖人的混乱 却还是让范贤不得不受庆帝的旨意 前往查探 你是什么人 在半夜中 定州的一战一城有些慌不择乱的问道 此时他看着眼前的陌生人 打扮的就是十分的贵气 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惹得起的人物 而范贤就坐在了太师椅上 看着眼前跪倒在地的这些人 皱着眉头的说了一句 让你们起来 就快些起来 他这次来到定州 明面上是为了劳君 但实际上庆帝却有另一件事交代他去办 那就是最近胡人开始作乱的问题 本身庆帝和范贤早就看出了其中有一些问题 但却没有第一手资料 谁也不知道胡人的内部出现了什么 不过却不能让事态这样下去 因为放任不管的话 西湖就会成为庆国第一大心腹大患 此时范贤看着他吓得屁滚尿流的一城 无奈的摇了摇头 自己本身因为天色太晚了 便来到了驿站中借个地方 但没想到这范提斯的身份 成为了这些小官员们的催命魂 范贤一晚上也没想通 自己的名声为何就这么差了呀 在休息了一晚后 范贤便再度动身前往了定州 一行人伪装成了江南商人 并不打算大张旗鼓的来查探 在范贤的猜测中 西湖之所以最近开了窍 是有一个能人在做主 范贤也不敢保证 在定州的军政两府中有没有胡人的奸细 所以谨慎一些是比较好的 不过在范贤刚进入定州后 就遇到了西湖左贤王帐下第一高手 胡歌来聊聊 范贤缓步的走到了胡歌的面前 然后坐在了他的身边说道 有时候能合作一番呢 范贤也不会将他们全部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而这位胡歌正是之前 检察院帮范贤牵上馅儿的人物 打入西湖之中 胡歌对于范贤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天底下的贵族都一样 都喜欢金银珠宝和铃罗绸缎 你需要多少来行费 我就给你多少 这是范贤对胡歌许下的一个诺言 他需要让胡歌帮助自己去说服一些人 在不动刀枪的情况下 金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了 范贤能够给他们一生用之不尽的财富 之前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跟范贤合作过的人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只是胡歌并不知道范贤的身份 所以还是不敢确认下来 谁都喜欢金银 但是你的话让人不敢相信 这么多的银子 甚至是银子都买不到的货物 仅凭你一句话就让我答应下来 我可不是个傻瓜 胡歌看着范贤冷冷的说道 对于没有把握的事情 傻子才会随便答应下来 但范贤却并没有去接他的话 而是自顾自的继续说道 我可以给你内裤出产的好道 但是数量有限 我也不希望送给你的刀 到时候砍在我大庆子民的头上 范贤的声音十分的冰冷 一直给胡歌抛出了交易的筹码 却并没有回答他任何的疑问 你到底是谁 胡歌看着范贤的绝美的面容 压低了声音问道 我就是范贤 范贤看了胡歌一眼 回应道 听到这句话后 胡歌立刻拔出了腰间的弯刀指向了他 眼神之中生起了一丝巨异 不用害怕 我既然能够过来见你 那势必是有着把握的 不管你在想什么 我的条件开出来 就必须要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这是范贤留给胡歌的最后一句话 也是他此行定州最重要的目的 胡歌已经是南庆朝廷中 能够接触到西湖最高层的人物 即便是有些交易的困难 但范贤已经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了 而在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后 胡歌才对范贤缓缓说出了一个很陌生的名字 松之仙利 在庆余年中 高手齐聚的大东山之战结束后 范贤悠闲地生活了两年 但是好景不长 因为西湖的不安分 这次范贤又被庆帝派去平顶西湖了 话皆上回 松之仙利 我确实没有见过这个人 就连左贤王都没有见过 只是在九号 纷纷不平地提到过呀 胡歌放下了手中的弯刀 对着范贤无奈地说道 对于这个陌生的名字 范贤只能想到的是草原上的语言 但是具体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他也并不是很清楚 按照胡歌的说法 先令好像是一闪一闪的意思 但是范贤只知道一个名字 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接下来范贤和胡歌之间的谈论 也只能让范贤了解到 现在草原上的胡人 大部分都是从北方迁移过去的 西湖和北蛮强横地联合在了一起 对于庆国来讲 威胁也就越来越大了 而那位松之仙令 似乎有办法撮合胡人之间的分歧 得到了这个消息后 范贤的心里多少有了些底 接下来范贤从胡歌那里 了解了更多草原的局势后 便让他先行离去 毕竟他这位西湖高手 要是在定州城被抓住了 定州的军政 做梦都会笑出十二雷 但胡歌一行人刚离去 定州军就来到了客栈中进行抓捕 范贤这一行人 也是被当作了奸细 带回了府衙之中 干他娘的 又没抓到 这群又是什么人 先给本将军打上三十大板再说 在范贤等人被带入府衙后 满脸落腮虎的征锡大将军 就立刻下来 打算将范贤等人打完再说 但还没等手下的人动手 范贤就直接将其叫停了下来 打是打不得哟 范贤看着满脸胡子的将军 心中不眠有点意外呀 这小子怎么长得如此难看了 而此时征锡大将军李鸿成 正在愤愤不平的喝着烈酒 心中还在为胡人闹事而气愤 突然间听到了范贤的话 便下意识的向堂下看去 没想到看到了一个 自己十分熟悉的脸 紧接着这位大将军 便一口酒喷在了身边的校尉身上 都给我下去 等会儿总督府来抢人 你们给我死命拦着啊 李鸿成发了会儿呆后 便立刻压住了心头的震惊 对着自己的那些部下安排了一番 而部下们虽然看不懂 自家将军是出了什么情况 却也不敢多问呢 哎呦 你手下的这些人还真的很啊 范贤此时活动了一下 被绑肿的手腕 走到了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废话 不狠怎么抓得住你们呢 你们这些院里的大爷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李鸿成给范贤倒了一杯酒 实在想不通 他这个京都第一红人 怎么能跑到自己的边境来啊 而范贤看了一眼李鸿成后 李鸿成便立刻明白了一些事情 连忙带着范贤前往了自己的后院 两人开始了详细的交谈 范贤将自己想要帮忙的地方 全部告知了李鸿成 只是李鸿成却对于范贤的想法持有了一些怀疑的态度 胡人近几年一直都非常狡障 范贤想要打通和胡人之间的走私通道 无疑是送羊入虎口啊 不过李鸿成可以说谁都可以不相信 但范贤他还是十分相信的 既然范贤有了决断 他就会助范贤一臂之力 那么接下来李鸿成和范贤之间会有什么合作呢 我们明天再聊吧 在庆余年中 范若若作为京城第一才女 追求者可谓是相当的多 而李鸿成就是其中最痴心的一个 因为范若若入北齐 恋爱脑李鸿成便也请命调往了北齐边境镇守西湖 然而两年后却与范贤相遇了 化解上回 在范贤对李鸿成说出自己的目的后 大多数的事情 他还是选择尽力去帮助范贤的 但范贤提到了要打算前往青州城 李鸿成瞬间不乐意了 范贤的性命对于他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他不可能让范贤在自己的定州城中 跑去危险重重的青州城里 万一范贤在青州城出点意外 青帝估计会让整个定州军给范贤陪葬 而他也深知范贤是个不安分的人 到了青州 他怎能忍不住去草原看看呢 在受到李鸿成的阻拦之后 范贤还是搬出了自己钦差的身份 他想要去哪 他李鸿成自然是拦不住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 范贤需要挖出那个人 只有真正知道了那个人的身份 范贤才有能力去更好的应对 为此范贤整整准备了四个月的时间 不可能轻易的被李鸿成阻拦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出现了什么意外 陛下怎么办 我这大营中的人怎么办 李鸿成冷笑的看着范贤 这是他最无奈的一个事情了 但范贤回应李鸿成的 却是很嘲讽的一句话 你高估了胡人 也低估了我 这句话一出 果然说的李鸿成一愣一愣的 接下来他就将范贤带到了书房之中 将一张极大的地图摆在了他的面前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李鸿成便和范贤两人分析了前往青州路途可能遇到的事情 为什么检察院对于西凉的事这么在意啊 李鸿成也是不经意的询问了一句 不是院里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我必须要在明年之前让西边的局势稳定下来 因为四顾剑顶多能够撑到明年的春天 范贤想了想还是回应了李鸿成 但这个回答却让李鸿成更加的想不明白 那就是四顾剑死不死 跟西边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范贤的心中所想啊 如果四顾剑死了的话 那么庆帝就会派他去到东一城 自己就没有办法再解决西边的问题了 而他这次来到西凉 主要是为了向天下人证明 自己是能够解决西湖和东一城的问题 更深一层的原因就是向庆帝证明 如果真的要统一天下 不见得非得去打仗 文公依然是可行的 随着范贤的一番解释 他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小 小到了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了 而李鸿成更是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范贤 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紧接着李鸿成便用十分嘲讽的口吻 狠狠的将范贤天真的想法嘲讽了一番 范贤想要的天下太平 在李鸿成乃至所有人看来 都太过于荒谬了些 尤其是这两年陈平平不管事了 范贤回家养老 自己的老岳父林若府更是收敛锋芒 就连五竹也已走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帮他 他只是想让这个世界少一些的战火罢了 这一次范贤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想法 全部告知了李鸿成 将这些事情彻底的解决完之后 范贤休息了三日 便动身前往了青州城 依旧是以商人的身份 不断的暗中查探关于胡人的信息 加上之前和胡哥的约定 范贤还是有了一定的把握 能够成功的将那个人挖出来 却没想到的是 他在青州城中 见到了自己的另一位老熟人 叶灵 叶灵二作为叶家的人 原本是居住在定州城中 后来因为京都的叛乱 叶仲为了保护女儿 便将其送回了定州城 本想着有李鸿成在 能够保护叶灵二的安危 没想到叶灵二却跑到了青州参军呢 开始跟胡人进行周旋 时隔两年的时间 范贤再度见到叶灵二 他早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喊打喊杀的女子了 沾染着鲜血的铠甲 加上炯炯有神的目光 赫然成为了一个情大的女将军 时间改变了很多 唯一不变的 似乎只有他的名字了 而范贤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所以并没有和叶灵二相认 并且他倒是不担心叶灵二的安全 有李鸿成那小子在 自然不会让叶灵二陷入险境之中 在处理了所有的事情进入青州城后 范贤的一行人便找了个大铜铺睡下 在夜色深了之后 范贤便悄悄的起身 跟检察院四处的官员碰了个头 为的就是之前西大营丢失的几把战利品的刀 而将这把刀偷出去的人 据检察院官员透露 有着酒品的实力 但天下酒品高手 有名有姓的就那么多 此时范贤也想不通 这位酒品到底是谁呀 如果要问为什么这把刀让范贤这么上心 根据范贤的话来讲啊 制作这把刀的原料是内裤三大坊中新出产的钢 并且这种刀还没有配备军方 能够流通到胡人的手中 如何不让范贤心惊啊 关于松枝先令这个名字 你们有没有查到结果呀 范贤此时最为看重的地方 依旧是那位不知道是谁的松枝先令了 但这位检察院官员 也并不知道胡人中有松枝先令这个人物 好吧 我已经让二叔去查这个名字了 你在这等着 一旦有消息 马上派人到草原通知我 范贤对着官员点了点头 他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亲自去草原中将偷刀的人找出 在青州城待了两天的时间后 范贤就带着一行人开始前往草原 依旧是保持着商人的身份 因为胡人都知道 南庆的商人会给他们带来好东西 便也不会对这些商人动手 就在范贤一行人刚走出青州城门 骑马归来的叶灵二 就发现了范贤的身影 那一刻他也直接正住了 但按压下了自己内心中冲动的情绪 他知道范贤这一次乔装打扮来到青州城 还没有来见自己 一定不是私事 必然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任务 理智还是让叶灵二放下了面见范贤的机会 不过不能明面相见 叶灵二在回到州府后 还是下令准备进行丘列 为的就是用青州的骑兵 来吸引胡人的大部分注意力 好让范贤能够更为安稳的进入草原 他很清楚自己这位师父 是一个能够从混乱中谋取最大利益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 青州后方的定州大本营中 也突然去了很多的外来人 他们的身份十分的杂乱 隐隐分成了很多的小组 并且就在范贤离开青州 开始向着草原进发的时候 那些外来人的领头人物 悄无声息的进入了大将军府中 而进入定州城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检察院的官员密探 其中掌控这些人的 就是范贤的亲信之一 邓紫玉 因为知晓邓紫玉的身份 李鸿城也不由得震惊 范贤的手笔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竟然让这么多检察院的人来协助自己 而接下来的行动 也是李鸿城在定州城的时间里 所参与过的一次最大行动了 范贤对邓紫玉的安排 是让他联合李鸿城 将胡人埋葬在定州城内的奸细们尽数捉拿 但范贤还需要在草原中 将对方的主将拖住 不然定州城内动起手来 怕也是会直接激怒草原中的这些人 范贤对于这件事情的谋划 已经准备了四个月 他心中的愤怒也到达了一种极点 所以手段也难免会粗暴一些 不过却并没有丧失理智 接下来范贤就在草原中 跟胡哥仗下的人进行了见面 双方交谈了一些的信息 从信息中 范贤却也猜测出了一个 让自己更为愤怒的事情 松之先令 这个人虽然范贤没有见过 但直觉告诉他 这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结合之前建察院官员告诉他的酒品高手 范贤越来越觉得 此人可能就是那个人 想到这里 范贤心中的怒火越来越盛 接下来的十几日中 整个队伍依旧向着草原的深处不断的前行 随着这一路走来 范贤也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胡人中的贵族和济师们 对待商人的态度 要比其他的平民更为友善一些 而这就是源自西湖王两年前下达的命令 在外人看来 似乎是认识到了通商带来的好处 但范贤心中却是想到了另外一点 走了十几日的路程后 范贤总算到了他想要见的西湖王上 天苍苍 夜茫茫 范贤看着眼前的景色 心中不由得想到了赤乐歌中的几句话 不过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年轻人打断了 此人也是范贤引出松枝先令最重要的人 那么那位松枝先令究竟是谁呢 我们明天再聊 在庆余年中 南庆和北齐是对立的存在 但范贤却在两个国家中摇摆不定 安稳了两年之后 再见海棠朵朵的范贤 此时已经是敌对的立场了 那么两人的故事又将会如何发展呢 话节上回 在范贤无聊念出了一句诗后 一位名叫魏无诚的年轻人 便走出来跟范贤搭话了 通过在建察院学习多年的识人本事 即便魏无诚说自己是中原人 还是被范贤认出了他是一个胡人 但他等待的就是这样的时机 他需要让这个胡人来跟自己搭话 这样才可以套出更多有用的信息 不过魏无诚显然是有一些的警惕 所以回之话呀滴水不漏 虽然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 但范贤还是在两人分别之前 将那首赤乐川写下送给了他 或许现在范贤不知道的是 就是这首赤乐川将海棠朵朵引出来见了他 送走魏无诚后 范贤就开始享受草原中的招待 这次的王赵大宴中 除了是西湖王招待他们真心商人 那就是商人们开始献出送给善于的礼物了 在山下最大的帐篷中 有着高高耸立的王旗 标志着里面人尊贵的身份和强大的力量 看到这里 范贤心中也有了一些的澎湃 此时他正面对那数万铁骑无法靠近的王帐 这吸引人和诱惑是非常大的 不过范贤还是冷静了下来 西湖王帐能够再次公然宣示 自然也是做出了万全的准备 很快在进入王帐后 范贤就看到了那位三十多岁的西湖王 在这位王的身边有六七位湖人高手保护 甚至其中三四个人比之前范贤见到的胡歌实力还要强 范贤稍微估算了一下就知道 自己即便是出手也没有胜算 在虎穴之中还想要请虎王 这不是勇敢 而是痴心妄想罢了 所以接下来范贤就该吃吃该喝喝 将一个商人的身份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可是世上实力最强的两位演技派演员之一 要装就必须毫无破绽 在酒足饭饱之后 范贤醉得不省人士 直接被人抬回了帐篷之中 但灯刚灭 范贤就立刻起身浮下了一颗解酒丸 然后趁着黑夜摸索的出去 在前往了一座孤山上之后 范贤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小桶 认真地拨弄两下后 将其拉长 然后凑在了自己的右眼之上 这是内裤出产的最新式望远镜 范贤亲自设计出来的 更是第一个使用的 透过这个望远镜 范贤看到了那位善鱼从王帐中走了出来 拐进了旁边的一个小帐篷之中 但对于小帐篷中住的是什么人 范贤想了一会儿后 还是确定了就是松之先令 接下来的几日中 范贤白天找到魏无成聊天 晚上便观察善鱼的动向 并且在这几日中 范贤也得知了另外一件事 那首赤乐川已经开始在胡人部落里流传了开来 甚至被翻译成为了胡语 被胡人姑娘们传唱了起来 而传着传着 就传入了一个端着羊奶翁的婢女耳中 她在听完这首诗后 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将沾着奶水的手掌 在衣服上抹了抹 紧接着 这位婢女就给善鱼留下了一封信 说自己去去便回 因为此时范贤等人已经结束了王帐之行 开始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大约有着一天的行程路 草原之中 一个年轻的男人 同一位看起来像草原上的婢女 便这样碰面了 你晒黑了 这是范贤看到此人后 第一句说出来的话 但接下来范贤冲到了他的身前 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我在这里等了你两天 还是说 你已经在草原上等了我两年 和范贤说话的人 正是那消失了两年之久的海棠朵朵 在那一场惊天巨变之后 范贤跟海棠朵朵的书信往来 就此决断 这位北齐圣女 苦河大师的关门弟子 更是如今天一道的领头者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范贤曾想过海棠朵朵必然存在于世上的某一处 却没有想到失踪了的他竟然会出现庆国西边的草原上 还换上了一个谁也认不出的名字 松之先令 你没有什么需要对我解释的吗 范贤看着海棠朵朵 此时她的心尖也有着一些说不出的疼痛 你既然来了 想必查清楚了所有事情 又何必再来问我 海棠朵朵的声音很轻 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查出来是一回事 你亲口告诉我是另一回事 我之所以愤怒在于被人隐瞒和利诱 范贤语气十分的冰冷 如果海棠朵朵真要跟他走对立面的话 他依旧会毫不犹豫的出手 海棠朵朵微微一正 然后极为认真的对范贤行了一礼 抱歉 虽然只有两个字 不过能够看出他歉意十足了 接下来 范贤就和海棠朵朵在诺大的草原上逐渐的交谈了起来 这一次 海棠朵朵将苦和交给他的任务也全数告知了范贤 那就是帮助善于一统草原 来拖满他们沁国一统天下的脚步 只是这在范贤的眼中却十分的荒唐 为了阻止沁国 他们不惜让草原上崛起一个草原王国 胡人要是真的失胜 带给天下的将会是更加的混乱 不过这在海棠朵朵看来 需要的时间周期很长 也并不需要范贤太过于在意 随着交谈越来越多 范贤还是对海棠朵朵呈现出了那一份温柔 海棠其实想要的不多 只希望卸下肩上的重担 然后找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罢了 海棠朵朵靠在了范贤的肩膀上 开始跟他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之前他一直没有告诉范贤 自己究竟多大了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当初被苦和收养的时候 他年纪还非常的小 此时范贤听着他说的话 眼中也不由得开始震惊了起来 原来海棠朵朵能够暗中帮助草原建国 所依靠的并不是假身份 他本来就是一个女王 此时范贤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也许所有的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罢了 你来草原已经十几天了 想必查清楚了一些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还在这里等我做事 海棠朵朵讲完了自身的事情后 便询问了范贤此时继续留下来的原因 我要确认你所起的作用啊 在跟海棠朵朵一番谈论后 范贤已经确定了所有的事情 他和北齐小皇帝之间 依旧在算计范贤 企图逼着范贤谋反 接下来的三日中 范贤让海棠朵朵陪了他三日 两人都很清楚 过了这三日 他们就会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所以也都非常珍惜这三日的时光 第三日夜晚 海棠朵朵将一个手串和一把匕首交给了范贤 是带给范贤两个孩子的礼物 在临近第四日的清晨时 范贤便对海棠朵朵说出了最后的一番话 我会彻彻底底击败你 断了苦和留下来的所有心思 为了庆国百姓的安乐 为了我的安乐 为了善于的不安乐 我必须毁了这一切 我留你三日 便是要留你一辈子 听到范贤说的话后 海棠朵朵顿时感觉到了 这三日范贤留着他 竟是别有用心 便急忙赶了回去 但此时他回去也来不及了 范贤已经着手处理那些北齐之人 而真正动手之人 正是检察院的影子 你的心果然越来越坚硬 海棠朵朵此时心中带着一份落寞 这世上还有谁是他不肯利用的吗 不过范贤虽然利用了海棠 心中并没有任何的愧疚之意 双方本就是站在了敌对的立场上 接下来的一瞬间 范贤体内的霸道真气顿然暴涨 前一秒还是情意绵绵的两人 这一刻直接暴风骤起 以他们两人此时的境界 只要接触到对方的身体 就可以让自己的真气借桥而入 将对方重创 电光火石的瞬间 双方都给对方留了一个杀死自己的机会 但他们都不可能动手 既然都不舍得 那又何必动手呢 明知道这次两人动手 最后也是徒劳无功 他们却还是没有停下自己的进攻 打却不杀 范贤所想的一件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将海棠多多绑回中原 不再让苦河设下的局 苦熬这个姑娘的心神 这一次两人的比拼 最后还是以范贤获胜告终 海棠多多吐了口血 对范贤表明了自己最后的立场 在范贤用霸道真气强行风脉的时候 他体内天一道真气 开始不惜生死的反击 即便是死 他也不会跟着范贤走 再见 我希望不要再等上三年 范贤对着海棠多多苦笑了一声后 便跟他正式的诀别 这一次分别 就不知道下一次相见是何时了 而接下来 范贤也给那位扇鱼送上了一个大礼包 那么下面范贤会用出什么手段呢 我们明天再见 在庆余年中 范贤奉命前往西湖 平定叛乱 在西湖的草原中 最为强大的就是骑兵部队 西湖的人 可以说天生就是出色的骑兵 而在庆国之中 唯一能够与他们较量的 便是陈平平麾下的黑棋部队了 化解上回 在海棠多多去找范贤的时候 善于速必达 便带着人追上了他们 甚至范贤跟海棠多多三日亲密的举动 善于也都看在了眼中 却并没有让人去打扰他们 不过在海棠多多跟范贤闹掰后 善于也猜测出了范贤的身份 他竟然敢伸入自己的草原 靠近王庭来挑战自己的尊严 更是让善于脸色阴沉了下来 我把这个小白脸捉回来 给你出气 这是善于对海棠多多说的话 不过海棠多多却是摇了摇头 王庭昨夜被袭 左嫌王遇刺 生死不知 海棠多多将范贤来草原的目的 全部告诉了这位善于 因为善于压根就没想到 检察院杀人很挑 范贤处理掉的那些 都是对于草原上建国有极其重要作用的 得到这个消息后 善于更是想要将范贤捉回来 他自信在这大草原上 没人能够逃脱王庭骑兵的追杀 更何况此地距离青州城 还有十多天的路程 在草原上狂奔数日 身后还有草原骑兵的追杀 相信没有人能够顺顺利利的离开大草原 但所有的西湖人在判断上 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错误的认为范贤没有任何的准备 就来到了他们草原 总以为已经没有比自己 骑术更高超的存在了 却忘记了一个名字 在庆国中擅长远程奔袭的 强悍部队黑棋 其中黑棋最引以为傲的战绩 就是庆国惨败大卫 庆帝被困在了穷山恶水之中 就是陈平平率领黑棋 突袭千里将庆帝救下 更深入了大卫国境之中 活捉了一代萧雄萧恩 在大卫军方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们又如同闪电一样 撤回了庆国境内 一进一出 跋山涉水数千里 历史早已证明了 黑棋千里突袭的本事天下最强 就连以棋术建长的西湖 也比不上 随着范贤身后的王庭骑兵 没日没夜的追了他三天之后 这些骑兵总算发现了一丝诡异 范贤本来可以放马而去 却一直在压着自己的速度 勾引着后方王庭的骑兵 在善于夜看出这点后 他心中的怒火便也更渗了起来 自己这堂堂的草原之王 被当做小孩子一样的耍 但最后还是压下了继续追杀范贤的冲突 下令让所有人都撤了回去 作为草原的主人 从利益出发才是最重要的 这颗牙 善于也只能自己吞掉了 对方不上当 看来应该不会再追了 看到骑兵全部撤退后 同领黑棋的金哥 对着身旁的范贤说道 范贤看着逐渐离去的骑兵 也缓缓的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走 西湖王庭的精锐骑兵 带给黑棋的压力非常大 但论速度上 西湖骑兵就属于最为强大的一种 黑棋逃得看似十分潇洒 却早已经狼昧不堪 战马体内的药效最多还能坚持两日 两日后如果依旧无法摆脱西湖追兵 范贤怕是要倒血霉了 所以范贤也一直没有让黑棋狂奔 摆出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很好的打击了善于王庭骑兵的信心 目前来看这一记是生效了 但是就算善于不顾王庭的混乱 选择继续追杀范贤 他在红山口布置的伏兵 便会让这些草原汉子有去无回 无论善于如何的选择 最后获胜者依旧是范贤 范贤一行人深入草原腹地 最后直接潇洒的离开 虽然并未真心的作战 却在西湖人的心上 落下了深深的黑影 摆脱了王庭骑兵后 范贤众人又走了几天的时间 这才成功赶到了红山口 跟埋伏在此的李鸿城碰上了头 又是四天的时间 将近万人的庆国精锐部队 才正式从草原上撤了回来 开始进入了青州城之中 几日没白天黑夜的奔袭 所有人都展现出了非常疲惫的姿态 你以为你是沈相 居然带这么几个人 就敢深入草原 在范贤刚进入青州城 就听到了叶灵儿的声音 作为林婉儿的手帕娇 又是范贤的徒弟 估计没有人要比叶灵儿 更为适合在此时教训范贤了 哎哟哭奶奶 先让我们休息几天吧 范贤看到叶灵儿后 不由的苦笑了一番 然后指了指自己身后 那些灰头土脸的士兵们 看到众人的情况后 叶灵儿便很知趣的 让人提早回去 给范贤和李鸿城 安排好了热水 接下来的几天中 李鸿城离开了青州 回到了定州 坐镇大营 范贤则是留了下来 他要在青州城 等待几个人回来 还能正式的放心 几天之后 范贤混入其中的中原商队 风尘仆仆的回到了青州城 看到商队平安归来 范贤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紧接着 一个打扮像草原上牧羊人一样的人 进入了青州城中 此人便是检察院中的影子 见到自己的一位亲信回来后 范贤的心已经放下了一大半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 王师三郎那个小子 一直没有阴信 本来在大东山之后 王师三郎一直在东一城 照顾四顾见 不过接到范贤的邀请后 他还是离开了东一城 来到了庆国之中帮助范贤 王师三郎便是让他草原计划 能够完整进行下去的关键 三大高手深入草原各司其职 才完成了这场有惊无险的谋划 但最重要的担子 还是落在了王师三郎的身上 那就是将左贤王成功的刺杀 范贤此时所希望的 就只有王师三郎 在刺杀完左贤王后 能够平安的归来 在庆余年中 大宗师四顾见最看好的 便是他最小的徒弟王师三郎了 而王师三郎愿意给范贤卖命 实则也是为了东一城的利益 他的师父四顾见即将身死之际 却指名要见范贤 看来不仅北齐想要范贤 东一城也想让范贤当城主 话节上回 又继续等待数日后 范贤总算等到了他期盼已久的消息 整个青州城也都知道了这位剑颅十三徒的归来 因为王师三郎出现在城门的时候 浑身上下沾满了血液 已然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雪人 身上更是被划破了三十多道口子 无数的鲜血从衣服中露了出来 凝固 蔓延 直到糊住了王师三郎的全身 谁也不知道面前的这个雪人走了多久 能够看出的是他身上的伤口已经开始溃烂 苍蝇蚊虫不断的在他身边飞舞 模样可谓是异常的凄惨 告诉范贤 我 我答应他的事 做到了 说完最后一个字后 王师三郎最终体力不支 向后倒去 范贤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起 就立刻飞奔到了城门外 顾不得别人的眼光将他抱了起来 看着王师三郎满身的伤口 范贤也是满心寒意 他不知道王师三郎是怎么杀死那位左贤王的 只知道对方承诺自己的事情非常完美的完成了 紧接着范贤就将王师三郎带回了府衙 一脸沉默的帮他处理起了伤势 一旁的叶灵儿看到此人后 心中同样是十分震惊 他不知道此人是谁 但是能够伸中三十多刀还能够活下来 就足以证明出此人强悍勇猛 在救治王师三郎的过程中 范贤细数了一下 他全身上下全部有三十八处伤口 集中在了身体前半躯干上 虽然范贤没有亲眼看到王师三郎刺杀左贤王 但通过这些伤口 他能够感受到那是一条多么艰险的道路 而王师三郎这一次用鲜血换来的 其实是对于范贤的诚 在范贤耗费了几天的时间后 王师三郎的伤势才逐渐趋于稳定 其醒来第一句话 便是要见范贤 师父临终前要见你一面 王师三郎对着范贤表达出了似顾剑的意思 不过在范贤的眼中 庆帝不会让他轻易去处理东一城的事情 所以王师三郎这次用自己的鲜血 将东一城诚意带给了范贤 如果你师父要求的太多 那我也帮不了什么忙 这便是范贤给出王师三郎的回应 有些事情他总是要看看诉求 才能够选择答应或者拒绝 不过王师三郎得到范贤这一句话就足够了 至少也表明了范贤会去东一城 这一次为了破坏北齐对于西凉的渗透 范贤也舍了很大的本钱 不惜暴露了自己的北齐朝廷发展了多年的几位官员 不惜一切代价 将胡人兴盛的苗头扼杀 因为左相王的死 胡歌这个种子便开始生根发芽 有范贤在暗中支援 用不了太多的时间 胡歌的部族就能够发展壮大起来 这也成为了草原真正困难的时期 总的来讲 现在草原上的发展都在按照范贤的指示前进 不过接下来的一件事 却让范贤也只能够感慨世事难料 京都本来已经没有太多的问题了 但庆帝却让大皇子纳个侧妃 光是指明让范贤回京 帮助大皇子处理纳妃事宜 而范贤在圣旨还没到达之前 依旧是打算先处理西湖的事情 毕竟现在京都都还没发生什么 自己贸然回去的话 总会多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而范贤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那位徒弟叶灵儿 这几日和王师三郎竟然看对了眼 似乎要成就一番喜事了 那么接下来范贤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范贤帮王师三郎向叶灵儿提亲 刚回京 便遇到大皇子被选中的侧妃 花街上回 在王师三郎休养的这段时日中 叶灵儿就担当起了照护他的职责 男未婚女未嫁 两人之间倒也是逐渐的越走越近 就连范贤也看出了一些端倪 并告诉了王师三郎追姑娘的一些诀窍 用王师三郎自己理解的话来讲 那就是什么都是弹出来的 而大多数的时间呢 范贤还是给了这两人一些空闲时间 但是范贤却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关注这些美好的东西 因为在西凉路那些不美好的事情 还是需要他来带头处理的 范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一直都在落实各项布置 并且核实了作战的效果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范贤才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出来准备回京 而王师三郎却不会跟着范贤 一来是为了不让王师三郎和影子有过多的接触 二来是想让王师三郎好好陪陪叶灵儿 范贤已经决定了 要帮助叶灵儿和王师三郎在一起 回京处理好了大皇子家事之后 就会前往疏密院中 跟那位叶大将军提亲了 当然这件事还是需要庆帝的同意才行 带着这样的想法 范贤便让众人收拾行囊准备离去 临走之前 还是将邓紫月留在了西凉路 此时范贤能够信得过的人 就那么几位了 想到这里范贤也由不得想起了那位王启年 许久不见他 还是很想这个老财迷的 接下来的几日中 范贤就不断地接到了京都中 几项重要的人士任命 比如宫典接管了晋军大统领的位置 还有京都守备统领 萧金华被除职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三项军方大将的调动 可谓是十分的不寻常了 庆帝已经开始逐渐的布下自己的棋子 尤其是这两个月内建禅院和定州军 强行稳住了西凉和草原的局势 这位皇帝陛下也终于有了余力 准备东北方向的一切 而出兵之日 就是大皇子的大王妃下党之时 想到庆帝是如何安排的后 范贤心中也不由得打了个寒着 大皇子并不是那位在意皇权的人 相反 他却可以豁出性命来保护庆国 所以庆帝此时将大皇子征战沙场的道路铺好了 就等待着大皇子体谅他的良苦用心 在这天下统一的战争中 范贤是如何也无法置身事外的 他需要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让战斗来的晚一些 血流牺牲变得更少一些才行 经过了十多天后 范贤的车队安然无恙的抵达了京都 本来这一路上范贤恢复了检察院的身份 是畅行无阻的 但刚要进入京都大门的时候 却突然有一位骑着快马出现的小姐 将道路两旁的菜农吓得跌倒在地 看到这种情况 范贤的心情瞬间变得糟糕了起来 那是谁家的小姐 形势如此不堪 范贤看着逐渐远去的背影 便询问了一下自己身旁的人 很快消息便传入了范贤的耳中 那人便是王大都都家的小姐 据说是大都都为了感念圣恩 心怀京都旧宅 便让这位小姐回到了京都之中 而范贤结合了一下此人张扬跋扈的一面 心里逐渐的明白了 宫中帮助大皇子拟定的侧妃究竟是谁 想到这里 范贤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对着手下冷冷的说了一句 先不进宫绕到和亲王府 很快马车也就行驶到了和亲王府前 车内的范贤已经隐隐约约的听到了 王府门口有一些嘈杂的声音 看来自己是估摸对了 那位王大小姐满脸怒气 来的正是那和亲王府 但范贤此时也对于庆帝挑儿媳妇的眼光 有些怀疑了 这个女人要是真的进了王府 只怕是会惹得整个王府不明啊 所谓的和亲王府 其实就是大皇子和大皇妃居住的地方 在迎娶了北齐公主后 大皇子便有了和亲王这个名号 此时王家小姐正站在了王府前 破口大骂 敢当街骂一位皇子 此人也真是被女中豪杰了 追击原因呢 是因为当时大皇子在一场宴席上 见到了这位王家小姐 不过这刚见面就像是见了鬼一样落荒而逃 没有给对方任何说话的机会 身为大都都之女的王家小姐 何时受过这种委屈 还要在入府后做个可怜兮兮的侧妃 心里越想越不对劲 在丫鬟的挑唆下 便不顾礼数单其入京 直奔着王府来了 并且这小姐给出的名义也很可笑 居然是说来和亲王府拜见王妃的 当时让范贤也没想到 这王妃跟大皇子一样的干脆 直接大门紧闭 谢绝见客 甚至连一句主家出门的托词都没有 而王家小姐这时 只顾得上大吵大闹 丝毫顾不得自己脸上的面子 范贤则是在马车中 有些厌恶的看着这一幕 因为王家小姐的这个混账办法 本身就是为了让大皇子难堪 到时庆帝再发句话 大皇子就算不想娶 也必须要娶了 所以今天这桩混账事 范贤还就真的只能帮老大来处理一下 谁让这位大殿下带自己非常的亲厚呢 哟 这是谁家的女子 当街撒婆 还有点礼数没有啊 在马车行驶到王府门前后 范贤老气横丘的声音便传了出来 而王家小姐和他身后的管家 看到检察院的马车后 心是微微一愣 但接下来王家小姐的一番话 算是让范贤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没有家教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的狗眼挖出来 这是范贤走出马车后 所听到的第一句话 正是那位王家小姐嘴中出来的 此时范贤的嘴角也不由自主的抽了抽 能够跟自己这么说话的人 还真就他一个了 不过范贤也没动怒 反而是露出了那让无数人寒颤的笑容 没事 你继续骂 我不拦你 日后我倒是要去找一下那位王志坤呢 看看你这样的一个异类 他是怎么教出来的 也得去问问那位屎妃啊 他这个做叔叔的要是不会教你 要不要让我来教啊 范贤的声音十分的平淡 但说出这话后 几乎在场的人都猜测出了范贤的身份 能够直呼王大都督和史统领姓名的年轻人 整个庆国中超不够三个了 这人呢 正是那建察院中的小祖宗范贤 既然得知了范贤的身份 王童儿只好稍微收敛 然后用出了女性专属权力 哭 随着王童儿哭的是梨花待雨的 范贤眉头是越来越紧 直接冲着王府内喊了一句 这戏康够了 就给我开门 果不其然 范贤话音刚落 王府大门就缓缓打开 从中探出了管家唯唯诺诺的头 看到范贤后 便将门全部打开 请范贤入内 进来吧 还等什么呢 范贤走了几步之后 看到王童儿还在原地哭得梨花待雨的 便让他直接进来 其实此刻他也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那就是说服老大娶了这位姑娘 对于大皇子侧妃的最佳人选 好像是除了王童儿之外 就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 当然帮助王童儿拔除身上刺的工作 范贤也是帮助大皇子揽了下来 就这样 范贤有了自己的第三位徒弟 也是为大皇子安排了一个十分合适的侧妃 你无耻 这是大皇子看到范贤后 指着范贤鼻子骂出来的一句话 他躲着为王家小姐还来不及呢 范贤竟然直接将他带入了王府之中 还将他赶到了王妃的住处 而更可恨的是范贤竟然要收他成为学生 此时大皇子心想 作为兄弟你不帮忙也就算了 怎么还能将自己往火坑上推呀 你才无耻 这是范贤回应大皇子的一句话 他自己俯身的这点破事 还要把自己牵扯进来 一个黄毛丫头都会让这两口子快马传讯给他 让他赶紧回来处理 范贤想到这头都大了 他虽然是叫闲 但哪有那么多时间处理这档的事啊 不过接下来范贤还是跟大皇子分析了一下 为何王童二是他必须要娶的 首先呢 这是庆帝下达的旨意 可以说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就算大皇子将事情闹大 成功的让王童二自己毁掉婚约 但庆帝震怒后 直接找个混账理由废了他的王妃 然后再让他领兵出征 依旧是同样的结果 但那了这个侧妃嘛 至少从时间上还能够多拖上一段时间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大皇子的根基在军中 王童二是王志昆的女儿 迎娶她会让大皇子在军方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况且王童二能够如此明目张胆的来王府闹 就说明了他不是一个背地里耍小手段的人 相对于长公主那样满是算计的 王童二还算是让人放心了许多 经过了范贤的一番劝说 大皇子最终答应下了这门亲事 似乎没有比范贤所说的更好的选择了 就这样大皇子测飞一事就算是定了下来 接下来范贤就该回宫禀报自己在西湖的事情了 那么范贤和庆帝的这次相见会出现什么话题呢 在庆余年中 范若若被范贤留在了北齐 但是当苦喝身死 海棠朵朵去往西湖后 北齐便没有了范若若的保护伞了 所以范若若便带着巴雷特回到了南庆中 继续开启了医馆 而这时范贤也从北湖回到南庆了 化解上回 在范贤处理好了大皇子的事情后 接下来便是前往御书房中 对庆帝禀报自己西湖的事情 而庆帝对于这些并没有太多的看法 因为感觉到庆帝心情还不错 所以范贤便提了提关于大皇子纳妾的事情 并且范贤还专门在庆帝面前羞辱了一番王童儿 表达出了作为臣子 他完全不愿意昌和到皇族家世中来 果不其然的是 庆帝听完他这一番话后 直接勃然大怒 将范贤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一番 范贤作为太长寺正亲 本就应该管皇家婚事这一块 既然身份摆在了这里 范贤是想要将事情推出去都没有办法了 不过庆帝训斥范贤 虽然言辞历生 但是并没有让范贤感到害怕 反而他接下来很平淡的一句话 让范贤打心底里寒颤了起来 那就是庆帝问到了招生前庄的事情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范贤将所有惹怒庆帝的事情 全部都记在了心里 比如范思哲在北面走私 还有自己和王师三郎的关系等等 不过这些也不足以让庆帝动怒 但是招生前庄却不同 无论是他在检察院的用度 还是大江修低的银子 又或者是他们全家人和陈渊的奢华生活 都离不开招生前庄进账 最为关键的是 招生前庄里面 曾藏了北极小皇帝几百万两银子 这一旦被人得知 那么范贤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以如今庆帝问到这种事情 范贤的冷汗瞬间就滑落了下来 当初收服江南明家的时候 招生前庄就被迫走上了前台 他知道这件事情瞒不过去 却没想到庆帝在此刻问出了这件事情 而问的正是招生前庄里面的银子 其实范贤也看出了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庆帝真知晓了事情的内幕 想要拿下范贤的话 那么就不会如此真诚的询问了 所以范贤依旧是想出了一个理由 那就是招生前庄中的那笔银子 其实是自己的私房钱 告诉庆帝 其实这是五竹留给他的 如果是其他的官员如此跟庆帝解释 只怕是会被人笑掉大牙 但从范贤口中说出这句话 却不得不让人信服 尤其是庆帝也知晓五竹的存在 那么这一切自然就能够圆过去 老五也是胡闹啊 把这么大笔银子 交给了你这个小孩子 庆帝看着范贤摇了摇头 看样子是信了范贤所说的话 这便让范贤稍微松了口气 但他也不敢怠慢呢 连忙将招商银行 进钱的用途 一一交代了一遍 让庆帝将这些事情 全部都了解清楚了 省得到时候再来翻一些旧账 在范贤将所有事情交代完成后 庆帝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老五去哪里了 庆帝了解完所有的事情后 问道 而范贤也不知道五竹去哪了 这两年中范贤也仅见过五竹一面 就这样 范贤跟庆帝聊了聊后 庆帝就示意范贤先行离去 走出御书房之后 范贤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对于庆帝问起五竹的事情 范贤心中还是忍不住冷嘲了一下 如今一国两大宗是一死一生 叶刘云对于庆国来讲 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庆帝此刻只是在提防五竹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范贤也是心知肚明 毕竟五竹这种大宗师级别的人物 庆帝依旧是不放心 只是庆帝也不知道 其实范贤所以仗的两张王牌 此时都已经离开了他 无论是箱子还是五竹叔 已经不知去了何处 因为北齐国师苦河已死 海棠多多还跑去了西湖 北齐已经没有人可以继续庇护范若若了 所以范若若便回到了南庆之中 在范贤得知这个消息后 便先不去管大皇子纳菲的事情 带着林婉儿在京都一个好地段中 给妹妹细细挑向了一个医馆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范若若一直以苦和关门弟子的身份 在青山上主持着一些杂事 还经常下山为北齐穷苦百姓们治病 医术早已经十分了得 但范若若终归是南庆的人 北齐再好也留不住他 而范贤也是十分的想知道 自己这位才女妹妹如今是变成了扁鹊还是华佗 想到这里范贤便快马加鞭的前往了医馆之中 还未开门若不是急患 凡请过两天再来 听到脚步声后 范若若并没有来起身看看是谁 而是一边整理着药材 一边回应着来者 真要有病哪里还等得及你回来治啊 莫非是我自己的医术差啦 范贤看着范若若忙碌的样子 不由得会心一笑 听到了范贤的声音后 范若若这才放下了手中的活 一脸喜悦的看向了范贤 许久不见的兄妹两人 此时也开始扯起了一些家常里短 似乎啊 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 随着范若若归家 整个范府热闹了起来 一大家子也变得其乐融融 而接下来 范贤便是带着范若若 拜见那些许久不见的长辈 这第一阵 便是那险心迎娶了范若若的镜王府了 虽然听说要去镜王府中 范若若多少有点不安 但是他和李鸿城之间 总是要见面的 一直躲着不见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经过了范贤一番劝说后 范若若便应许了下来 而范若若也没想到 自己这位哥哥 这次真打算把自己嫁出去 镜王爷在京都谋逆事情后 便越来越沉默 除了为太后举国发丧期间哭了一场后 便再也没有出现在众大臣的面前 尤其是李鸿城被派往定州后 整个王府也越发的安静了下来 不过随着范若若的到来 一直喜好安静的镜王爷 突然间就活落了起来 直接一把推开了范贤 拉着自己这个准儿媳妇开始嘘寒问暖 话里话外都是给自己儿子 拉拢这门亲事啊 范若若则是被镜王爷的热情 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范贤却偷偷偷将范若若一个人留在了王府 自己则是带着林婉儿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亲亲我我了 你不是说如果妹妹不愿意 你就宁肯她不嫁 这又为什么把她留在王爷那里 林婉儿对范贤的举动有些看不明白 不知道她为何选择改变了自己的主意 而范贤则是有些头疼的回应了一下 不喜欢当然不嫁了 可问题是在这世上 到哪再去找个比红城更好的男人呢 要说范贤不及范若若的婚事 那也是不太可能的 只是当初在她看来 没有人能够配得上范若若 不过自从定州见到李红城后 范贤却对她产生了比较不错的看法 如果范若若真能够嫁给李红城 也许会获得幸福的生活 在从王府出来后 范贤便带着范若若去看望了一下陈平平 陈平平不仅作为两人的长辈 更是范贤当年的战友 所以陈元自然也是要去的 并且这次前来 范贤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清楚 那就是让自己妹妹查探一下 陈平平究竟还能够活多久 其实范贤能够猜测出 陈平平身体大不如前呢 她在十几年前受到过重伤 双腿早就断了 经脉不通 加上两年前又中了一次毒 随时都可能有危险 但范若若查探一番后 却发现她在太医院的调理之下 还能够支撑几年的时间 而范贤则是从怀中 拿出了陈平平的药方 递给了范若若 太医院似乎没有这般好本事 能开出这张药方 能够将老院长身体照料的如此好 甚至比费先生还要厉害一些 这是范贤打心底里 对药方作者的佩服 此人的医术确实是世间罕见 不过范若若在看对药方后 却发现诊断的手法十分熟悉 直接断定出出具这张药方的人 跟范若若有着不前的关系 随着范贤不断的思考 也猜测出了药方的主人 正是苦和的二弟子穆蓬 只是他想不通穆蓬作为天一道弟子 为何要来南庆做这种事情 而要查清这件事情也很简单 那就是找到穆蓬当面对质 并且这件事也只能由范贤自己去做 用药之人必定会用毒 如果安排其他的人手 估计他们根本就进不了穆蓬的身 但范贤也赌上了自己老师费借的声誉 成功跟穆蓬比试了一场胆量和尸毒的技巧 而范贤在岸 穆蓬已经失了先手 让范贤成功的控制住了他 穆蓬在中毒后同样十分震惊 不知道来者究竟是谁 不仅用毒本事如此之大 甚至能够在片刻之间控制住自己 医术上我不如你 用毒这种事情 你却不如我 穆蓬师兄 你来我南庆两年 该说说你的来意了 范贤随手将无法行动的穆蓬扔在了床上 然后坐在了穆蓬的身前 平静的看着他 他想要知道苦河究竟在做什么 只是最后的答案 范贤却是通过陈平平得知的 那么穆蓬和范贤之间会产生什么火花呢 我们明天再聊 范贤勤住穆蓬 在陈平平口中得知 苦河最后的安排 话节上回 在范贤给穆蓬喂下解毒完后 便跟他聊了起来 小范大人 我只是一名大夫 何必如此用强啊 穆蓬在范贤说出了一句话后 便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 你来南庆 是不是苦河临终前有一命啊 范贤静静地看着穆蓬的双眼 直接问出了自己心中所想的问题 其实在穆蓬来到南庆 开始接近陈平平的时候 范贤就已经知晓了他的到来 只不过穆蓬并未出过青山 所以范贤一时拿捏不住他的身份 在通过了范若若口中确认后 才正式确定了穆蓬是谁 只是范贤有一点很不明白 那就是穆蓬来到南庆的这段时间里 确实是只为陈平平调养了身体 其他的事情从未做过 正因为想不明白啊 才会一个人私下对穆蓬出手 你准备离开 范贤还事了一下屋子中的行李 发现已经大包小包的收拾好了 小师妹既然已经回来了 我不走怎么办 只不过还是晚了一些 被你捉住了 穆蓬无奈地摇了摇头 如果自己早一些动身 也许就不会被留在这里了 但范贤却并不打算将他放走 虽然看在范若若的份上 范贤不会杀掉穆蓬 不过在范贤弄清楚他们天一道 究竟在做什么之前 是不会让他离开南庆的 范贤说完最后的话后 穆蓬的脸色也开始难看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会被关在检察院中 但是关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会不会像萧恩一样 被直接关一辈子 这是穆蓬不敢去想的 在穆蓬这里 范贤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不过穆蓬不知道 并不代表陈萍萍这个老狐狸不知道 范贤安顿好了穆蓬之后 便前往陈园之中寻找陈萍萍 将穆蓬的事情全部告知了他 但没想到陈萍萍 却表现出了十分不在意的样子 你就为了一个大夫 专门跑过来烦我 反正这两年 他也没为我毒药啊 陈萍萍轻轻敲了敲轮椅的扶手 声音有点尖哑的说道 范贤则是蹲在了一旁 有些不太相信陈萍萍说的话 他不相信以陈萍萍的食人之能 没有瞧出穆蓬有问题 这两年里 穆蓬不仅仅是对陈萍萍十分上心 更是通过了各种渠道 寻找了很多非常罕见的药材 配合他本人的妙手回春 成功阻止了陈萍萍的衰老和旧伤 让这个老人家活络健康了起来 其实你应该很清楚 苦和拼死保我一命的原因 西湖是我大庆之外患 而我活着 则必将成为大庆的内忧 陈萍萍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判断 但言外之意 却已经告诉了范贤事情的结果 苦和就是在等待陈萍萍和庆帝翻脸 在两人仪式君臣的三十多年中 从未新生过一律 如果说庆帝忌惮陈萍萍的权势 或者陈萍萍对于庆帝有异心 说出去谁也不会信的 但问题在于 无论两人之间有着怎么样的情分 总是会被逐渐淡下来的 在陈萍萍对于范贤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 却还是看不懂陈萍萍和庆帝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让他不知道的事情 不过陈萍萍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范贤越来越看不懂这个老狐狸想的是什么了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 陈萍萍能够活着从大东山上走下来 但我也没有像长公主一样 那么急切的跳出来 陈萍萍不曾查我 不代表从未怀疑过我 只不过是他在给我一个机会 罢了 陈萍萍说到这里 眯起眼睛看向了远方 庆帝一直在等着他老死病死 这样两人既能够保住情分 又可以让庆国少去一个隐患 在陈萍萍的眼中 他早就是一个应该死的人了 随着范贤和陈萍萍两人的交谈 虽然两人并未精准的提及 陈萍萍死活究竟跟庆国有着什么关系 却也表明了 陈萍萍已经对庆帝生出了不臣之心 范贤知道了他要活下去的原因 却不知道一切分明之后 自己该怎么去办 离开陈渊后 范贤苦苦想了一夜 都感觉有一种烟雾笼罩着他 让他看不清后面的真相 所以他也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了 第二日一早 范贤便收拾了一下前去参加早朝 这一大早 他就看到了自己非常不愿意看见的人 那就是三姓家奴贺宗伟了 在京都谋逆事情结束后 贺宗伟倒是成为了庆帝提拔来平衡朝野的人 他处处跟范贤作对 成为了范贤朝会之上最大的一个敌人 所以在看到贺宗伟后 范贤一点好脸色都没给他 整个朝会也依旧在两人之间的争执中结束 似乎这就是庆帝想要看到的平衡局面 只是这次朝会中 庆帝乱点鸳鸯谱 让范贤十分的恼火 因为范若若回家 当初他和李鸿城的婚事作废了 所以庆帝便打算让贺宗伟迎娶范若若 在庆帝的眼中 这个贺宗伟是哪儿哪儿都好的一个人物 不过范贤却是被气得不轻 虽然庆帝并没有明确的下达旨意 却也是说让贺宗伟先同范若若接触一下 万一情郎怯意 那自己也好顺水推舟啊 因为这件事情 范贤回家后直接掀掉了家中昂贵的黄花梨桌子 但非常巧的是这段时间中 李鸿城刚好回到京都树植 这一次范贤也算是找到了帮手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只是李鸿城的做法 却不知为何如此鲁莽 在最近的几天时间中 贺宗伟每每下朝后 都会前往医馆中向范若若问好 范若若因为早就同贺宗伟相识 偶尔也会在问诊之余 同他说上两句话 这一来二去啊 竟然成为了京都中的一段佳话 而范贤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 毕竟贺宗伟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范贤也不好去打扰范若若行医 但就在范贤一边看着贺宗伟当狗皮膏药 一边喝着闷酒的时候 街上突然飞奔而来一匹骏马 一个身穿甲骤之人 单枪匹马立在了医馆之外 来人正是那敬王世子李鸿城 看到李鸿城到来后 范贤也不由的放下心来 心说这小子再不来 自己的妹夫还真就要换人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范贤有些看不明白了 不知道李鸿城对范若若说了些什么 两人竟然直接争执了起来 贺宗伟本打算上前解释几句 不料李鸿城看都不看他一眼 直接吩咐范家的家庭 将医馆门关了 在范若若愤怒的目光中 毫不讲理的将他抓了起来 压到了马车上 颇有一些抢亲的意思 这一幕的发生 可悲是让整条街的人惊掉了下巴 如果不是众人都知道 静王府和范府之间的关系 恐怕双方便直接打起来了 范贤不担心李鸿城会对范若若做什么 倒是对街上呆若木鸡的贺宗伟来了兴趣 吩咐手下将贺宗伟请到酒楼上来坐坐 不一会儿的功夫 贺宗伟就来到了酒楼之上 来 吃 范贤看到贺宗伟后 此时心情也极好 直接一举筷子对贺宗伟招呼道 两人也再度开启了唇枪舌 先前那一幕你也看到了 静王府是个什么态度啊 您应该很清楚啊 范贤看到有些失神的贺宗伟 眉头挑了挑说道 小公爷啊 好手段 贺宗伟此时认为 李鸿城的到来是范贤所受益的 不过这其实跟范贤没多大关系 但范贤还是很明确的告诉了贺宗伟 他喜欢范若若的事情是没有可能的 趁早死了这条心最好 而贺宗伟此时也顾不得自己脸皮了 脸色微黑的对着范贤说出了自己喜欢范若若的话 诚恳的希望范贤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 但是范贤却对贺宗伟的话是左耳进右耳出 我没有什么意见 现在是进王府有意见 范贤吃了一口饭菜 十分平静的对着贺宗伟回应道 并且明确的告诉了他 不要以为能够讨好范若若 就可以绕过他这个兄长 我知道你很讨厌我 但杀人这种事情 你用嘴做 我却是用手做 范贤起身看了贺宗伟一眼 交代完了他最后的一句话 就离开了酒楼之中 我却是用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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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作用手做 który很不吓 Hebrew帅来 别毛泌 我却是用商量 干杯 我听 siguiente 干杯 为了 范贤为了范若若再度向庆帝退婚 王十三郎回剑炉 范贤前往东一城 见大宗师四顾剑最后一面 话节上回 在范贤和贺宗伟谈完话后 便先回到了范府之中 准备看看范若若跟李鸿城的情况如何 鸿城是不是怕我揍他 所以先跑啦 范贤到家后便立刻看到了范若若 被林婉儿和叶玲儿包围了起来 不过却没有看到李鸿城 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已经离开了 范若若被范贤调侃了一下 脸色瞬间红了起来 在道街上跟一个男子同骑 本身就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 不过很快范若若就反应了过来 范贤当时也在现场 所以立刻埋怨起了范贤 怪他当时不出面帮助自己 而范贤也是继续询问了范若若 他对于庆帝的指婚到底是什么态度 妹妹现在还不想嫁 范若若连思考都没有 直接对着范贤平静的回应道 他现在只想好好将医馆开设下去 至于什么时候成亲生死 他从未考虑过 对于贺宗伟死屁赖脸的追求 他不是没有明确的拒绝过 只是这贺宗伟太过于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范若若呢也不好直接赶人 好 不想嫁那就别嫁 我不喜欢贺宗伟这个人 即便是你答应嫁给他 我也要棒打鸳鸯 范贤此时十分的平静 他本身就不希望范若若同意这门亲事 所以听到范若若压根就不想结婚后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至少这样 自己可以很明确的帮他拒绝清帝止婚了 之后的几日中 范贤便如同忘记了宫中止婚的事情 只留在了检察院中 跟颜冰云一起安排东一城的事情 而西湖那边也因为左贤王的死 以及定州两地间谍被清扫干净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风险 但也因为范若若的婚事 让庆帝和范贤两人一直在冷战当中 整个事情无论是怎样的发展 其实都在范贤的掌控 不过范贤的强大 依旧是隐约让庆帝不舒服了起来 如今范贤手中的建察院和内裤 是庆国朝廷健康发展的维系 庆帝也自然深知这一点 他越来越离不开范贤了 不过范贤性情太诡于疏脱 让庆帝感觉十分的不舒服 他想要让范贤让步 范若若的婚事就是很好的筹码 但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了冬月 范贤依旧是没有让步 他借着庆王府的名声 让赫范两家的婚事 闹得沸沸扬扬一场后 开始逐渐的平息了下来 庆帝就算要强行下旨 也要顾及庆王爷的脸面了 要说天底下唯一不怕庆帝的人 大概也就只有那位庆王爷了 两人从小一同长大 庆王爷小时候没手挨庆帝奏 他的拳头也尝过龙肉的滋味 一旦亲近了 便也少了庆位之心 交上庆王爷一生从事花草泥土事业 从不干涉朝政 李鸿城还在定州领军三年浴血杀敌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庆王府要跟贺宗伟抢媳妇 庆帝还真不敢说什么 所以贺宗伟和范若若只婚的事情 一直迟迟没有定数 而今日更是王师三郎离开庆国之时 范贤更没有时间去管贺宗伟的事情了 我在剑炉等你 早些来 王师三郎对着范贤笑了笑 然后背着包裹 走入了风雪之中 范贤看着他的背影 对着王师三郎 很恭敬的行了个礼 然后就带着恋恋不舍的叶灵儿 回到了家中 思顾剑也许撑不过明年了 范贤前往东夷城的事情 也该早些做出决断 他只想着明年解决了东夷城的事情后 庆帝就可以松开套着自己的缰绳 让自己能够向着远方前进 只不过范贤的这种想法 真的会如意吗 范贤如此努力的为西梁和东夷奋斗 都是在为庆帝做马前卒 但他不想改变这世间的一切 因为整个世间让他没有勇气挑战的 就只有这位深不可测的庆帝了 东去春来 范贤再度受到了庆帝的指派 开始前往去燕京 准备东夷城的事情 而燕京地方军的首脑 正是那位大皇子指定的小妾 王童儿的父亲 王志昆大都督 哈哈 老大人可好 王志昆看到范贤后 连忙上前 恭敬地对着范贤行了下礼 询问了一番范贤的健康状况 父亲在淡州过得舒心 范贤十分认真地回了一句 场面的客套话还是要有的 他这次来燕京只是路过 主要的目的是前往东夷城 参加四物件最后一次见卢开卢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次开卢 大概就是这位大宗师 跟世人最后一次相见了 所以仪式举办的非常盛大 东夷城周边的诸侯小国 都有贵人前去建礼 北齐和南庆这当时两大势力 同样受到了邀请 而更为重要的是 四孤建要借着这一次开卢 决定东夷城未来将会投向何方 所以北齐和南庆朝廷都不敢怠慢 纷纷派出了代表人物 而范贤就是这次南庆代表人物了 北齐去的人是谁啊 在王志昆将范贤请入府中后 范贤也没有任何的客套 直接询问起了北齐那边的消息 按照常理推论 应该是常宁侯爷 王志昆思考了一会儿后 不太确定的说道 这位常宁侯爷是北齐太后亲兄弟 掌管着北齐内库的银钱往来 确实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冰来将的啊 不管谁来 最终比拼的是国力 还是不要再下来 范贤思考了一会儿后 还是摇了摇头 准备到了东夷城再说 那么这次范贤进入东夷城中 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范贤的队伍在燕京城中 并未停留太多的时间 第二天一早 范贤就会合了江南地区 赶过来的检察院四处部署 带着队伍继续向南庆国境县行驶过去 而刚前进没多远 队伍就又迎上了一支商队 商队中领班的商人 在众人纳闷的目光里 直接登上了范贤的马车 辛苦了 范贤拍了拍来者的肩膀 此人正是范贤的学生之一 石产利 他这次前来 就是为了范贤交代 在东夷城打听到的情况 如今的东夷城不仅仅有外忧 内部同样是有着纷争 作为东夷城的城主 他则是选择依靠北齐这一方 加上四处剑的商根庆地有关 东夷城的局面 并不像范贤想的那么乐观 关键还是四处剑的态度 范贤听着石产利的报告 闭着眼睛 给事情下了个定论 事情确实是这样 虽然四处剑即将生死 但毕竟还没有死 他的意见 确实是能够左右东夷城归属问题 只是范贤就怕四处剑 真的要白吃到底 信奉死后不怕洪水滔天这一套 那么情况就会更为麻烦 范贤此时很害怕 这些大宗师们的想法 因为他不能够以常人推论 所以范贤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避免让自己陷入 无法挽回的境地 经过了三日的路程后 范贤车队平安地穿过了国境线 进入了宋国之中 对于宋国 范贤还算熟悉 报月楼第一个分号 就是开在着这里 拒绝了宋国官方热情招待后 范贤就带着一行人住进了报月楼 却没想到刚入楼片刻 就有了一位客人前来找 魏华兄 想不到来的果然是你啊 范贤看着眼前的北齐锦衣卫指挥使 魏华笑了起来 见过小范大人 魏华跟范贤客套了一下 这两位世间最大的特务头子 如今在东一城中正式的会面 两人坐着聊了一会儿闲话后 便也逐渐开始试探起了对方 言语之中你来我往 让气氛逐渐的紧张了起来 两人本就是对手 场面话说完了 自然就是要说真实意图的 有人托我问小公爷一句话 当年酒楼上的协议 可还算数啊 听到这句话后 范贤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哪有什么协议啊 范贤并不打算承认当初的约定 东一城的事情各凭本事 范贤不会因为当初的什么承诺 就会选择放弃东一城这块肥肉 双方使团在东一城中的秘密接触 其实就只是维系了一天的时间 双方都没有在对方那里 得到有用的信息 不过在北齐使团离开的下午 范贤便一声令下 跟了上去 并且这一跟就是三天的时间 这三天范贤让人盯紧了北齐使团 一旦有人离开 那么就要第一时间来告诉他 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范贤便带着影子脱离了车队 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回来过 范贤看着身旁的影子问道 而影子则是将帽眼往下压了压 并没有回答范贤的问题 范贤在得到冷漠的回应后 只是笑了笑 便不再说什么了 当年东一城的灭门惨案太过于诡异 除了用思古剑白痴发疯来解释 也没有其他可以说得通的地方了 这次范贤带着影子脱离车队 为的就是暗中掌控东一城的动向 只是这一次范贤却在东一城中 遇到了大批九品剑手 那么范贤究竟能否顺利解决东一城的事件呢 让我们明天再聊 在庆余年中范贤第一次去东一城 便是去见大宗师四顾剑最后一面 而在整本小说中 东一城也是九品高手最多的势力 除了四顾剑的十二个徒弟外 城主府也有了不少的九品剑手 而范贤刚刚进入东一城 就联合影子跟九品高手们打起裙架了 化解上回 在范贤带着影子到达东一城后 便被东一城中的风景震惊到了 东一城确实是天下第一大城 占地面积非常广泛 范贤和影子的马车在城内前进许久 都还没有到达预定的地点 这一路上 范贤也是看到了为何东一城是兵家必争之地 他一直占据着天下商业中心位置 而且民风自由 在城中除了维持治安的城主府官员们 根本看不见太多的官府人物 在这里贸易十分的自由 更是建立在了对等交易的基础上 正因为如此 东一城才会受到各国商人们的信任 范贤的目光在各国商人上收了回来 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事情 如果庆国真的掌握了东一城 那么这座城市还能够保持如今的活力吗 对于未来的事情 范贤也想不明白 所以现在索性不去想 很快他和影子两人便到达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客栈 两人安顿好后 便外出闲逛 继续领略着东一城的风采 如今天色尚早 还不是他们行动的好时机 看完了吗 在阳光逐渐消失 黑夜开始笼罩东一城的时候 影子突然对着范贤开口问道 是的 范贤拉低了一下自己的斗笠帽 对着影子点了点头 现在的范贤要重新回到黑暗之中 在夜幕逐渐笼罩之后 东一城城主府依旧是灯火通明 此时城主正在会见四顾剑首途云之兰 他非常担心东一城归属南庆后 自己的地位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而云之兰同样是不接受东一城不战而降 独处两大势力之外 才是东一城最好的归宿 所以两人也是一拍即合 绝对不会将东一城拱手送给南庆 准备直接着手处理未来建罗的主人 王师三郎 范贤此时则正要去见王师三郎的路上 却没曾想正好掉入了那刺杀之中 范贤带着影子独自进入东一城 为的就是跟王师三郎接触 来跟他谈论关于东一城归属的问题 此时范贤来到了一处院子 不过刚要接近范贤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对 他曾听王师三郎说过 在院子中养了一条鼻子非常灵敏的狗 但范贤却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并且院子里面的梅花也掉落了一地 盯着脚下的梅花 范贤一瞬间就感觉到了此处必有埋伏 就在这一刹那间 范贤感觉到了一记风在身边掠过 紧接着四面八方涌现出了强烈的剑意 此时他并不清楚 为何王师三郎没有提前向自己示警 但清楚地感觉到了 东一城这个地方真的是九品剑手的量产地 仅仅是一瞬就有五到十分强劲的剑意向范贤袭来 五个方向牢牢捆住了范贤可以逃跑的方位 而其中更是有着四名九品剑手的存在 不过这几位强者没有立刻攻过来 只是充分地释放出自己的剑意来压制范贤 因为他们所接到的命令只有刺杀王师三郎 对于范贤这位来意不明的人 他们要先行试探一番 但是范贤却快速运转了体内的霸道真气 这个院子他是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 范贤身形刚动 一道剑气就直刺他的眉心 剑势去而不返 一往无前 正是四顾剑法的精髓剑意 而范贤则是凭借强横的速度 逃脱了这一层剑意 只是他低估了剑炉强者的手段 四顶剑完美无缺地配合着 将范贤逼退到了死境之中 此刻范贤大脑飞速地运转 短时间内精确地计算出了自己的最佳退路 那就是直接冲入王师三郎所在的后世之中 目前多一个帮手才是最重要 在范贤被逼入角落后 利用自己的速度靠在了梅花树上 借助树干弯曲的力量 将他直接弹射到了后世之中 当即他就发现了王师三郎盘腿坐在床上 脸色蜡黄 双眼深陷无神 显然是中毒了 身边还有一位女子 用剑抵着他的喉咙 范贤看到这一幕 心头不由地愤怒了起来 他立刻像一道风一样 冲到了女子的身前 霸道真气凝结在右手食指 仅仅一记顶机 就让女子香消玉允 范贤冲进来得太快 女子根本就没有想到 自己五位师叔同时出马 竟然都没有将其拿下 但这件事显然已经不需要他去考虑了 解决了女子后 范贤来不及问清王师三郎如今的情况 立刻将他背了起来 顺着冲进来的方向 再度冲了出去 一瞬间 范贤又再度遭遇了四位九品剑手的围攻 为了保护住王师三郎 范贤每一步都算计到了极限 即便是自己身上多出几道剑伤 都没有让王师三郎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在不断躲避之余 范贤开始四处撒起了烟雾 不多时 整个小院中烟尘生腾而起 将范贤和那些剑客们身影笼罩在了其中 在视线消失的差不多后 范贤将王师三郎安置在了墙边 然后抽出了自己的黑色匕首 向着其中一人就杀了过去 刹那间 一名剑客就感受到了夜下一凉 一道深深的血口出现在了身上 与此同时 天空之上也有一抹影子飘过 没有任何声响 一招就解决掉了剩余三人中的一位 短短一息间 四位九品已然死去了两位 怎么回事 烟雾有毒 剩余的二人相互对视一眼 心中不由得对范贤的实力 重新做了估计 但却忽略了一个影子一样的身影 那才是他们真正改恐惧的存在 在解决完两位剑首后 范贤并没有停留 而是先带着王师三郎离开了小院 影子同样是顿入了黑暗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仅剩下的两位剑首 此时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立刻回去禀报大师兄 南庆范贤的身边 出现了一位同样会四顾剑意的高手 并且此人所用的四顾剑意更为纯正 杀法也更为灵力 而范贤却根本来不及多想后面的事情 背着王师三郎快速赶到了 检察院在东夷城的一处据点 在安顿好他后 范贤仔细观察起了王师三郎中毒的情况 只见王师三郎此时真气浸散 浑身贪软无力 分析片刻后 范贤也对于这药的大体成分和作用 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紧接着就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小袋子 摘出了一点药粉 给王师三郎送入口中 然后用自己的真气来帮他吞水入药 整整过了三炷香的时间 范贤才忙完了这一切 然后就沉默地坐在了王师三郎的身旁 等待着要笑的发作 也不知过了多久 王师三郎缓缓睁开了双眼 但他醒来的那一刹那 看向的却不是范贤 而是站在门口的影子 你又就是谁 王师三郎在范贤背上的时候 迷迷糊糊间就看到了影子 用出了那一招四孤剑法 所以此刻他对于影子 产生了强烈的敌意和关注 不过影子却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依旧是很平静地看着窗外的月光 你这位大师兄啊 还真是爱护你啊 范贤一掌拍在了王师三郎的后背 帮助他清理体内剩余的毒素 同时也岔开了王师三郎 对于影子的关注 虽然范贤知道影子的身份 越来越瞒不住了 但此时能瞒一会儿 就是一会儿 在范贤岔开话题后 王师三郎也沉默了下来 他现在确实是无言回应了 今夜是南庆的两大高手 把自己从自家师兄弟手中救出 说出来也是有些丢人 范贤看着王师三郎的样子 也没有立刻追问东一城的状况 而是一针扎在了他的脖颈处 让王师三郎沉沉地睡去 刚才幸亏你来了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范贤在王师三郎睡下后 便推出房门 站在了影子身边 处理六成事物之前 我首先是一个影子 影子的声音十分的冰冷 不但有一丝的情感 陈平平命他来保护范贤 他就会像之前作为陈平平的影子一样 成为范贤的影子 这便是他名字的由来 你说 似乎见什么时候才能猜到 你就是他侥幸活下来的弟弟啊 范贤沉思了一会儿后 便问出了这个触及影子内心的问题 也许很早 影子也是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地开口回应 范贤此时最为担心的一点 就是东一城中 已经有人知道了影子的身份 那么当初庆帝在庆庙遇刺的事情 就无法瞒住了 如果被庆帝知道遇刺的真相 恐怕整个检察院都会被划为平地 唉 罢了 明日我就见思顾剑 跟他谈生意 将这事一并谈了 范贤叹了狗气 他只希望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那个白痴就算是知道 也要将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 那么范贤跟思顾剑的交易 会如何进行呢 我们下期再聊 在庆余年的故事中 要说大东山之战后 又一个小高潮 那无疑是范贤前往思顾剑炉了 两年后的范贤 再次遇到了思里里和战斗的 在他们之间 又会发生怎样的三角恋情呢 化解上回 在王十三郎清醒后 范贤便询问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他有些不明白 以王十三郎的能力 为何还能被困在屋内如此的不堪 而王十三郎回应范贤 就是因为他大师兄云直篮给的毒酒 两人实在太过于熟悉了 导致王十三郎没有设防 进入了圈套 哎 你这人呐太过于天真浪漫了些 范贤了解了情况后 无奈的叹了口气 这世道不是你杀人就是别人杀你 依照王十三郎的性子 想要执掌剑炉 怕是没有人帮衬是不太可能的 大师兄不想杀我 他只想杀你 破坏可能的协议 王十三郎听到范贤的话后 立刻恼怒了起来 他即便是要帮助范贤 也不会让人诋毁自己的师兄弟们 范贤听到王十三郎的话后 心头还是软了下去 云直篮确实没想要杀掉王十三郎 他体内的毒只要不动真气 那么就不会伤及他的性命 所以范贤还是安慰了一番王十三郎 然后继续问道 这次北齐来的大人物究竟是谁 不知道 王十三郎的回答十分干脆 所有的事情都是云直篮安排的 在他中夺后 已经有了十多天没有看到四孤剑了 范贤听到王十三郎的回答后 心中同样十分恼火 但也没有任何的法子 让王十三郎回答他 所以只能自己前往剑炉找四孤剑 当然 总是要带着这四孤剑的小弟子的 很快 范贤就带着王十三郎一同坐上了马车 前往了剑炉 小师说 师父有令 师祖爷正在闭关清休 不得打扰 在王十三郎下马车后 走到剑炉门前 立刻就有人将他围住拦下 昨夜发生的事情 所有人都是知道的 但是他们却没想到 小师叔今日就这样走到了剑炉门口 一时间所有人都很紧张 不知道是马上出手将他拿下 还是应该如何 而王十三郎则是 面色平静的一步步向前走去 因为他看到了一位自己十分想见的人 二师兄 我想见师父 王十三郎走到了剑炉二剑面前 恭敬的低身行礼说道 师弟 回吧 剑炉二剑虽然并未参与到这件事情之中 但他不想让东一城投靠南庆 便将王十三郎阻挡在了门外 而就在剑炉门前一囤乱的时候 剑炉后方有一个人 悄无声息的溜了过剑 很轻易的就穿入了后方的清幽小院 此人正是那南庆的范贤 在范贤进入小院后 像一只梨猫一样 一路躲过了那些北齐方面的高手 直接摸到了后院屋内 刚进入屋中 范贤就闻到了自己十分熟悉的香味 然后便看到了那位正在对着镜贴花黄的熟悉女子 莉莉 是不是想男人了 范贤走到了那位女子的身后 附在了她的耳边 轻薄无比的说道 听到范贤的声音后 斯莉莉浑身一震 从镜中看到了自己那终身难忘的面容 惊讶的完全说不出话来 小皇帝还真是宠你 这么大的视角 居然还随身带着你 难道是怕你给他戴绿帽子吗 范贤起身看着斯莉莉微微一笑 然后轻轻触摸着她的下巴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当年两人在回北齐的马车上 要不我替你家那位皇帝缝制一顶绿帽如何呀 听着范贤调戏的话语 斯莉莉不敢乱动 她十分清楚范贤的行事风格 在这种情况下 范贤不可能胡天胡地 只是要借自己的房间 等待一位他一直想等的人 此人正是那北齐的小皇帝 战斗斗了 斯莉莉在被范贤调戏了一番后 并没有立刻回应他 而是拉着范贤的手 前往了一个围杖之后 然后带着范贤静静地站在这个杖前 范贤则是透过了缝隙 看到了那位有几年没见的北齐小皇帝 此时战斗斗依旧习惯性地岔开腿坐着 范贤看到这一幕后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家伙哪有一点女人的样子呀 不过转念一想 北齐皇帝亲自参加四顾剑的剑炉开炉仪式 就足以证明出北齐对东一城的重视了 看来这次他所面对的困难并不简单 而范贤此时也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今在外的北齐高手们 没有一位发现他已经进入了屋子 以他的实力冒险一搏的话 说不定真可以将战斗都沁于手中 但很快范贤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他感受到了在房间外 有一位实力不亚于自己的高手 通过范贤的推算 死人正是苦和的大徒弟郎桃 很快郎桃就推开了门走入了屋中 证实了范贤内心的想法 看到郎桃后 范贤连忙压制住了自己的呼吸和内力 然后转头对着斯莉莉使了一个眼色 在郎桃还未来得及跟战斗的禀报事情 斯莉莉就走出了围账 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你怎么在这里 战斗都看到斯莉莉后 不由得皱起眉雷 刚才他还特意问过太监 说斯莉莉正在院子中休息 但此时看到斯莉莉 脸色有些潮红的从屋内走出 战斗都便也稍微警觉了起来 回陛下 臣妾正在休息 谁让陛下不敲门就进来了 斯莉莉虽然难以掩盖 看到范贤后的羞涩 却依旧发挥出了自己间谍的本领 帮助屋内的范贤 藏匿踪迹 只是他和范贤两人 都低估了战斗的智商 也低估了狼桃的实力 哦 这样啊 战斗都听完斯莉莉的话后 直接起身走到了他的身边 看着他那绝美的面容 心头一动便俯下身去 直接啄在了他那红唇之上 这一闻可谓是霸道至极 两人唇齿相交许久之后 战斗都才意犹未尽的吐出了他的香舌 而围账后的范贤 看到了这一幕后 实在是忍不住变了脸色 尤其是看到了战斗都将手 伸进了斯莉莉的衣巾 更是强压住了自己心跳和呼吸 如此活色生香的一幕 足以让范贤好生回味许久了 接下来 郎桃便同范豆豆说了几句什么 让这位小皇帝 立刻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屋外 只留下了还在凌乱中的斯莉莉 笑什么笑 斯莉莉看到范贤 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走出来后 美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看了一幕活春宫 难道笑一声也不成了啊 范贤怂了怂金 就坐在了斯莉莉的身旁 雷斯边这种事 他还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 不管是前世还是金世 接下来 范贤也就跟斯莉莉在屋中 聊了一些东一城的事情 通过斯莉莉的话 范贤了解到 战斗的入炉两天 连四孤剑的面都没见到 这个消息倒是让范贤松了口气 而范贤也同样告诉了斯莉莉 他知道战斗的是女人 这让斯莉莉大感震惊 连忙让范贤保守秘密 并且保证 自己会让他安然无恙的离开 不多时 战斗的身边的太监 就以用善的事情将斯莉莉带走 只留下了范贤一个人在屋内 你便是这样回报阵的吧 在战斗的看到斯莉莉后 带着一丝冷嘲说道 他其实在看到斯莉莉脸上的羞以后 就已经猜到了些什么 加上朗桃禀报给他 屋内有第二个人 战斗的就已经确定 是范贤到来了 他是真没想到啊 范贤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 竟敢独身一人来到四顾剑的剑炉 而接下来战斗斗便打算 给范贤安排一个有来无回 斯莉莉看到战斗斗的脸色后 瞬间明白了些什么 而那些北齐高手和狼头 早已蹭蹭围在了屋子外面 就等待战斗斗一声令下 将屋内的范贤就地捉拿 既然瞒不下去了 斯莉莉打算劝说战斗斗 让他将范贤放走 因为斯莉莉知道 范贤是怎样的一个人 就算狼头和众位高手 能够将范贤擒住 但是范贤所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尤其是关于战斗斗身份的那件事 战斗斗听到斯莉莉的话后 微微一正 并未理解到这句话的含义 不过还没等到战斗斗想明白 园内就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 紧接着一个人影 随着狂风一同砸了过来 狠狠地砸向了战斗斗的身躯 在那一瞬间 战斗斗看清了这个人影是谁 不由得心头无限震惊 难道连自己安排的狼头师傅 何道人 以及剑炉中诸位强者的何机下 竟也拦不住此人嘛 说是迟那是快 战斗斗依旧保持着 临危不乱的帝王姿态 从腰间抽出了自己的宝剑 就向人影劈去 紧接着众人就听到了一声脆响 兜剑香蕉 一把黑色的匕首 轻松地断掉了北齐皇帝的佩剑 而那个人影 也冲入了战斗斗的怀抱 全然不顾周围任何的攻击 接下来人影便一口鲜絮 吐在了战斗斗的身上 两人就像是殉情的男女一般 决绝地向后方山崖下岛去 那么接下来两人会如何呢 我们下期再聊 范贤被北齐高手和剑炉弟子重重包围 大宗师四顾剑出手相救 留给他与北齐皇帝战斗的公平谈判的机会 化解上回 在斯里里被叫走的时候 范贤就已经瞧出了一丝问题 虽然不知道战斗的是如何猜到房中有人的 但范贤已经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 就在斯里里离开屋子不久后 范贤便凌厉无比的突出重围 直接振开了河岛人的手 然后比开了剑炉弟子们的剑光 不过虽然范贤抢先半客 却还是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狼桃 当时范贤跟狼桃互对了一掌 两人都被对方震伤 范贤也是强撑着最后的力量向着山上跑去 因为路上不断遭遇剑炉和北齐高手的围攻 导致范贤偏离了原来的逃跑路线 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太清楚跑到了哪里 但进入小园后 范贤却看到了救星的出现 那就是正站在了山门旁的战斗斗 所以范贤便没有任何的迟疑 立刻向着战斗斗冲了过去 带着战斗斗就冲下了山崖 这当然不是范贤要自杀 而是借着山崖壁上的石头草坑作为落脚点 抱着战斗斗一路滑落到了山崖之下 只是这山崖之下正是剑炉的前方 等到范贤和战斗斗落下后 原本阻止王十三郎入庐的弟子们 瞬间将范贤围了起来 紧接着一直没有露面的云之兰 也抓住了机会一箭刺向范贤 整个场面瞬间让范贤陷入了僵局 但不要忘了战斗斗还在范贤的手中 只见他直接扣住了战斗斗的脉门 用自己的黑色匕首抵住了战斗斗的下颚 让剑炉和北极的人全部强行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能够在这么多高手的围攻下 还可以支住陛下 果然不愧是难请范贤 剑炉二弟子此时打破了瓶颈 对着范贤发自内心的称赞 这下可以好好谈谈了吧 范贤环顾了一下四周 想要保命 现在他能做的就只有和这些人谈判了 范贤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在剑炉之前冒犯于朕 战斗斗此时冷漠的看着范贤 虽然身处于危险之中 不过依旧是面不改色 虽然我不想做绑架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事情 但是你这么快就发现了我 运气又差到被我抓住 我也只好当一当这个绑匪了 范贤将匕首在战斗的脖颈下面抵了抵 然后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对渐渐逼近的众人微笑道 说句粗俗点的话 想要他活下去 就不要逼老子发飙 范贤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没有人敢在此时对范贤出手 他们也赌不起 我以先师的名义启示 你放了陛下 我们绝不拦你 龙头此时向前 突然踏了一步 他不敢拿战斗斗的命去跟范贤赌 只能给范贤一个绝佳的退走机会 你不拦我 建炉的人呐 范贤依旧微笑的看着众人 他要的可不仅仅是北齐的承诺 毕竟这是东夷城 剑炉的人如果不发话 他依旧是走不了 如此绝佳的机会 云之兰当然不想放走范贤 但郎头看了他一眼 施加了压力 云之兰想了半晌后 才轻声的回应道 剑炉的弟子 亦不会拦你 不过一旦你走出剑炉半里 我剑炉弟子 便会追杀到底 这是云之兰能够做到最后的让步了 你也听见了 我可不想被人追杀啊 范贤对着众人讥讽一笑 既然手中有筹码 范贤自然是要取得最好的结果 但他在看到不远处的王师三郎时 却也改变了主意 直接坐在了地上 哎呀 我有些累了 协议达成 我放人 半里之内 你们不能拦我啊 那么范贤是真的打算妥协吗 在得到范贤的回应后 云之兰和郎头同时点了点头 此时这两人也是心急如焚啊 生怕范贤对陛下有丝毫不利 范贤看到两人同意后 便也不再管战斗的 而战斗的挣脱束缚后 也没有立刻退走 而是静静的看着范贤 你胆子真大 战斗的看了一会儿后 突然无奈的笑了起来 而范贤也跟着笑了出来 他真是没想到 战斗的竟然能够猜到自己的想法 就在两人开始相对无言的时候 许久未动的王师三郎运转出了全身真气 将一棵柳树三掌击断 然后以树为剑 用出了四股剑法中威力最大的一招 那一瞬间 无数闷哼声响了起来 而在王师三郎打人的这一刻 范贤也将自己调息完毕 重新制住了战斗道 闷哼一声就向着剑炉的大门冲了过去 郎头和云之兰在抵住柳树后 也立刻运起了气息准备将范贤拦下 他们此时才明白为何范贤刚才不退 在王师三郎出手后 才逐渐的认清了这一点 不由得从心中再度赞叹起了范贤的头脑 而就在众人动手的时候 已经许久不见客的四股剑 突然间就出手了 大宗师的威压 直接让所有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剑炉的所有弟子 齐刷刷的跪倒在了地上 向着剑炉的方向叩手请安 整个剑炉内忽然间十分安静 范贤则是带着战斗斗 立刻靠近了四股剑散发起息的那道门 很快门就被人从里面缓缓拉开 一个童子向外伸出了脑袋问道 二位谁姓范 谁姓湛 正是被骑皇帝 战斗斗习惯性的回答道 而范贤则是笑了笑 并未作答 二位规客 请随我来 童子确认了两人身份后 恭敬的对着两人行了下礼 然后就将他们请了进去 此时不仅是范贤和战斗斗 就连云之兰他们都是面面相去 不知道自己的师父 这是在做什么呀 而接下来 也就是范贤跟战斗斗两人进行谈判的时刻 在童子将两人带入门中后 将两人安置到了一处静室之中 吩咐仆妇送来热水和吃时候 便安静的将房间留给了范贤和战斗斗 你为何变得如此愚蠢 范贤带童子退去后 声音很平淡的对着战斗斗说道 哦 你是问为什么朕要在东夷城杀了你 难道这你都想不明白吗 杀了你 至少可以迫使东夷城无法降庆 至于你的死亡会不会激怒南庆朝廷 根本不在朕的考虑范围之中 说到这里 战斗斗也是顿了顿 才继续对范贤回应 难道说你不死 你那位皇帝老子就不会对我大骑用兵 既然无法阻止大战的爆发 你死至少可以让东夷城倒向人 这等好事 这为何不做 战斗斗所分析的局面确实是如此 范贤死后 庆帝也许会自重身份 不亲自出手 但战斗斗却忘了另一个人的存在 而此人 就是同为大宗师境界的五竹叔 哼 也许陛下不会出兵替我复仇 但你要真杀了我 我敢保证 没有了苦和的北齐 只会变成一片血泽 这是范贤所有的底气 战斗斗不可能不知道 他身边的那位瞎子大师 听到范贤的话后 战斗斗也是沉默了起来 不过对于他来讲 站在范贤背后的大宗师 对于北齐的威胁 远不如强大的庆帝和庆国军来的更真切 双方的谈判陷入了一种死局之中 不过接下来范贤的一句话 直接戳破了战斗的女人的身份 让他瞬间警觉了起来 谈判的节奏开始向着范贤这边移动 我今日到剑炉来 本就是跟你谈判 你要是想还安稳的做你的皇帝 那以后就不要跟我作对 如果郎桃上珊瑚这些人 知道他们效忠的皇帝是个女人 那么战家以后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范贤俯身到战斗斗的耳边 声音很轻的对着战斗斗说道 好一个小范师贤 战斗斗此时已经彻底的失败了 因为自己最要命的死穴 已经掌握在了范贤的手中 一旦他女人的身份曝光 北齐就到了灭国的时刻了 接下来两人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 范贤看到了战斗斗的脸上 滑落下了一颗泪珠 范贤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摇了摇头 却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眼前的战斗斗 只能从衣服里拿出一条丝巾 凑到了战斗斗脸边 轻轻的擦拭了一下 披震梳头 战斗斗被范贤的动作惊了一下 但转而恢复了平静 解开了自己的树发 对着范贤说道 范贤依旧没有回应他 安静的拿起了桌上的梳子 细心的给战斗斗梳梳起了头发 为什么是我呀 梳头的过程中 范贤率先打破了沉默 问到了当初在北极皇宫 发生的那件事情 那一日战斗斗为了给战家传宗接待 联合海棠多多和斯里里迷晕了范贤 上演了一出借人生子的大戏 你的头发也乱了 战斗斗并未立刻回应范贤 而是接过了他手中的梳子 转而替范贤梳着头发 两人这一幕 就像是新婚的小夫妻一样 准备洗漱打扮后迎接新的一天 此时范贤也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难不成这位北极小皇帝真的喜欢自己 那么战斗斗和范贤二人 接下来又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我们明天再聊 在庆余年中 北极小皇帝战斗斗 在第一次败读石头记和范贤摘尸画时 就成为了范贤的粉丝 也因为对范贤的崇拜 曾与海棠多多和斯里里联手 解人生子 不过却都没有成功 而在两年后 剑炉中两人再次相遇 大战了一夜后 完成了战斗斗的愿望 话节上回 在范贤询问战斗斗 为何会选择她的时候 战斗斗沉默了一会儿 便回答道 你的血统很好 既然总要生孩子 朕当然希望替孩子 找一个不错的父亲 在当初战斗斗和范贤 发生那件事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范贤是庆帝的私生子 而战斗斗瞧上范贤的原因 是因为范贤是天脉者 不过也是在发生那件事不久之后 战斗斗才得知范贤是庆帝的儿子 虽然也有些后悔 却也认可了范贤的血脉 只是战斗斗是如何得知 范贤是天脉者的呢 这也是让范贤没有想明白的一点 战斗斗沉默了一会儿后 突然间开口询问道 就这样范贤才想起来 这世上第一个瞧出石头记 是自己写的人 就是海棠朵朵和这位小皇帝了 尤其是第一次前往北齐时 战斗斗喊出的那一句曹弓 属实将他吓得不轻 战斗斗的嘴唇微微翘了起来 很平静地对着范贤说道 你喜欢我 范贤思考了一会儿后 说出了战斗斗的心思 此时战斗斗又思考了很久 然后对着范贤点了点头 这么多年他在范贤身上的投资 不可谓不多 若说对范贤没有一点意思 谁也是不会相信的 在范贤的眼中 战斗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她陪着太后演了这么多年戏 成功营造出了北齐朝廷内部 有问题的现象 骗过了范贤 也骗过了庆帝 只是她终归是一个女人 所以在思想上 也是以女人的标准去思考 这便是让范贤拿捏住战斗斗的原因 一朝天子一朝臣 本就是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 范贤只是希望自己 同她有了那一段露水姻缘后 她能够变得更为女性化一些 只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 也逐渐超出了范贤的预量 你是真的男人 为什么不能听真的话 战斗斗平静地看着范贤 此时她的眼中 有着一些越越欲适和不甘 但还没等范贤开口 战斗斗便凑到了她的耳边 轻声说道 要不然这与你再打一架 谁赢了就听谁的 但有暧昧性的话语 一下子就戳中了范贤内心中的授欲 此时两人之间的气息 十分的炙热且诱人 很快他们就抱在了一起 彼此之间没有了一点缝隙 而范贤此时心中所想 反正是妖精打架 这种事情谁怕谁 这一对年轻男女 此时干柴烈火般的相逢 瞬间引起了熊熊的烈火 但这种胡天胡地的事情 两人竟然也要寻一个国家大事 作为由头 确实是有一些的无耻 就这样两人整整厮杀了一夜的时间 第二天一早 范贤第一个睁开了眼帘 虽然昨晚他获得了胜利 但此时却感觉自己的老腰快要断掉了 望着头顶的房颜 范贤也不由得想到了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那就是征服这种事情 最后竟然还是落在了床子之上 当年严冰云嘲讽过他一句 说范贤是靠着征服女人才成功的 这句话在此时此刻 似乎真的就灵验了下来 只是那位小颜公子要是看到这一幕 怕是会从检察院的楼上跳下来 就在范贤思绪飞舞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范贤立刻警醒了起来 胡乱披了件衣服就走到了门口 而这只是四顾见的小童 给他们送来热水和吃食罢了 等到小童走远后 范贤才小心翼翼的将东西拿了过来 此时战斗斗也已经醒了过来 然后意识到了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自己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做出了一件很疯狂的举 四顾剑的剑炉虽然很大 门院也有着很多 但范贤和战斗斗昨夜疯狂时的声音很难彻底的遮盖住 更何况那位大宗师四顾剑还未身死 虽然重伤却修为仍在 要听清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并不是难事 想到这里 战斗斗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自己是女人的事情被范贤知道也就罢了 毕竟这男人是他一生唯一的男人 要是被别人知晓 战斗斗就离着身败名裂不远了 死不见知道了怎么办 真多次说过 让你让你清一些 战斗斗刻意的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对着范贤大怒的说道 听到战斗斗的话后 范贤却有些不以为然 老家伙马上就要死了 就算他猜到了什么 咱们死不承认有什么好怕的呀 稍微收拾了一下 范贤就端着热水 来帮战斗斗擦拭 只是战斗斗却依然有些害怕 这种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说过很多次了 你要相信我 配合我 以后的事情就交给我处理吧 范贤帮助战斗斗擦拭了下面容后 带着诚恳且不容质疑的语气 对着他说道 既然事情发生了 那么就想办法遮盖过去就好了 此时房间内的两人在亲亲我我 而剑罗之外那些高手们已经熬了一整夜 无论是郎陶还是云之兰 内心都十分的焦虑 而四孤剑已经表明了态度 他们自然是不敢冲进去 只能够在外面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也让他们的耐心越来越差 如果剑罗再不给北齐一个交代 郎陶也不会继续给他们留面子了 而过不了几天 北齐方面的大军也会进入东夷 只是郎陶根本就没想到啊 自己的皇帝陛下已经被人欺负成为了女人 其实郎陶对于战斗的安危的担心 完全就是多余的 四孤剑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 范贤把小皇帝杀死 如果小皇帝和范贤愿意打上一架 就算是大宗师也没有任何的法子 不仅仅是没有法子 范贤在剑炉中最深处的那个房间里 看到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大宗师后 很明显的从他的眼中看到了震惊和古怪的笑意 虽然这份笑意一闪而过 但范贤也了解到四孤剑知道了昨晚的事情 不过范贤也认为他也不需要担心什么 因为此时四孤剑的半边脸深深的凹欠下去 左臂也断掉了 整个人处于了非常凄惨的状态 而四孤剑身上的剑意却依旧很强烈 让范贤感受到了一丝的危机感 我相信你已经看了我让王十三郎带回来的策划书了 范贤看着四孤剑的眼睛 率先的开口谈论起了有关于宗一城归属的问题 我没有看 四孤剑此时很无所谓的说道 他虽是将死之人 却并不是很急劲 大不了自己先走一步 留下南庆和北齐自己去争 听到四孤剑的话后 范贤的心里遭到了重击 虽然看在叶青梅的面子上 四孤剑不会为难范贤 但四孤剑却也不会因为范贤的身份而被左右 这不仅仅是一个大宗师的实力 更是将死之人的觉悟 这南庆的使团还没到 你急什么急啊 四孤剑看了一脸不满的范贤 带着些嘲讽的语气对他说道 此刻范贤也沉默了下来 跟四孤剑的谈判如果那么容易的话 东夷成也就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但范贤最大的仪仗就是他妈是叶青梅 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小姐和五竹 可能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四孤剑闭着眼睛晒着太阳 思绪一下回到了从前 叶青梅和五竹给了他全新的生命 即便他是白痴 却依旧知道感恩 只是东夷成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 还关乎自己的剑儒弟子 以及东夷成中的百姓们 就算四孤剑想要将东夷成送给范贤 也依旧要掂量掂量范贤能否接下这份大礼 而范贤则是安静地听着四孤剑的话 当年的事情已然成为了他自己的筹码之一 只要你让我满意 我也会让你满意的 昨天夜里你带给了我很多真经 我承认也许你现在有了跟我谈判的资格 四孤剑说完曾经的一些事情后 顿了顿继续对范贤说道 名义上归睡 祝军五十年不变 范贤此时立刻接上了四孤剑的话 他知道此时四孤剑已经松口 便立刻趁热打铁了起来 此时战斗斗还在房内休息 正是让范贤从四孤剑的手中 拿下东夷成最好的时间 你要相信我 如果不是你 哪怕你的皇帝老子亲自来跪求我 我也不会答应你们南庆的条件 四孤剑此时浑浑睁开了眼睛 望向了身旁不远处的范贤 而最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叶青梅的户籍 还在东夷成中 说起来范贤也算是半个东夷成的人 但接下来四孤剑的一句话 却让范贤瞬间警惕了起来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是怎么死的 此话一出 范贤的脸色直接阴沉了下来 这件事情他不是没有想过 单凭皇后和太后这两人 能够害死叶青梅 那他就不叫叶青梅了 此时范贤也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长公主在临死前 对着范贤点过一件事 关于叶青梅真实死亡的原因 无论是陈萍萍范剑长公主 还是此时的范贤和四孤剑 他们的目光都已经对准了某一个人物 那么接下来四孤剑会对范贤说些什么呢 我们明天再见 在庆余年的故事中 来到剑炉的范贤 在跟北齐小皇帝大战一夜后 便开始与四孤剑周旋了 借助亲妈叶青梅的薄面 大宗师四孤剑传授了他四孤剑法 并且帮助范贤途进城主府 话节上回 四孤剑跟范贤两人聊了许久 似乎将两年存下来的话呀 全部都说完了 更是提到了叶青梅的死因 不过范贤却认为 这只是四孤剑的猜测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目前的他 断然不会对庆帝有太深的敌意 相信我 总有一天 你会走上这贼老天安排好的道路啊 四孤剑冷漠的看着前方 许久之后 才对范贤缓缓开口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是要逆天呐 范贤听到四孤剑的话后 突然开口大笑 笑得他脸色通红 而四孤剑则是不懈的看了范贤一眼 该说的不该说的 他都跟范贤说了 之后他该如何去做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已经不是四孤剑这位将死之人 该考虑的了 今天阳光不错 你推我出去走走吧 四孤剑突然话锋一转 对范贤说道 范贤则是直接正住了 心想外面不知道有多少高手 才对他虎视眈眈 即便四孤剑发话护住自己 可是要在东夷城内闲逛 这难度未免也太大了些 北齐皇帝陛下还在路内 这是范贤想到的唯一一个借口了 战斗的好歹也是个皇帝啊 四孤剑带着他就这么离开剑炉 恐怕也不合适 哈哈 那不是你的女人吗 大家一起逛逛呗 四孤剑笑了笑 便换来童子 将战斗斗从房间内请了出来 很快战斗斗就来到了二人身侧 见盛大人的面 果然很难见 战斗斗看着四孤剑和范贤微微一笑 声音有些沉闷的说道 毕竟战斗斗来到剑炉这么久 都没有见到这位大宗师 他范贤一来 四孤剑就出来了 心中不免 有了一些的闷气 我这种老怪物没什么好见的 只是一个女皇帝 倒是千年来第一个呀 能够亲眼见到陛下 我很高兴 四孤剑此时直接打破了双方的底线 用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笑望着战斗的 在四孤剑说出那句话后 战斗斗的脸色瞬间变了 立刻恼怒且阴寒的盯着范贤 而范贤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随意的坐在了四孤剑身旁 吹着口哨 一我已经知道陛下是女子 二我快要死了 不会多嘴到处去说 三正是因为我快要死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之间 说话可以直接一些 四孤剑望着脸色不停变换的战斗斗 微笑的说出了自己此刻的要求 面对大宗师的承诺 战斗斗不能不信 只能够叹了口气 对着四孤剑行了下礼 好了既然都聊完了 那我们就去城里海边 踏踏轻吧 四孤剑也不再去看战斗斗 对范贤示意了一下 范贤便推着四孤剑走出了剑炉 战斗的剑状只好跟在了两人身后 很快三人便缓缓走出了剑炉 让范贤意外的是 他们就这样轻轻松松的离开了剑炉 没有让北齐和剑炉的高手们 发现任何的踪迹 甚至到了东夷城的街巷之中 范贤都没有发现有人跟踪自己 就算是四孤剑能做到这一点 依旧是让范贤感到无比的震惊 但没碰到那些人是最好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多时三人就前往了城郊的一棵大树下 这正是四孤剑遇到叶青梅和五竹的地方 堵物四人 四孤剑的情绪一下就回到了四十年前 那时他才十几岁 正蹲在了这棵大树下玩蚂蚁 叶青梅带着五竹 很突然的闯入了他的视野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四孤剑便将自己如何遇到叶青梅 以及三人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全部告诉了范贤 叶青梅和东一城的关系也就彻底的明了了 只是范贤更想知道啊 他母亲和五竹叔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人 叶青梅和五竹是从哪儿来的 其实范贤和很多人心里都知道 当初萧恩就告诉过他 是在神庙外面看到了四岁的叶青梅和五竹 这两人自然也就是从神庙而来的 不过范贤所问的却是更深一层的问题 难道你还不知道五竹是从哪里出来的吗 下子是神庙的使者 你妈是他的主子 自然是神庙里的仙女呗 不然凭他一个人 怎么能在这个世上整出这么多事来 此时似乎见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范贤 叶青梅和五竹的身份如今已经百列的很明显了 范贤没有头的问出这个问题 属实是有些傻 当然范贤也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 他很早就了解了 五竹说是个怪物 他不会变老 也不会内功 但就是强的恐怖 而长大后通过遇到的那些事情 范贤更是了解到 叶青梅和自己一样 是有着现代记忆的人 拥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灵魂 只是和神庙又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似乎见到底还是不明白范贤问的是什么 所以又开始自顾自的回忆了起来 一旁的战斗斗 此时脸色逐渐的惨白 双手已经不由自主的颤抖了起来 他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听到如此惊人的秘密 也终于明白了 范贤这样一个年轻人 在现实之初就有了世人难以企及的自信和狂妄 试图将所有的一切掌控在自己手中 因为当年的叶家小姐和瞎子大师 跟神庙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他范贤的身后竟然有着神庙的影子 这让战斗斗怎能不震惊啊 东夷成落在范贤手中 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而接下来的一件事 战斗斗也充分感受到了范贤的无耻 可能也只有他这样的人 才能够无耻到这种地步吧 想学四顾剑法吗 四顾剑看着范贤冷漠的说道 范贤心头一颤 脸上不禁浮现出了一丝苦笑 我想您应该已经知道 我已经会了 范贤并没有说谎 当初王十三郎就已经将四顾剑传授给了他 虽然不是很熟练 但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四顾剑法 我说的是真正的四顾剑 四顾剑望着面前的大树 冷漠的回应道 听到这里 范贤才了解到 四顾剑所说的 是能够让他达到大宗师的剑法 而范贤也是笑了笑 走到了大树下 拍了拍树干 既然您一定要我学 那我就勉强学一下吧 虽然范贤嘴上说着勉强 眼中却透露着很深的笑意 模样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 连战斗斗都直接给了范贤一个白眼 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不管别人怎么看 范贤自己是觉得一多不压身 自己越像一个怪物 说不定之后就能够轻松解决迎面而来的问题 如果你真不想学 可以把机会让给我 剑圣大人只不过是想死后 都给庆帝找些麻烦 你是他的私生子 怕终究是狠不下这个信赖 传给我似乎更直接一些 看到范贤渐渐的表情后 战斗都忍不住说道 如果他真的学会了四顾剑法 那就多了一项和庆帝对战的资本了 唉 罢了 你们谁想学就学吧 能学多少 全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 还没等范贤回应战斗都 四顾剑就叹了口气 答应了下来 但这真正的四顾剑法 哪是那么容易学去的 更别提丝毫不会武功的战斗都了 四顾剑法真正的精髓 并不是怎样去杀人 而是你应该杀人 这是一种心念和意志 像范贤 王十三郎和海棠多多 这种九品上的高手 所突破的并不是自身的实力 而是他们的心中所念 人不是神 肉身就是他们的容器 但终归是有着极限之处 真气的修炼到了某个阶段中 在肉身经脉无法容纳后 便会停止 如果再强行修炼提升的话 只能让自己的筋脉禁断 成为废人 可以说九品上 便已经是人体容纳的极限了 而真正突破这一点的存在 就是打破人体内的平衡 忘记一切能够捕捉到痕迹的法门 将所有的道理全部打破 因为大宗师的经济 本身就没有什么道理 不要去试图用身体可以控制的方式 安抚体内躁动的真气 让心念和意志无限的放大 才能够抛去肉身极限 这便是成就大宗师的方法 听完后 范贤隐约间明白了一些什么 但实际上却是什么也不明白 因为这种法门太过于虚无缥缈 根本就无计可循 加上这种违心的说法 跟他练就的霸道公爵 完全是两个方向 而一旁的战斗都则是紧闭着双眼 试图将二人今天说的话 全部记下来 等到四顾剑将心法说完后 便带着范贤去练习剑法 这四顾剑的剑法 正是存在于东夷城 接下来 四顾剑就带着范贤和战斗都 正式开始了在东夷城闲逛 真正的四顾剑法不能言传 只能够让范贤自己意会 能够理解多少 全都是自己的造化 一路上三人逛遍了东夷城 大大小小的街道 看完了整个东夷城的风景 而范贤也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四顾剑给他上的第二堂课 要进入宗师的境界 便要舍弃了自己的感情 那么范贤能否在四顾剑的帮助下 参悟大宗师境界呢 我们明天再聊 在整个庆余年的故事中 为何只有四个人达到大宗师境界呢 因为大宗师就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 他们每一个都是怪物般的存在 在四顾剑死前 教授范贤的最后一刻 就是让他断绝一切人的情感 那么范贤又能否做到呢 画街上回 四顾剑三人每到一个地方 就会受到东夷城百姓们的膜拜 这些人都是十分尊重这位庇护他们的大宗师 只是四顾剑对于人们投注过来的感情 根本就不屑一顾 情感是很宝贵的东西 却也廉价的很 你如果对某件事物有情 便更不能被这份情所控制 四顾剑叫到了一番范贤后 轮椅也就逐渐的停在了一个十分美丽的建筑前 这正是东夷城中的城主府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范贤虽然不解 却还是十分恭敬地问道 我只是想回家 然后顺便教你最后一刻 杀人 四顾剑看着面前熟悉又陌生的城主府 声音十分冰冷地说道 紧接着四顾剑就被推入了城主府 而外面的大街上 依旧保持着绝对的安静 东夷城的那些子民们 没有任何人离开也没有任何人议论 只是惊恐地看着城主府的方向 不知道里面正在发生着什么 剑圣大人亲至城主府又为的是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四顾剑为的就是杀人 不论这位大宗师将来要将东夷城绑在谁的马车上 那都是他的决定 整个东夷城包括四周的小国 都要臣服四顾剑的意志 即便是四顾剑即将离世 他也依旧不允许有人在自己的领域内 意图带自己做出决定 私下决定东夷城的方向 即便这个城主 是当年四顾剑血洗全家后 在穷乡僻壤里 找到的最后一个远房亲戚 但只要跟他相逆的人 那就是必死无疑 这就是大宗师的意志 此时一直跟在四顾剑身后的战斗都脸色苍白 他知道轮椅上的四顾剑想要做什么 北齐在东夷城最大的助力 除了云直栏外 便是那城主府中的众人 如果四顾剑要血洗城主府 自然就说明了他的态度 东夷城跟他们北齐无缘了 在四顾剑进入城主府后 眼睛中的情绪逐渐的淡化了下去 没有任何的感情 甚至一丝冷漠的意味都没有 而城主府中的人见到四顾剑后 都诚惶诚恐的跪了下去 迎接这位剑圣大人的到来 不过在这些人低头扣手的时候 他们的头颅就像那秋天成熟的果实一样 纷纷落了下来 在地面上各自滚动着 四顾剑此时手中根本就没有剑 而几人的脖颈处都有一道非常平滑的断口 就像是被一把十足的利剑斩断 这便是真正的四顾剑法 战斗都看到眼前落在地上的人头 脸色越来越惨白 一直身处皇宫之中的他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甚至就连范贤 此时额头也出现了冷汗 倒不是被这场面震惊 而是被四顾剑的能力震惊到了 他知道四顾剑是来教自己杀人的 但依旧没想到 这位大宗师只是一动念 几条人命便不复存在了 他和大宗师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此时范贤下意识地想要阻止四顾剑接下来的行径 如果城珠府被图 虽然可以让南庆和东一城之间的协议 再无任何的反对力量 但那些不赞同四顾剑意志的弟子 也会因此成为一滩血水 这是范贤最不愿意使用的手段 他认为城珠府从来不可能成为障碍 只要四顾剑点头 就有太多的方法可以解决此困难 却没想到这四顾剑会用最简单 也最粗暴的方式解决 而范贤越想让这轮椅停下 却不知为何手越来越陡 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推着的轮椅 轮椅也开始向着城珠府的深处行走而 随着四顾剑轮椅的深入 范贤和战斗都看到的血越来越多 倒在轮椅两侧的尸首也越来越多 直到后面终于有人鼓起勇气拔刀而出 但刀直接断成了两截 而更多的人则是看着轮椅上的沙神双腿瑟瑟发抖 丝毫动弹不得 他们也开始想到很多年前的那个传说 在那个夜里 轮椅上的这位大宗师拿着一把短剑进入城珠府 第二天城珠府便再也找不到一个活人 如今过了很多年 似乎剑又再次进入了城珠府 即便是他手中没剑 但整个城珠府依旧被浓厚的血腥味覆盖了起来 此时范贤将体内的霸道真气运转到了极致来抵挡天地之间那强烈的杀气 不过即便是他强行凝结心神 也依旧无法抵抗那冷漠的杀意 一旁的战斗都更是无能为力 意识逐渐的模糊了起来 现在范贤已经放弃了阻止四孤剑杀人的念头 他没有这个实力 也不愿意因为联系辅助那些无辜的下人 去激怒已经陷入了癫狂状态的大宗师 他只能够闭上自己的眼睛不再去看 而不去看并不代表范贤不知道 尤其是四孤剑给他上的最后一课 范贤闭上眼后已经放开了自己的心神 不再同那强大的建议正面抵抗 而是去感受天地间气息的变化 对于道宗师散发的气息 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这种气息没有丝毫的感情 有的只是居高临下的漠然 那种视生命如无物的态度 接下来便是那强悍且不退让的意志 一切道德准则 在这股强大的意志面前 全部成为了泡沫 四散开来 范贤感悟到此时 突然睁开了双眼 他体会到了这种境界 却也下意识的有些害怕这种境界 在这个世间 本就没有大宗师的存在 四个老怪物之所以能够突破人类自我限制 依靠的就是他们对于天地间的感悟 庆帝走的是最实际的路子 体内经脉尽碎成为了废人 却到达了匹吉泰来的境界 没有经脉的限制 体内的气息可以无限制的上涨 这也是最为艰难和强悍的方法 但范贤却怎么也不敢去学 因为一旦失败 就彻底沦为了废人 而思顾剑的道路 则是跟他幼年有关 在思顾剑小时候积攒了太多的压抑 有着太多杀戮的冲突 在途进家族后从血腥的味道中凝结了强大的心神 在灭情绝性的那一刹那 体会到了超越天地的意志 从而成就了大宗师 这条道路便是似乎见教导给范贤的 只是范贤要成为大宗师 真的要将自己的家人全部杀掉才可以吗 那这个大宗师他宁可不当 就在范贤思绪飞舞的时候 轮椅也缓缓来到了城主府最后一道石阶上 此时东夷城城主带着自己的亲信站成了一排 等待着思顾剑的道来 在看到城主后 思顾剑的轮椅终于停了下来 这一停 思顾剑就止不住的咳嗽了起来 正是那一唱 城主身边的一众高手 齐齐向着思顾剑杀来 这声咳嗽对于他们来讲 无疑是个机会 即便它不是机会 他们也终归是要死的 能够死在大宗师的手里 对这些人来讲 也算是一种光荣 而接下来思顾剑的一招 更是让范贤极为震惊 因为他随手唤起了地上的一把剑 对着空中很随意的刺出了一剑 之后一瞬间之内 出现了四道剑气 但这四道剑气 却刺向了七个不同的方向 分别对应了七个城主府高手 这已经是超出世间规律的一剑了 又是瞬息 整个城主府再度回归了安静 此时整个东夷城城主府 仅剩下了四个活人 除了站在思顾剑这边的范贤和战豆豆 就仅剩下将死的城主了 而在城主死前的那一瞬间 他的眼睛中只有对思顾剑的怨恨 对于一个途尽自己亲族的无情怪物 城主大人已经谈不上有一丝感情了 他不甘心 这世间本就不应该有这些大宗师的存在 因为实在太没有道理了 在城主头颅落地 缓缓跪倒在四顾剑面前的时候 一个黑衣人突然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他手中也拿着一把剑 这个黑衣人 范贤是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他就是检察院的影子 真实身份是这位四顾剑的亲弟弟 本来影子就是跟范贤一起进入的农医城 但是在救出王石三郎后他便消失了 范贤很清楚他手下这位检察院六出的头目 一旦四顾剑出来后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能够瞒过一位大宗师的感知 如此突兀地出现在三人面前 捕捉到四顾剑最为脆弱的一瞬间 影子今天的修为 毫不疑问 已经提升到了他此生最巅峰的状态 四顾剑接连解决了城主府的众人 心神耗费得非常剧烈 加上三年前在大东山留下的伤势 现在的他已经到了游进灯窟之际 而影子也将自己二十年来积攒的怨恨 全部融入了自己手中的剑 在那一瞬之间 一股强大的四顾剑意 冲着三人的方向袭来 兄弟二人时隔多年的相遇 有的只是对方无尽的杀意 这也算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吧 那么影子能否成功报仇呢 我们明天再聊 在庆余年中随着故事的发展 我们才知道原来陈平平身边的影子 竟然是大宗师四顾剑的亲弟弟 作为四顾剑在世的唯一亲人 却在他最虚弱的时候 向他刺出了生平中最巅峰的一剑 而这一剑的威能已经无限接近大宗师境界了 化解上回 在四顾剑刚解决完城主府中人 影子就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没有一句废话 直接一剑刺向了四顾剑 这一剑没有任何变化 有的只是简单的专注 影子如今已经不需要叙事了 因为他已经叙事了整整二十几年 这一刻他也等待了二十几年 作为天底下最强的刺客 影子以往都是两位主人的黑夜守护者 一直行走在暗处 但此刻影子却跟往常不一样 整个人沉浸在了黑暗和负面情绪中 但却刺得光明正大 数十年的修为 全部凝结在了这一剑中 根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后路 这一剑十分的恐怖 就连大宗师都无法轻视 只见四顾剑虽然行动不便 却缓缓抬起了自己的手 向着胸前展开了中指和食指 在剑刺过来的一瞬间并拢而住 很轻松的就用两根手指 夹住了影子的剑 虽然此时四顾剑的脸色十分苍白 但双眼非常的明亮 不过这一剑即便是被夹住 却依旧缓慢的前进着 影子此时发出了一声怒吼 如同疯癫一般的冲向四顾剑 此时剑间距离大宗师的身躯只有两寸 但是却再也无法前进分毫 就这一瞬间的停顿 范贤连忙抓起了一旁脸色惨白的战斗斗 便要带着他逃离此地 因为两人的四顾剑能已经快要将他们撕裂开来 四顾剑虽神受重伤 并且刚刚突进成竹府已经大号心神 但却依旧不是能用常理判断的大宗师 此时四顾剑脸色极其苍白 胸腾之上也被剑尖带出了一棚鲜血 紧接着成竹府的庭院内空气 像是生出了无数的锋刃 向着四面八方不断的袭来 沿着一个奇妙的轨迹 斩向了影子 这位大宗师开始了正式的反击 似乎剑的这一次反击 并没有进攻影子的外体 而是将嗜血的剑翼送入了影子的身体之内 将他的五脏六腑全部震荡开来 接下来影子的身上便出现了无数的小伤口 开始不断的向外渗血 此时影子的嘴唇中 也不断的向外躺着血液 似乎永远不会停歇 但是他即便是受到了重伤 却没有一丝的害怕情绪 反而是大笑了起来 然后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一样 将全身的真气运输到了手中的剑上 完全不在意身体上遭受的痛苦 只在意那剑尖与四顾剑心脏的距离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息在两人之间爆开 四顾剑轮椅四周的青草全部被震碎 随着影子的全面爆发 四顾剑立刻用气息带动轮椅向后倒退 两人之间的速度越来越快 四顾剑手指夹着那柄剑 以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向着他体内叹去 此时带着战斗斗站在一旁安全地带的范贤 看着影子正在进行最为疯狂的刺杀 他的手也不由自主的颤抖了起来 其实范贤个人并不喜欢四顾剑 于情于理 他更应该去帮影子 两位九品上对四顾剑的残缺之躯或许真有几分成功的可能 但是范贤却一直没有出手 不断地颤抖着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因为当初他答应了影子 为他营造复仇的机会 不过范贤却不会参与到其中 他尊重影子的选择 很快轮椅便退到了庭院后方的石阶下面 再也没有了后退的可能 加上高速的行动 一瞬间轮椅就碎成了无数的碎片 浑身是血的影子也终于将手中的剑再向前刺入了一寸 为了这一寸 影子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只是四顾剑依旧没有生死 没有真正死亡的大宗师 那就有反杀一切的可能 在四顾剑的轮椅毁掉后 四顾剑便也跌坐在了石阶上 插入他胸口的剑也在此时断裂 很快四顾剑就双指夹着剑尖 将其拔了出来 割向了影子的脖颈 影子这一刻同样没有避让 左手并指为剑 向着四顾剑那被扎出来的血洞戳了过去 影子打算跟四顾剑以命换命 不死不休 电光火石之间 只听见了一声闷响 然后两人便急剧的分开 影子像一颗石头一样 被击飞出去摔在了地上 半弦此时站在远远的 脸色苍白的看着这两兄弟相残 他也终究是认清了 影子失败了 大宗师终归是大宗师 即便仅剩下一口气 也不是寻常人能比拟的 接下来场面安静了许多 影子倒到了雪坡之中 无法行动 认真算起来 你也应该算是剑炉的第一位弟子了 四顾剑打破了沉默 率先对着地上的影子说道 他早就知道了影子的真实身份 并且也知道影子就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 一同来到了成竹府 为什么 影子此时恶狠狠地盯着四顾剑 问出了当年压在他心中的问题 挡在我面前的人都必须死 你跟了我们一天 也看了一天 你刚刚用出的那一剑足够不错了 但没想到 你还会问出这样幼稚的问题 小弟 你实在令我很失望啊 四顾剑看着影子 无奈地摇里摇头 剑者乃凶器 非圣人不能用之 而成为圣人 本就该无情 只有圣人无情 智人无心 才能够成为大宗师 这种超脱的存在 成竹府仅存的四人 沉默了许久后 便瞬间有十几位高手接连而至 正是那原本等候在剑炉之外的 云之兰等人 成竹府中的动静 终归是惊动了这些高手 在这些人看到成竹府满地鲜血时 心中同样非常震惊 但都开始寻找自己所关心的人 郎陶看到战斗的安然无恙后 不由的大喜过望 带着属下将战斗的团团围住 力求保住北齐皇帝的安全 然后十分警惕地看着一旁的范贤 云之兰则是看到 瘫倒在地的四顾剑 连忙飞奔向前 然后立刻跪倒在了师父的身前 紧接着所有的剑炉弟子 也都纷纷跪倒 又是片刻后 剑炉二弟子扶着王十三郎走了过来 一时间 所有人都在城主府中齐聚 在众人走后 范贤则是不慌不忙地 走到了影子的身边 开始为他处理身上的伤口 一切似乎回归了平静之中 但四顾剑还没开口 云之兰就因为四顾剑的伤势 盯上了影子 站起来持剑走到了影子和范贤的身前 你还想杀我吗 范贤一边帮影子处理伤口 一边说道 你的死活由师尊定夺 但是这个人一定要死 云之兰的意思很明确 伤到自己师父的人 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但范贤却站起了身 缓缓脱下了身上的长身 露出了检察院专属的黑色禁装 然后抽出了那把黑色匕首 站在了影子身前 冷漠地盯着云之兰 用行动代替了回答 想要杀了我的下属 你要过我这一关 就在这一刻中 除了跪倒在四顾剑的身边 帮四顾剑包扎伤口的几位弟子 其余的人全部站在了云之兰的身后 跟范贤相对而立 双方之间的对战 一触即发 因为云之兰等人 已经锁定了范贤 一旁守护战斗的狼桃看到后 便也打他出手 帮助云之兰 但却突然被一只手抓住了手腕 此人正是战斗斗 相信我 他们打不起来 既然如此 我们何必做这个坏人 战斗斗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一幕 微笑地对着狼桃说道 而场上的气氛 却并没有依照战斗斗的判断发展 剑炉七位九品高手 身上剑一叠加 范贤也将体内的霸道真气 运转到了极致 似乎下一刻 双方就是不死不休 你自家的事情真的要外人插手吗 就在剑炉众人跟范贤僵持不下的时候 范贤望着四顾剑缓缓缓地说道 这句话在不同人的耳中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但范贤却根本不理会其他人的反应 只是死死地盯着石阶下的四顾剑 因为只有四顾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他们兄弟二人的战争难道真需要外人插手吗 之前两人一战范贤没有插手 那么这时四顾剑的弟子顿然不可能插手 而范贤也是在赌 去赌四顾剑会留下影子一条命 此时四顾剑抬起头看向了范贤 对着他笑了笑 然后将紧剩的左臂抬了起来 看了王师三郎一眼 回炉 简简单单两个字 就解决了范贤当下的困境 影子的性命此时也是得以保住了 接下来就是轮到范贤跟北齐之人的谈判了 那么范贤此时会如何处理和战斗斗的关系呢 我们明天再聊 化解上回 在四顾剑被王师三郎背回去后 虽然云之兰有些不满 却仍不敢违背四顾剑的意思 便带着其余的弟子离开了城主府 此时场间就剩下了北齐人 范贤还有影子 小范大人好手段 竟然一句话就逼得剑龙不能出手 不过我不是东一人 今日机会难得 要不要切磋一二啊 郎桃在剑龙的人离开后 便走到了范贤的身前 对着范贤微笑的说道 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吧 范贤此时刚刚脱离了强大剑义的险境 稍微放松了些 就又被郎桃盯上了 属实让他有点有心无力 不过郎桃却并不打算放过范贤 因为范贤之前杀了他们太多天一道弟子了 仅仅是西湖那边就有十几位弟子死在了范贤的手里 而范贤还被说话 战豆豆则是笑了笑阻止了郎桃 他断然是不能让郎桃对范贤出手的 我北骑师叔传国 当然不会以众灵寡 郎桃大人 我们走吧 说完 战豆豆便打算带着众人离去 今天发生的事情 足以让他消化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要好好回去想一下 有什么能够利用的 但战豆豆刚走出一步 范贤就叫住了他 那个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本来以范贤和战豆豆两人的关系 说出这句话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范贤是外臣 战豆豆的身份是北骑皇帝 此言一出 可谓是无理到了极点 让北骑的众人瞬间目瞪口呆 甚至让他们更震惊的是 自己家陛下竟然没有生气 而是笑着对范贤回应了一句 范清家有何事 待你休息好好再聊吧 虽然战豆豆脸色是笑着的 但是范贤清楚的看到 战豆豆眉宇之间冷漠和愤怒 也瞬间意识到了 自己说的话有些不妥 毕竟这两人现在身边有着外人 那么范贤要打算跟战豆豆聊些什么呢 陛下 外臣有要事禀报 范贤意识到问题后 便立刻换了种语气 对战豆豆恭敬的说道 而战豆豆也是沉默了许久 内心中坐着挣扎 但在看到范贤此刻神情的时候 就想起了昨夜心神遭受的震荡 你们都出去 这有些话要同范清家说 战豆豆还是将朗头等人赶了出去 很快城主府内 便再度回归了平静 范贤走到了战豆豆的身前 促身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今天你最后听见的那些东西 不要说出去 不然我也会 把我所知道的事情说出去 范贤的话语里 带着赤裸裸的威胁 但这也是保全南庆朝廷平安的选择 战豆豆也没想到 范贤竟然这么快就猜到了自己的意图 然后很直接的用自己的秘密来威胁自己 检察院六处主办是四孤剑的弟弟 这件事可以用来发挥的地方太大了 能够直接动摇南庆朝廷的根基 让庆帝跟检察院之间产生不可协调的矛盾 而北齐的锦衣卫也早就知道了当初庆庙刺杀一事 庆帝也一直认为 行动之人是四孤剑那不闻于事的弟弟 所以这个消息也是目前战豆豆对抗南庆最大的筹码之一 但现在战豆豆只能将这个想法遗弃 他不可能冒着自家朝廷混乱的局面 去引发南庆的内乱 真知道了 战豆豆脸色阴晴不定的变换着 却还是答应了范贤 刺客城主府外面的榔头众人 脸色也在不停的变换着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在剑炉外面心急如焚 最后陛下竟然和范贤相谈甚欢 传令下去 让木鹏赶回来 榔头声音十分冰冷的说道 此时他怀疑陛下被范贤下了毒 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不过战豆豆的毒 却不是那种会死人的 而是欣赏的毒 异常无解 今日城主府满门尽丧 云之兰也已经意识到 再过些时日 东一城就会改名换姓 成为李家王朝的附属品了 但他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事情的发生 四孤剑和范贤的协议 不是他能够摧毁的 所以只能够静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在范贤离开城中府后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剑炉 跟着为大宗师商议 最后谁来接管剑炉的建议 影子不会接管东一城 范贤看着四孤剑 很肯定地说道 他是一只想要杀四孤剑的人 更是南庆检察院的官员 怎么可以去接管四孤剑留下来的遗产呢 但四孤剑却不这么认为 他始终认为影子是东一城的人 将剑炉交给弟弟 是目前看来最好的方法 云之兰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只可惜这一次 他违背了四孤剑的心意 而王十三郎 则是一直被四孤剑给予厚望 四孤剑不愿意让他被剑炉束缚 剩下的也就只有影子了 这也是四孤剑留下影子一命的原因 哈哈哈哈 清妙的事情 原来真是陈平命做的呀 四孤剑此时画风一转 突然笑了起来 他本以为陈平平对庆帝十分的忠心 现在看来 陈平平这条老黑狗 对于庆帝也没有什么忠诚可言 此话一出 四孤剑跟范贤之间的气氛 瞬间紧张了起来 这是危机南庆朝廷最深的一则信息 也是范贤最想要隐瞒的信息 一旦事情爆出去 庆帝绝对会杀了陈平平 陈平平一死 范贤在庆国之中 也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这是范贤最不想看到的 不要试图利用我 或者控制我 范贤冷冷的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便转身离开了剑路 他只是想快意的生存 而不是一直被这些老家伙们暗中的操 城主府事件结束两天后 北齐和南庆的两大使团 此时缓慢而重重的从关道上到达了东夷城 东夷城的欢迎仪式也非常热闹 但中间也难免出现了很多问题 城主府被图禁 云之兰只能临时从各地征调官员来应付 总归是有些不顺手的地方 这些细节也落入了两大使团官员眼中 很快这些人也就得知了城主府发生的血案 其实东夷城的归属问题 在使团入城之前就已经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双方使团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中 天下被东夷 南庆和北齐三族鼎立 如今东夷城收入南庆的版图 也就说明了南庆距离真正一统天下越来越近了 在南庆的官员知道范贤拿下东夷城后 脸上也忍不住的兴奋了起来 但是范贤却并不开心 他知道在思固剑答应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凶险 接下来范贤就交代了一些跟东夷城方面谈判的细节 然后将影子安排到了江南内库疗伤 通过陈元的密报也早早发了出去 解决完所有的事情后 范贤便乘坐马车前往了海边跟某人见面 见过郎桃大人 范贤看到郎桃后很恭敬的行了个礼 而郎桃则是微微侧身给范贤让出了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尽头正是北齐小皇帝跟那位贵妇 在范贤来到后 思莉莉很知趣的退了下去 一个人前往海边散步 留给战斗的跟范贤说话的空间 诗团已经到了东夷城 朕便要回去了 朕必须承认 这次冒险南下没有获取任何利益 实在是让朕很失望 战斗的叹了口气 他十分怨恨自己是一个女儿身 不然就不会被范贤威胁 东夷城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被范贤拿去 有什么好失望的 至少你没有杀死我 天下还没有大乱 范贤耸了耸肩 不以为然的说道 在你成为南庆皇帝之前 永远不要奢望朕会指望你什么 战斗的并不打算仰仗范贤 不过他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范贤如何猜测出自己身份的 对于这一点 范贤并没有直接说出原因 而是说出了一连串战斗的听不懂的名字 你知道驻迎台是谁吗 莎士比亚情人是谁啊 慕婉卿是谁 王子咖啡店 怀孕的女教主 花样少男少女 这一连串的名字 让战斗的满脸迷茫 而范贤则是大笑了起来 顿时感觉浑身舒畅了不少 范贤没有海棠和十三郎那样的武道天分 也没有庆帝那种权术之心 更没有陈平平那样的阴谋诡计 他所有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见识 这就是他勇气的来源和信心的根基 也是让范贤得以活这么久的原因 很快两人之间的谈话便已经结束 北七使团虽然没有立刻离开东一城 但也已经放弃了希望 因为东一城已经开始跟南庆谈判 范贤自然也不着急 接下来的时间 他偶尔跟王十三郎喝喝茶 不然就在海边冥想 成为了东一城中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 一个月后范贤才再次踏入剑炉 去看望那即将生死的大宗师 那么范贤跟四顾剑最后一面 会说些什么呢 我们明天再见 在庆余年的大东山之战中 四顾剑被庆帝和叶刘云联手 打没了半边身体 五脏六腑拒毁 但这样的伤势 却依然没能让这位大宗师生死 甚至在两年后 他还屠杀了整个城主府 以及一众九品高手 然而有这种逆天医术 帮其续命的竟然是范贤的师父 用毒大师 伟绩 话节上回 范贤准备离开东一城之前 还是选择去剑炉剑了一面四顾剑 你撑得这么辛苦 何必呢 范贤看着躺在床上 双眼无神的四顾剑 有些不明白的问道 生死是没有道理的 我还不想死 所以我要活着 四顾剑用极其沙哑的声音回应着 这句话让范贤无法反驳 只要活着 没有人会想去死 而范贤此时 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那就是四顾剑是如何活下来的 在大东山的一战 范贤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四顾剑先是受到了夜流云的流云伞手 然后被庆帝王道之旋轰杀 四顾剑胸口是那么巨大的伤口 范贤不是没有见到过 他只是震惊 受这么重的伤 四顾剑居然还能够活下来 不过四顾剑并没有回应范贤 而范贤则是走上前去 站在床边 掀开被子 非常小心的拉开了四顾剑的衣服 然后查探那巨大的伤口 取酒之后 范贤才帮四顾剑将衣服穿好 开始仔细的在脑海中回想 先前看到的伤口 就算四顾剑是大宗师 但腹部的经脉进回 脏腹也全部的腐烂 怎么可能活得下来呢 而范贤这一次的查探 竟然看到四顾剑伤口处 有着一种十分恐怖的青色 这种颜色范贤非常熟悉 那是剧毒的颜色 费先生在东夷城待了多久了 范贤想了一会儿后 突然开口问道 其实你比你自己想的更聪明些 四顾剑此时缓缓开口 确实是费剑帮他稳固的伤势 因为整个天下除了费剑之外 已经没有任何人拥有这种手法 用剧毒截断经脉 将死辅掉的血肉 从而保住这位大宗师不多的生机 范贤也没想到啊 自己这位师傅竟然能够跑到这里来救四顾剑 在范贤跟四顾剑的聊天中 他也了解到费剑在出海之前 就来到东夷城帮助四顾剑稳住了伤势 想到这里 范贤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群老狐狸们呢 是真让他看不懂 苦和临死之前 让木鹏帮助陈平平续命 费剑如今又帮四顾剑稳住了伤势 他们为了天下局面呢 还真是煞费苦心 而范贤也从四顾剑这里得知 费剑已经跟夜流云一同出海 他可以帮助夜流云稳固伤势 夜流云可以保护飞机 两人也算是比较合理的组合了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范贤离开了剑炉 临走之前还不忘练习一下 自己学到的四顾剑法 不过他再如何努力 也练不出那种孤高的剑意 能否成为大宗师 其实更多的是看缘分 而接下来 范贤就马不停蹄的赶回了庆国之中 解决完东夷城的事情 他现在只想回京去向庆帝求官 一路兼程 回到京都的时候 已经是天幕了 进入深宫之后 天色也已经黑了 不过范贤却并没有见到庆帝 只是吩咐了姚公公 去给范贤送了些吃食 在范贤将饭吃完后 庆帝才缓缓走到御书房 你很好 庆帝看着范贤笑了笑 看到庆帝的样子后 范贤也十分的无奈 但还是连忙将东夷城中的奏折交给了他 在庆帝将奏折看完后 便走到了御书房的墙上 观看起了墙上的地图 这份地图上 不仅包括了沁国的疆土 还有北齐和东夷城的 庆帝伸手从沁国的疆土地区 缓慢的移动到了东夷城的方向上 他的手掌 就像是一个箭头一样 蕴含着无数的权威 代表着数十万的军队 杀意十足 不费一兵一卒 便让朕拥有了此地 范贤 你说朕该如何赏你啊 庆帝此话一出 范贤也知道自己想要的事情成了 谈判还未结束 剑炉内部依旧是有纷争 那些诸侯国的王公们 只怕还要反水 关键是驻兵一事 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引起东夷城的反弹 范贤笑着对庆帝回应道 他能够看出来 虽然庆帝此时一脸平静 不过内心深处的喜悦是掩盖不住的 这位打算建立万代工业的帝王 已经迈出了万里征城的第一步 这种喜悦是如何也掩盖不了的 思古剑怎么样了 听完范贤的回报后 庆帝转身换了下一个话题 全身瘫痪 三个月内必死无疑 很好 范贤 你说朕该如何赏你啊 庆帝此时又问了一次范贤的诉求 不过以范贤如今的地位 其实已经是赏无可赏的状态了 但是又不能不赏 全天下的人都在看着京都 范贤立下手工 却没有任何赏赐 只怕那些臣子们都会对庆帝感到心寒 对于这个赏赐啊 范贤其实早就已经想好了 但还是在庆帝的面前装作了思考许久的样子 要不就把东夷城封给微臣 范贤试探性的问出了这句话 其实他也没奢求要东夷城的封地 就算是给范贤封王 也只可能是个淡泊贤王 而要是将东夷城给他 那就是裂骨封王了 庆帝还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 看来啊 思古剑还真是如大东山上所说 一些想你去当那个城主 换一个吧 庆帝懒的回应范贤这个无脑的要求 坐了下来拿着杯温茶 慢慢喝了起来 而范贤也知道啊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却没想到自己还是输给了庆帝 他跟庆帝玩心眼 属实是玩不过呀 在庆帝让范贤换个赏赐后 范贤便直接说出了第一个想法 那就是让庆帝给范若若一道一指 让他能够自行则序 但庆帝想要完全掌控范贤 就不可能给范贤和他身边的亲人太多自由 这第一道旨意依然被拒绝了 而庆帝却突然换了一个话题 朕记得你如今还只是个监察院的提思吧 这句话一出 范贤便知道了自己求官之事 有苗头了 能够往上再爬一爬 也是他谨慎的想法了 但还没等范贤开口 庆帝一句话就堵住了范贤的嘴 陈平平那条老狗 反正也不管事了 你就记了院长一指 让那老家伙好好休息吧 二十出头 真就让你担任了监察院院长 可算是高温厚道了 庆帝略微带着嘲讽的语气 对着范贤说道 这确实是让范贤十分的恼火 虽然他的身份还是提思 但这么多年的时间呢 陈平平刻意的培养和放权 此刻的范贤 早已经和院长没什么区别了 庆帝却用这样一个理所当然的进阶 打发了他在东夷城的功劳 属实是有些寡恩了 但范贤虽然恼火 却终归是压下了情绪 忽乱行了个礼 便写恩离去 回到家中后 范贤并没有着急去做第二件事 而是好好地休整了一番 因为他下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让陈平平能够安稳地退休 既然院长之位已经不是陈平平的了 强制退休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 至少范贤也算是保住了这位院长大人 第二天一大早 范贤就收拾好 坐着马车出城了 今日正好下起了雨 似乎并不是一个送行的好日子 范贤第一站就前往了严府 到达后并没有等待通报 就静止地向严府后院走去 此时严冰云正和那位沈大小姐下着旗 看到范贤后也是有些震惊 今日好兴致啊 范贤笑着对严冰云说道 一旁的沈大小姐看到范贤后 便立刻起身行礼 然后退了下去 将空间给二人留了出来 我马上要接任院长一职 需要你赶紧拟出一个调程来 我要做真正的院长 范贤坐下后没有任何的寒暄 立刻切入了正题 他想要的是让陈萍萍彻底和监察院脱手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陈萍萍退休后 可以安然无恙 而严冰云的心中虽然有些疑问 不过还是答应了范贤 既然他要做这种事情 就必然有道理 只要不危害到庆国 让院长能够安稳退休 严冰云也没有必要阻拦 处理好了严府的事情后 范贤这才正式的向城外走去 其实他想要的 本就是彻底接管检察院 成为检察院真正的院长 昨夜他凭借演技骗过了庆帝 现在又把严冰云的事情安排好了 接下来就是跟陈萍萍免谈 为了逼我离开京都 你这个小王八蛋 还真是舍得动脑筋哪 陈萍萍看到范贤后 一边咳嗽一边骂道 你所做的事情太过于恐怖 我不能让你成功 所以只能逼你退休了 范贤看着陈萍萍 一字一顿的说道 为了不让整个天下大乱 范贤他绕了这么多的弯子 让这位手眼通牵的 检察院院长退休下来 他答应过很多的人 不能够让这天下乱起来 那么陈萍萍到底谋划了什么事情 让范贤如此的载意呢 我们明天再聊 在庆余年中 庆帝最中心的属下 应该就是范贤和陈萍萍了 这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也一同与叶青梅相遇相识 但却因为叶青梅的死 三人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 而陈萍萍也在查了 二十几年的真相后 准备跟庆帝翻脸了 化解上回 其实让范贤马不停蹄 接管检察院的原因 就是害怕陈萍萍跟庆帝翻脸 苦何想尽一切办法 延长陈萍萍的性命 因为他看得很清楚 只要陈萍萍活得越久 那么跟庆帝翻脸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陈萍萍让四孤剑多活两年 是因为他早就想好了 让剑炉戳穿影子的身份 从而逼庆帝对自己出手 其实在大东山的事情开始之前 陈萍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步的谋划 长公主和秦也两人 本就是陈萍萍的棋子 长公主最信任的谋士袁洪道 和秦也最信任的检察院内间 颜若海 都是陈萍萍的亲信 陈萍萍本想让局势更乱一些 他恨不得让宫里的人都死干净 庆帝自己放了一把火 陈萍萍就要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些 最后剩下的残局 就交给范贤跟大皇子两人去处理就好了 而至于陈萍萍为何要背叛庆帝 自然是因为叶青梅了 难道不应该吗 陈萍萍静静听着范贤将所有的事情分析完后 便大笑了起来 然后死死盯着范贤的眼睛 问出了这句话 这次该轮到范贤沉默了 他身为叶青梅的儿子 自然不能说不应该 共是震惊于陈萍萍对于叶青梅深入刻骨的怀念 以及那足以烧毁一切的复仇欲望 这天下最为黑暗的特务头子 内心中藏了一把匕首 这一藏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事啊 应该是你三年前就已经想明白的 不过仅仅是这些事 你还是无法说服我 陈萍萍脸色十分平静的说道 他需要知道范贤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 如果范贤无法让他满意 可能这个京都他还是无法离开 而范贤这一次也冻上了自己有史以来最活络的头脑 恭送陈萍萍退休 在范贤前往陈缘的时候 姚公公就将一封密奏送到了庆帝面前 在这封密奏上 所有记载的事情就是当年庆庙刺杀一事 其中还有内库生产出的几个手承弩的去向 跟范贤三年前回京遭遇刺杀的事情有关 在庆帝看完这些后 沉默了许久都一言不发 因为他看不明白 当初的那些事情 查来查去都没有查到什么具体事项 时至今日才发现 原来那些事情的背后啊 都有着陈萍萍的影子 庆帝想不通为何这条老狗会做出如此举动 但欣慰的是 范贤明显是不知道这些事情 不然也不会绕了这么多弯子 给陈萍萍谋一个光彩舒服的退路 而接下来奏折上的内容 详细记载了北齐小皇帝现身剑炉 被范贤炉走的事情 以及范思哲跟夏希妃合作 将难道北齐内裤走私一事 范贤这几年做的事情 都详细的记载了这份奏折上 啊 这还真有意思 菊沙和庆庙的事情继续查 不过范贤那边就先不要查了 任何事情只要查到他那里就放手 清帝和尚奏折 对姚公公吩咐了一声 然后就有些疲惫的闭上了眼睛 他相信范贤的忠诚 认为范贤不可能背叛他 他也有这个信心 就算将来有一天 自己这个儿子知道了当年的事情 也顶多会对他施以悲愈的怒火 而不会背叛这个国度 所以清帝愿意多给范贤一次机会 就看范贤能否好好的掌控住了 此时正在陈元跟陈平平交谈的范贤 也在想办法说服陈平平 现在这种情况再不放手 他就离身死不远了 如果你执意不肯退 那我就算让检察院闹得十分不堪 也要将你打下去 范贤死死地盯着陈平平的眼睛 能说的他都已经说了 他也知道清帝早就开始调查庆庙遇刺的事情 那么早晚会查到陈平平的头上 要是陈平平依旧为了给叶青梅复仇 选择留在京都掌控检察院 庆国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内乱 他所动用最为极端的手段 就是让自己和陈平平之间出现一个不存在的仇恨 来保住这位长辈的性命 你比之前进步很多 我答应你会离开京都 陈平平见到范贤将所有的事情分析出来 而且找到了最为合适的选择 也欣慰的点了点头 他知道范贤担心什么 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周折逼自己离开 其实就是想让自己安稳的活下去罢了 此时这位孤苦一生的特务头子 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内心也变得温热了许多 看到陈平平答应自己后 范贤心中稍微松了口气 接下来他便开始询问陈平平当年的事情 其中最为让范贤在意的 就是自己母亲遇刺的那晚五竹去了哪里 而陈平平的回答很简单 那就是神庙那边来人了 神庙的人不止来了一次 至少是两次 我知道的就有两次 他们来一次五竹杀一次 在当时世界能够威胁到你母亲的只有神庙 而五竹根本不允许这些人靠近你母亲百里之内 陈平平很平静的对范贤说起了当年的事情 五竹就是被神庙的人分散了注意力 这才没有在叶青梅身边保护他 因为五竹和叶青梅都想不到 他会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个回答也解开了范贤心中唯一一个疑问 以后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范贤双手放在了陈平平的肩膀上 用力的说道 一念之间陈平平感觉 自己二十年来的辛苦没有白费 至少范贤呢 是真的长大了 范贤在离开陈园后 便乘坐马车向着郊外行驶而去 很快他就到达了当年的太平别院 在范贤下了马车后 静静的看着这个院子 一时间有些失神 在京都叛乱结束之后 清帝曾透露过两次 要将这间院子重新赐给范贤 但后面不知为何 始终都没有落实下来 这一次范贤到来 其实是想要找到一处地方 那就是自己母亲的坟 当初范贤曾私下对他说过 叶青梅的坟在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 后来也点名了在太平别院中 不过范贤并没有发现别院中有坟墓 叶青梅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 他葬在哪里 其实并不重要了 范贤想着想着 就走出了太平别院之中 坐在了第一次跟五竹来别院的那棵树边 这棵树在当初被燕小椅用剑射断后 已经长出了新的枝芽 几年的时间又成为了一个新的树苗 我在这里想些事情 不要让人来打扰我 范贤坐下后 就对着身边的几个人说道 起年小组的成员应了一声后 就纷纷离开了范贤 在四周警惕 范贤坐了许久 也想了许久 然后突然站起身来 走到了河边洗了洗脸 这时正好有一方手帕伸了过来 范贤丝毫没有感觉到吃惊 顺手接过了手帕擦了擦脸 你怎么来了 范贤擦拭好后 就将手帕递了回去 来者正是他的妹妹范若若 而范若若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回答范贤的这个问题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如果刚好看见了监察院的人 便知道哥哥在这里 许久没见哥哥了 想你了 范贤听到范若若的话后 不由得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这时有个人陪他一起坐坐 好像也很不错 接下来兄妹二人呆坐了半个时辰 范贤的心中因为在想叶青梅的事情 所以始终不言不语 在太阳开始缓慢下落的时候 范若若突然开口说道 两人一直这么沉默 气氛也有点尴尬 而范贤还是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对范若若说起了自己母亲的事情 经历了东一城的事情 范贤对于自己这位从未谋过面的母亲 心中的形象似乎也越来越清晰了 如果当年有人要加害我那位母亲 你说我身为人子 该如何去做呀 范若若是范贤为数不多可以交心的人 所以对她说这些事啊 也并不用忌讳 不过范若若却被范贤的话吓得有些紧张 声音有些颤抖的说道 那些人不是都死光了吗 太后娘娘如今也早已经去了 听到范若若的回应后 范贤也无奈的叹了口气 可是有些该死的人没有死 此时范若若也沉默了下来 她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今天自己肯定会听到一个让她十分心惊的名字 两人又沉默了许久 范贤才突然笑了起来 你说如果当年是陛下杀了我妈 我应该怎么做呀 听到这句话后 范若若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手帕 双唇也紧紧地闭了起来 这不是她所能回答的问题 更不是她敢想的问题 不知道 范若若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 声音极其的颤抖 这是她最为害怕的事情 害怕自己这位兄长 真的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 那么范贤要如何处理叶青梅之死呢 我们明天再见 范贤终于得知当年隐蔽之事 着手准备与庆帝翻脸 化解上回 在范若若被范贤的话惊到之后 脸色瞬间白了很多 而范贤看到范若若的样子 心也软了下来 开始安慰起了妹妹 别吓傻了 只是没臭说理解 只好找你说说 听到范贤的话后 范若若微微点了点头 但是目光之中 还是十分的胆怯 我 我以前有个哥哥 两人又沉默了许久后 范若若才很小声地对范贤说道 范贤听到这句话后 心中瞬间生起了一股刺骨寒意 范若若口中的哥哥 并不是指的范贤 而是范贤的大儿子 范贤从小时候就得知了 原本私不难府中 是有一位大少爷的 这个大少爷的年龄 跟他差不多大 是范贤跟原配夫人的孩子 不过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之后范贤才娶了柳氏 想到这里 范贤突然想起 陈萍萍不止一次提醒过他 要他对范贤好一些 因为范家为他的生存付出了很多 此时范贤突然明白 当初自己能够活下来 熬到五竹叔赶来救自己 并不是庆帝和太后那些人 大发慈悲留了自己一条命 而是有人代替他迎接了死亡 了解了当初这个隐情后 范贤的脸色逐渐的发白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第一次睁开眼睛 就已经有一个 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代替自己死了一次 此时范贤的心突然痛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亏欠范家太多了 而现在他的心 也突然冰冷了起来 当年已经死了太多人了 流了太多的血 自己断然不能继续这样 无所事事了 关于这件事情 我要当面请示一下父亲 今天说的事 你不要和任何人说 范贤站起身来 冷冷的看着对面的太平别院 他要开始准备一下了 整个天下的人都知道 户部上说范贤已经退休 回到了淡州养老 不过范贤却很清楚 范贤不在淡州 而是在东北方的一个地方 正在帮助自己 做一件大事 范贤认为在自己和庆帝这件事情上 范贤是最有发言权的 如果范贤真要同庆帝翻脸 帮助自己的母亲 叶青梅报仇的话 君臣二人之间的一场大战 怕是要让整个天下都被拖进去 单凭范贤自己 毅然无法断绝这种事情 所以他需要一位帮自己来分析的人 再陪我去个地方吧 范贤对着范若若说道 然后带着他一同乘上了马车 这一次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地 位于京郊之外的一处坟场 到达坟场后 范贤便下车 走到坟场的一块地方 然后对着那块坟地 深深的鞠了一躬 在这块地方埋着的人都是之前范贤的下属 因为范贤的一个决定和定策 他们就永远的埋在了这里 紧接着范贤便让身旁的下属 去查探这些人的抚恤 以及他们家人照看的如何 一将忠愁 万古哭 范贤的目光冷冷的看着眼前的坟墓 接下来范贤从范若若那里 得知了京都府尹 出现了一些问题 便立刻赶回了京都 然后前往检察院中 查看自己待在东一城这段时间的卷宗 在东一城的这几个月中 京都确实出现了一些动静 很多的官员都开始被户部和吏部暗中调查 所查核的具体事项也是五花八门 稍微了解了一下 范贤便知道 这是陛下在秋后算账 如今朝政已经大定 按照庆帝的性格 根本不可能放过当年摇摆不定的臣子 其中范贤的学生杨万里 同样被贺宗伟抓到了把柄 哼 还真是有些急不可耐啊 你要杀我就要保看看这次谁更胜一筹吧 范贤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百度的存在了 经过几日时间后身为京兆福尹的孙静修 为自己母亲做八十大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范贤同样是受到了邀请 京都中的那些达光贵人们 此时都已经来到了孙府之中 其实孙静修叫范贤前来的原因 就是为了给他撑场面 范贤同样很乐意接管这个事情 所以这一次他就是来搞事情的 那些看到范贤的官员们呢 此时也都知道有好戏要来了 事不关己的事情自然是要好好的欣赏一番 范贤刚到孙府之中 就被孙静修领着向内走去 转过几道弯就前往了书房之中 孙大人你可着实不是个聪明人呐 范贤等到安静下来后 笑着对孙静修说道 这一次他借着范贤的身份来试探官场的动静 搞得太大反倒是让人生疑 这段时间中范贤同孙静修聊了聊官场之事 交给了他一些隐忍之道 毕竟官场之中本就是这般的无耻 两人聊完后 范贤就前往了正厅之中准备开席 待到所有人都到齐后 受席也正式的开始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位 范贤已经听烦了那些官员们 争相过来给自己拍马屁的话 一时间想不通啊 你们到底是来贺寿的 还是专程来给自己拍马屁的呀 不过范贤并没有打算搭理这些人 随着寿力逐渐的落入尾声啊 孙静修也开始向众人表达谢意 此时也就是范贤该表演的时间了 孙大人官商如何 本官就不坠言了 陛下私下也有言辞加勉的 范贤此话一出 大厅中的那些官员们瞬间鸦雀无声 因为这些人知道 范贤是打算帮孙静修出头了 在范贤开口后 在场的所有官员面面相去 范贤的话语中很明显的指出了 新护部尚书魏东行 他这两年的举止行为已经得罪了范贤 就算范贤卸任护部尚书 但是他将护部从范家独立王国中拉出来 一心一意按照庆帝的意愿发展 确实让范贤感到不满 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 范贤脸上的笑容越发的深邃了起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范贤并未动怒 只是用很怪的语气说出了 户部尚书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听得众人只能尴尬的陪笑 而魏东行更是心头一震 知道范贤表面温柔 其实内心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即使自己今日求饶后退一步 也难免日后范贤针锋相对 他已经是一朝尚书 又有庆帝和贺宗伟的权力支持 就此让步实在说不过去 不知小公爷今日为何怨气冲冲啊 今日乃孙静修大人母亲大寿 怕是小公爷说这些话不合适吧 魏东行此言一出 兵客们瞬间一片哗然 谁也没有想到 魏东行能够直接回敬范贤 陛下曾经说过 人生于世需要有敬畏之心 本官行天地之间 只对两样有敬畏之心 范贤根本没有搭理这位户部尚书 端起酒杯自顾自的说道 我一敬陛下 二敬父母 陛下说得好 没有敬畏之心 行尸便会趋于梦浪 我以往行尸便有些梦浪 还请各位大人多多担待 范贤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很明确的告诉了众人 他们的敬畏之心里 除了天地父母陛下之外 不要忘了还有自己 这句话威胁的很有水准 直接让魏东行哑口无言 因为谁都知道 范贤虽然有个失先名头 走的却都是那阴森鬼路 在范贤喝下杯中酒后 魏东行只能够脸色阴沉的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看到这一幕后 范贤点了点头 举起酒杯敬了最后一杯酒 大家吃好喝好啊 紧接着范贤就提前离开了孙家府邸 乘坐马车 前往太学去见胡大学士 其实这一次他在村府中的举动并不合适 这种态度会马上传遍京都 所以范贤必须要在对自己不利的言语兴起时 尽快去处理后续事宜 很快范贤就到达了太学中 此时太学里的学子还在上课时间 见到范贤后 纷纷起身行礼 小范大人 老师 先生 各种称呼络绎不绝 范贤一一含笑点头应过 又跟相熟的学生们说了几句闲话 便立刻向着深处的镜丝挺走去 来看您来了 在进入内室看到那位大学士后 范贤很恭敬的对他行了个礼 微笑的说道 胡大学士此时正在看一份古籍 见到来人后 便摘下了眼镜 看了好一会儿 才认出了来人是范贤 胡大学士看着范贤 无奈的笑了笑 他知道范贤来找他 必定是一些麻烦事 接下来范贤跟胡大学士的一番谈论 也将孙靖修京都府尹的位置保了下来 就这样 范贤稳固了手中其中一个权力 处理完胡大学士这边的事情后 范贤便立刻入宫面见庆地 依靠三年前护卫京都的功劳 再度向庆帝力保孙靖修 胡大学士只是一个添加剂 真正要保 还需要这位陛下亲自开口才行 不过今日庆帝却只简单的敷衍了一番范贤 告诉他孙靖修以观后效 因为此时庆帝只派贺宗伟去查探刺杀一事 已经逐渐的有了一些眉目 庆帝感觉到了那个人 已经隐隐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这是让他极其不满的 那么庆帝将会如何处理 那位脱离他控制的人呢 范贤又会如何进行下一步动作呢 在庆余年的故事中 很多剧迷都知道 范贤的真实身份是庆帝的私生子 但是庆帝却是杀害叶青梅的幕后主谋 知道了一切真相的范贤 也私下准备着跟老子做对了 而这第一步就是模仿当年的叶青梅 在东夷城附近创建了另一个内裤 成为了范贤私人的敛财工具 化阶上回 在范贤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后 就先行回家休息了 但是他没想到贺宗伟此时已经盯上他了 这段时间中 贺宗伟正在忙碌着搬家 他已经成为了新人的御史 并且开始跟各方的势力进行周旋 是庆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门下中书大学士 算是风头无二的存在了 但是有一个人在贺宗伟的心中一直是一个阴影 阴飘飘的飘荡在他的头顶 遮盖住了他未来无限的可能 这个阴影就是如今的检察院院长范贤 在贺宗伟的心中 他自己是个才子 但是对方却是万人景仰的师仙 自己是一位大学士 对方却是淡薄公 最为关键的是 他自己一个贫苦人出身 而对方竟然是陛下的私生子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 都死死地压制着贺宗伟 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入朝为官后 贺宗伟为了维持自身公正清廉的形象 付出了许多 也得罪了不少的高管权贵 他为了这风光 付出了所有 却只能屈服在范贤的威压之下 必须要先找个法子 贺宗伟恶狠狠地说道 他现在已经不在意能否成为一代明臣了 现在他要确保的是 自己能够在陛下死后还能活得下去 所以在陛下死之前 他就必须要让范贤死 当然贺宗伟甚至范贤不是那么好杀的 在这六年跟范贤的接触中 他始终都能在范贤的眼中 看到一丝好杀的冷力味道 这是他跟范贤之间的差距 不过贺宗伟现在背靠庆帝 这就是他最大的仪仗 就这么想着 贺宗伟走到了桌前 拿起了一个小册子 在这上面记载着京都叛乱后 大东山放向迅国的名单目录 此时贺宗伟的眼睛 盯着上面两个十分显眼的名字 高达和王启年 其实当初关于高达和王启年这两人 在建察院的报告 以及内庭最后的报告上 都已经确认了死亡 但是贺宗伟却不信 在三年前的时候 他就不相信这两个人死了 即便是事后确认了大东山上收拢的尸体 的确是有这两个人 但他依然不信 因为这种手段 检察院很容易就能做到 他比清帝更了解范贤 高达和王启年两人 不应该就这么默默无闻的死去 并且在这几年的时间中 贺宗伟也一直派人盯着范贤的一举一动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查探的地方 范贤这位对属下极其照护的官员 尤其是最看重的两个心腹 按道理不应该获得这样的待遇 而让贺宗伟认定这两人没死的原因 是因为检察院所发放的抚恤 高达一生未娶妻子 自然一了百了 不过王启年是有妻女家世的人 检察院每年的抚恤倒是发了 却从来没有人知道是谁领走了 如果王启年死了 范贤一定会负责王家的生活起居 断然不可能放任他的妻女 在世间凄苦的流浪 王启年没有死 那么自然高达也没有死 两个没死之人 失守 为何在大东山呢 想到这里贺宗伟的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 七军大罪应该当场处死 只要两人能够被证实为死 那么他拿下范贤就十分的容易了 关于范贤 他根本找不到任何下手的空门 只能挑拨这对父子的关系了 王启年 高达 继续去查这两个人吧 即便是任何一丝细节都不能放过 贺宗伟对着下属反复着 是时候该对范贤出手了 在第二天早朝中 范贤在朝堂上又打压了一次贺宗伟 跟庆帝的争吵中也占据了上风 所以今天他心情还不错 不过接下来他就要踏上正途了 前往东一城的剑炉中 处理最后的事宜 在同送行的官员寒暄了一番后 范贤就登上了马车 等马车行驶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马车中另一个人突然开口说道 东一城那边已经有了动乱之急 真的不要我去镇压马 说话之人正是检察院的颜冰云 这次我会带着黑旗入城 而老院长那人过几天就要返乡了 你在这里替我看着就好 范贤安静的对着颜冰云说道 他需要一个人帮他在京都照看 而颜冰云更为担心的 其实是最近很活跃的贺宗伟 贺宗伟那边你就放心就好了 他自认为了解陛下 了解检察院的能力 实际上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 他什么都不知道罢了 范贤根本不在意贺宗伟能蹦得多久 这根本就不是他需要考虑的 在两人交谈完京都市以后 范贤就正式的踏上了路程 但是在刚离开京都不久 随从就给他送来了一封密信 密信的署名是渔厂 范贤接过密信后粗略的扫了几眼 然后就调转了马车前进的方向 前往了京都之南的卫州城中 这也是庆国十分繁华的一个城市 范贤车队到达卫州后 立刻前往了城中最为豪华的一个赌场 千金哥 我来找一位姓关的朋友 范贤直接忽略了上来探虚实的管事 表明了自己真实的来意 听到关这个字后 管事的脸色立刻变了 十分恭敬的请范贤前往了楼上 哟 许久不见呐 范贤看着面前的少妇 微笑的说道 这人正是当初被范贤放走的 关五妹了 在当初关五妹刺杀范贤不成 被范贤打击了一番放走后 其实慢慢的 便被范贤发展成了检察院的人 主要还是因为关五妹后来得知 范贤帮助她那位表哥报了仇 夺回了明家的家产 小范大人 于常正在内厅 关五妹恭敬的对范贤行了一下礼后 便将空间留给了范贤和于常二人 在范贤进入内厅后 便看到了阴影中站着一位刀客 这么急着让我来做什么呀 范贤坐在了一旁冷冷的说道 黑衣刀客并未立刻回答范贤 而是将一张纸放在了范贤的面前 上面列举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和银子 怎么会需要这么多银子啊 范贤看着上面的数额 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这位黑衣刀客是当初范贤培养出来的 他不同于虎卫 他是跟影子一样 存在于黑暗之中 在范贤退位后 就将这些人留给了范贤 建设到了后期 总是花钱花得极快 这是尚书大人的原话 黑衣刀客没有任何感情的回答到 听到是自己父亲受益后 范贤便也不再询问 只是对光五妹安排了一下 让他从中协调一下 筹集银子的事宜 然后便在魏州休息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就立刻上路 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天的时间 范贤的车队便前往了 北齐和东夷城的交界处的一个大山中 这个地方十分的偏僻 但是交通却并不落后 因为这是很多年前 旧商路的一个中转站 只是荒废了许久 早已经消失在了地图之上 而这正是范贤的老爸范剑 所筹备的一个地方了 范贤等人在大山中绕路绕了半天 才终于爬上了半山腰中 看到了一片如同世外桃源的隐藏浓庄 什么人 范贤刚停下一小步 就有了十几把弩剑探了出来 此时范贤将头低了下间 把自己的容貌隐藏在了黑暗之中 然后从腰间抽出了一块小令牌 对着前面亮了亮 很快一个长公模样的人走了出来 小心翼翼接过令牌仔细查探后 便在前方引路 带着范贤继续向着深处走去 参见提斯大人 等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后 长公立刻对着范贤跪了下去 十分激动的说道 此人是起年小组第一批的成员 此时见到范贤后十分的激动 这几年辛苦你了 我来的消息 暂时不要透露出去 范贤将他扶起来后说道 老大人前两天也来了 长公起身后便继续对着范贤说道 走快带我去见他 范贤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便立刻要去见范贤 很快两个身影穿梭了众多的建筑群 到达了一个很特别的屋子前 孩子见过父亲 范贤进入屋子后 立刻对着范贤行了跪拜之礼 父子两人这第一次相见 也是时隔三年之久了 在京都叛乱的时候 范贤将庆余堂的那些老掌柜们 送出了京都 其实就是想要他们头脑中内裤的技术 而这块地方就是范贤打算在庆国之外重修一座内裤 这是范贤此生做出最大的决定 也是打算改变庆国笑傲世间的板钱 范贤则是帮助他筹备第二内裤的最佳人选 这件事比你所想象的更加困难 你要做好准备呀 范贤帮范贤倒了杯茶后 就开始跟儿子谈论了起来 其实范贤早就发现了范贤心中在想什么 父子二人便也开诚不公的聊了起来 那么范贤和范贤之间会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呢 我们下期再见 在庆余年中 庆帝无疑是世间最强大的大宗师 在范贤决定要跟他作对的那一刻 就要将自身也修炼到大宗师境界 而经过四顾剑的教导后 他发现完全不可行 那如今他最大的底牌 就只剩下去往神庙两年间毫无音讯的五竹书了 化阶上回 在范贤见到范贤后 两人便立刻开始谈论这新内裤的发展 其实范贤同意范贤做法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了解叶青梅 如果叶青梅还活着 他肯定不希望庆帝用他的遗志 去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 即便是叶青梅也希望天下统一 但庆帝是那个谋杀了自己的男人 可能早已寒了他的心 而这第二内裤的地点石家村 是范贤所选择的一处地点 起初范贤也不知为何父亲会选择此处 直到范贤拿出了石家村的地图后 范贤这才感叹到 这个村子地理位置的特殊 如今石家村和外界的道路还没有彻底的打通 如果将来建立完成的话 他东南方向可以直接抵达东海之滨 触及东夷城十分简单 并且以内裤对于庆国的重要性 只要朝廷发现了异动 必然不惜一切代价强攻东一城 摧毁掉石家村的新内裤雏形 不过即便是庆帝发兵来攻 但是石家村的位置特殊容易救援 也不是那么容易攻进来的 而让范贤选择此地最为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村落 原本就是叶青梅当年修建内裤的第一选择点 只不过因为一些别的原因 叶青梅才将内裤地点重新设定在了庆国内部 他选择石家村 就是相信叶青梅的眼光 这个位置除了你母亲和老五之外 就只有我知道了 一手难攻是其一 关键在于 这是天下三方势力 都无法全心投入之地 范贤平静地看着范贤说道 宁可小心谨慎慢些 也不能让陛下察觉到任何蛛丝马迹 范贤沉默了一会儿后才回应道 只是范贤还是一句话点破了他的心思 他母亲已经不在了 仅凭借范贤和范贤父子二人哪 即便是手中有这么多先天条件优势 但凭空在石家村修建一座内裤 没有数年之功和一国之力 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范贤只是想用他作为一个幌子 来威胁庆帝罢了 去威胁庆帝 不能动臣平平 范贤跟叶青梅的想法一样的 内裤来自于自己原本的世界 应该造福当事之民 而不是成为某人千军万马的后勤部门 范贤越了解自己那未曾见面的母亲 就越联系他 越不想让他心痛 所以如果不能好好保护天下安稳 范贤宁愿毁掉这些东西 唉 我先把陈平平安排好 这几年院长跟您不同 他一直在挣扎 也一直都不甘心 范贤叹了口气 对着面前的父亲说道 这些人如今他是能保就保 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位皇帝陛下 什么时候心血来潮 将当年这些老战友们全部送走 如今你已经接任了院长一职 看来陛下还是想要给我们这些老家伙一条活路的 只要不出什么变故 陛下应该会放那条老狗出镜 你不用担心 范贤温和的笑了笑 其实他现在更加担心自己儿子接下来的行动 接下来范贤的想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再去一趟东夷城 在四顾见死之前 问清楚霸道功法的事情 让自己能够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范贤一直对于庆帝当年如何跨越那道关口 休息王道下卷非常的感兴趣 但庆帝一直说 那个法子是他用不成的 所以范贤一直没有什么头绪 四顾见无疑是最后一位老师了 范贤很希望四顾见能够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而接下来的几天 范贤还是打算查探一下 这个新内裤建设的如何 第二天一大早 范贤就陪同范贤吃完早饭 两人一起沿着村内的道路前往了大山之中 一路上范贤很温和的向范贤讲解 此坊将来何用 此屋将来住何人 三大坊如果重启的话 要该如何的安置 夫子二人走走停停 也没有花多少时间 就走到了山顶之上 然后俯瞰山下的石家村 眼下只剩个壳子 如果你真的要把那宝石都放进来 消息一旦泄露出现 只怕天下人都会来咬你这肉一口啊 范贤揉了揉自己的老腰 笑着喘气对范贤说道 哈哈 没有几个人有能力来咬我啊 范贤笑着回应了一句 无论庆帝之后是否知道这件事 范贤都有能力去应对 因为他的手下 有着天底下最多的九品强者 也就是四顾见剑炉的那些人 虽然现在还不确定 四顾见会将那些人留给他 但是范贤有这个信心 哎 一个人能够从骨子里改变一个世界 为父纵观千年以来的史书 从未有过呀 范贤叹了口气 还是说出了自己心底的话 而范贤听到了这话后 沉默了 他知道范贤说的是什么意思 却只能选择沉默 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 究竟能不能成功 哎 五竹去哪了 父子二人沉默了一段时间后 范贤突然开口问道 在大东山事情结束后 五竹就再也没有露过面 如果要保护范贤的话 五竹无疑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他回家 应该就是去神庙看看 走之前他说过神庙没什么人了 所以父亲不用担心 范贤这也想起自己已经三年没有见过五竹输了 而在范贤的眼中 五竹三年没消息 怕是有些问题 当然范贤心中也十分的担心五竹输 不过他从未想过用人世间的俗事去阻止五竹寻找自己的旅程 只是也感觉到了那座神庙在当年的事情中一定扮演了某种角色 但范贤依旧不知道神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在同长公主陈平平思顾剑以及如今的范贤谈论后 范贤越来越感觉到庆帝不仅仅是本身强大 他的身后还可能站着一座神庙 当年五竹就是被神庙引开了叶青梅的身边 而这也让范贤联想到 当初为何陈平平执意让他送萧恩返回北齐 因为整个世界上只有萧恩 苦和和五竹三人知道神庙在哪 苦和自然是不肯说的 五竹则是一直没有记起来 范贤便只能从萧恩的口中询问这件事 陈平平是想让范贤知道神庙的秘密 只不过范贤当初的眼光还是有些局限 但是三年前让五竹叔回家 也是他计划中的一步浅期 对付神庙就必须是大宗师以上的非人类才能做到 但是两年多的时间一点音讯都没 范贤心中也没有了底气 所以此时范贤也生出了一种挫败的感觉 将来如果是有不妥 我就去神庙找他 就算他死了 我也要把他的尸首从雪中挖出来 范贤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中就已经慌了 毕竟五竹叔才是他最大的底牌 事有不妥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你以为陛下会让你活着踏上寻找神庙的道路吗 范贤眼睛微密的看向前方 带着一丝嘲讽的味道回应 接下来父子二人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 范贤经过这一次的交谈 已经对未来的道路感到了迷茫 哎呀那我只能祈祷上天保佑了 许久之后范贤才微笑的回应了这句话 在这世间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但总归要一直走下去才行 接下来的一天中 范贤暗中跟安息庆余堂的老掌柜们见了面 跟他们核对了一下新内裤的流程后 便离开了石家村向着东夷城走去 接下来的每一步 范贤都要以壮大自身实力为主才行 这是范贤第二次来到东夷城了 相对之前的剑炉开炉 这一次的东夷城要冷清很多 不仅仅是城主府已经被洗清 剑炉中的那些弟子们 则是都围在了剑炉中 等待着四顾剑最后的吩咐 此时四顾剑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却一直在强行撑着最后一次生机 为的就是等待一个人 在房门被轻轻推开 范贤缓步踏入了房门后 四顾剑的眼睛闪烁过了一丝光彩 他知道范贤既然赶了回来 就一定会告诉自己一些想听的事情 而范贤走到四顾剑的身边后 便开口说出了霸道功法下卷中记载的内容 不输滑池 行还灭坏 当以天权 灌以身 他没有考虑四顾剑能不能听得懂 能不能记得住 只需要看四顾剑最后的反应就好了 在背完了最后一个字后 范贤闭上了嘴 沉默而安静的等在一旁 四顾剑无需范贤去做解释 自然能够理解到他说的是什么 此时四顾剑的眼睛已经亮到了极点 眼神也逐渐的锐利了起来 这下半卷怎么修啊 范贤低头恭敬的问道 不能 四顾剑虽然声音微弱 却回答的无比坚决 而范贤似乎也早已知道了这个答案 没有任何的失望 他只想知道 庆帝是怎么做到的 修炼下半卷 对庆帝又有什么影响呢 这时四顾剑想了许久后 给范贤的一个答复 也让范贤陷入了一种痴呆状态 所有人都知道 人体筋脉尽碎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庆帝无疑是运气极好的人 除了他之外 无论是谁也无法练成霸道功法的下半卷了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给人练的东西 范贤呢 永远只能够忘其相辈了 那么范贤还想从四顾剑身上获取些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见 所有人都在对范贤提神庙 范贤究竟会不会前往神庙呢 化解上回 范贤得到四顾剑的回答后 便也放弃了霸道功法的下半卷 因为如果四顾剑都说不可能 那就真的不可能了 我想确认一件事 叶刘云他真的离开大陆了吗 范贤想了许久后 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之间在石家村中 范贤就提过 但即便是非戒跟着 范贤也不能够保证这位大宗师正式离开庆国了 而四顾剑则是沉思了许久后 才艰难的动了动自己的下颚 给了范贤一个确切的答复 看来这次回南清 你终于知道了一些什么 决定了一些什么呀 四顾剑闭着眼睛开口说道 他已经猜到了范贤心底在想些什么 却并未直接点破 接下来四顾剑便问到了五竹 你对神庙又有什么认识呢 您对神庙有什么认识呢 而范贤并未直接回答 五竹去哪了 转而又将两人的话题扯到了神庙之上 此话一出 四顾剑也对五竹的下落了然于心 脸上浮现出了安宁的笑容 神庙 不过是个死物罢了 你不用太过担心 就算是你皇帝老子修的功法 是从神庙里传出来的 那又如何呀 神庙总不会出手帮他的 四顾剑的这番话 也帮助范贤想明白了一件事 如果神庙真的来人消除 叶青梅留在世上的痕迹 那么内库应该早就不见了 范贤也早已生死 就算是神庙真的派来了使者 五竹既然能够保护住叶青梅和范贤的安全 那么神庙里来的使者 并不像范贤所想的那么强大 想通了这一点 范贤才想起了五竹多年前曾说过的一句话 家里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其实就是说神庙已经落败 并没有什么足以影响世界的能力 如果一切真的像范贤猜测的这样 他会很乐于接受这种局面 至少让他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便是最好的局面了 所有人都很好奇 神庙究竟在哪里 即便是大宗师也不例外 尤其是一位将死的大宗师 在这个世上 只有萧恩和苦和去过神庙 但这两位老人都已经死了 五竹也踏上了回家的路 那么这个世界上 知道神庙秘密的 就只剩下范贤了 神庙在吉北方 穿过北齐天关后 在雪原洞土上 还要连续行走数月 直到终日黑夜之所在 要是运气好 就能够看到一座 宏伟静默的黑青色建筑 那就是神庙 范贤将神庙的所在地 告诉了四孤剑 这对于面前将死之人来讲 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啊 原来是在吉北之地 终日不见阳光 难道是阴间明土 果然不是世间一数 心相忘之啊 四孤剑在死亡来临之前 终于知道了神庙在哪 似乎已经是如愿以偿了 而来自现代的范贤 自然知道神庙 就是在北极的一处地方 不过苦和和萧恩前往时 正值吉夜 所以才会终日不见阳光罢了 但是范贤并没有对四孤剑解释这些 因为这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概念 而接下来四孤剑的一句话 更是让范贤感受到了 这位大宗师的豪气壮力 我就是想看看 如果凭我手中的这把剑 能不能把那个破庙给拆了 听到这句话后 范贤的心中生出了很多复杂的情绪 一剑附于身后 漫步行于雪原 玉青山入后门 剑至虚无飘渺之庙 斩进云端之人 如果没有当年大东山的事情 恐怕这副重力的场景 是真的有希望看见吧 所以这也是一种遗憾了 将来有一天我要去神庙的话 就背着你的骨灰去 范贤沉默了许久后 便答应了这件事情 而接下来 四孤剑便将最后一样东西 留给了范贤 我真想有本小册子 是苦和林死前 从青山送给我的 给我转赠给你 上面的东西我看不懂 希望你能看懂 圆了自己的愿望之后 四孤剑便没有多少的留恋了 将最后一件事交代给了范贤 而范贤也是微微一正 不知道那个小册子上究竟写了什么 竟然会让两位大宗师 在林死前如此的郑重其事 很快范贤就将小册子拿了出来 册子用不小心的包裹了起来 在范贤打开后 所看到的和四孤剑的话不同 里面并不是一本小册子 而是有着两本 看到这里 范贤也是笑着摇了摇头 随手翻开了上面的册子 里面记载的 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 天一斗心法 看到这里 范贤嘴角也是有些苦涩 这些老一辈的怪物们 临死前都不忘了将自己最后一次念想 全部都寄托在了范贤的身上啊 他们都想给庆帝留下一个足够强大的敌人 哎呦喂 你们还真是能瞧得起我呀 范贤耸了耸筋 便将册子收起来放入了怀中 至于第二本册子 便是四孤剑口中那看不懂的册子了 连一位大宗师都看不懂 范贤自然也懒得此时去细看 最后范贤和四孤剑交谈了一番后 他便沉默地走出了境室 然后走到了剑坑的旁边 看着像那孩子一样 抹着眼泪的王十三郎 见到范贤出来后 王十三郎也走入了境室 剑坑后 所有剑炉弟子都走入了境室 没有人发出任何一丝声音 也没有人去看剑坑旁的范贤一眼 四孤剑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自然想要跟自己的这些弟子待在一起 而范贤则是走出剑炉 向着后方的山居走去 他在等待着什么 或许是一带强者的陨路 在范贤到达山居后 便在山居上枯坐静等 好几个时辰后 才有一个影子 甚至月亮映照的角度 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伤好了 为什么不在江南待着 非要回来啊 来者正是四孤剑的弟弟影子 在这时回来 影子就是想看看四孤剑是如何死的 其实当初把那把剑 刺入四孤剑胸中的时候 影子对他的恨意就宣泄了许多 至少他现在已经不再求四孤剑 死在自己的剑下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范贤和影子二人 看到了四孤剑被他的弟子 搀扶着出了剑炉 向着后山走去 两人并没有跟随上去 而是站在了山门口 送别这位大宗师 没有夹杂任何别的情绪 在四孤剑最后的一眼中 他看到了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东夷城 以及东夷城外的那棵大青树 缓慢的享受着自己人生中最后的几次呼吸 在天色逐渐泛白的时候 海面上飘来了一艘小船 船头站立着一个带斗笠之人 他的身旁也坐着一个带斗笠之人 叶刘云来了 在四孤剑临死的时候 叶刘云终于来送他了 而坐着的那个人 正是范贤的师父 费介 很快小船就停在了岸边 叶刘云和费介两人也向着自己不同的目标走去 这两年我们在南洋的岛上逛了逛 本来今天决定启航远行去西洋那边 不过他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知道四孤剑要死了 所以想来送他一程 费介微笑着 对着自己得意的弟子说道 以您的脾气只怕要往西洋大陆的深处走啊 这一来一回要多少年呢 范贤此时完全无视了叶刘云那位大宗师 牵着自己师父的手 走远了一些 他知道这是他和老师最后一次见面了 也是师徒二人的永久分别 因为我和叶大师的年龄 此一去只怕是回不来了 费介微笑地看着范贤 说出了让范贤最为担忧的一句话 其实今日见到自己的师父 范贤已经圆了一个心愿了 他本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费介 只是没想到今日一见 便就是永别了 范贤强压着内心中那份不舍 陪着费介在山上到处走了走 也停下来看了看叶刘云和四顾剑两人 很快叶刘云就和四顾剑交谈完毕 然后重新站在了船头 我要走了 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问我呀 叶刘云十分温和地看着范贤 天下这四大宗师中 此时也唯有叶刘云能够解答他心中的疑问了 不过这一次范贤却并没有问什么 而是松开了费介的手 恭敬地对着叶刘云鞠了一躬 麻烦您多多保护我这师父 范贤鞠躬的一瞬间 一滴泪不自主地滑落到了地上 也许这是范贤内心之中最为不舍的一件事了 听到范贤的话后 叶刘云微微点了点头 其实单凭费介一人就没有谁能尽得了他身 范贤这句话呀 只是对于费介的不舍罢了 在叶刘云答应后范贤才缓缓地直起了身 哇 要走了 费介在范贤的肩膀上拍了拍 他也知道这一去 他是再也见不到这位徒弟了 只是却又不能不离开 在费介登上船后 叶刘云对着山上一处草炉方向微微鞠躬 范贤也知道 那个人去了 紧接着一个浪打来 小船便也缓缓地离开了岸边 向着远处的大船行驶而去 此时范贤再次对着小船的方向深深鞠躬 江海济鱼生 他范贤有什么时候才能往自由的江海中去呢 我们下期再聊 在庆余年的故事中 大宗师四孤健年轻的时候 被世人称作傻子 因为他整天无所事事 只会在树下玩蚂蚁 直到遇到叶青梅 他才逐渐地走上了剑圣之路 而在他死后 为了报答这份恩情 不仅将十二位九品徒弟交给范贤 还给了他这天下间最大的财富 太平钱庄 化解上回 在夜流云和飞界走了之后 范贤一个人在海边坐了很久 望着那一望无际的大海发呆 不断地感受体内真气的变化 很快范贤就触及到了以往 没有人思考过想过达到过的一个门 这扇门后面有什么 谁也不知道 感受着体内真气突然间的变化 范贤似乎心念感应到机缘 只是到头来还是一片的茫然 许久之后范贤才起身走到了剑炉门口 此时所有的剑炉弟子都对范贤怒目相视 毕竟思古剑是死在庆国皇帝和庆国大宗师 叶刘云的夹击之下 范贤此时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仇恨的替代品 不过范贤还来不及思考 如何缓解和剑炉弟子的情绪 便直接推门而入 看到了剑坑旁边的平地上燃起的熊熊烈火 他很干脆的走上了前去 在火中撒下了一些东西 瞬间火苗的颜色就进行了改变 火里面大宗师的尸骸早已经看不见了 因为范贤的这个动作 让剑炉十三位弟子瞬间爆发了剑意 所有人都被范贤这个动作激怒了 就连王师三郎也不例外 而范贤感受着彻骨的剑意 不敢有任何的大动作 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九品的夹击 此时只能暂避锋芒 烟里有毒 我不想这些白烟杀死东一城一半的人 范贤缓缓地开口解释道 之前费界帮助思顾剑续命用的是剧毒 这种毒素被火苗一烧 随着白烟升起会逐渐地散发出来 虽然不像范贤说的那般可怕 但是仍要小心处理 听到范贤的话后 剑颅弟子并未回头 依旧跪在大火之前 不过都已经将自己的剑回归到剑翘 整整十三把剑 十二位九品高手 这无疑是很可怕的力量 范贤如果能握住这些剑 那该多好啊 只是真的能够如他所愿吗 在夜幕逐渐降临后 思顾剑的火化也彻底的结束了 云之兰此时进入了屋内 将一个包裹着的小翁 默然地递给了范贤 虽然不明白师尊的意思 但既然他要我给你 我便给你 范贤剑撞后 立刻正中的双手接过 瓮里所装的 正是四顾剑的骨灰 其实四顾剑呢 还是想让范贤带着他前往神庙 在范贤刚放好骨灰后 云之兰便在他的身前 缓缓地跪了下来 剑颅十二把剑 以失命交由阁下 此话一出 范贤眼中顿时放出了光彩 剑颅十三剑 四顾剑交给了他十二把 无疑是很大的一个助力了 虽然范贤不知道 四顾剑临终前布置了什么 怎样说服身为死硬派的云之兰 但现在看起来 结果无疑是很好的 只是这十二把 却让范贤有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十二把剑 若是云大家这剑心不在 我如何能控制这十二把剑呢 范贤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知道少掉的那一把 就是云之兰 无论四顾剑有什么样的要求 云之兰都不可能为范贤所用 假使自然准备了让小范大人放心的方法 云之兰淡默的说道 这句话说完后 云之兰便也转身离去 丝毫不给范贤任何交流感情的机会 不过在云之兰离去后 范贤便也想到了四顾剑的安排 他说需要云之兰来制衡自己 以云之兰在剑炉的微信 只要范贤日后行事 将东夷城利益损害太大 云之兰一声令向 范贤名义上拥有的十二把剑 转瞬间就只会剩下王十三郎一人 接下来剑炉的弟子们 就纷纷来到范贤的面前 轮流对他汇报工作 算是将一些杂事正式的解决完毕了 接下来就是处理剑圣大人的遗产了 在所有弟子向范贤汇报完毕杂事后 二师兄便挥了回手 让几位弟子抬进来一些箱子 这是剑炉可以动用的产业流水 师尊说你现在需要银子 我便给你抬来 还有一些账目 我想您一定感兴趣 就自作主张的搬来了 二师兄对着范贤笑了笑 轻爽的说道 辛苦你了 还不知道这些账目和什么有关呢 范贤听到银子和账目后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不知道东夷城还隐藏着 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和太平钱庄有关 二师兄平淡的回应了范贤 听到这句话后 范贤立刻起身盯着二师兄看了很久 最后自嘲的笑了起来 哈哈 没想到啊 原来天下最大钱庄的老板 竟然是一位隐藏在剑炉里的强者 这无疑是范贤来到剑炉 听到最为震惊的消息了 太平钱庄被誉为了天下第一钱庄 即便是庆国名家当初庞大的产业 也要依赖太平钱庄的流水支撑 在这个钱庄现世以来 他就是世上最大 信誉最好的钱庄 没有之一 即便是几十年的时间 也没有其他的钱庄能够威胁到他的地位 几年前范贤联合战斗的 以及范贤派去了户部老官们 打理出的招商钱庄 在太平钱庄的面前 依旧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小孩子 当初范贤也让检察院查过太平钱庄的背景 但也只是查到他发端于东夷城 范贤猜到了是有四顾剑的支撑 却从未想过 这本身就是剑炉的产业 主人就是这位剑炉的二师兄 此刻范贤终于知道了 四顾剑在自己身上压下了多少的筹码 给自己增添了多少的实力 不仅仅是十二把剑和东夷城的控制权 更为恐怖的 其实是刚刚送来的这几箱账目 在范贤震惊过后 便对着二师兄敬佩的行了一礼 啊 还被请教先是那名啊 范贤的这种尊敬 不是看他剑炉弟子九品强者的境界 而是作为太平钱庄主人的地位 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令人尊敬的 当然就是实力了 而手上掌握天下半数银钱的人 毫无疑问是值得尊敬的 李伯华执掌太平钱庄十六年 二师兄依旧温和的回应道 简简单单一句话 范贤就掌握住了这天下最大的钱庄 虽然太平钱庄放贷天下 持局有难的时候 外带可能收不回来 但银根始终在东夷城内 如果范贤能够将这力量集合在一起 足以影响很多的事情 即便是让天下大乱 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李伯华对于范贤动用银子 唯一的要求 就是让范贤有一个限额 不能将天下人的存银全部掏空 就这样 一个巨大的金盆 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险些将范贤砸懵啊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范贤才得以休闲一下 而此时 王师三郎也安静的走入了境世之中 看了范贤许久后 便用十分低沉的声音对他说道 从今日起 我天天跟着你 如果你悲心激意 我就会杀了你 杀不了 也要杀 王师三郎十分倔强的盯着范贤 虽然有点憨憨的样子 但范贤却笑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 十三郎说的是实在话 对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 这并不值得去笑 而范贤并不希望和王师三郎以命相搏 尤其是剑炉疯狂的报复 即便他们不能直接伤害到 有检察院保护的范贤 但是这成群的九品高手 却能够伤害到范贤在乎的那些 范贤不敢去赌 自然也就要维持东一城的利益 其实范贤在接受四顾剑留下的一切时 已经被迫的接受了协议 而这也是范贤比较厌烦的 有些事情 只是四顾剑要求范贤做的 并非他自愿 所以一些威胁的话呀 对于范贤来讲 并不是很在意 这一次来到东一城 范贤已经得到了太多太多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就是四顾剑出殡的事宜了 整个东一城都笼罩在了一片哭声之中 在剑卢外的大棚之中 云之兰开始宣告四顾剑的遗命 不出范贤的意料 在四顾剑临死的时候 还是宽恕了云之兰曾动过一心 让他接任城主 继续主持剑卢中的事物 但是接下来云之兰的一席话 却让范贤始料未及 范贤母亲东移 无亲受剑记 实为大才 命其主持开卢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不知道四顾剑这个遗命 究竟是什么意思 倒是范贤很直接的站起来 静静的看着云之兰和里里外外的上千人 四顾剑留下来的那句话 属实震惊到了范贤 让他此时十分的愤怒 因为四顾剑想要告诉天下人 范贤跟东一城的关系十分的近 他也是东一城的一份子 尤其是最后让范贤主持开卢 更是重中之重 剑卢存在数十年的时间 真正的开卢 只有收徒一世的时候 也不过二十年出头罢了 而每一次主持开卢的 都是四顾剑自己 所以凡是主持开卢的人 必是剑卢的主人 范贤这一次 是正式的让天下都知道了 东一城就是他的 那么接下来 范贤又该如何面对呢 话节上回 在范贤听到云芝兰念出的话后 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尤其是云芝兰对范贤 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什么 当然是请范贤上座了 此时整个葬礼上的人 目光都注视着范贤 让范贤处于了一种 很尴尬的境地中 范贤沉默思考了喜酒 一直在权衡这件事的利弊 尤其是猜测庆帝知道后 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一旁的云芝兰也不着急 略微带了一丝嘲讽地看着范贤 等待着他的回应 大约一注相的时间后 范贤才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微笑地对着云芝兰说道 没想到令氏死都死了 还是不肯放过我呀 云芝兰看着范贤的样子 似乎是听不到他言语中的尖锐 而是继续对着他说道 天色已经不早了 请大人接见 然后前去开炉 虽然听到了云芝兰这句话 但范贤却并没有行动起来 而是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后 便开口说道 开炉之后 剑炉的三代弟子便接听我指令 这句话反问了云芝兰一个问题 范贤所要的是剑炉实权 而不仅仅是虚名 这种不实际的东西 不错 云芝兰平淡地回应了范贤 那你呢 范贤看着云芝兰的眼睛 笑了起来 啊 我如今是东夷城城主 已经算是破炉而出了 不是剑炉的一员 大人是管不住我的 云芝兰叹息了一瞬后 回应了范贤 看来四孤剑还是不完全的放心他 所以将最棘手的云芝兰挑出了室外 其实相对于自己接人剑炉 范贤更害怕四孤剑让影子接人剑炉 因为这才是逼迫范贤 直接跟庆帝翻脸的选择 如今有了一些后路 这个剑炉接要比不接更合适一些了 很快范贤就主持了剑炉的开炉仪式 却并没有感觉到那神圣的对剑的信仰 因为范贤并不是一个剑痴 一应势毙后范贤回到了南庆使团中 准备之后回京的事宜 东夷成这些事情 他还是要回去跟庆帝周旋一下 才能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剑炉主人的身份 虽然不会让庆帝立刻减少对他的信任 但范贤这些年中做的最多的 就是在这份信任中挖肉吃 如果哪一天肉都被吃完了 也就是他大祸临头的时候 而范贤此时的选择 也只能是尽人士听天命罢了 如果阻止不了血流成河的战争到来 改变不了历史的变化 那就离开这个世界 过自己的小日子去 接下来的几天 范贤不断的镇压东夷城紫民的反抗 即便现在东夷城已经归属南庆 但是紫民心中的愤怒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会消除下去的 收服一块江土 并不是在纸上千个字就能完成 更是要收服江土上人们的心 这或许需要几年 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 范贤并不着急 慢慢的征服 也是一种态度 今日范贤前往了关道之上 他要迎接一个军队 一个能够彻底镇压东夷城的军队 很快地面逐渐的颤抖了起来 就连站在范贤身边的云之蓝的身体 也渐渐颤抖了起来 此时东夷城的那些人 脸色非常难看 因为他们看到了在关道的尽头 一个骑兵出现在了视线之中 紧接着就是两个 三个 百个 千个 密密麻麻的骑兵 向着东夷城的方向压了过来 庆军来了 黑压压的骑兵 代表着庆国强大的军令 也代表着征服 这一刻 东夷城也彻彻底底成为了庆国的所有 万名骑兵踏陈而至 硬生生地下断了 东夷城大部分人的反抗之心 领军的大皇子带着一万双冷酷的目光 注视着东夷城前来迎接的人们 接下来大皇子便宣读了庆帝的圣旨 许说了庆帝对东夷城紫民的问候 以及关于一统天下 被黎明百姓的重要性 可谓是自自诚恳 最后还认可了云之兰东夷城城主的任命 让他择时入京 接受正式的册封 待圣旨宣读完毕后 范贤就让王十三郎负责大军进驻的仪式 然后就跟大皇子会面 双方互相拍了一些彩虹癖后 便正式交代了接下来的事宜 我先回京 然后你在这里替我三个月 范贤和大皇子说道 虽然庆帝在给范贤的信中语气很温和 还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称赞意味 但范贤却依旧放心不下 大宗师的心里不能以常人推断 范贤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 而大皇子也告诉了范贤 关于剑炉的事情 庆帝虽然没有明说 但显然他对此举不悦 至少范贤要回去树职才行 在将其他事情决定好了以后 范贤便转了风口 问到了陈平平 大皇子也告诉了范贤 陈平平已经准备离开京都 前些日子已经入宫辞关了 得到这个回答后 范贤心中的其中一块石头 也终于落地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范贤也抽空询问了 王师三郎对霸道功法的看法 而王师三郎则是用十分霸道的一剑 回应了范贤 王师三郎尝试练了霸道真气 连第一关都没渡过 却体会到了这种功法的味道 这一剑也让范贤感受到了 另外一种境界 贪多嚼不烂 范贤此时身上 集齐了四大宗师的绝学 但是在王师三郎刚刚那一剑上 却必须暂退 似乎自己学得太杂了些 无法真正感悟到 这些功法核心的诀窍 也许回归本质 范贤才能逐渐接触到 那个门槛吧 会的东西太多呀 对范贤来讲也不是什么好事 庆军来到第三日时 范贤就随着检察院的车队 离开了东夷城 而此时京都之中 陈平平也终于踏上了归老的旅途 这一次陈平平靠老还乡 有着很荣耀的一等功勋 还有无数的赏赐 让其他的官员十分的羡慕 但是陈平平的车队呀 却显得十分孤独 在抵达达州的时候 陈平平的目光 突然锁定在了一个雪人的身上 此人正是从那大东山逃走的高达 本来已经隐姓埋名三年的高达 早已成为了街上面摊子的老板 还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一切都十分的安静祥和 但是却遇到了牙役 调戏他的娘子 愤怒之下 高达仅用一双筷子就将那位牙役击杀 而结果就是被牙役们不断的追杀 作为八品高手的高达 根本不惧那些寻常牙役 抢过一把刀后 就瞬间将这些人全部击杀 接下来就带着妻子和孩子 准备离开达州 当还未走出城门 牙役们就将城门关闭 所有的衙门官员都开始四处寻找高达 并且很早之前贺宗伟撒出去的内信 也很快就分析出了高达虎卫的身份 最后的结果 就是高达为了活下去 只能够跟那些人一死相拼 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已经筋疲力尽了 本以为这就是他最后的死期 但高达怎么也没想到 会遇到这个老人家 在陈平平看到高达后 就立刻命检察院官员上前接应 跟在高达身边的 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没想到你小子居然娶老婆了 本来高达打算勤住此人为人质 突然听到这句笑话后 才抬头看向了这个陌生人 看到他身上穿着检察院的衣服后 才心里一松 摔倒在了那人怀里 很快此人就将高达一家 安排上了马车中 然后浩浩荡荡的向着前方继续走去 那些追捕高达的官员们 看到陈平平的车队后 便也都纷纷避让 那些追捕的人中有内庭高手 可谓是身负皇命 就算车队是检察院的队伍 他们也可以上前搜查 只是忌惮陈平平和范贤二人 才没有立刻行动 不过检察院却并未给内庭人 任何的好脸色 直接挥手让他们让开 看到对方态度不好 内庭的人也不再客气 立刻下令搜索车队 但他们的人刚动起来 就直接被检察院六处的人 给控制住了 就在双方准备强拼的时候 一辆纯黑色的轮椅 从马车上被抬了下来 众人也看到了轮椅上的那位老伯子 怎么停了这么久啊 看来不当这个院长 说话就是没有那小子管用了 陈平平语气十分的温和 但却让那些内庭高手 像见了鬼一样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位老大人为何会突然出现呢 也意识到了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 小贩大人虽然不在车队 但是陈平平却更是代表了 检察院的权威 即便是现在已经下台 就这样简简单单 陈平平从内庭人手中救下了高达 那么接下来 陈平平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我们明天再聊 庆帝下定决心对付陈平平 君臣之阵一触即发 话节上回 在陈平平救下高达四日前 贺宗伟就派人前往宫中送信 将高达的事情如实禀报了庆帝 行不得人应该已经到达了达州 找时间去把这事情处理了 让那个高达活了这么久 朕也算给足了反显面子 庆帝冷漠地吩咐道 是 老院长三日便会路过达州 请陛下胜断 姚公公应了一声后 突然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唉 龙镇在想想 庆帝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疲惫 如何处理陈平平 他始终都没想好 不过虽然庆帝没下决断 却已经让禁军护卫调动了守备师和疏密院 针对着检察院 并且已经派人带着京都守备师南下 统领正式是非 而就在庆帝等待的过程中 他已经将面前的几份宗卷全部看完 一份是京都叛乱期间三皇子遇刺的事情 一份是庆庙刺杀的事情 尤其涉及到了东夷城中影子和四顾剑的纠纷 第三份是 范贤暗中将受伤后的影子送往江南 第四份是在范贤从北极接清回京的时候 检察院所产生的异样 后面还有第五份 第六份 老三 老二 前程 于锐 庆帝脸色有些发白的念出了这些名字 每念到一个名字 就拿起了一个卷宗 放在了一旁 一连拿出了四份宗卷 然后将卷宗拿起后 手指微微用力捏了一下 放在一旁叹息了一声 哎 真是范贤 紧接着庆帝缓缓抬起了头 之前眼中的迷茫之意早已消散 留下的只是淡淡的悲哀 和自嘲的冷笑 哈哈哈哈 朕最重心的臣子 曾试图杀死朕所有的儿子 或者说逼迫着朕杀死了这些儿子 哈哈哈哈 最令朕意外的是 这条老狗连饭嫌都不放过 把那条老狗带回来 朕要问问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着庆帝冷漠的语气 姚公公也不敢多话 深深鞠了一躬 便准备下去安排 此时姚公公的腿都被吓软了 因为他感受到了庆帝话中 充满了无可阻挡的杀意 就在姚公公临走出御书房的时候 庆帝突然又开口吩咐道 传话给颜冰云 就说朕在看着他 再传话给史妃 朕要活的 如果那条老狗死了 他也不用回着来见我 说完这些话后 庆帝一掌拍在了面前的暗戟之上 暗戟瞬间化为了无数的木粉 漫天飞舞 充满了整个御书房 而庆帝的这些吩咐下去 一直在检察院处理事务的颜冰云 才刚刚接到了守卫师和进军异动的消息 他无法分辨出异动究竟是为了什么 只能够尽快将情报整理出来 一份送去御书房 一份给回京路上的范贤送去 此时京都检察院 已经被庆帝封锁了大部分的消息 颜冰云能够获得这些消息属实不易 但也已经晚了太多时间了 两日之后 已经到达了达州外围山间的史妃 刚刚接到了书密院发过去的特辑密报 看完密信之后 史妃将这封信递给了身旁的亲信 哼 收好这封信 明日你不准现身 如果我死了 就将这封信交给小范大人 史妃冷笑了一声后 并注视着前方不远处的达州城的动静 然后立刻下令 向达州方向逼近 其实史妃是害怕自己失败身亡 更害怕一旦自己死后 陛下为了安抚范贤的情绪 将杀害陈平平的罪名 栽葬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才会留着那封信 准备交给范贤 至少能够让自己有个清白的名声 也可以让范贤知道真相 而史妃怎么也想不到 陈平平会直接束手就擒 在黑夜之中 京都守备师的火把包围了达州 而在城内的陈平平 正注视着面前的高达一家人 在高达清醒过来后 并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感 而是手指微微一动 眼中闪过了一丝猙獰之色 向着自己的太阳穴就敲了下去 因为他知道 陈平平如果看在范贤的面上保住自己 贺宗伟就会借着此时将范贤拖下水 甚至还可能连累到陈平平 所以高达便选择一死了之 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因为自己而害了范贤和陈平平 在高达自尽的那一刻 陈平平没有丝毫的反应 只是眼中闪过了一丝欣赏 而守在高达身边的检察院官员 很轻松的就阻止了他自尽的念头 呦喂 好不容易多活了三年 都有老婆孩子的人了 何必这么着急死啊 这个声音对于高达来讲很熟悉 让他不由得看向了此人 却没想到看到了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不过高达通过此人眼中充满熟悉的戏虐之色 马上就猜出了他的身份 他就是范贤的另一大亲信 王启年 原来你也还活着 高达声音微微颤抖的说道 谁不想活呀 院长在这里 你的死活轮不到你做主 王启年微微一笑 拍了拍高达的手说道 让高达养伤吧 陈平平微微说出了这句话后 便闭上了双眼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其实只要陈平平不想回京都面对庆帝 那么谁也不能够逼他回去 但陈平平十分了解庆帝 两人之间还有事情没解决 陈平平自然也不能就这样回去养老 不多时 京都的旨意就到达了陈平平等人的面前 这道旨意跟建察院和陈平平无关 只是针对了罪犯高达 但陈平平却知道 此事因高达而起 却和高达无关 只是他和庆帝之间的周旋罢了 准备 在宣旨的人进入达州不久后 石飞便也准备攻入城中捉拿陈平平 一瞬间数千铁骑奔腾而入 很快就出现在了陈平平面前不远处 看到率军而来的史飞 陈平平冷冷的笑了一下 待史飞到达陈平平前方不远处 就下令让全军待命 区区这三千六百人就想把我抓回去 史将军 你是不是太瞧不起我了 陈平平看着面前速杀的军队 嘴角微微的笑了起来 而此时黑暗中有不少影子在摇动 谁也不知道 检察院六处的刺客究竟有多少 这也让史飞不禁打起了寒颤 陈平平则是对史飞说完话后 依旧闭上了眼睛 安静的等待 虽然检察院带给史飞的压力太大 但他还是缓缓举起了右手 准备对着身后三千骑兵下令冲锋 后 随着史飞举起手 王启年也一声令下发出了号令 紧接着无数强弩从检察院马车中伸出 而先前隐藏在周边的那些影子们 此时都完全隐匿了踪迹 就在这一刻 史飞举起的手突然僵硬住了 始终不敢将其落下去 双方的对峙一直持续了三炷香的时间 直到史飞的手举不动后 他才大喝一声 收 随着这声令下 已经准备好冲锋的守备师们 只能收起武器 但检察院的弩剑却依旧对着众人 末将恳请老院长回京 史飞最终还是没敢出手 而是翻身下马 跪倒在陈平平身前恳求道 听到史飞的话后 陈平平缓缓睁开了眼睛 带着不屑和嘲讽 看向了他 好吧 我随你回京 此话一出 史飞终于松了口气 只是那检察院的人 却并不答应 院长 不能回京啊 王启年此时大怒的说道 他也猜得出陈平平回京后会如何 不过陈平平并未回应王启年 而是看着不远处的史飞 先前你为什么不冲过来 看来你也知道 仅凭着三心骑兵 你不可能控制住这里的一切 能够控制这一切的 只有我 所以我现在要随你走 你就必须带我走 陈平平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然后直接弹起了自己的条件 他跟史飞回京都的交换 就是将自己身边检察院的人 以及高达一家全部放走 其实这也是陈平平之前的一步棋 除了高达一家人士意外 其余的所有人 都是陈平平想要保护的 他将这些人都集中到了达州这里 很轻松的掌控了场间的局势 逼迫史飞做出这个决定 而此刻史飞 也想起了庆帝的秘址 那就是除了陈平平之外 一个不留 史飞此时一直在做一个抉择 究竟是选择陈平平给出的道路抗旨 还是真的和检察院的人 拼个你死我活 看来 庆帝是让你一个不留啊 陈平平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 看着史飞 然后轻轻的挥了挥手 在陈平平动作结束后 京都手背尸身后不远处 就出现了成群的马蹄声 随着马蹄声缓缓逼近 史飞也意识到 这是检察院的黑旗 陈平平已经帮助他做出了选择 硬拼他是没有一点胜算的 所以只能带陈平平一人回京 末将 但手背尸 谢过老院长 不杀之恩 史飞最后还是妥协了 只要陈平平不走不抵抗 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回吧 陈平平声音很轻的说出了这两个字 然后就登上了检察院的马车 在陈平平登上马车的同时 检察院这边 无奈而悲哀的平静了下来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陈平平这次回京 是再也出不来了 那么陈平平跟庆帝之间 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明天再聊 陈平平留下四千黑旗给范贤 自己独自跟庆帝翻旧账 化解上回 在京哥看到陈平平登上马车后 他便打算直接率领黑旗冲上去 但却被一旁的另一位官员拦了下来 因为陈平平明确吩咐过 让他将四千黑旗带给范贤 所以京哥只能无奈地收对 这是陈平平生前留给范贤 最后的几样礼物之一 老毛深算的陈平平 不愿意让检察院的任何人受到伤害 他想保护这些人 给范贤保留下一些的实力 在目前看来 陈平平是做到了 这些力量是陈平平留给范贤 跟庆帝谈判的筹码 院长回京 只是求死 王启年看着身旁的高达 南南说了一句 他明知道陈平平的结局 却无法阻止 不仅仅是他 所有人都无法阻止陈平平 并且陈平平还安排了一个人 专门跟着王启年 防止王启年去通报范贤 而此人 就是跟王启年并称为 检察院双翼的棕锥 院长连走前对你有严命 严谨你通知小范大人 棕锥很认真地对王启年说道 不过王启年却依旧打算去通知范贤 他知道棕锥在轻功方面 跟他不分高下 所以便用刀柄 点在了棕锥的腰上 然后一记手刀 砸在了后颈之上 就这样王启年让棕锥暂时昏迷了 然后将他扶上了马车 而就在王启年准备动身的时候 高达睁开了双眼 困难地对他说道 走吧 王启年看到高达后 缓缓点了点头 然后立刻飞身出去 消失了身影 数日之后 使妃带着守备师和陈平平赶回了京都 3600位铁骑 所有人都拱围着那辆黑色的马车 又是在京都前进许久之后 陈平平才到达了皇宫 请院长随奴才 入宫见驾 姚公公早已等在了宫门外 为的就是接陈平平入宫 面见庆帝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次两人必定翻脸 但他们却只能选择 默默地看着 在马车到达宫门外后 陈平平撩开了帘子 看了一眼这熟悉又陌生的皇宫 然后便笑了笑 让人将他从马车上抱下来 由姚公公将轮椅推了间间 此时庆帝在御书房中 虽然已经不像是前几日那么的愤怒 不过此时 庆帝越是愤怒 就表现得越平静 一股寒意 笼罩在了御书房中 很快轮椅的声音就传入了他的耳中 让庆帝的目光变得更为复杂起来 在御书房的门缓缓打开后 几位小太监 小心翼翼的 将那辆黑色的轮椅抬了进来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将御书房的房门紧闭了起来 庆帝在看到陈平平后 静静的盯着轮椅上面的这个老家伙 也不知看了多久的时间 才缓缓的开口说道 贺宗伟暗中调查高达 想对付范贤 朕早就知道了这些事 庆帝说出了一些没边油的话 静静的等待陈平平的反应 茶还是喝热的好 陈平平并没有回应庆帝 而是喝了一口早已准备好的茶水 缓缓说道 哈哈哈哈 人走茶就凉了 庆帝用手捏着自己冰冷的茶杯 喝了一口 然后对着陈平平笑了起来 此时陈平平同样是大笑起来 君臣二人笑了许久之后 庆帝才突然转换了语气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要杀朕 还是想要杀朕的儿子 那陛下 您若没有懂杀意 奴才 怎么可能逼您去做这些事情呢 陈平平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深 他和庆帝之间的交锋 也正式的开始了 朕最愤怒的并不是你想杀朕 也不是你想杀死朕的所有儿子 朕最愤怒的是 你既然已经离开了京都 为什么还要回来啊 庆帝此时已经冷静了下来 从之前那种愤怒中摆脱了出来 啊 哪怕是到了此等京帝 朕依然给你留了一条活路 只要你愿意走 朕不留你 但是你 为什么还要回来 为什么非要逼朕亲手杀了你 庆帝的目光死死盯着陈平平 他并没有说谎 如果陈平平真不想回京都 使非带去的那些人死了也就死了 他不想跟这位多年的老友 弄到真正撕破脸皮的庆帝 但陈平平并没有回应庆帝 而是双眼如刀一样的盯着他 许久之后 才一字一句的问道 当年的你 可曾给过他一条活路 我回京 就是要问陛下一句话 你为什么要杀他 陈平平终归还是揭开了很久远的那件事情 他想听一个原因 一个解释 所以便回到了京都之中 冷漠的看着自己伺候了数十年的主子 想要从他的嘴里 听到当年事情的真相 人之将死 所执着的 是最不可解的那些谜团 听到陈平平的话后 庆帝奇怪的笑了起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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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 居然 是因为这些 因为这些 他看着陈平平 就像是看着一个怪物一样 许久之后才叹息道 现在庆帝才明白 这一条自幼跟随自己的老黑狗 为什么会背叛自己 为什么会不惜一死 也要回京来质问自己 无论他如何去想 也想不到陈平平竟然会因为一个死去多年的女子 而生起了强烈的复仇欲望 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上 为了他 你竟然背叛朕 庆帝此时心中发出了一种很惆怅和悲哀的感情 两人之间反目 是因为一个女人 这也算是庆帝眼中最大的笑话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我这一生再未见过像他那样的女子 不 应该是再也未见过像他那样的人 他帮助了你 打救了我 挽救了庆国和美好的天下 而你却杀了他 陈平平叹息了一声后 平静的说道 庆帝听着陈平平的话 又沉默了下见 手掌不断的摩擦膝盖 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因为当年除了参与刺杀的人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我没有杀他 庆帝在这种时刻 依旧不打算承认叶青梅的死 跟自己有关系 陈平平冷笑了几声 随后就将当年所有的细节 一一当面给庆帝过了一遍 所有的谜团都全部的解开了 最终直接指向了庆帝 就连五竹被神庙使者拖住的事情 陈平平都说了出来 听完陈平平分析所有一切后 庆帝突然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你这老狗 一生都在想着害人 想要清楚这件事并不难 朕只是从来没有想到 你会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啊 然而朕没有杀他 庆帝此时加重了自己的语气 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杀了叶青梅 哈哈哈哈 是的 你没有杀他 当然不会杀死帮助老李家 坐上龙椅的大恩人 你当然不会杀死自己心中最爱慕的女人 你当然不会杀死自己儿子的亲生母亲 血是很难洗干净的 你当然不会让血流到自己的手上 陈平平此时近乎一种癫狂的状态 眼睛直直的盯着庆帝 就像是要用目光将庆帝扒层皮一样 可是你改变不了事实 陈平平说出最后一句话后 手不由自主的按住了轮椅上的把手 没错 是真杀了他 那又如何 许久之后 庆帝缓缓的开口 说出了这句话 身上的寒意也奔涌而出 不断的席卷着陈平平 在庆帝承认伤害叶青梅后 陈平平一瞬间沉默了下来 那又如何 陈平平此时真感觉到了 庆帝的内心如同千年寒冰 朕承认了 但是又如何呢 是什么促使你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决定 你是个阉人 难道也会喜欢女人 庆帝带着嘲讽的口吻说道 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 老奴临死前 能听到陛下亲口承认 算是死得安心一些了 陈平平已经懒得在跟面前的庆帝对话 缓缓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就那么一瞬间陈平平突然又睁开了眼睛 伴随着一声巨响 整个御书房内狂风大作 两道夹杂着强大威力的火药 铁砂和钢柱的狂暴气流 猛然轰向了庆帝的身体 这是当年野青梅 在他轮椅上装的两把现弹枪 陈平平之前从未用过 却在此时准备轰杀他多年的主子 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的动作 陈平平就是要让庆帝死在他的面前 这样他才能够去下面见小姐 庆帝是大宗师 这世上没有什么人能够伤到他 但这并不代表没有物品能够伤到他 庆帝终归不是神 依旧有着凡人的肉身 这两枪很精准地击中了庆帝 待烟雾和灰烬散去后 庆帝的龙袍上多出了很多细微的撕裂的洞 洞口处有着一些焦糊的感觉 但是庆帝却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就连手中蹲着的茶杯也丝毫未动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刹那之间 本以为成功得手的陈平平 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庆帝的状态 就看到一个茶杯瞬间飞到了他的面前 庆帝开始对这条老狗反击了 那么陈平平会被庆帝所杀吗 我们明天再聊 庆帝下令凌迟出死陈平平 严冰云着手控制检察院 化阶上回 在陈平平用两把现弹枪击中庆帝后 还没来得及反应 自己就被茶杯狠狠地击中了胸口 茶杯也瞬间化为了无数的粉末 像无数根毛针一样 扎入了陈平平的身躯之中 让陈平平疼痛难忍 紧接着一口血 就从陈平平口中喷出 庆帝也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将霸道真气全部散开 刹那间就控制住了陈平平内体的三经六脉 控制住了陈平平每一根肌肉的运行 让他不能言语也无法结果了自己的生命 更为可怕的是 霸道真气迅速在陈平平的筋脉中游走 将陈平平早已服下的剧毒 魂魂逼了出去 然后一只无形的巨手 将他从轮椅上提了起来 悬浮在半空之中 庆帝此时眼神十分的冷漠 还充斥着一丝狂怒的血红之色 而陈平平的眼眸 只是冷漠地看着庆帝 没有丝毫的畏惧 只带有一丝惋惜和一丝不懈 那两枪让庆帝遭受了重伤 钢珠也停留在了他的体内 但庆帝终究是没有死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腹处的伤口 眉宇之间不由得颤动了一下 今生今世 还没有人让他离死亡这么近 朕不让你死就不能死 庆帝盯着陈平平的眼睛 闪过了一抹让人寒颤的怨毒 手也扼住了陈平平的脖子 主仆二人就呈现出了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 因为御书房中的动静实在太大 夜众等人立刻冲入了御书房 对众人看到了浑身是血的清蒂 饿着浑身是血的陈平平后 内心之中也不由得十分的震惊 就在众人看到这么震惊的期间 先给兄弟们推荐好玩的 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话 试试左下角这个 带你体验日式女友的风情 韩式女友的魅力 东方女友的含蓄 西方女友的热情 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 百款女友任你挑 玩的时候小声点 左下角入口现实开放 赶紧点击试试吧 见到众人来到后 庆帝撤才松开了陈平平 然后用一种极其怨恨的声音说道 押往监察院大牢 明日将这逆贼凌迟处死 若是在三万六千兜之前 让这老狗死了 你们和太医院的废物 就都给他陪葬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 因为庆国开国以来 从未有大臣被凌迟处死 陈平平是如今的毒瘾 庆帝在宣布了陈平平的处置后 便也突然感觉到胸腹火辣辣的疼痛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受过伤了 这一次也是他晋级大宗师后 第一次受到重伤 所以身体不由自主的摇晃了一下 陛下御刺 快传太医 贺宗伟此时直接大声惊呼了起来 让叶仲等人感到十分的不满 他这是要让陛下御刺的消息人尽皆知吗 很快太医院的太医们就赶到了御书房 经过一场混乱的繁忙后 太医们成功将庆帝身上的一些铁蟹清除 但还有一些冲入了脏腹之中 虽然庆帝麦希浑厚有力 凭借真气抵挡并无大碍 体内的铁蟹暂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谁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目前太医院的医术 根本无法动手将脏腹的铁蟹取出 唯一有这个实力的 就是正在回京路途上的范贤了 小范大人一时回不来 还有别的法子吗 叶仲此时还没从震惊中走出 扮上后才缓缓问了太医一句 范家小姐 他石城青山 又由小范大人亲手教导 太医话还没说完 叶仲立刻让人带范弱弱进宫 现在稳住庆帝的伤势 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庆帝若是出事 庆国的根基也会动摇 但叶仲更为担心的一点是 范贤若是发现了 陈平并被陛下凌迟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叶仲不敢去想 因为这一老一少的父子 都不是正常人 在庆国开国以来 历任皇帝对于臣子 都保持着一种温和的态度 数十年的时间 庆律几经修订 已经废除了无数的酷刑 即便是对于叛逆之辈 往往也是斩首灭族罢了 哪怕是三年前京都谋逆的事情 最终被处于寡刑的 也只有十三门司统领一位 而建禅院的陈平平 地位要比十三门司统领 高上不止一个档次 而这凌迟之行 也更加残忍 但也足以看出 庆帝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才会用出无比屈辱 和残忍的处置方式 在圣旨下达后 严冰云也开始在检察院处理陈平平的事情 他之前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将检察院老资格的官员 全部知道了其他的地方 如果这些人不离开京都 那么事态恐怕会更难控制 准备接手 侵犯陈平平 严冰云对着屋内七位主办大人 艰难的说出了这句话 此时七人内心全都疯了 但脸色上依旧很平静 只是他们的眼神 似乎要将严冰云撕碎 检察院的八大处 除了六处的主办是临时负责人之外 五处京哥正带着四千黑棋绪接应范贤 剩下的所有主办全部在此 一处头目木铁 二处头目是之前那位老人 三处头目是范贤的师兄 七处八处的头目 全部都是当初王启年小组的成员 包括正在发号适令的四处头目严冰云 全部都是范贤的嫡系 同样也都是之前陈平平的嫡系 严大人 你想做什么 木铁第一个站起来 对着严冰云吼道 紧接着其余五人 也纷纷站了起来死死盯着严冰云 陈平平行刺陛下 明日凌迟处死 我愿奉旨接受此侵犯 你们想遭反吗 严冰云此时也没有一丝退让 一字一顿地对着面前六个人说道 他要让六人认清 庆国依旧是陛下的 唯坑圣旨就是造反啊 陈平平入宫的事情 整个建察院的人除了严冰云之外 没有一个人知道实情 所以他们都打算查清这件事的真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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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冰云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丝毫不留情面地说道 紧接着严冰云就迎接到了无数院独的目光 你们是庆国的臣子 莫非想造反不长 严冰云脸色微微泛白 看着院子里面的下属们冷冷地说道 此时一旁的贺宗伟突然向前凑了凑 低声对严冰云说道 最好当场杀了一阵人心 听到贺宗伟的话后 严冰云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我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堕画 就在严冰云刚刚压下众人的时候 担架上的陈平平 缓缓抬起了自己的手 没有任何的声响 只是轻轻摆了摆 看到这一幕后 所有监察院的官员们纷纷归了下去 用尽一切方法无法压制的监察院官员怒火 在陈平平的指示下 被迫臣服 而告终 此时严冰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他无耻到将监察院大部分实力调出 而且陈平平此刻还能动一动手掌 恐怕他今日就无法活着从院子中走出了 而接下来就是静静等待明天的楚行 此刻严冰云也只是希望 范贤能够回来的晚一些 至少等到楚行结束后再回来 他不想让范贤看到那残忍的一幕 那么范贤究竟能否赶回 救下陈平平呢 陈平平遭受凌迟之刑 范贤携五百黑旗 全力赶回京都营救 化阶上回 在建察院的事情了结后 宫中就派人前往了范府 将庆帝和陈平平的事情大致说明了一下 请范若若进宫去给庆帝医治 因为这件事情太过于害人 林婉儿等人都直接被震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范若若便接纸入宫 帮庆帝治伤 林婉儿则是作为当家主母 立刻安排孩子们和柳思思等人外出避难 因为他太知道自己丈夫和陈平平的关系了 一旦范贤知道陈平平生死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但林婉儿还是决定派人禀报范贤 这种突发事件 越早知道对范贤越好 待林婉儿安排好家中的众人后 便也入宫打算查探一下消息 正好在宫中走廊 撞见了刚刚探望完庆帝的静王爷 便向他询问了庆帝的状况 哈哈 祸害祸千年 哪那么容易死 再说若若已经进去了半个时辰了 静王爷打着哈哈 回应了林婉儿一句 险些没将他吓死 毕竟这句话已经是大逆不道了 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林婉儿也看到了不远处大皇子和母亲宁才人 今日的宁才人属实有些奇怪 因为他直至今日依然没有忘记陈平平 因为在静王爷这里得到了确切消息 林婉儿也就不选择入宫面见庆帝了 剩下的一切交给自己的妹妹就好 而范若若此时 也正在给庆帝清理残余的铁血 手起刀路已经有七颗钢珠被取出了 还有几粒很深 可能会很痛 陛下需不需要用些麻药 范若若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对床上的庆帝说道 从手术开始到现在 庆帝一直未用麻药 任由范若若手中的刀在他身上割裂 继续 庆帝缓缓睁开了眼睛 很平淡的对范若若说道 似乎做手术的并不是他自己一样 整个御书房也仅剩下了刀和骨头摩擦的声音 在庆帝遇刺后的一夜时间 整个京都无人入眠 陈萍萍被关在了监察院最下层的牢中 由贺宗伟指派的人专门看守 所有人都在等 等待明日处决陈萍萍的时辰 这一夜可谓是相当漫长 但终归是迎来了日出 一夜的紧张 到最后竟然都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那些负责看守的禁军们也疲惫到了极点 在贺宗伟的命令下 陈萍萍被抬出了天牢 迈向了死亡的道路 今日的天气并不是很好 太阳刚升上去不久 乌云就密布了起来 整个京都也显得十分压抑 无数的百姓们听到陈萍萍要被处刑 也纷纷涌入了大殿前的广场中 带着各种复杂的情绪 等待着那一幕发声 很快球车就达到了广场 陈萍萍也被抬了出来 等到陈萍萍被抬上了处刑台后 小太监便开始宣读旨意 整个广场之中除了小太监的声音之外 没有任何一丝的声响 如同死意般的寂静 等到小太监宣读完毕后 姚公公缓缓走上了处刑台 拿出了一个小瓶子 在太医的帮助下 给陈萍萍喂下了一颗药丸 然后又将瓶子里的汤汁 给陈萍萍服下 千年老身 浪费了 陈萍萍从昏迷之中 悠悠的醒了过来 望着身旁的姚公公缓缓缓的说道 而姚公公也只是叹息了一声 轻轻拍了拍陈萍萍的肩膀 便退了下去 接下来 陈萍萍就被抬起 绑到了木架之上 等待着刑法的开始 在陈萍萍刚被绑好 天空之中的雨 也就随之落下 接下来贺宗伟一声令下 让人扒下了陈萍萍的裤子 这一下 整个广场瞬间沸腾了起来 谁也没想到 那位以黑暗之名 传于天下的检察院老院长 陈萍萍 竟然是个阉人 一时间万双目光带着不同的情绪 整个检察院也蒙上了一种耻辱之感 其实贺宗伟胆敢这么做 本身就是凌迟之行的特殊之处 毕竟要生寡犯人的腿肉 自然是需要退去医务 另外一点 就是庆帝有着旨意 他要让整个天下的人知道 这个胆敢背叛自己的大人物 在他的眼中 只是一个奴才 一条狗罢了 庆帝想如何羞辱他 便如何羞辱他 要将陈萍萍和建察院的尊严踩在脚下 踩在万众的目光之下 此刻 阎兵云也突然明白了什么 带着很复杂的目光 看向了陈萍萍 但这位老人 却十分的安详 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印记 被天下人尽知 等待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后 庆帝也缓缓登上了皇城 还带着强行绑来的三皇子 在登上皇城后 庆帝就让人将刚刚拟定的圣旨 交给了姚公公 这是他刚刚写完的 关于陈萍萍的十三大罪状 让姚公公将这些罪状一一宣布 等到念完后 庆帝才缓缓点了点头 看向了一旁一直在颤抖的三皇子 醒醒 许久之后 三皇子才用非常颤抖的声音 向下方喊道 这声喊叫 差点将三皇子逼得哭了出来 因为他知道 庆帝为何要让他来这里喊一声 很快行刑就正式的开始 鱼网紧紧地覆盖在了陈萍萍的身躯 用网眼突出了躯干上的皮肤 一把锋利的特制小刀 缓缓落了下去 将突出的肉 与陈萍萍的身体分离 一刀接着一刀 筷子手的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但陈萍萍却紧闭着双眼 似乎在享受着飞人的待遇 你的手法有些差呀 这是陈萍萍至今说出的第一句话 险些没将筷子手的刀下落 在雨中被千刀万剐的陈萍萍 依旧是呈现出了超脱的硬 在陈萍萍行刑的过程中 范贤也在回京的路上感应到了一些事情 朝中有些势力想要阻拦他回到京都 这也让范贤警惕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京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直觉告诉了他 一定跟陈萍萍和庆帝有关 所以他也立刻下令 沿途不要跟任何人拖延 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京都之中 就在范贤车队已急速前进的时候 路上突然窜出了一个 衣衫破落不堪的检察院官员 带着令牌 立刻钻入了范贤的马车 跪在了范贤的面前 陈院长回京 生死不知 范贤看着眼前的此人 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老王头 此人正是范贤三年未见的 左膀右臂王启年 但还没等两人寒暄 范贤立刻问到了陈萍萍的情况 等到王启年汇报清楚后 范贤沉默了下来 时间非常的紧迫 范贤连忙在脑海中 过了一下整个事情 然后对着下属下令 让他们全部返回东夷城中 告诉大皇子 并且除非有他的亲笔书信 不然永远不要回来 下达了这个命令后 范贤并未管其他的人 直接调动体内的霸道真气 到巅峰的状态 将自己所在的马车车厢震散 然后身形化作了一道闪电 就飞了出去 这是范贤如今能发挥出来的 终极速度 很快范贤抢过了队伍中 最好的一匹马 然后给马投入了一颗药物 将马的状态也提升到了巅峰 一瞬间就脱离了大部队 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看到范贤离去后 王启年也终于体力耗尽 支撑不住 昏死在了车厢之中 这是一场与死神较量的赛跑 最后一棒终于交到了范贤的手 时间 范贤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短短一夜 范贤就赶回了庆国的国境 然后就看到了前来接应他的黑旗 范贤速度并未减少 跟他黑旗的洪流汇合在了一处 没有任何的命令和言语 范贤轻轻一跃 就舍弃了奔波一夜的战马 飘到了黑旗副统领为他准备的另一匹马上 然后一路穿越过州 范贤带着500黑旗 没命的狂奔 但依旧是跑了几天的时间 在秋雨之中京都外的地面突然颤抖了起来 一批黑体如云的骑兵呼啸而过 京都就近在眼前 范贤也已经疲惫到了最艰难的时刻 数日数夜不眠不休 只靠着清水支撑着身体的疲乏 为的就是要阻止京都发生的一切 开门 我是范贤 在离着正阳门大约五十丈的时候 范贤依旧没减少自己的速度 对着城门上的将领爆喝道 此时领将的官员们脸色也都白了起来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终归是发生了 范贤真的赶回京都了 庆国朝廷人人都知道 范贤远在国境之外 按理来讲 他是回不来的 但范贤偏偏是回来了 死守城门 功努守准备 正阳门的统领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 就算范贤回来了 今天也不能让他入京 而范贤也是看到了正阳门上方的动作 却依旧没有减速 带着自己身后的黑旗继续狂奔 黑旗也很冷静的 取出他们自身携带的禁弩 一瞬之间一箭就穿破了那位首领的喉咙 范贤轻轻一趟马背 就冲上了城门 临杀三人后 想过了一匹马 就向着皇宫奔去 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浪费时间 你要等我 范贤低声说了一句 那么他究竟能否救下陈萍萍呢 我们明天再见 陈萍萍死在范贤的怀中 范贤和庆帝彻底翻脸 话节上回 在陈萍萍受刑的时候 整个广场都十分的安静 除了下雨的声音 没有任何人说话 就连陈萍萍都没有因为剧痛哼上一声 但就在这时 一阵马蹄声传入了他家的耳朵 很快人们就看到了闪电般冲过来的黑旗 马上的人穿着一身破烂而肮脏的黑色官服 脸上杀意十足 在出现这一幕后 整个广场上观行的人们突然发生了骚动 一连串的惊呼声和惨叫声此起彼伏 但这一旗丝毫没有减速 直接向着密集的人群冲了进来 能躲开的人都已经躲开 躲不开的都被马匹撞飞 范贤马踏路人冷血异常 此时守护刑场的禁军 也纷纷竖起了长枪直指冲过来的范贤 范贤见状直接飞身而出 奔空之中一箭斩断了禁军的枪 一瞬间就掠到了法场的上空 此时的范贤 无论做出任何动作 眼睛一直都盯着法场上的小木台 看着那被绑在木架上血肉模糊的陈平平 看到了老院长的状态后 范贤的眼神也越发的冷漠 对着向他袭来的人没有丝毫的退让 狂吓一声 一掌向众人拍去 将身上的霸道真气再度运转了起来 又是一瞬间 上前阻止范贤的士兵们直接被击飞 这一掌范贤丝毫没有留情 正中士兵胸口直接炸裂 解决了这些人后 范贤的双脚也终于站在了小木台上 但他也是一口血吐了出来 这一掌让范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不过他依旧是不管不顾 只是正正的看着木架上的陈平平 即便是他紧赶慢赶 却还是回来晚了 范贤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让他继续活下去 此时范贤想要说些什么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切的时间 似乎都停止在了这里 在大雨中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那一老一哨上 进军和内庭的高手们 此时都将木台紧紧的围住 但没有人敢上前 他们都被范贤展现出的强悍杀意和不要命的手法压制 范贤也并不管周围的众人 十分艰难的走到了陈平平的身前 将陈平平的绳索挣脱 然后将他抱在了怀中 脱下了自己检察院的官服 盖在了陈平平的身上 感受到自身的不同后 陈平平缓慢的睁开了眼睛 看到范贤后 眼中闪过了纯真的光芒 我回来晚了 范贤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绝望 眼泪也不由自主的滑落了下来 就在范贤杀过来的同时 最先反应过来的就是贺宗伟 他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不起眼的动静 悄悄的离开了小木台的范围 将自己的身影躲在了官员和护卫的身后 颜冰云在范贤抱住陈平平后 才逐渐的反应了过来 同样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接近木台 准备处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意外 此时范贤依旧抱着陈平平没动 但手中却翻出了自己的黑色匕首 然后手腕微微用力 直接让匕首飞出去 斩下了筷子手的头颅 这一举动再度震惊了周身的众人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你若不肯回来 谁能让你回来呢 你帮我拖在通一城做什么呀 范贤用嘶哑的声音对陈平平说道 此时他的心中就像是有一把刀 在缓缓的撕裂着 而陈平平则是对着范贤 挤出了一个艰难的笑容 箱子 陈平平艰难的对着范贤 问出了一句话 是呛能隔着很远 杀人的火气 范贤此时也很难看的笑了笑 在陈平平的耳边轻声说道 这玩意儿我也有 陈平平此时 带着一种傲然的神情回应道 然后缓缓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能死在这个孩子的怀中 应该是最让他感到幸福的事情了吧 在感受到陈平平的死亡后 范贤依旧默然的抱着他 然后低下头 对他轻轻说了几句什么 然后突然爆发出了强烈的哭喊 将自己内心中所有的悲伤 全部释放了出来 自范贤重生以来二十多年 他从未哭过人 但是这一次 范贤如何也忍不住了 他的哭声在传入庆帝的耳中后 庆帝整个人的身体也颤抖了一下 藏在龙袍中的手 缓缓的握紧了 在陈平平死后 周围的人们开始缓缓的逼近 而范贤却像是感应不到台下的危险 依旧木人的坐在地上 抱着陈平平没有放下 紧接着范贤的身影晃动了一下 让四周的人们心头大惊 下意识的向后退了几步 但是范贤却只是起身 抱着陈平平走下木台 看都没有看周围人一眼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庆帝的命令 不过庆帝却只是脸色苍白的看着这一幕 其实对于范贤的举动 他并不奇怪 因为庆帝对范贤的欣赏 就建立在范贤是个重情重义之人的基础之上 最终庆帝也是默认了范贤的举动 只是带着冷漠的面容 离开了城头 庆帝的离开 也让这个世间 没有人再敢拦在范贤面前 所有人都下意识的给范贤让开了一条道路 在这大雨中 范贤抱着陈平平 缓慢的走了出去 这一次范贤千里奔袭回到京都 一路上和五百黑旗 违逆了无数条庆国律法和检察院院规 更是杀掉了很多的朝廷官员 和当着庆帝的面大闹罚场 依照理论的话是无法宽恕的 但庆帝并没有开口 谁也无法治范贤的罪 更没人敢去治范贤的罪 在庆帝离开后 胡大学士便立刻走下了城头 他看到贺宗伟已经进宫 而且在场的六部三院中 却没有看到检察院的人 不仅仅是检察院被里外配合控制住了 在皇宫里面也有人被控制住了 今天冒死觐见求情的宁才人和静王爷 以及帮助庆帝疗伤的范若若 都被软禁在了皇宫之中 所以胡大学士必须要告诉范贤 他需要注意的事情不能只有陈平平 此时范贤已经抱着陈平平登上了 检察院的马车 向着太平别院驶去 到了别院中 范贤就将陈平平抱入了其中 过了一会儿后 数百名疲惫不堪的黑旗也纷纷赶到 最后 颜冰云也赶了过来 但他刚要跟进去 就被范贤的亲信拦在了外边 而范贤则是一路抱着陈平平 走到了太平别院的密室中 这个密室是之前五竹带着他找到的 巴雷特的子弹就存放在这里 此时密室里只剩下了几把椅子和几口棺材 范贤将陈平平放在其中一个棺材中 将检察院的官服仔细地盖了上去 然后静静地看着沉睡的陈平平 开始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到陈平平的场景 取久之后 范贤没有多说什么 将棺木合上后 用大钉封死 然后继续坐在了一旁开始发呆 也不知道坐了多久 范贤才突然听到了一声异响 然后他才缓缓起身走出了密室 刚出密室 范贤就见到了颜冰云请见的禀报 此时范贤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却还是将颜冰云叫进来问清楚 他现在只想知道 自己这位亲信到底在做什么 从宫里开始有动静 那一天开始说 你应该从头到尾都在参与 我不想遗漏任何的细节 范贤冷冷地看着颜冰云 颜冰云沉默了一会儿后 便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搅带了出来 听完颜冰云的介绍后 范贤缓缓起身看向了他 那你这个时候跟着我做什么 是想要把那老脖子拖回去再割几刀 还是说非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呀 范贤的语气十分冰冷 眼前的这个人 很显然是在陈平平的事情上背叛了他 此时范贤却也强压着要杀掉颜冰云的怒气 因为他想要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 下官必须来见院长 我要保证您不会发疯 颜冰云在范贤面前不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此时他的脸上也出现了悲痛之色 听到颜冰云的话后 范贤冷笑了一声 外面到来的禁军和守备军们 就是为了镇压他的 此时颜冰云还在极力的劝说 让范贤不要站在庆帝的对立面 即便是他现在有这个实力 却依然不会是庆帝的对手 说完了吗 你要说服我 难道不是拿着陈平平给你留下的亲笔信 范贤疲惫的摇了摇头 他其实早已经知道了一切 但现在范贤却什么事情也不想去做了 听到范贤的话后 颜冰云本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会激怒范贤 却没想到对方在一开始就已经查探出了一切 而范贤也知道 为了不让建察院被庆帝抹除 颜冰云必须成为庆帝的第二条狗 这样才能将院子保存下来 忍辱负重的滋味也不会好受 范贤即便是对颜冰云有很大的怒气 却也知道他的难处 回家睡觉 范贤将所有的事情了解清楚后 微微丢下了一句话就起身离去 此时他的心中 已经彻底对庆帝喊心 那么范贤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范贤梦中见到神庙 踏上神庙的旅途准备开启 化解上回 在范贤准备离开的时候 颜冰云告诉了他 范若若和靖王爷被软禁的事情 不过范贤却并未回应颜冰云 只是拖着疲惫的步伐走了出去 看到太平别院外自己的手下 以及叶仲率领的守卫师后 面无表情地走到了叶仲身前 用很沙哑的声音对他说道 把人都撤了 我要我的人一个不伤 听到范贤的话后 叶仲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但是范贤却丝毫不在意 冷冷地放下了一句话 若是你和宫典也都死了 陛下他身边 还能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人呢 范贤说出这句话后 叶仲才微微收敛了一些 要是范贤真的想跑 或者想要杀人 他带来的这些兵根本就拦不住 甚至作为酒品高手的叶仲 也有可能死在范贤的手中 拼个你死我活是最下策的办法 小公也好自为之 叶仲丢下了一句话后 就让自己的人把路让开 现在放走范贤和检察院的人没什么 只要陛下后面追究起来 范贤他们依旧跑不了 毕竟黑旗们已经违背了庆律 范贤上了马车后 严冰云也跟了出来帮忙驾车 叶仲更是骑马跟了上去 两人依旧惧怕范贤突然发起风来 但好在范贤确实是回到了家中 这才让二人松了口气 我大概管不了这个院子多久了 不过那些老家伙们 你要保证他们能够活着 如果连他们都死了 你再如何维护这个破院子 也没有意义了 这是范贤留给严冰云的最后一句话 说完后 范贤就在柳思思的搀扶下 缓缓回到了范府之中 看了一下林婉儿等人的情况后 范贤便回到屋中 开始处理起了体内的情况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了一丝力气 很快就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在范贤做梦的同时 庆帝也在御书房中 跟范贤做了差不多的梦 但不同的是 庆帝是站在雪山之上 享受着山下雪原中 无数百姓们的崇拜和敬仰 不过庆帝的身边 却一个人都没有 在醒来后 庆帝心情十分烦躁 梦中那机器式的膜拜 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快意 有的只是无尽的冰冷罢了 在庆帝接过姚公公递来的毛巾 擦了擦脸后 就看向了一旁正在收拾 手术用品的范若若 这两天你也没怎么休息 待会儿去后宫歇了吧 许久后 庆帝对范若若温和的说道 而范若若也只是平静失礼 并没有说什么 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行动 受到了限制 虽然没有人名言 但他却知道 自己必须留在宫里 这也算是他对哥哥范贤的一种保护 不过就在范若若还没有退下去 姚公公就跟庆帝禀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内庭放在范府中的眼线 14人全部被杀 这个消息不仅让庆帝脸色阴沉了下来 一旁的范若若面色更是逐渐变白 此时的范府灯火通明 范贤浑身是血的从街上走到了自家门口 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了下来 将手中沾满鲜血的剑扔在了脚边后 便在早已准备好的热水中洗了两下 一连换了三盘热水 范贤才将手上的鲜血清洗干净 在那个梦中醒来后 范贤第一时间发动了反击 那些眼线他不得不杀 因为范贤清楚的知道 庆帝肯定是要消他的权 所以范贤必须要赶在建察院脱离自己控制之前 主动的有准备的 让那些属于自己的力量隐藏于黑暗之中 他不会冒险在有人跟踪的情况下去进行这项危险的工作 并且范贤这么做也是在挑战庆帝的权威 看看他下一步会如何去做 会不会将自己逼到绝境之中 在范贤睡觉的时候 他梦到了一望无际的雪原 雪原的尽头是一座极高的雪峰 直直的插入了云层之中 令人叹为观止 范贤在看到这一幕后 也微微眯着眼睛向着雪山望去 却被山壁上反射的光刺痛了双眼 紧接着范贤就向着雪山的方向走了许久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缓缓听到了一句话 我上次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夜晚 后来开天眼了 才变成了白天 范贤听到声音后扭头一看 便看到了一张很久不见的面孔 此人正是萧恩 神庙就在那座雪山上吗 范贤很直接的问了他一句 哎 是啊 那就是人间的圣地凡人不可触碰的地方 萧恩叹息了一声后 就化成了光碱碎片 缓缓落在了雪底之上 下一秒范贤就看到了苦河 神庙并不神圣 只是一座废庙而已 紧接着苦河也消失不见 四顾剑带着很咆哮的声音出现 我的骨灰呢 我的骨灰呢 还不等范贤回应 四顾剑就一剑对着他刺了过来 但就在剑刺到范贤身体的一刻 四顾剑也就随之消失 接下来 范贤就看到了一个黑点 正在缓慢的向着雪山上行去 看到这一幕后范贤大喜过望 对着黑点高声的喊了起来 五竹说 等等我 但是蒙着黑部的五竹 根本没有听到范贤的声音 下一秒四顾剑又再度出现 一剑就刺中了范贤 让范贤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痛苦 开始跪在了地上 哀好了起来 也就在这时 范贤醒了过来 浑身都被虚汗打湿 这个梦让范贤感受到了 这座雪山自己终归是要去爬的 其实现在的范府早已被搬空 除了林婉儿 最后一个离去的柳思思 也踏上了回淡州的路途 在京都之中范贤的亲人们 除了林婉儿和还在宫中的范若若 也没有值得她担心的了 解决完一切后 范贤又开始想念了五竹鼠 这种时候她也下意识地想念起了最亲的人 第二日一早 姚公公就带着圣旨来到了范府 宣布了撤除范贤检察院院长的事情 并且让范贤在府中关禁闭 而眼线们也来了新的一批 紧紧地盯着范府中的动向 在范贤接纸后 圣口询问了一下范若若在宫中的情况 听到妹妹没大爱后 也松了一口气 清帝还没有无耻到 对一个帮她看病的小辈下手 虽然范贤的职位被夺了 但也并不影响那些忠诚于她的人 范贤依旧是有机会翻盘 接下来的七日时间 每一次门外出现新的眼线 范贤就会将他们清理一次 而范贤每一次清理这些眼线 她的官职就会被削减一些 第七天后 范贤已经彻底恢复了白神 没有了任何的官职和权限 让她当初的那些光辉 全部都暗淡了下去 但即便范贤成为了一介白衣 那些官员们还是很恭敬的 称她一生小公爷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只要范贤不死 不入狱 她随时都有可能再度成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 所以依旧没人敢轻视她的存在 此刻的范贤 才能够真正开始自己下一步的行 在傍晚时刻 范府中案例送去了一车蔬菜 等到通过了层层检查后 蔬菜就被一位带着立帽的人 送入了范府后院厨房 今天我要出去一趟 你就在这里帮我支撑一下 范贤早早地等待了厨房之中 见到此人后便立刻说道 是 立帽之人对范贤施了下礼 便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 在此人摘下立帽的时候 一旁的林婉儿也不由得震惊 因为这个人跟范贤长得十分相似 很快范贤也换好了衣服 作为送菜的车夫 离开了范府之中 经过了七拐八拐的小道后 范贤就到达了一处很隐蔽的小院子 这个院子是当初往起年买下来的 按照之前的安排 范贤的那些亲信们 一旦发现京都出现异常 就各自安静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以不同的途径回到这个院子中 等待着范贤的召唤 范贤需要通过自己的这些亲信们 将自己的指令传达出去 在见到院子中的众人后 范贤先听了一遍亲信们带来的汇报 派去北齐西湖江南的人都已经传出去了 剩下的这批人也在等待着范贤的安排 稍后马上离开京都 在得到我的书面命令之前 再也不许回来 这是第一个指令 你们必须活下来 范贤说到最后 加重了下语气 现在他的人是少一个就损失一份力量 尽可能多的保存下来才行 在众人应了一声后 范贤便开始对他们吩咐具体的事情 第一位是让他带着自己的信物去到青州 通过下西非的商队进入草原 找到胡歌 告诉他要在清末时节发动阳攻 让青州和定州的军队陷在西凉路上 第二位范贤给了他一封信 让他前往定州 交给世子李鸿城 紧接着就是东夷城等一些地方的安排 在所有事情交代清楚后 小院突然有着一位让范贤意料之外的人到来 那么此人是谁呢 我们下期再聊 王启年回到范贤身边 范贤被庆庙苦修士围剿 话节上回 在范贤对最后一位亲信交代完毕后 他听到了门外有很细微的脚步声 虽然微弱 但是范贤依旧听得十分清楚 便立刻带着亲信守在门口 此时范贤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知道他的这些亲信们 有没有被朝廷渗入进来 而在范贤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门外便响起了他十分熟悉的声音 是我 听到这个声音后范贤喜出望外 连忙打开了门让此人进来 来者正是王启年 看到王启年后 范贤也让下属们先行离开 然后走到了王启年面前抱住了他 用力的拍了拍他的后背 紧接着两人就像是已经很久没有相见的情人 从达州到东夷城 再回到京都之中 王启年经历了两次长都飞奔 范贤也看出了他掩饰不住的疲惫感 这几年你在哪啊 范贤将王启年扶到了椅子上坐下后 便问出了这个他已经知晓的问题 其实没有出过京 一直在院长身边 一直看着大人您 知道您过得好就行了 王启年露出了十分温厚的笑意 回应了范贤 我回来晚了 范贤沉默了一段时间后 才说出了这句话 王启年拼了命的给他送消息 但范贤却依旧辜负了他 是我报信报的晚了 王启年低下了头 对范贤说道 其实两人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却依旧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王启年便向范贤 禀报了陈萍萍最后的安排 黑旗四千五百旗 进入了东夷城范围 向着范贤所在的石家村前去 还有七处的处长和宗锥等人 都被安排到了石家村 陈萍萍将自己所有的力量都留给了范贤 复仇如果要一万年就太久了 范贤现在只争朝夕 我要带你叛国 你会跟我走吗 范贤想了许久之后 还是问出了这一句话 而王启年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回应道 前些年这种事情做的还少吗 就算大人要带我去土里 我也只好去了 王启年苦笑着看着范贤 范贤的这一条贼船 他王启年是要一直跟到底了 同样范贤也笑了起来 因为有些事情 必须要自己真正的亲信去做才行 在两人交谈完毕后 就一前一愿离开了这个小院 而小院也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 不会再有人来 在回家的路上范贤的思绪 也飘到了庆庙之中 当初他刚到京都 就在庆庙遇到了自己钟爱的鸡腿姑娘 也跟庆帝有了一次隔空的相遇 想着想着 本该回府的范贤 便下意识的走向了庆庙 此时天空中又下起了雨 范贤穿过庙门 在秋雨的陪伴下缓缓地在庙中行走 此时他已经懒得去思考事情 就这样安静地走到了后庙处 而在这里 范贤看到了庆庙中的一位苦修士 一切都是天意 范公子 我们一直想去找您 没想到您却来了 苦修士用一种佛教的口吻 对范贤说道 还没等范贤回应 这位苦修士就轻轻摇晃了一下手中的铃铛 很快跟他穿着相似的一群苦修士 纷纷来到了范贤的面前 将他围困在了正中 哎 你们这多庙宇一向很清静 你们不在天下传道 何必回来打扰此地的清静呢 范贤叹了苟气 便开始运转起了体内的霸道真迹 阿弥陀佛 我等为天下苍生计 恳求范公子入宫请罪 以为地心 为首的苦修士说完这句话后 所有的修士们将自己的立貌摘下 顿时爆发出了十分统一的强大气息 我若不愿 当如何 范贤依旧平淡地看着这些人问道 接下来范贤就听到了 所有苦修士统一的声音 为天下苍生 请您安息 听到这群苦修士的话后 范贤不由得笑了起来 让我入宫请罪不难 只是我需要一个解释 为什么罪人是我呀 范贤将问题问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地步 如果苦修士们认为范贤没罪的话 那么就是庆帝有罪了 所以这群苦修士并未回答 依旧调动着自己身上的气息 而范贤也感受到了 这群人聚在一起 爆发出来的能量 确实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苦修士们 却并未打算真正对范贤动手 而是直接盘腿坐在了地上 希望能说服范贤 接下来 范贤便从这群苦修士交谈的话中 了解到了庆历五年发生的一些细节 当初庆帝希望用自己私生子作为诱饵 引诱神庙使者和五竹同归于尽 庆帝确实跟神庙有着一种虚无缥缈的合作 但这只建立在双方并未见过面的情况下 更多的还是互相的利用 在范贤听到了想知道的事情后 便不再继续吠口舌 身形一略就飞了出去 就在范贤出手的那一刹那 十几位苦修士同时行动了起来 互相双手一搭 其中七位就向着范贤的方向迎了过来 但他们拉扯的手却并未有脱开 像一道波浪一样冲向了范贤 在范贤距离秒门大约七丈远的时候 苦修士也成功追上了范贤 一掌拍向了范贤的身体 让他感受到了强大的威压 在空中强行扭转身体 调动霸道真气 于自己的拳头上 一拳向着那一掌轰了过去 两道气息相撞的一瞬间 空中下落的雨滴都冲击到了四周 在下方形成了空旷的地带 范贤这一次对上的 是十几位如同一人的高手啊 如果仅仅面对一位苦修士 范贤可以轻松应对 但十几位一体同心 不断的向着第一位的体内输送真气 直接扛住了范贤极为霸道的一拳 而范贤却被一掌击打的倒飞了出去 体内的真气也开始紊乱了起来 此时范贤的败迹已现 苦修士们却并未成胜追击 似乎是在等待着范贤认输沉服 但范贤却依旧强撑着身体 十分冷漠的看着跟自己队长的苦修士 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 范贤除了是九品高手外 还是一位用毒纵师 很快那位修士的眼睛就变成了绿色 鼻孔之中也缓缓流出了黑血 此时苦修士们也才意识到 范贤是那个老毒物的关门弟子 但是他们依旧不想让范贤离开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了 范贤快要支撑不住了 所以完全舍弃了自身对毒素的防范 继续向着范贤发出了临死前的一掌 他愿意用一死换取范贤的灭亡 以及庆国的千秋万代 但这只是苦修士的抉择 范贤却并不打算在这里交代了自己的性命 瞬间爆发出了谨剩的力气 向着庙门冲了出去 而就在这个危机的关头 庆庙正门的牌匾上 那两个字黯淡了一下 一抹影子飘了过来 毫无阻拦地飘到了范贤身后的苦修士面前 然后抽出了一把剑 直接刺入了苦修士的脖颈之中 将这位苦修士成功地击杀 然后影子协同范贤 再度击杀了几位冲上来的苦修士后 没有任何的留恋 就带着范贤瞬息间离开了庆庙 影子在危机的时刻 再度发挥了他的职责 再次护住了范贤一命 范贤和影子逃出没多久后 其他的苦修士们也纷纷离开了庆庙 开始追杀起了这两个人 大雨之中 因为街上没有多少的行人 这样让范贤跟影子的逃跑变得极为不变 很快两人就感受到了 十几位强横的气息追了上来 如果是巅峰状态的影子和范贤 他们必然不惧那十几位苦修士 当时范贤经历了千里的奔波 冲入京都的时候还身受重伤 影子更是被四顾剑重伤不久 两人现在根本不惧被巅峰实力了 只能够继续逃离 前面分头 影子也感受到了 如果两人继续一起逃跑的话 很快就会被追上 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范贤点了点头 很快两人就在一个小巷中进行了分手 在影子消失前的最后一刻 对范贤说出了一句话 你什么时候动手杀他 喊我 说完影子就一掠身影 消失在了雨中 这句话对于范贤也造成了一丝冲击 随口应了一声后 就通过另一条小巷穿梭进入了淡泊书局之中 再出来的时候 范贤已经摇身变成了撑伞的读书人 然后缓缓地走向了太学的门口 跟前往太学的学生们混在了一起 成功地躲避了苦修士的追杀 且不说范贤在数百名学生的包围下 那些苦修士们能否找得到他 就说太学这个神圣而重要的地方 苦修士们也不会选择像屠夫一样杀进来 所以到了这里范贤也松了一口气 缓缓走入了太学深处 找到了胡大学士所在的屋子 走了今天 那么这一次范贤又需要胡大学士帮他什么呢 话节上回 在范贤推开了胡大学士的门后 胡大学士也正正地看着他 许久之后才缓缓说了一句 还真是令人吃惊啊 毕竟范贤此时应该是奉旨在范府闭门思过 听着胡大学士的话范贤自顾自地坐在了一旁 然后拿起了茶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 暖了一暖被秋雨淋湿的身子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是心里烦躁 想来找你聊一聊罢了 范贤喝了一口茶后 很平静地对着胡大学士说道 接下来两人便闲聊了起来 虽然很多的话题跟范贤的处境并不直接相关 但隐隐于约透露出胡大学士也不希望范贤继续闹下去 当初范贤劫法场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唾弃他 大部分人还是很敬佩范贤的情谊 但要是范贤真有大逆不道的动作 哪怕只是想法 这位胡大学士也容不下他了 而朝廷和庆帝同样是容不得的 所有人都不希望范贤继续瞎搞下去 但范贤只要一日不低头 庆国只怕是一日不得安宁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或许哪一天我想开了 我会入宫请罪的 范贤跟胡大学士交谈完后 沉默许久才说出了这句话 听到这儿胡大学士也只能胡笑 要是等到范贤想通啊 那都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而范贤也是借着这句话 让胡大学士告诉庆帝 自己是有可能回头的 很快范贤便起身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什么 转头对胡大学士说道 太子当初的一位谋士 在鹤大学士府上当谋士 说完这句话后 范贤便撑伞离开 他已经通过胡大学士向宫中释放出了某种信号 或许是可以瞒过那位龙椅上的男人吧 在范贤离去的当天夜里 胡大学士就进入了宫中 整整两个时辰 谁也不知道胡大学士对庆帝说了什么 但在他离开后 释放在御书房的太监们 也清楚的感受到 庆帝的情绪好了很多 接着就有了一道旨意出宫 将范贤外面的钉子全部撤回 不过胡大学士并没有将贺宗伟的那件事情告诉庆帝 这个老狐狸同样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制衡范贤总是要有人去做的 在胡大学士离开后 庆帝便叫来了范若若下棋 至少庆帝听到了胡大学士的话后 少了很多烦躁的情绪 不过范若若并不是很会下棋 每一步都是漏洞百出 这让庆帝再度生出了一些不满 记得范贤入京之前 你就是京都有名的才女了 为何范贤在府中并没有揪你这些呢 庆帝落下了一枚黑子后 很平静的看着眼前的范若若 只不过是那些无事生非的男子们 说三道四罢了 我做不得诗也画不得画 还真不知道这才女的名声 从何处而来 范若若有些拘谨的回应道 入宫这八日时间 范若若也从最开始的紧张惶恐 逐渐的平静了下来 此时他也认为 眼前的男子虽然是庆国的皇帝 却终归是一个人而已 也不是什么怪物 接下来姚公公就向庆帝 禀报了庆庙的事情 以及范贤的一些踪迹 不过庆帝却不以为然 因为之前胡大学士 都已经添油加醋的告诉了庆帝 除了影子的归来 让庆帝有些在意之外 范贤的事情 他已经不想再去追究了 他更为好奇的 是这个四孤剑的右帝 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明日下旨 让范贤入宫请安 庆帝听完姚公公的回报后 丝毫不打算追究范贤 如何出的范府 出去后究竟做了什么 因为这些事情 他都能猜得出来 无非就是联系 他仅剩的那些势力罢了 说完这句话后 庆帝也没有了下棋的心思 便让范若若随着 他一同出去走走 不过这一幕 却让宫中那些新趣的 小宫女小太监们 纷纷议论了起来 或许是庆帝对范若若的态度 让他们想不明白 所以关于御书房的留言呢 开始向宫中传开 其实这个消息 还是要从前一阵 庆帝所做的一个事情开始 庆帝在位二十多年的时间 很多人都知道 他不是一个好女色的荒淫主子 皇宫里面 也仅仅有十几个女主子罢了 有子嗣的 更是只有四个人 所以也没有人往这个方面去想 但三日前 庆帝突然开始了选秀 这个活动在庆国皇宫已经停了十几年的时间 谁也想不通 为何在这个档口 庆帝突然有了充实后宫的想法 最后留言变这么兴起 一时间所有人都在传 庆帝有望那范家小姐为妃子 但事实 其实是庆国的后宫真正的空虚罢了 三年前的事情 让皇宫完全改变了局面 太后皇后长公主死了 早些年二皇子也死了 淑贵妃也被冷落了 如今整个庆国后宫仅剩下了生下三皇子的姨贵嫔 和生下大皇子的宁财人 而宁财人在之前又冒死为陈平平求情 被贬入了冷宫 如今整个后宫就仅靠着姨贵嫔之称 加上庆帝仅剩下了三个儿子 再不充实一下这后宫啊 恐怕百年之后 皇宫也就没什么人了 更是要多一些声誉机器 来制衡一下抱团的三个儿子 不过这些倒是跟范若若并没有什么关系 庆帝还没丧心病狂到把自己儿子的妹妹娶进来 那么庆帝和范贤明日相见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 第二日一早 庆帝就取消了早朝 只是派人去宣范贤入宫 很快一身不一的范贤 就在姚公公的带领下走进了御书房中 第一眼他先看到了自己妹妹 见到范若若无事后 才稍稍松了口气 然后对着庆帝行了百姓的跪拜之礼 起来吧 庆帝缓缓说了一声 就继续看着手中的奏折 范贤也在起身之后一言不发 低着头站在了一旁 这个沉默持续了并不久 庆帝看完奏章的最后一页后 就将其和尚扔在了地下 你我之间并不需要太多的废话 这里有些卷宗 你可以看看 庆帝指了这暗计和地上的卷宗 对范贤说道 没有任何的弯弯绕绕 直接对范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范贤也知道那些卷宗中 清楚的记载了陈平平对他出手的事情 只是许久 范贤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庆帝倒也是不急 很耐心的等待着范贤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一旁的姚公公总算是忍不住了 轻轻的咳了两声提醒范贤 此时范贤才缓缓动了起来 将地上的奏折和暗计上的全部看了一遍 看完后 范贤没有任何的表情 将奏折整理好 放回暗计上 继续一言不发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这些 庆帝看了一眼范贤后 悠悠的说道 对于范贤的反应他并不奇怪 只是庆帝也很想知道 范贤会不会真的为了那条老狗 跟自己彻底翻脸 在接下来庆帝和范贤的对话中 他一直用陈平平是奴才这个事实 不断的刺激着范贤 让范贤的眼中充满了掩饰不住的怨恨 世间的错都是旁人的 陛下当然英明神武 只是草民一直不清楚 当年我那位母亲究竟是怎样死的 范贤咬着牙 对庆帝说道 很多事情其实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但这些事情却又让他不得不去明白 在今日玉书房中的父子二人 都没有演戏 说着自己内心中最想说的话 尤其是范贤 第一次将这些年和庆帝的相处 一件件的说了出来 带着回忆 宣布了和庆帝的角力 既然庆帝一直认为他是对的 范贤也就要一直错下去 错到最后 看看两人之间 谁才是真正的道理 因为两人对峙的气氛 让姚公公和范若若 也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但到了最后 庆帝还是给了范贤一次活下去的机会 让他在京都待着 没事就去太学院里面教教书 但检察院和内库的事情 就不需要去做了 并且庆帝还允许范贤随时入宫请安 独处的时候 还可以叫他父皇 是 陛下 范贤依旧冷冷的回应了一句 然后转身走出了御书房 虽然除了姚公公和范若若之外 没有人知道范贤这一次跟庆帝聊了什么 但是庆帝将早已预备好的几道旨意 下发了出去 将范贤劫发场的事情接了过去 却没有任何的赏赐 谁也看不懂庆帝在想什么 而所有人也都知道了 范贤如今跟庆帝之间和解了下来 只是范贤本人心中 却不是这么想的 那么接下来 范贤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化阶上回 在范贤离开京城后 并开始了很平淡的生活 表面上没有任何的动作 每天除了去太学 给学生们讲讲课 就是在家中休息 所有盯着范贤的人 都感觉他已经放弃了抵抗 但范贤真正是怎么想的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而一个月后发生的事情 却让范贤再度紧张了起来 因为庆帝已经派了宫典前往定州 准备捉拿范贤的亲信邓紫月 以及召回李鸿城 好在邓紫月已经成功地在追捕中逃走 还没有传出他死亡的消息 这让范贤极为安慰 另一件事就是范贤的学生苏文茂被解职 让他直接脱离了内裤三大坊 被捉拿回了京都之中 对此范贤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 但依旧是有一些的顾虑 内裤是范贤的第二个根 现在已经全被庆帝接收回去了 他确实没想到 庆帝的行动如此快速 李鸿城虽然在定州统领军队数年的时间 但毕竟根基尚浅 宫典是出身在定州军的老人 硬扛的话李鸿城怕是扛不住 只能被召回京都之中 如果范贤要想办法让李鸿城留在定州 掌握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军方实力 他必须抢先让西湖先乱起来 如今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范贤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 只能想办法从细节中去寻求生机 而就在范贤在想该如何让西湖乱起来的时候 他的下属又禀报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范贤的另外一个学生杨万里 贪污一案被人告发了出来 现在所有人都在盯着杨万里 并且他们也知道杨万里的这一次受审 只不过是公理的意思 由贺宗伟一手安排 审案的进度非常快 今日大理寺就要宣判了 丝毫不给范贤一点反应的时间 让范贤被打得措手不及 在范贤听到杨万里的事情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大理寺门外 孤零零的在里面等待判决的结果 即便是受到了一些阻拦 范贤也没有发飙 只是安静的等待着杨万里出来 先前他已经安排了宋世仁这个宋冠 帮杨万里打官司 但却并没有办法帮杨万里脱罪 因为证人和证据都是朝廷安排的 本就是要定杨万里的罪名 最好的结果也是被求三年的时间 对于宋世仁说的这个事情 范贤自然是清楚的 本来庆率上面有一条 贪污三千两银子 顶多是流放三千里 只要退还赃银就好 但是贺宗伟主持这个案件后 就直接将这一条抹去了 呵呵 聪肥 哈哈哈哈 范贤喃喃自语了一句后笑道 这个人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在最后一步到来之前 贺宗伟必然会成为范贤的垫脚石之一 接下来宋世仁在大理寺中费尽了口舌 加上范贤拿出了六万两银票和自己的面子 才让大理寺的官员改变了判定 安排杨万里流放 最后宋世仁也扶着杨万里 走出了大理寺的衙门 在范贤看到杨万里身上的伤后 心中也燃起了熊熊怒火 但还是强行压制了下去 喊了几个吓人 将杨万里抬上了马车 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师徒二人并未说什么话 但范贤清楚地看到了杨万里 眼神中的不甘和悲愤 最后范贤也只能拍了拍他的肩膀 现在他依旧是一介白衣 没有任何的实权 此时贺宗伟也赶出来看戏 因为他很久没有看到范贤这么落魄了 连自己的亲信都保护不住 不过此时范贤和庆帝之间真正的战场 却是在西湖的定州城 在东夷城和庆国的边境线燕京之内 主帅王志昆正准备进入东夷城中 以帮助大皇子平静叛乱 正是接管东夷城 不过却直接被一千黑旗给逼退了下来 这次的行动是庆帝对于大皇子的一次试探 看看大皇子究竟能否站在他这一边 结果显而易见 大皇子不打算回到京都 正所谓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在他的母亲被打入冷宫的那一刻 已经让大皇子跟庆帝离了心 这一点王志昆他很清楚 但圣旨已经下达 他是必须要带着三千骑兵冲入东夷城 谁也不能够阻拦 而王志昆因为圣旨 让手下的将领们去冲锋陷阵 但那些将领却各怀心思 所有人都知道黑旗的勇猛 即便是三比一的兵力 也毫无胜算 更是忧心着庆国的第一次内战爆发 不过王志昆已经下定了决心 还是连夜找到了柳国公的门生梅之礼 但是梅之礼的一句话 就让王志昆的内心动摇了起来 那就是他的女儿王童儿 是否还在京都 王童儿在六月前 就加入了和亲王府中 成为了大皇子的侧妃 并且在结婚之前 就被范贤耳提面命地教训了数月时间 让整个天下的人都知道了 这也间接地将王志昆跟大皇子 和范贤捆绑了起来 宫中有旨 书密院有令 即便是会引起一些争议 但这件事总是要做下去 王志昆沉默了半晌后 还是坚定了立场 选择站在庆帝这一边 不过梅之礼却选择让王志昆先逼迫一下 在范贤下一步动作之前 不要造成血流成河的场面 因为范贤必定会先行安排 避免东夷城收到庆国军队的进攻 那么这事情真的会像梅之礼猜测的这样发展 两日之后 燕京城内和城外都是一片肃杀之气 在城中的驻守军 已经全部聚集在了城前等待势令 黑压压的军队杀气腾腾 直接冲着东夷城前进而去 但却在东夷城前的牛头山下 一步也不得尽了 因为山下的那个关道入口处 有着三排整整齐齐的黑色骑兵严阵一带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阴寒味道 让燕京军丝毫不敢迈出一步 在庆国军方内部中 一直流传着黑骑不过千 过千不可敌的传说 数十年的时间 已经在军方将领们的心中根深蒂固 所以能不跟黑骑打 那就一定要避免 京统领还请规方让路 许久之后燕京的将领 带着几位亲兵走进了黑骑的军队 对着京哥拿出了书密院的调令 希望对方能够看在书密院的面子上 让开道路 不过京哥压根就没看一眼调令 直接沉声的回应道 本部只受监察院辖制 至今未曾收到监察院的原令 所以树南从命 然后直接用自己最高的声音 对着前方的燕京军们喊道 我等奉命驻守东一城 严禁不相跟人等入内 若有人敢望入一步 杀无赦 随着京哥最后一声落下 他身后的黑骑 整齐划一地拿出身上的劲弩 上弦后对准了远方的燕京军 见到京哥的回应后 燕京统领也不由地恼怒了起来 但也只是无能狂怒罢了 真要跟他面前的黑骑硬拼 借他十个胆子 也是不敢的 所以只能带着军队回到城中 而王志昆将全部的精力 放在对峙东一城的时候 北骑上山虎 却突然带着十万雄狮 压到了苍州以北 七十里外的地方 庆国内忧未婚 正式的到来 如果单纯的是北骑军队压境 苍州的将领们还不足为惧 因为一直以来北骑的军队士气根本就比不上南京 唯一让将领们担心的是那位九品高手上山虎 单单是这一个人 就是他们无法应对的 这一次北骑浩大的军事行动 谁也不知道真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所以苍州地区只能先回京禀报 然后锁城不出 而上山虎带着军队也并不急切 很悠闲地驻扎在了苍州城外 跟城内的将领们进行着对峙 等到了第六日的时候 南庆的军方也终于不再沉寂 一日之中燃起了三处风火 这让荒原之上变成了沙场 几十万的生命 轰轰烈烈地厮杀在了一起 仅仅一天就有数千生命消失在了战场 不过上山虎却并未练战 抛下了一千多具尸首后 立刻撤退出了正面战场 没有留给南庆边军任何追击的机会 接下来的第二日 第三日 上山虎的动作依旧是如此 打过一场后就立刻撤退 丝毫不留恋 最后仓州一战的结果 在外人看来也是北齐败 南庆胜 不过上山虎却夺得了一个 很不起眼的州城 这件事情传入京都后 立刻让京都方面重视了起来 纷纷认定大战或许在明年春天展开 所以立刻让燕京方面撤退折服 这也直接减轻了东夷城的压力 王志坤怎么也没想到 范贤的手段是和北齐人勾结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一次范贤取得了胜利 东一城被他保了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 东一城中的剑炉十三子 突然之间销声匿迹 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更让燕京方面警惕了起来 那么范贤下一步动作会是什么呢 我们明天再见 在庆余年中 陈平平的死是范贤和庆帝决裂的诱导剂 而在这对父子翻脸之前 还进行了一场战略上的比拼 那就是对于江南内库 西湖 东一城和北齐方面的部署 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狡猾狠辣的庆帝 把范贤玩得团团转 化解上回 上上虎进攻苍州的事情 其实本就是战斗都所安排的 在陈平平同庆帝翻脸的时候 战斗都就已经得知了消息 所以他也一直准备着为范贤铺好撤退的道路 帮助范贤保住了东一城 更是让他尽快同庆帝翻脸 不过战斗都的这种做法 在森里里的眼中 却有些看不明白 北齐耗费了几千将士的生命 就是为了给范贤保下东一城嘛 更重要的还是不能确定 范贤会彻底和庆帝翻脸 属实有些得不偿失了 而战斗都却并不担心这一点 因为他从不担心南庆的人会看不懂他们这次南下的目的 帮助范贤的事情本就瞒不住 这同样是他继续离间范贤和庆帝关系的做法 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中 所以接下来战斗都要做的 就是让他们父子二人的隔阂越来越大 在南庆和北齐边境的战争传入京都的时候 时间已经到了初冬时节 因为没有了检察院 范贤仅靠着抱月楼的情况 并不清楚北方战役的真实内幕 但也并没有影响范贤分析出接近真相的判断 战争的爆发并未让范贤感到愤怒 他知道战斗都在帮助自己 只是战斗都有他的想法 范贤是无法改变这位帝王内心深处的一些观念的 所以也只能先安稳地观看事态的发展 又过了几日 冬日的初雪才姗姗来迟 此时京都中沉默许久的和亲王府正门大开 开展了一场家宴 虽然大皇子远在东夷城 不过范贤却带着妻儿前往了和亲王府 跟王妃聊了一些家常 最重要的是 就是王童儿今后该如何自处 他的父亲和丈夫正在边境中对峙 无论谁赢了 最后受伤的都会是王童儿 所以范贤也专门安慰了这位徒弟一趟 有些事情不是他们所能改变的 在和亲王府的家宴结束几日后 范贤同样举办了一场家宴 这一次范府并没有宴请高官显贵 除了府内的主人家外 来的人只有范门四子 杨万里在大理寺宣判后 就被范贤接回范府内养伤 时隔多日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其次就是程嘉林 他们四人中爬得最快的 已经坐到了苏州之州 但因为范贤的事情导致被牵连 一连安排了两大罪名 被强行带回了京都 之前的一个月里 范贤也为程嘉林亲厚奔波 才保住了他一条性命 但是也再无任何的前途了 最后一个到来的就是石产利了 他因为并未入室 一直在经营着抱月楼的生意 所以并没有受到范贤事情的波及 也算是唯一一个 还没有被盯上的人了 三人已经到了 最后一位侯继长 却迟迟不见露面 或许是雪大 在路上耽搁了 程嘉林看到桌上的人 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便为侯继长开脱了一句 没想到下一秒杨万里 就告诉了大家侯继长叛变了 据我这边的消息 他在七天前就已经归京了 不过朝廷并未给他定罪 只是让他亮着 杨万里说出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显 既然侯继长已经回京七天的时间 却并没有来到范府 拜见自己的老师 加上宫中并未给他治罪 这一切很好地说明了 侯继长已经被师求荣了 人各有志 侯继长想为百姓做事 跟贺宗伟走近一些也正差 范贤冷笑了一声 便开启了这有些冷清的家宴 酒过三巡之后 范贤也开始跟三位学生说起了接下来的安排 在范贤收下这四位门生的时候 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好好做人 好好做官 这四人也一直秉承着这一点 除了石产利一直在抱月楼之外 其余三人都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好官了 即便是已经背叛的侯继长也仍然如此 所以朝廷打算从他们身上找到范贤的一些罪名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而侯继长作为一个读书人 范贤也知道他有着自己的考虑 虽然已经背叛了自己 但背后捅刀子的事情他还是做不出来的 剩余的程嘉林和杨万里 范贤只是嘱咐了他们 既然做不成官了 那就要好好做人 在聊完之后 范贤便留下了石产利 打算问一下北方的战事内幕和东夷城的事情 如今的抱月楼是范贤最后一个眼睛了 而石产利所得到的消息是 北方的战事并没有太多的异样 倒是宫典出宫有些蹊跷 因为树密院向南 找发出了一封调令 南昭如今并无战事 新主继位也满了三年的时间 他们的边军应该在回京树宫的阶段中 按照时间已经到了京都面见陛下 但是却始终被盗 很快范贤也就猜到了 这群人可能是去了西边 但是很显然石产利知道的消息太晚了 因为他们一直将注意力放在了京都 东夷城和北齐三地 对于南昭的情况并不是很熟悉 这时范贤才意识到了自己犯了一个大错 没有监察院 实在是跟瞎子一样 对于任何事情都后知后觉 庆帝的最终安排 是要平定西湖 对付草原上的那些人 而且即便是现在范贤通知李鸿城 时间上也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能祈求李鸿城能够安稳度过这个难关 在定州中的李鸿城依旧与西湖进行着对峙 不过这一次庆军却直接埋伏住了那些进攻的湖人 将湖哥率领的西湖军队直接打得分崩离析 可以说这一次南庆方面在军事上彻底平定了西湖 而湖哥也被逼入了绝境之中 想还是不想 冷冽的声音在草原中回荡着 直逼浑身是血的湖哥 此时湖哥冷冷地盯着眼前的庆国军队 突然间大叫一声后 便将手中的刀插入了胸膛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湖哥向两地发动尾攻的时候 西湖的蝉鱼也和松枝先令长谈了一番 希望借着这个机会直接大举进攻 但他们谁也没想到在路上竟然埋伏了超过十万的庆国精锐 直接让湖哥被伏击身死 整个西湖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而海棠朵朵也被这件事情震惊到了 因为这是草原三十年来第一次的惨败 最终海棠朵朵也下定了决心要前往南庆一趟 他知道是湖哥对于范贤的信任才进行的围攻 可是却直接造成了这种悲惨的结果 所以海棠朵朵需要向范贤去要一个说法 而此时在定州城内 李鸿城也和宫典两人进行了谈判 本来在范贤的安排中 胡哥率军假意来袭 李鸿城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再拖个一年半载 但是宫典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我马上要回京都了 我送你出定州 但之后要怎样逃走 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李鸿城对着自己的一位门客说道 这一次的青州大捷 范贤的谋划全部落在了庆帝的算计中 李鸿城也认为 无论范贤如何的折腾 他依旧不是庆帝的对手 范贤不舍得让庆国的百姓们 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 可又何苦一直跟庆帝作对呢 在庆历十年的深冬 大将军李鸿城盯着青州大捷的军功奉赵回京 出任了说密院赋使 一时间可谓是荣耀无比 不过很多人都清楚 李鸿城的疏密院赋使这个职位 就是个闲职罢了 疏密院有着业重管理 李鸿城断然不可能像在定州城一样 拥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势力 在回京面见庆帝后 李鸿城当天夜里就前往了一趟范府 他知道范贤对于自己的期望有多深 他总要给范贤一个交代 哼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副模样 范贤看着李鸿城苦笑了一声 自己所有的安排全被庆帝拿捏得死死的 对此他只能怨恨自己能力不足 并非是李鸿城的错误 唉 邓紫月应该是逃走了 不过你几年小组的成员 在西湖路中死了好几个 但具体的内情我也不知道 希望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李鸿城无奈地叹了苟气 对着范贤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事情 通过李鸿城的话 范贤也清楚地得知了 自己的人中有了背叛者 带李鸿城走后 范贤也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之中 他不希望用将士的鲜血作为筹码 这才导致了眼下局面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此时范贤对于庆帝的手段和能力深感佩服 心中更是生出了难以抵抗的恐惧 你都听见了 这件事与我无关 范贤有些疲惫地说了一句 紧接着屏风之后就闪出了一个人影 此人正是海棠夺夺 而在范贤同海棠解释完毕后 又得知了一个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 江南内库也沦陷了 那么范贤在绝境之中 该如何地去反击呢 我们明天再聊 在庆余年的故事中 陈平平之死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他让范贤从一个庆国的好官 彻底走向了与庆帝对抗的道路 而在庆帝的一系列行动中 范贤终于忍不可忍 两人背地里的斗争 也直接转战到了台面上 范贤一怒之下杀光了所有跟他作对的官员 包括贺宗伟 话接上回 在范贤通海棠多多交代完后 他又一连接到了两个消息 第一是通过抱越楼得知 贺宗伟收下的那位谋士 在三年前一次突袭中就受伤不知所踪 贺宗伟也没有因为此事受到牵连 导致胡大学士并未将事情报告庆帝 范贤对于这个老狐狸利用失败了 而另外一件事 更是让范贤感到无比的挫败 时隔一个月的时间 江南那边终于给范贤传来了消息 内库运转司接到了宫中的秘址 在明年春天开库招标的时候 进行了流程变动 将原本准备银两竞价招标 改为了朝廷评估报表招标 这个改动直接让内库的招商权力 交给了朝廷和商人们协商 最后的结果 就是完全变成了朝廷一方的安排 朝廷想让哪家中标 哪家不出一分钱都能中标 因为事情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范贤也已经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实了 即便下西非有范贤安排的两大钱庄支撑 也不会呈现以往的辉煌 内库是范贤最大的钱袋子 毫无疑问 这一次是对范贤势力的沉重打击 内库招标的规矩是 在当年三大坊成立后就固定了下来 几十年来没有人敢更改这个规矩 庆帝的这个命令是一次很耻辱的倒退 因为谁也不知道 此规矩会不会对整个江南 乃至整个庆国的商业活动产生影响 不过让很多人意外的是 江南的那些巨商们 没有抱团来抵抗这道昏庸的圣旨 反而是站在了一旁 看范贤的笑话 毕竟当初范贤江南一行的时候 得罪了不少江南巨商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唯一抵抗这道圣旨的夏希妃 也遭遇了刺杀 整个江南彻底脱离了范贤的控制 在内库招标的秘址下达后 夏希妃是第一个 以及唯一一个反抗的 因为他跟范贤之间 是处于捆绑的状态 但庆国朝廷直接派出了 500多人刺杀夏希妃 即便是夏希妃拥有江南水寨 也依旧是让刺客们杀得片甲不留 回到苏州城帮助夏希妃处理事物的 关五妹也死在了这次刺杀之中 夏希妃更是被重伤 不过却被一位九品剑手带走了 算是没有性命之忧 不过在坊间传闻中 纷纷指出了夏希妃这位明家少爷 已经自杀身亡 虽然这一次是让江南明家彻底失势 即便是明家剩余的人 在东夷城强者的保护下 短暂的稳定了下来 却已经没有跟朝廷对抗的资本了 范贤跟庆帝之间的冷战 在天下三个重要的地方变成了热战 又是一个月的时间 范贤才得知了江南发生的事情 夏希妃的江南水寨早就被范贤招安 官方给出的剿匪行动 让范贤不由得冷笑着起来 如果不是提早派了剑炉六个高手下江南 恐怕明家就彻底全灭了 但还没等范贤准备处理江南的事情 贺宗伟就带着门下中书和督察院的人 向剑察院发起了残酷的清洗 因为阎兵云被派到了定州处理青州大战 检察院本就是群奴无首 让贺宗伟成功钻了空子 如果说这些都不能让范贤彻底被击垮 那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宫中传出的消息 一位之前入宫选秀的秀女 怀上了龙肿 我的力量消耗的越多 陛下的手段就越狠 一开始他会慢慢的削弱 随着我反击力量越来越小 他所顾忌的也就越来越少 手段便会越来越疯狂 直到把我变成一个孤家寡人 范贤无奈的对林婉儿说道 他败的太彻底了 似乎已经没有了任何翻盘的机会 林婉儿听着范贤的话 只能无奈的安慰着他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谁也没有法子 范贤也没有时间去等五竹回来了 要是真这么等下去 即便是五竹回到了京都 他所在意的人恐怕都要死光了 事情已经到了范贤不得不反击的地步 况且他的手中还有庆帝所不知道的秘密 不过在反击开始之前 范贤必须要给自己的人留下后路 所以接下来的七天范府安静了许久 就是在安排这一条后路 第八日的时候 范贤一早就前往了太学中 给那些学生们说出了很多东拉西扯的话 大致的意思就是范贤要进行反击了 而这些话也很快的就散播了出去 让京都中的人都知道了范贤的反应 很快就有一道旨意 宣范贤入宫 不过范贤依旧不急不忙 很平静地带着大宝去吃了顿包子 这一次是范贤有计划的吃饭 为的就是等待到来的贺宗伟等人 果然没吃多久 贺宗伟就带着侯继长和一位刚从江南掉回来的御史来到了包子铺 虽然范贤看到了众人 但却并没有放在眼里 依旧带着大宝吃着包子 怕什么 他现在就是一介不一 贺宗伟看了一眼身旁有些颤抖的侯继长 不懈地说了一句 就带着众人前往了雅间 虽然贺宗伟话是这样说 但是他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 巴不得范贤赶紧吃完离开 但范贤吃完饭后 却并未选择离开 转而带着大宝 走到了贺宗伟等人的雅间之中 这一次范贤要给江南的夏夕飞 去抱一抱那死杀之仇 在范贤到达雅间后 气氛瞬间沉默了下来 所有人都脸色难看地看着范贤 但范贤却丝毫不在意 而是看向了那位从江南回来的玉石 你能够被调回来 想必在江南立了大功吧 还没等对方回话 范贤直接端起了桌子上的一盘菜 盖在了玉石的脸上 然后收回手 直接将玉石的头 按在了桌子上 只见那硬梨花末的桌面 直接被他的头压得凹陷了间间 只一击 范贤就击杀了这位玉石 甚至都没能让他哼出一声 当街杀人 还是朝廷命官 更是在众多官员面前杀掉的 范贤的这个举动 直接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 因为这是沁国京都 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很快跟随贺宗伟的那些护卫 也都向着范贤杀了过去 但是范贤却没有太多动作 就将那些人全部击杀 然后冷漠地走到了大理寺父亲的身前 听说这一个月里 大理寺在你的授意下 对我的属下用行不少 我有三个下属 在狱中被你折磨而死的是吗 听到范贤的话后 大理寺父亲突然大叫一声 转身就跑 不过范贤怎会给他逃跑的机会呢 手渠成爪 就抓住了他的头颅 同样按在了桌面之上将他击杀 一连杀了两人后 范贤才取出手帕 擦了他手 然后厌恶地将手帕扔在地上 牵着大宝的手向外走去 可以开始了 范贤冷冷地说了一句后 就让人将大宝送回了家中 然后自己也登上马车 准备去做下一件事 在今日早晨 范贤以检察院院长的名义 向检察院设立在各处的钉子和刺客 发布了最后一道指令 他相信自己手下的那些儿郎们 不会让自己失望 而在范贤离开饭馆不久后 一直闭门不开的检察院衣橱中 突然全员进出 一百多位检察院官员 杀气腾腾地冲向了大理寺 检察院的复仇 正式开始 紧接着 京都中就传出了户部商书 刑部使狼等 一些跟范贤作对的官员们生死的消息 而贺宗伟的府邸之中 也突然出现了十几位刺客 直接控制了贺府 不过贺宗伟并未回到府内 而是前往了门下中书省中 准备安排人手处理范贤 这也正好随了范贤的意 他不慌不忙地走到了门下中书省 缓缓地推开了大门 走了进去 在门下中书的官员们看到范贤后 不由得全部瞪大了眼睛 但还是强压着心中的震惊 准备随时对范贤动手 而范贤根本不在意其他的人 缓缓走到了一脸恐惧的贺宗伟面前 他刚刚接到了禀报 自己的那些亲信全部生死 这无疑是出自范贤的手笔 来人 给我拿下这个当街行凶的范人 随着贺宗伟一声凝下 瞬间有十几位侍卫围住了范贤 放心 我不会给你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范贤温和地对贺宗伟笑了笑 没有人看到范贤是如何出手的 贺宗伟便立刻抱着肚子跪倒在了地上 面色十分的猙獰痛苦 我今日杀你 杀你贺系官员 乃是替天行道 帮助陛下清君侧 范贤看着倒地不起的贺宗伟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深 而就在范贤准备下手清理掉阻拦自己的侍卫时 胡大学士突然赶来 一把抱住了范贤 拼命地阻止范贤下一步的动作 今天范贤所做的事情 足以激怒庆帝 将他打入晚节不复的场面 放手吧 已经晚了 范贤平静地对着胡大学士说道 此时他背后的胡大学士身体一僵 颤抖地松开了自己的双手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口吐黑血的贺宗伟 是啊 一切都晚了 那么范贤杀掉贺宗伟后 又会去做什么呢 我们明天再聊 话节上回 在贺宗伟死亡后 胡大学士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直接下达了抓捕范贤的命令 丝毫不在意只要范贤一伸手 就会让他跟贺宗伟一同身亡 而就在这时 禁军们也在姚公公的带领下 赶到了门下中书省 陛下有旨 将逆贼范贤压入宫中 这道索命的旨意也终归是到了 此时范贤平静地看着那些抓捕自己的禁军 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就随着他们离开 他跟庆帝之间的斗争 也到了最后谈判的关键地步 很快 范贤就在姚公公的带领下 到达幻宫之中同庆帝见面 随着一步步地接近庆帝 范贤不断地调动自己的气息 已经将霸道真气调动到了巅峰的状态 贺宗伟死了 庆帝看到范贤后缓缓说道 他此时的面容也十分的平静 是的 陛下 范贤对着庆帝恭敬地鞠了个躬 然后站在了一旁 你在府中想了七天七夜 朕本在想 你能想出什么令朕动容的手段 没想到竟然是这般的胡闹 真是令朕失望啊 庆帝带着嘲讽的语气看着范贤 我终归是个凡夫俗子 无法跟陛下相比 范贤这句话说得十分诚恳 毕竟这就是一个事实 接下来范贤就跟庆帝开始了具体的谈判 首先 当众杀戮大臣这种事情 庆帝需要范贤一个交代 贺宗伟是奸臣 陛下是明君 所以贺宗伟必须死 范贤突然笑了笑对着庆帝说道 在范贤狡辩的话语中 奸臣就该生死 即便是庆帝没有给范贤任何的旨意 但是上体军心 本就是臣子该做的 一番言谈 直接怼的庆帝是哑口无言 在这一次范贤和庆帝的言语交锋之中 范贤将自己所能够反击的一些话语 全部吐露给了庆帝 其中包括贺宗伟身边有着乱臣贼子的事情 他将贺宗伟的罪状全部诉说了出来 甚至还说贺宗伟和自己的乙母勾结 够了 贺大学士一心为国 即便是曾经得罪于你 但终归是死在了你的手上 何苦再用这些乌言慧语去栽赃一个死人呢 听到范贤说出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后 庆帝终于忍不住制止了他 你应该很清楚 朕很清楚这些事情 庆帝冷漠地看着范贤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范贤此时也早已化为灰飞了 是陛下 不过天下万民却并不清楚 陛下一心宠爱的贺大学士究竟是怎样的人 我已经派人去抄了贺府 将他的罪证全部抄录了下来 想必过不了多久 严院长就会亲自送入宫中 至于原来的那份啊 则是送入了淡泊书决 再过些天 全天下的人都会看到这个故事了 范贤收敛了自己脸上的笑容 涌出了此时的第一个杀招 贺宗伟的那些事情即便是无上大雅 但却是野史的最爱 只要足够的野 那么就能够一传十十传百地流传出去 听到范贤的话后 庆帝的眉宇皱了起来 很显然这一招 让这位极其在意名声的皇帝陛下 心中稍微有些慌乱 而这一次 范贤只想要庆帝最后一个交代罢了 两人的交谈中 范贤不礼不败 不跪也不称臣 有的只是抛心以言的放肆 庆帝也纵容了范贤这一次的放肆 因为他已经对于范贤彻底的绝望了 朕很好奇 你单身入宫面对朕 究竟有何平事啊 许久之后 庆帝的面容恢复了平静 继续带着嘲讽和不懈看着范贤 他是一国之君 如何能怕自己这个不依儿子呢 我本就没有什么平事 我只想与陛下公平一战 范贤说到这里的时候 缓缓闭上了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才鼓足了勇气 毕竟对一位实力和权力 都站在世界巅峰的人 说出公平一战这四个字 本就是一个很大的笑话了 而庆帝也因为范贤的这句话 大笑了起来 你哪有什么资格跟朕索要公平啊 在庆帝的眼中 范贤现在只不过是任他摆布的人偶罢了 范若若现在还软禁在宫中 范贤最为重视的检察院内裤 都已经被庆帝收了回去 远在边军支持他的李鸿城 也被召回京都 唯一留在东夷城的大皇子 同样是后续削弱的计划一环 庆帝已经将范贤压得死死的 所以范贤此刻寻求的公平 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 资格在于实力 快一求一死的实力 我想自己还是有的 范贤根本不理会庆帝的嘲讽 很平静而坚毅地回应了这句话 一个人在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情况下 确实是有着足以谈判的资本了 接下来范贤就向庆帝展现出了他第一个筹码 那就是皇宫内库工艺流程超路的存放地 在此刻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负责护卫的十几位进军全部身死 虽然很快伙势就被发现扑灭 但是里面的卷宗书册全部被烧毁 没有了任何一丝残留 内库工艺流程天下只有两份 一份在宫中 另一份在明北 既然我能烧了宫中这份 那么明北那份我也能烧 范贤看着不远处冒出的黑烟 就像是在欣赏一处绝美的风景一样 这一把火 范贤就是要告诉庆帝 庆国最大的秘密对他来讲 根本就不是秘密 只是自己手中可以随意玩弄的筹码罢了 庆国是以什么发展起来的 陈平民检察院的黑旗 还是那数以万计的庆军 其实都不是 一切的根基 全部都在叶青梅建立的内库上 如果内库公益流程全部被毁 那些老工匠们也都身死 三大坊在被人破坏 庆国的根基便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范贤此时也是在读 庆帝对于这种事情不会不管不顾 但范贤依旧低估了庆帝对他的了解 此时庆帝面色依旧平静 因为庆帝知道 范贤在做这些事情之前 一定将那公益流程抄露了一份 果然是丧心病狂 身为庆人竟然做出这种事来 庆帝的目光从黑烟处收了回来 冷冷地对着范贤说道 我只是认为 这终究是我与您之间的事情 一旦霍言天下 实在并非我所愿呀 范贤沉默了片刻后 才缓缓说出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如果能有更好的一个办法 他何苦去动摇庆国的根基呢 这一次范贤的手段看起来十分的幼稚 就像是过家家一样 似乎是在说我马上要造反了 然后我要是造反失败了 陛下您可千万别为难那些跟着我的下属啊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做法和请求 庆帝此事已依旧默许范贤继续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范贤向着庆帝抛出了自己全部的要求 这一次范贤甚至将太平钱庄是四孤剑留给他的事情 以及自己和西湖松枝先令相熟的事情也全盘托出 他要让庆帝知道 他此时依旧拥有着足以让天下大乱的权利 只有这些权利才会让范贤跟庆帝正式公平的对抗 我有让这天下大乱的实力 即便我此时死了 我也能让陛下您千秋万代的宏图化为泡沫 所以我要求与陛下公平一战 许久之后范贤说出了决定性的一句话 经过长达两个时辰的交谈 庆帝也确实感觉到了范贤所说的话不假 内裤一旦彻底报废 庆帝也不敢担保庆国能够撑住四面八方的进攻 何为公平 所以想了许久后 庆帝便问出了范贤最后的要求 请陛下放弱弱出宫 以及我的一家老小回到弹中过平静的日子 在我死后不要搞大清洗 那些忠诚于我的官员和部署 其实是可用之材 说到这里范贤也稍微顿了顿 然后笑道 说是我死了 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反抗朝廷的理由了 这便是范贤要正式造反的前提 只要庆帝能够答应他这件事情 那么即便是他自己身死也无妨了 朕只是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庆帝看着窗外沉默了很久的时间 范贤将父子两人决裂控制在了最小的范围中 但是其实天下越乱 对于范贤的造反应该是越容易 所以这也是庆帝想不明白的地方 然而庆帝不知道的是 范贤的心中也存在着一种大意 他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也不希望那些无辜的人们因为自己而生死 范贤并不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圣人 但是既然想要活下去 就要活得终身无憾 心安理得 听完范贤的全部要求和胁迫后 范贤沉默了许久的时间 然后才缓缓地说出了一句 唉 你我父子之间 本就没有胜负 细数下来 还是他陈平平赢了 庆帝叹了口气 便答应了范贤最后的要求 真正的大幕也就在此时缓缓地拉开 范贤和庆帝的第一战就此展开 那么这一战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在庆余年中 要说在大东山之战后最精彩的打斗 那肯定就是范贤连和海棠多多 影子 王师三郎 皇宫大战庆帝了 这一战十分的惨烈 也让众人第一次见识到庆帝的恐怖 化解上回 在庆帝答应范贤的要求后 范贤就彻底的放下了一切 经过一番长谈之后 范贤体内的真气早已经温养完毕 整个人都进入了一种无喜无悲的状态中 而庆帝则是覆手而立 身上带着一种天然的无上威严 此时一股东风刮起了漫天雪花 两人都已经到了御书房门外的空地中 站在下了一夜的积雪上 很快庆帝就缓缓地走出了一步 似乎随心所欲的一次前行 但是他体内的霸道真气 却顿时让风雪狂舞 庆帝此时还没有真正的出手 范贤所占的积雪突然下降了一寸 紧接着以范贤为原心 无数的裂痕散发了出去 此时范贤立刻抽出了自己的剑 调转了体内的霸道真气 就向庆帝刺了过去 但还没有进入庆帝身旁三米的范围 范贤就直接被弹飞了出去 在飞出去的一瞬间 范贤对着一出极为隐蔽的角落 扔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火折子 一瞬间周围的建筑全部产生了爆炸 皇宫顿时成为了一片火海 庆帝也因为爆炸产生的火焰 导致龙袍烧焦 不过他依旧不可一世的站立着 三处的火药 什么时候被你搬进宫来了 庆帝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这一次爆炸确实是让他没想到 三年前京都叛乱 我当监国的时候 范贤此时已经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对着庆帝笑道 虽然范贤引起了这场爆炸 却并未对庆帝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火太慢 庆帝没有一丝感情对范贤说道 那就试试剑 范贤紧紧握住了手中的剑 似乎剑翼在此时也蓬勃的爆发了出来 四道剑光照亮了昏暗的天地 瞬息之间 范贤就飘到了庆帝的身前 四剑齐出威力旁颇 却没想到范贤四剑最后全部刺空 范贤借着天地之势用出的一剑 直接被庆帝轻松的化解了 范贤的最后一剑 也只是被挡在了庆帝身前十寸之外 剑尖不断的在颤抖争鸣 似乎感受到了一股绝望的挫败 而范贤的脸色依旧十分平静 在双眼的光芒收敛下去后 顿时爆发出了杀意冲天的四股剑法 然后将体内的真气全部调动到握剑的右臂 猛烈地甩了出去 以大批棍的招式 批出了这一剑 这是范贤抱着必死心态用出的一剑 也是四股剑最后教导给他的 所以轻帝即便是大宗师 也不会轻视这一剑 只见轻帝伸出了自己的两根手指 夹住了范贤这凌厉的一剑 不断用自己的王道真气阻止剑的前进 原本站立不动的庆帝 此时也终归是后退了一步 而范贤的剑尖也真正的触动到了庆帝的龙袍 因为范贤依旧在前进 所以那把剑也被两人压弯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 然后一瞬间庆帝松开了手指 弯曲到极致的剑瞬间弹了起来 如同一个回马鞭一样 斩向了范贤的面门 因为冲击力太大 范贤的虎口也被镇裂 一时间他只能松开剑柄 手腕向下一锤将其反握住 这才控制住了自己手中的那把剑 此时庆帝也没有再给范贤任何的机会 瞬间来到了他的身前 很简单的向范贤轰出了一记王道之拳 一声闷响后 范贤整个人都被轰飞了出去 十分凄惨的落在了数十丈远的地上 刚落地 范贤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依旧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看着庆帝 而此时庆帝的手中捏着一个关靴 靴尖上有着刺出的一个匕首 这是范贤在被击飞的同时 打算以命换命的做法 匕首上也位置剧毒 只是这一击依旧没中 小手段是不能做大事情的 庆帝将靴子扔到了地上 平静地看向了远处艰难站立的范贤 但是小手段可以救命 范贤很困难地从胸口的衣衫里取出了一个金刚薄板 很明显就是这个薄板 加上范贤调动了体内蒸汽护住心脉 还在那几王道拳下保住了范贤的命 父子二人的一战 只开始了一瞬间就分出了胜负 如论范贤准备的如何充分 在大宗师的实力面前 始终不是靠努力就能够弥补的 范贤作为酒品上的强者 如果是面对其他的任何一位酒品上 那几个杀招早就可以要了对方的性命 只是今日却只将庆帝逼退了一步 不过范贤此时也意识到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自己能够在庆帝一拳下还能够活下来 足以证明庆帝已经老了 在大东山的时候 庆帝体内少了一半的真气 短短三年时间 根本不可能将其重新填满 即便此时范贤依旧不是庆帝的对手 但庆帝已经是走下了神坛 远没有当年的那般强大了 想到了这里 范贤也笑了起来 脱下了自己的另一个靴子 赤脚站在了雪地之上 然后又继续爆发出了自己的真气 身形快速的移动 继续接近庆帝 拼尽了权力 调动天地之间的气息为自己所用 又是一剑向青帝刺了过去 此时范贤的这一剑 有了当初在东夷城中影子刺向四孤剑的那种光芒 不过接下来依旧是一瞬间 范贤再次被击飞而回 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去的十分潇洒 退的非常狼狈 但是范贤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枪一样 再次从地上爬了起来 很爽 范贤舔了舔嘴角的血迹 然后身形一闪 就消失在了原地 这一刻他并未选择进攻 而是选择了逃跑 在范贤的思想中 明知都打不过 还要留在那里继续拼命 那叫做愚蠢 所以范贤便直接选择逃离这个皇宫 凭借自己的身法 不断的在皇城飞掠 并且还调动自身的公爵 修复体内造成的缺口 弥补着自己的状态 但即便是范贤玩命的狂奔 依旧无法摆脱身后追击的庆帝 尤其是庆帝背着双手 缓慢的一步步的向前走着 如果这一次范贤能够成功逃出王宫 整个天下也能够安静很久 因为庆帝先前答应了范贤 不会追究他身边的那些人 帝王一言 四马难追 只是范贤却并没有向着宫门处逃跑 而是略过了三宫六院 翻阅到了整个皇城中最大的宫殿 太极殿 站在了屋顶的龙骨上 等待着身后的庆帝浑缓的接近 很快庆帝也走到了太极殿之前的长廊上 此时范贤滑落到了地面 站在了大殿前面的广场中间 其实任何事情发展到了最后 就像是两个野兽一样撕咬 范贤看着庆帝浑缓的说道 只是庆帝却面无表情的看着范贤 就像是看一个死人一样 在看到没有回应后 范贤也不再继续说话 抬手就将剑扔向了庆帝 然后自己也在剑托手后不久飞伸出去 伸出手指点向了庆帝的面门 但扔出的剑被庆帝一摆手就击到了一旁 范贤那刺出的手指更是被庆帝无视 依旧是一记王道之拳 只是庆帝没想到 范贤的指尖中突然爆发出了强大的剑气 瞬间就刺向了他的喉咙 这是范贤隐藏的一个杀招 真气外用 普天之下可能只有他可以用得出来 但庆帝在剑气到达之前 只是心念一动 那道灵力的剑气就瞬间被击落 同时范贤被王道之强红住 身体再次被击飞了出去 这一次范贤虽然再次失败 但先前的剑气被击破后 却有一道划破了庆帝的脖颈 这对于范贤来讲是一次机会 所以他便再次调转了体内残存不多的真气 向着庆帝又刺出了一道剑气 而这一次范贤瞄准的是庆帝的眼睛 庆帝看到范贤刺来的一指 脸上也露出了讥讽的笑容 在范贤指尖快到来的时候 庆帝也伸出了自己的手指 向着范贤的指尖点了上去 一瞬间两个手指之间 爆发出了强烈的气流 范贤的剑气全部被庆帝的手指挡开 然后庆帝右臂轻轻一挥 食指顺然爆发了强大的压力 硬生生的将范贤食指碾碎 不过就在范贤指尖尽碎的那一刻 太极殿的门缓缓打开了 一身不一的王师三郎 从庆国的朝堂中心飞了出来 在半空中 接住了范贤扔出的那把剑 爆发出自己强大的四孤剑翼 向着庆帝的脖颈处就刺了过去 这位剑炉的关门弟子 深得四孤剑的真传 加上为范贤传授了一些霸道功法 对于霸道斩气也是有一些的感悟 所以这一剑十分的灵力 如果是范贤的话 必然会因为这一剑而受伤 不过庆帝只是微微一转身 这一剑就跟他擦肩而过 然后庆帝直接抓住了王师三郎的手腕 肩膀向前一送 王师三郎的胸口肋骨就被撞断了树根 而就在此时 海棠朵朵出现在了王师三郎的身后 用出了自己全部修为 缠绕着庆帝抓住王师三郎的手 打算将王师三郎解救出来 而太极殿的牌匾上 此时光芒也暗淡了下来 影子从头顶一剑刺向了庆帝 四大九品上高手围攻大宗师 那么庆帝会被这些人击杀了 化解上回 在四位九品上高手围攻庆帝的时候 庆帝面色依旧十分平静 只见他稍微转了一下自己的手 体内的王道真气就轰然间爆发 直接将缠绕在自己胳膊上的海棠朵朵震开 然后手臂一挥 就将王师三郎扔了出去 然后随手向着影子上来的方向一圈 直接将影子轰然击飞 三位九品上的高手偷袭 甚至还没能伤到庆帝的一根头发 不过庆帝也稍微认真了起来 整个人变成了风雪之中的一条龙 卷进了周围所有的雪花 以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进攻 包裹着在场所有的人 在太极殿的门前飘了起来 随着风雪快速的飞舞 庆帝的周身逐渐变成了一个雪球 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太极殿冲了过去 一瞬间就击中了太极殿的殿门 将诺大的殿门直接红碎 此时庆帝也发挥出了他巅峰的境界 让太极殿内那美轮美奂的内饰 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到达了太极殿中后 有数个人影从中飞了出去 王十三郎和海棠多多 直接砸在了段里的柱子上 两人顿时鲜血狂奔 先前王十三郎被庆帝抓住的手臂 更是被绞成了肉丝 手臂筋脉筋断 而刺出最后一件的影子 则是被砸在了玉台之前 身上全部都是鲜血 握着剑的手 更是显得有气无力 像是一条死鱼一样 突然间影子身形动了起来 然后瞬间三个身影 狼狈的向着太极殿外奔去 先前庆帝至刚至强的领域一出 直接让三位强者身受重伤 此时逃离大殿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如果庆帝此时出手 可以轻易的杀死这三人 但庆帝终归是没有出手 只是静静的看着这几位年轻人 飞身而出 因为他很清楚的感觉到了 自己对阵这几个人 有些吃力了 莫非是他真的老了吗 庆帝想着想着 眼神之中也出现了一丝寒意 今日出手的四人 他都十分的清楚 范贤自然不用多提 他能够逼出离体的剑气 这一点足以让庆帝夸赞一番了 影子一直追随那条老狗 能够一直在庆帝存在的空间层里 天下第一刺客的名头 也确实是了得 苦河和四孤剑两人的关门弟子 海棠独独和范贤的关系 他也十分的了解 甚至当年还动过让范贤 取了他的念头 王十三郎在大东山上的那一幕 让庆帝铭记于心 欣赏有将 可以说在庆帝心中 除了影子之外 如此出色的三位年轻人 毫无疑问会在将来 成为天下最了不起的人 这一次他们刺杀虽然失败了 却败的轰轰烈烈 让庆帝十分的欣赏 不得不选择放他们一马 但是庆帝放过他们 并不是代表不杀 只是他缓缓地走出太极殿 根本不打算去追 已经逃走的四个年轻人 只是平淡地对着身旁的 姚公公吩咐道 全数杀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庆帝就冷酷地 定下了四人的生死 然后从姚公公的手中 接下了一件全新的龙袍 悠然地换起了衣服 四人撤退中影子最快 他率先冲入了半昏迷的范贤身前 将其抓起后 就向着宫门方向略去 紧接着王师三郎和海棠朵朵 也跟在了影子的身后 四人都已经受伤 想要翻越宫墙 都成为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四人冲向宫门的时候 禁军的高手也向着皇城会合 像一张大网一样 围捕住了逃跑的四人 但就在此时 四道建功冲天而起 跟禁军们厮杀在了一起 这是东夷城中十三图的四人 同样是九品剑客 不过这些人 却并不是范贤所安排的 范贤此时虽然昏迷 但是心中依旧很清楚 他感觉到还没有活着逃出皇宫 通过模糊的视线 范贤也看到了 剑炉弟子释放出的剑翼 十分痛苦地皱了皱眉头 他没想将剑炉拖进这趟浑水 影子是建察院的旧臣 海棠朵朵是他的女人 王师三郎是他的友人 这三位今日入宫行刺都是范贤动用的私人关系 毕竟这是他跟庆帝之间的君子一战 庆帝能够容忍范贤找这些人来帮忙 但是若范贤动用了东夷城和北齐的力量 这件事也就变得更加麻烦了 从私人层面也就上升到了国家的事情中 而现在的范贤也无力阻止这些人 因为逃命才是此时最重要的事情 而就在剑炉四位弟子冲出不久后 北齐中两位九品高手也出现在了皇宫之中 一位是苦河的弟子郎桃 另一位就是河道人了 看到这两位后逃跑的私人也不由得挣了挣 看着眼前突然冒出的两位队友 纷纷惊讶了起来 谁也没想到为了配合范贤的行动 北齐小皇帝竟然舍得让手下仅存的 两位九品高手潜入南庆 可谓是下足了血本 而这两人最开始也是想要刺杀庆帝 但英雄气短莫过于此 郎桃一刀都没向庆帝斩过去 就被禁军们逼到了宫门之处 他和河道人更是受了伤 不要跑了 一直被影子提着受伤的范贤 看到两人后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 此时他看到剑炉弟子和郎桃等人的出现 心都凉了起来 安排了这么久 却在这一刻全部被毁掉了 范贤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终归是发生了 这一次范贤再次败在了庆帝的手中 而且是一败涂地 这些人的出现让范贤最后用来保命的借口都没有了 听到范贤的话后 影子等人也停下了脚步 海棠朵朵抹掉唇边的鲜血 对着范贤微微一笑 就坐在了地上 我只是想少死几个人 这终究是私人事情 范贤也坐了下来 勉强地笑了笑 紧接着王十三郎郎桃等人 也纷纷走到了范贤的身边 对着他说了一些什么 大致意思就是这虽然是他的私事 但他们选择帮忙跟他没有多少关系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法罢了 而在范贤跟几人谈话的同时 他们所在的广场局面也早就改变了 楼宇之间探出了众多的弩剑和弓剑 全部都对准了他们这群人 不远处更是赶来了两千余名精锐骑兵 把守住了各处通道 万见其方 即便这群人都是酒品高手 也依旧没有办法活下来 看着眼前的这些布置 范贤也终于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三年前平静京都叛乱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布置的 没想到现在却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今日庆帝就像他三年前一样 堵死了任何的活路 冥冥之中 似乎让范贤感应到了报应 围点打员诱敌出笼 这些本就是庆帝早已用惯的伎俩 真的没什么新意 范贤说完这句话后 也终于忍不住昏了过去 在他们这些人中 只有郎陶和四位剑炉强者还算完好 其余的人都带着伤 所以他们也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 但如何才能从这种包围圈中冲出呢 这些人可没有以一敌百的大宗师实力啊 在范贤众人被围困住不久后 换了一身新龙袍的庆帝 就缓缓的走上了皇城 看着被禁军和弓弩手们围在中央的众人 没有一丝感情的说道 朕要亲眼看着这个逆子死在朕的面前 放剑 一声令下后 广场之上万剑齐发 一阵密集的剑鱼 跟剑炉四位强者 用强大的四股剑翼组成的剑网互相碰撞 所有的人都被护在了剑网之中 但人力毕竟是有限 在一波剑鱼过后 剑炉四人的身上也中了数只剑石 不过他们依旧强悍的站在了四方 虽然剑网护住了大多数人 不过在剑网边缘的河岛人已经被射成了刺猬 他成为了众人中第一个生死的人 这些九品高手们都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但在强大的帝国力量面前却不堪一击 继续 清帝冷漠的看着众人继续下令 紧接着第二轮剑鱼再次发射 狼桃此时也冲出了剑网 爆发了最强的修为 在剑狱中斩杀了几位庆妙苦修士 但依旧是身中数剑 狼狈的退了回来 陛下有令一定要让他活着 面对海棠朵朵的不解 狼桃无奈的说出了自己这样拼命的原因 这句话也让海棠朵朵不禁沉默了下来 而清帝将范贤逼入绝路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想要将五竹逼出来 以及那个让他恐惧的箱子 但现在范贤已经被逼上了绝路 五竹却还没有出现 庆帝也可以确定了箱子不在范贤的身边 想到这里 庆帝也微微眯起了自己的眼睛 继续下令放进 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身材瘦小的人 已经匍匐在了远方的楼顶之上 身上盖了一件雪白的壶球物 让他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 而壶球的前方 有一个金属管状物伸了出来 缓缓对准了远方的庆帝 此人正是范贤的妹妹范若若 而他手中拿的就是那把芭蕾特 范若若击婚庆帝协助范贤 三皇子坚果放走老师 画街上回 范若若身上盖着白色的活球 很安静地趴在了房顶之上 稍微对着手掌喝出了一口热气 然后搓了搓手 让手掌暖和了一下 紧接着 他的双手就握住了芭蕾特 将眼睛附在了光学瞄准镜上 开始调动起了体内的天一道真气 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让镜中的视野固定在了皇城中的庆帝身上 虽然范若若的位置距离皇城很远 但是庆帝却仿佛近在眼前 这种感觉让他十分的熟悉 不知道之前训练过了多少次了 很快范若若又将枪口微微动了一丝 调整到了最佳的状态 然后手指稳定的放在了板机上 没有任何一丝的颤抖 只是略微停顿了片刻后 就轻轻扣动 随着他的这个动作 先是板机扣发的一声轻响 然后一瞬间变成了一声敌火激发的沉闷声 又一瞬间变成了一声惊雷 12.7口径的子弹撕裂了空气 带着美丽而恐怖的火花喷射而出 虽然此时范若若听见的声音巨大 但是因为距离皇宫两三里开外 加上漫天飞雪的掩饰 让皇城之中 谁也没有发现一丝动静 不过庆帝这位大宗师 却突然感应到了天地中 出现了一丝致命的气息 而且这个气息连他都无法抵御 所以就在这一瞬间 庆帝急忙的向后退去 他不知道什么要来临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危险是他之前从未感受过的 不过即便是庆帝立刻撤退 却还是被那颗高速旋转的子弹擦到了尖头 在后方坚硬的弓墙上 轰出了一个一尺大洞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城上城下没有一个反应过来 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还不等众人反应 第二枪就紧跟着过来了 范若若从未奢求过 能够一枪就将这位大宗师击中 但是他知道 庆帝为了躲着一枪 一定会使出浑身血术 不肯留下半分余力 那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震撼感 一定会让庆帝用出全身的本事 所以范若若也很快地算出了 庆帝躲避的方位 以及他躲避的速度 第二发子弹快速地向着庆帝射出 他将自己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这第二枪上面 通过五卓的训练 范若若能够很清楚 大宗师的实力和速度到底如何 这是经过了无数日夜训练的结果 随着一声爆响 第二枪的子弹穿透了木门 沿着一条无比比直的线条 向着庆帝的胸膛射了过去 范若若的这一枪可谓是很绝 十分精准地算出了庆帝的任何想法和举动 让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不过范若若没想到的一点是 庆帝撤退到的房间中 并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 而是存在着十几个沉默的 是连呼吸都没有的身穿铠甲 举着厚重钢盾的人 这些人似乎在这里站立了无数年的时间 从未改变过姿势 封住了屋子中四面八方的方向 这就是庆帝这么多年来 所布置下的最后安排 就是为了挡住那个箱子 射出来的夺命子弹 就那么一瞬间 庆帝左手方的一个持盾者 突然颤抖了一下 他手中的钢盾 立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子弹从这个口中穿了过去 而躲在持盾者身后的庆帝 如同被一个大锤击中一样 猛然间的向后退去 直接砸穿了这个屋子的墙壁 十分凄凉的被击倒在了雪地之上 此时庆帝的胸口 依旧是被那发子弹击中了 鲜血也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让这位大宗师成为了一个雪人 庆帝倒在了雪地上后 心中充满了无穷的恐惧和愤怒 那个箱子终归是出现了 在这个世界上 庆帝以为自己就是最了解那个箱子的人 甚至要比陈萍萍还要了解 因为当时叶青梅就是用那个箱子 将他从城王府送到了龙椅上 当时的庆帝并不恐惧这个箱子 箱子和叶青梅都是属于他的 但在太平别院的事情发生后 庆帝便开始害怕了起来 而且每日每夜都在害怕 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箱子就会出现 然后开出一朵火花 夺走自己的性命 替自己死去的主人报仇 也就是因为这种恐惧 在太平别院的事情后 庆帝就很少出宫 直到范贤入境后 加上庆帝看出了五竹 忘记了很多事情 庆帝才稍微放松了下来 本来在陈萍萍受刑的那一天 庆帝就准备好迎接箱子的出现 但却没想到箱子竟然出现在了今天 而且出现的如此突兀 让庆帝没有任何的防备 在庆帝受伤后 他身边的人们才反应了过来 姚公公率先冲到了庆帝身边跪倒 浑身颤抖地剥下了一些金属碎片 却找不到任何袭击庆帝的凶器和杀手踪迹 真真死不了 庆帝呼吸非常的急促 但还是对姚公公说出了这句话 因为庆帝此时受伤过重 接下来庆帝用手指出了一个方向 然后喘息地说道 全杀了 此时姚公公也心领神会了出来 立刻将事情安排了下去 太医们也很快地赶了过来 帮助庆帝处理伤势 不过就在姚公公走出屋子的时候 便突然看到了十分恐惧的一幕 那就是站在皇宫城头 准备挥起发令的禁军副统领 肩膀只是一动 他的脑袋就瞬间没了 像炸开的西瓜一样被爆掉 瞬间让姚公公吓得趴在了地上 也让整个皇宫城头上 响起了一片惊呼 此时皇城陷入了一片混乱 所有人都在拼命地寻找着什么 但是他们什么也找不到 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见到了他们副统领的头突然爆炸来 随着搜寻无果 禁军们也逐渐地产生了恐惧 这种根本看不见的刺客 无法抵挡的杀戮 怎么能是他们这种凡人所能够抵抗的呢 很快无穷的恐惧开始蔓延 有些人已经临近了崩溃的边缘 瞄准范贤等人的弓箭下意识地松了些 看到队伍开始混乱后 另一位将领便奋勇地怒吼了几声 打算平复下属们的心情 继续向下方下达进攻命令 但是他的吼叫仅仅维持了几声就戛然而止 这位统领的胸膛直接被轰出了一个极大的口子 随着这位统领的身死 恐惧的气氛再也无法抑制 整个皇城的城头上乱成了一片 如果是一般的领兵作战 这些禁军们并不会傻傻地去等待庆帝下令后再去放箭 但今天却不一样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小范大人 杀死范贤意味着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如果没有庆帝明确的旨意 谁也不敢贸然放箭 但此时那些将领们并不知道 庆帝已经重伤昏迷 这种诡异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 禁军统领史非也察觉到了一丝异变 看到了范贤身边的那些人也准备再度突围 但是史非却并未选择下令进攻 而是将手中的令旗扔在了地上 这个做法也间接救了自己一命 远方的范若若 枪口便转向了其他行动的人 随着一声声的枪响 一些打算进攻范贤的人全部倒了下去 血底之上平白无故的又多出了四具血肉模糊的死尸 这就像是一种冷力而又沉默的宣告 一个人在挑战一个国 依照庆略陛下现在昏迷不能试试 我是不是应该自动成为监国呀 三皇子李承平看着昏迷的庆帝 有些紧张的问了问一旁不断颤抖的姚公公 可是陛下昏迷还没有超过七日 姚公公回答的声音非常颤抖 因为他也不知道下一个被瞄准的会不会是自己 眼下这局势能等吗 你是想和我大庆的将领们全被老天爷劈死吗 李承平罕见的怒吼了起来 现在这种情况 他如果不出来稳定局面 恐怕庆国很快就会混乱起来 在三皇子的威压下 本来没有什么权力的姚公公也只好应许了下来 很快三皇子便下令让范贤等人撤出广场 然后再进行追击 就这样进军和守备军们在三皇子的命令下 给范贤等人放出了一条道路 而范若若见状便也立刻悄无声息的撤退了 即便是内庭的人很快就查到了一响发生的地方 却除了一个白雪中的印子外 没有任何的线索 因为那连续的一响 也让京都中很多人的眼睛都盯上了范府 不过范府却十分平静的 所有人没有任何的慌乱和悲伤 若若怎么还没有起来 喊了没有 林丸看着正在喂孩子的柳思思问道 还没等柳思思回话 范若若便从厅外缓缓的走了进来 身上干净如常 甚至靴子上都没有沾上丝毫的雪泥 冲两位嫂子笑了笑后 范若若便坐在了桌前吃起了饭 脸上看不出一丝一长 就像是完全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 只是这混乱过后 范府依旧无法逃脱搜查 那么接下来范贤一行又将何去何从啊 在范若若巴雷特的掩护下 范贤等人终于逃出了进军的包围圈 而这次付出的代价同样相当的大 除了何道人被乱剑射死外 剑卢似图也牺牲了三位 幸存的人全部九死一生 化阶上回 在范若若离谱的刺杀结束后 范贤等人终于离开了皇城 很快整个京都就戒严了起来 检察院和内庭联合组成了队伍 直接将范府包围了起来 对着范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三遍 并没有找到范贤的踪迹 而阎兵云更是亲自带着一个搜捕队伍 赶到了先前范贤安排众人的小院中 准备再次捉拿范贤 不过小院中却并没有任何人存在 所以阎兵云不由的皱起了眉头 他此时也跟其他人一样 在想范贤究竟躲在了哪里 检察院和内庭的人忙了整整一天 却连那些刺客的影子都没发现 就像是这些人凭空消失了一样 但是在阎兵云回家后 跟妻子沈大小姐的一番谈论 就让他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自己父亲严若海 在傍晚出去了一趟 这立刻让阎兵云想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阎兵云在陈平平死后 一直伺候着家里的一个假山园子 你留在屋里不要见任何人 阎兵云对着妻子吩咐了一句后 便立刻出门 走向了阎兵云的房间中 他没有在这府里 他没有这么傻到子头你的罗网 阎兵云对于儿子的到来并不奇怪 直言对他说道 这 这是怨我 儿子不能寻私情 阎兵云沉默了很久之后 还是说出了这一句话 此时阎兵云还也只是平淡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继续看着自己手中的书 片刻后 阎兵云才缓缓的说道 狐狸究竟能不能藏人 最清楚了 听完这句话后 阎兵云并未继续问什么 直接行礼问安后就告辞而去 在经过了门前那座非常大的假山后 阎兵云正正的停住了自己的脚步 总感觉自己错过了些什么 一直静静的看着那座假山 此时范贤正躺在了密室之中 他身上的伤痕已经被包扎好了 身边还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清水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息后 范贤缓缓的清醒了过来 然后开始思考今天的事情 在昏迷后逃跑的事情 他记不住太多了 而四名剑卢弟子直接死掉了三位 这让范贤的心中无比的沉重 他知道自己的债比过去多了 所以自己必须要活下来 做更多的事情来还 就这样范贤一面沉思 一面调息着自己的状态 在准备喝水的时候 他突然看着面前黑暗的密室墙壁正住了 感觉到在这堵墙外 有一双眼睛也在看着自己 很快密室的门就被人从外打开 阎兵云的身影缓缓走入了这个密室中 我还以为你发现了 应该是用锤子打破啊 范贤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 你不要忘了 我毕竟是在这里长大的 阎兵云此时心中也是百味杂陈 他知道此时范贤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反抗能力 只要自己想抓他 那么范贤叉翅都难飞 唉 我这辈子运气好得不像人 总有不好的时候 原来是硬在了这座假山里啊 范贤叹了口气 对着阎兵云商量了起来 阎兵云以为范贤接下来要去北齐 所以为了难庆 阎兵云这一次是不能够放过他的 不过范贤却否认了这一点 而是说自己如今只想前往神庙 因为这件事 两人之间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一些 你让我怎么能相信呢 阎兵云冷冷的问了一句 他知道这几年范贤一直将自己中心往北齐转移 所以一旦范贤真正的迁居北齐 南庆恐怕也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 阎兵云不想去冒这个险 但他也想让范贤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理由 至少要让他相信范贤不会投奔北齐 唯一海南 放心吧 只要我活着 陛下就必须被迫接受我和他之间的协议 不想让天下大乱的话 就不要对我的人下手 你不要忘了 这些人里面也有你熟悉的人 还是说 你就想看着那些人 一个个倒在陛下的屠刀之下吗 范贤看着阎兵云的眼睛 一字一句的说道 这句话让阎兵云思考了很久 不断的分析放走和勤拿范贤的利弊 这都深夜了 有什么好说的 不怕让那些婆子们听起了闲话啊 此时严若海也走到了密室之中 打断了阎兵云的思考 回去吧 院里贾阁中有几分我从旧王府带回来的宗券 你有空的时候去看看 在父亲和范贤的压力下 严兵云此时也只好先行汇聚 真希望我这儿子能开窍啊 严若海看着离去的严兵云 喃喃的说了一句 放心吧 他还是很聪慧的 范贤回应了一下严若海后 就继续调息了起来 此时整个京都中 除了严氏父子之外 没有人知道范贤的下落 内庭的那些人将京都大大小小的院子 都翻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范贤的踪迹 检察院倒是稍微安静了下来 虽然也在配合朝廷纸域 进行情报梳理工作 不过同样是一无所获 而院长严明云 则是将自己一个人关在甲阁中 看着范贤给他的那些宗卷 看完后 严兵云才意识到 这是叶庆梅当年 写给庆帝的折子和书信 内容让他无比震惊 因为上面的每一句话 设想都非常大胆 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 而他也清楚的认识到了 检察院为何会被设立起来 更是感觉到 也许收容范贤 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庆帝在太医们的努力下 也侥幸没有归天 只不过却时而昏迷 时而清醒 清醒的时候 便冷漠的下达一道道的指令 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将范贤留在 庆国的疆域之中 而对于北秦和东夷城的那些人 却并不在意 这件事也让严兵云感觉到了意外 他同样感觉出了 内庭在隐隐于约 寻找着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在庆帝心中 要比范贤更重要 只不过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而另外的一道指令 就是庆帝下旨 让范若若进宫医治 对于身上摄入的钢片 需要动用一种叫做手术的治疗方法 所有人都知道 这种方法京城中 只有范家小姐才会 在前往皇宫的路上 范若若得知了 庆帝并未死在自己的那一枪下 这倒并没有让他感觉到失望 只是有一些的茫然罢了 他之前在御书房中 待了五个月的时间 也算很了解 这个帝王是什么样的人了 入宫后 自己小心 李鸿城将范若若送到宫门口后 有些担忧的叮嘱道 毕竟此时范贤已经与庆帝翻脸 万一迁怒到范若若身上 恐怕他也会跟庆帝决裂 范若若对着李鸿城行了下了以后 便跟着姚公公走入了宫门 就在跟姚公公走进宫门的期间 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玩的 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话 可以试试左下角这个 里面有清纯 高棱 魅力 知性等各类美女 还能培养他们成为你的专属女友 左下角入口现实开放 赶紧试试吧 这也算是十分戏剧性的一幕了 险些死在他枪下的庆帝 此时竟然要他去治伤 不过范若若的心情也十分的平静 当日只是为了帮助兄长逃离京都 他对于庆帝不可能生出太多的恨意 毕竟二十多年的时间 当初那个素未谋面的婴儿的死 对他来讲太过于遥远了 在经过了几天时间后 京都方面已经确认有五位刺客身亡 但已知姓名的刺客 却还有三人不知所踪 分别为狼桃 海棠朵朵和王石三郎 这三人也有几次险些被擒下 都是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后 才狼狈的突围出去 至于范贤和影子二人 是一点踪迹也没有发现 这一刻负责搜寻的官员才意识到 检察院培养出的人物 在反侦查方面确实天才 不过几天没消息 并不代表一语直没消息 很快姚公公就收到了一个绝密信息 在禀报了庆帝后 第二日就派出了内厅和军方的人员 直接冲开了阎府的大门 包围了后院的假山 发生了什么 沈家大小姐看到冲入府中的众人 慌乱了起来 但是阎兵云却依旧很平淡 你难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她的目光盯着妻子的眼睛 瞬间让沈大小姐摊坐在了地上 禀报姚公公范贤在阎府的人 确实是这位沈大小姐了 她是侵犯 要是被朝廷知道了 咱家怎么能偷偷干血 再说她本就是一个厉害人 若是说她自己躲进来的 朝廷也能够相信 沈大小姐见到阎兵云 看穿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也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 你一个北齐人 什么时候这么忠于我大庆了 阎兵云冷漠地看着这位妻子 从她的眼中看出的是无尽的怨恨 为什么我哥哥和全家上下 两百余口人全死了 这是谁做的 全是反邪和那个海棠多多的主意 沈大小姐此时的眼睛中 全是仇恨的光芒 她不指望阎兵云给自己一家老小报仇 所以这件事情就自己来做 既然发现了杀死范贤的机会就在身边 她又如何能够放弃呢 只是她终归是低估了自己公共和丈夫的能力 那么范贤会不会被抓住呢 在庆云年的大东山之战后 四大宗师直接死了两个 而叶刘云也因心微一冷 与费界一起远走西域 整个天下就只剩下庆帝这唯一一个大宗师了 在范贤找来三个酒品商高手为欧庆帝失败后 便终于醒悟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打败大宗师的就只能是大宗师 所以便正是踏上了前往神庙的路途寻找五竹鼠 话节上回 在沈大小姐向朝廷汇报了范贤的踪迹 那一停的人就立刻赶到了严府之中 但是在他们将假山撬开 看到里面的密室后 便补油的全部呆住了 因为整个密室都布满了灰尘 根本不像是有人呆过的样子 范贤早已经不在这里了 此时范贤已经舒舒服服的躺在马车上离开了严府之中 其实在范贤离开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严府发生了什么事情 更不知道那位沈大小姐 始终没有忘记当初他们家的密门惨案 但是范贤相信严若海的能力 毕竟严是父子二人 都是在检察院中熬成惊的人 不可能对于自家院中的异动没有察觉 也正是严府强悍的能力 将范贤安稳地送出了京都 你回京之后 将这封信带给严明云 让他想办法送到皇帝陛下的面前 范贤将一封信递给了驾车之人 这封信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告诉庆帝 自己会履行两人的约定 也希望庆帝能够遵守自己的承诺 范贤多此一举的举动 也是为了那些被封锁在京都的几位友人 庆帝的主要目标就是范贤 只要范贤活着离开京都 那么再如何的销后国力 将王十三郎他们留在京都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马车在京都的野外转了好几圈 借着建察院的据点 整整耗费了三天的时间 才到达了一处周城 王启年已经化妆成了一个老头 成功地接应到了范贤 很快王启年也在马车上将范贤打扮了一番 然后两人就正式地向着神庙出发 哎 大人 怎么走啊 王启年问出了一个很实在的话 虽然识人无比敬仰神庙 但是谁也不知道神庙究竟在什么地方 向北 一路向北 范贤对着王启年微微一笑 就指出了神庙所在的方形 经过了几天几夜的奔波 王启年也终于驾着马车赶到了边境 这一路上 王启年充分地展现出了自己当初作为江阳大盗的能力 不断地沿途乔庄 打通关节 伪造文书 突破了南庆朝廷的无数道检查线 在越过了边境线后 王启年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开始将速度放慢了下来 感受到了马车行驶的变化后 范贤便也在车厢中醒了过来 通过马车外的景色 范贤也了解到他们已经出了庆国 不过现在范贤却没有任何的想法 因为这几日不断地奔波 加上严寒的天气 让范贤体内的伤势再度加重 体内经脉千疮百孔 让范贤的真气无法运作起来 大人 该吃药了 王启年将马车停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并钻进了车厢中 从暖楼上一直温着的药 给范贤倒了一碗 而在范贤接过了药碗后 几个人的身影出现 让他重新振奋了起来 王十三郎和海棠夺夺两人 此时也出现在了马车不远处的前方 很快两人就走到了马车上 没想到啊 你们跑得比我还快 范贤看着两个生死之交 不由得笑了笑 海棠夺夺坐在了范贤的身边 开始跟他说了一些在京都的遭遇 听完海棠夺夺的话后 范贤点了点头 只要他们活着就好 接下来三人互相聊了一下伤势 海棠夺夺是三人中受伤最轻的 凭借他的天一道功法 就能够自我修复 其次是王十三郎 他的右手直接被清帝毁掉了 不过范贤还是打算帮王十三郎医治一下 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范贤的医术了 最惨的依旧是范贤 体内经脉杂乱的根本无法自我修复 如果不是三人都受了伤 也许在清帝被枪击中后范贤就会直接杀回去 整个局面也就可以改变了 只能说清帝还没有到死亡的时候吧 我要去神庙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 在三人杂七杂八的聊了一些后 范贤便诚恳的对着二人发出了邀请 听到神庙二字后 王十三郎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这个地方如果可以 他确实很想去 海棠夺夺则是笑了笑 并不是很惊讶 王大人这一路也辛苦了 你在车厢歇着吧 我去赶车 虽然没有回答 海棠夺夺还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了范贤 这种事必须要带上他 哈哈 你知道路吗 范贤看着海棠夺夺熟练的动作 不由得笑了起来 当年在江南你提到过一些 应该是在北边 海棠夺夺头也没回 就对着范贤说道 然后立刻驾着马车 开始继续向前行驶 而这个马车的路线也有了一些改变 先向着北齐的上京城方向行驶了过去 又是几天的时间后 马车缓缓地行驶到了上京城之外 此时战豆豆和斯里里二人 也已经在城门之处等待 不同的是 此时斯里里的怀中抱着一个婴儿 这么冷的天气 要不然先让嬷嬷们将红豆饭抱下去 斯里里给怀中的婴儿整了整衣服 生怕这天气将孩子动坏 不过战豆豆却有点厌烦 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微怒地说道 这小人实在够麻烦 今日战豆豆冒着寒冷 带着这位公主迎接范贤的马车 其实就是为了让范贤看一眼自己的女儿 而出城迎接的 则是范思哲所率领的一个商队 毕竟战豆豆断然不能够亲自出面 很快马车也就到达上京城门前 范贤有些艰难地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跟自己许久未见的弟弟 来了个深情的拥抱 很快兄弟二人就离开了车队 说了一些家常 大多是范家的一些家事 将要分别的时候 两人才重新回到了车队的旁边 这是大殿送下来的 说是你嘱咐不能忘记的东西 范思哲将一个沉重的瓮交给了范贤 见到这个后 范贤脸色也凝重了起来 连忙让王氏三郎将其放在马车之上 然后嘱咐了范思哲几句 就准备离去 这一次他终究是没有进入上京城 去见那两位女人和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他就不肯进京 斯莉莉看到范贤准备离去后 带着失望和悲伤对着战豆豆说道 而战豆豆面色却很平静 沉默了一会儿才回应了斯莉莉 他既然和庆帝有赌约 自然要远赌服输 不肯为朕所用 又怎么可能入城 虽然战豆豆也想近距离看看范贤 但还是要让范贤按照自己的意愿前进 而范贤虽然没有进入上京城 但上马车之前 还是对着战豆豆和斯莉莉的方向招了招手 脸上的笑意十足 很快范贤也就登上了马车 带着二人缓缓前进 王启年则是被留在了上京城中 继续协助范思哲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范贤要前往神庙的时候 都认为他不可能活着从神庙出来 所以众人也就下意识地认为 这次离别就是永恒了 不过范贤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叶青梅能够从神庙中出来 那么他也一定可以 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范贤三人便正式地进入了北方雪原之地 此时三人都已经裹上了厚厚的皮袄皮靴 不过依旧挡不住那刻骨的寒风 在进入雪原后 三人便舍弃了马车 开始用雪橇进行移动 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找到神庙还需要多久 我也不知道 范贤看着一望无际的雪原 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 虽然知道神庙在极北的地方 但是具体的方位却并不知晓 所以众人需要做好长久的准备才行 在这个世界中的北方过于严寒 几乎没有几个能在这种地方活着回来 即便是这三位九品上的高手 也依旧有一些难度 在休息了一会儿后 三人便开始继续赶路 范贤在六年前的时候就知晓了神庙的路线 也知道自己注定是要去神庙一趟 只是没想到啊 最后是因为要去找五竹鼠 帮助自己跟庆帝决裂罢了 原本是探险的旅途 一旦有了目的性 也就丧失了很多美好的感觉 至少范贤是这样认为 在这极度冰冷的雪原上 三人一直在不断的前行 这一次的旅途 他们准备的也算是十分的充足了 从衣服到食物都十分的充足 让他们不会死在这片雪原之上 而此时范贤也想起了当初 萧恩和苦河两人靠着吃人肉 才活下来的事情 你想不想听个故事啊 范贤面带笑意地对着海棠朵朵说道 嗯 什么故事 因为过于无聊 海棠朵朵便也点了点头 就这样 范贤将苦河和萧恩二人的故事 全部都讲了出来 在海棠朵朵听完之后 脸色也逐渐地变了 他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师尊大人 曾经做过这种恐怖的事情 这时候对我说这些 想必不是专门为了恶心我 总要有些道理才是 范贤此时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深了 我发现你很喜欢那些雪犬 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 真要等到淡尽凉绝的那一天 我们总是要吃狗肉的 我希望你能够有些心理准备 范贤还是对海棠朵朵说出了这句话 海棠朵朵此时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 原来范贤呢 一直都没安好心 虽然海棠朵朵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 听到这些话后却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所以二人直接沉默了下来 很快王氏三郎也训练完自己的右臂走了进来 一个月的时间 三人也没有多少娱乐的活动 如果再找不到神庙 他们可能就真的沉默下去了 在这个阶段中 三人最为忌讳的就是一直沉默下去 所以范贤也会找一些话题 来活跃他们之间的气氛 随着一天又一天的枯燥旅途 范贤三人终于看到了那座山 让众人梦寐以求的神山 那么神庙之中到底有什么呢 在庆余年的故事中 一切的发展都围绕着神庙展开 从叶青梅走出神庙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整个世界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在多年之后 他的儿子范贤也来到了这里 为的却是找到五竹去搞定他的老爸 话间上回 在风雪停下来后 范贤三人选择继续上路 虽然天气放晴但血缘上依旧是寒风刺骨 范贤体内的寒症也越来越重 即使是一直用药物维持 在这种护寒之下依旧是一种折磨 海棠独独和王氏三郎两人 在看到范贤的状态后便动了启程回南的念头 不过却被范贤果断地拒绝了 因为范贤知道 如果这一次不能够一鼓作气地找到神庙 那么自己以后的生命里 估计很难再有这种勇气了 这一次三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跟时间赛跑 在找到神庙后 有着屋檐折挡 范贤的伤势便会好转 但如果一直找不到 不仅范贤会交代在这血缘之中 海棠和王氏三郎也不例外 所以三人很有默契 没有再多话语 只是将血犬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还有多远 王氏三郎停顿了下来 稍微修整了一下 便询问范贤到达神庙的路途 顶多还有十五天 范贤从怀中拿出了指南针和地图 仔细地确认了一下方位后回应道 得到了范贤的回应后 王氏三郎也不再耽搁 继续架着雪橇向前奔去 这一路上范贤不断地维持体内的状态 但依旧抵挡不了 他身体逐渐地僵硬起来 海棠多多也一直陪在范贤的身边 调动天地之气 开始的六十只雪橇卷 到现在只剩下了十七只 之间长长的雪橇队伍 也减少到了五架 如果再找不到神庙所在 他们恐怕连回去都是个难题 不过就在三人越来越失望的时候 北方天际突然出现了一座微额的雪山 这是三人第一次见到这座雪山 如同在天地之初就耸立在此 带着无比庄严的气息 俯瞰众生 他们终于快要到达神庙了 在看到雪山后 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王氏三郎更是向着那座雪山发出了一声吼叫 显得极为快意 此时三人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漫长的旅途 终归是要迎来了终点 他们一行人从北极启程的时候是初春 现在已经到了夏季 在范贤感慨了一下时间后 也不由得对当初萧恩和苦和两人产生了敬佩 休息一夜 明早尽妙 范贤从兴奋和激动之中摆脱了出来 此时众人还没有真正的到达 有句话叫做望山刨死马 范贤需要在这世安稳一下二人 很快海棠朵朵和王氏三郎也平静了下来 开始搭建帐篷准备吃食 今晚他们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争取明早直接奔入神庙之中 此刻范贤也想到了进入神庙的一些事情 这一次他就是来寻找五竹 并且尝试着找到一个能够返回人世间战胜庆帝的方法 而只要五竹术还活着 那么一切都好办 因为在范贤的认知中 这个世间没有谁能够伤害到五竹术 而这几年的时间 五竹一点消气都没有 如果不是被囚禁在了神庙 那只怕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 所以范贤只能祈求着五竹术能够活到自己到来 很快第二天清晨的阳光就已经照耀在了大地上 依旧没有任何一丝温度 王氏三郎立刻驾着雪橇赶路 又经过了两天的时间 三人便正式地到了雪山脚下 但真正看到雪山后 三人再度充满了失望 因为这个雪山除了雪和冰之外 没有任何的东西 什么要在哪啊 王氏三郎抱着四孤剑的骨灰问道 而范贤也是一脸懵逼 据萧恩和苦和留下的信息 此时的神庙就应该在他们的面前才对啊 但此时海棠和王氏三郎也不禁对范贤产生了怀疑 神庙真的存在吗 走吧 上山 范贤看着面前的雪山缓缓说道 先前三人已经将雪山四周找了个遍 都没有看到任何庙的影子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是在这雪山之上了 而只有真正爬上去之后 才能够得知结果 海棠多多和王氏三郎对视了一眼 虽然二人信心已经被消磨了大半 但还是选择向雪山上攀爬 毕竟现在只剩下了这一种可能 而事实也就如同范贤所想 在三人爬行了没有多长时间后 他们的前方就出现了一个类似人工制造的轨道 紧接着旁边也有几个相同的轨道存在 哈哈 顺着爬上去吧 范贤看到这些轨道后 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因为这就是他那个世界中铁轨的形态 不过却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能够在这样洋寒的环境下依旧保持光滑和形状 就这样三人沿着轨道不断的攀爬 过了大约两炷香的时间 三人便看到了轨道尽头那长长的时间 在传说之中 神庙每年限是一两日的时间 范贤这时才理解这个限是的意思 先前那些轨道是会在特定的时间 让阶梯带着神庙滑下去 但不在这个时间中 山下是无法看到神庙的 想到这里 范贤也不由自主的感叹了一下 三人几个月的努力最终没有白费 接下来三人就保持着沉默 开始缓步登上阶梯 越往上 三人的心中越充满着兴奋和恐惧 神庙那传奇的面纱 就要被他们揭开了 很快三人就走到了阶梯的尽头 神庙出现在了三人的面积 在范贤三人真正的看到神庙后 脸上也出现了一些茫然之色 这个神庙十分的宏大 强妙由巨大的黑色石头所建立而成 整体的规模要比庆国皇宫前 能容纳数万人的广场 还要打上无数倍 直接带给了三人一种压迫感 单单是神庙的庙门就有着七丈之高 更为神奇的是 有着一个遮住太阳的苍天大树直插云霄 唯一能够平静下来的也就是范贤了 海棠和王氏三郎两人都沉寂在了震惊之中 而范贤此时已经走到了神庙大门之前 在他看到了神庙上的牌匾后 便立刻醒悟 自己之前想象是错误的 那个轨道并不是将阶梯运到下方 而是将整个神庙运到下方 因为神庙也需要能源 需要阳光 所以他才会在几夜到达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神庙并不是一个神迹 只是范贤还不知道 有神庙用途的一个建设罢了 此时此刻范贤终于确定了下来 自己脚下站立的土地依旧是地球 不过门边上的三个M字符 还是让范贤沉思了下来 自己那时候可没有这么大的博物馆啊 在神庙的门边上 有很明显排列的物字 下面的三个M则是单词的残缺 现在也轮到范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面前这个明显有着几千几万年历史的博物馆 究竟是什么时候建造而成的 那些博物馆的人又在哪呢 世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博物馆存在呢 为什么这个博物馆成了人们口中的神庙 这些问题一时间全部跑了出来 让范贤根本就想不明白 所以他也喃喃自语地问出了一句话 这是什么博物馆啊 这是军事博物馆 一个没有任何情绪的声音从神庙中传了出来 回答了范贤那充满挫败感的问题 很快神庙的大门就缓缓打开了一道缝 范贤望着神庙之中的漆黑 缓缓地坐在了地上 王十三郎和海棠朵朵看到范贤的样子后 便抽出了自己的兵器 开始给范贤护法 就这样 三人很好笑地守在了庙门之前 此时范贤调动了天地的元气 他感觉到这里的元气非常的浓郁 经过了一段时间后 范贤也将自己的经脉修复了不少 让体内积蓄了许久的真气开始缓缓地流动 走吧 在范贤做好了准备后 便起身对着二人说道 很快三人就走入了庙门之中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大的广场 在广场的四周 散落着一些巨大的建筑 这些建筑范贤依旧很熟悉 因为就是他那个时代中的一些建筑 一路上范贤等人除了看到一些残破的建筑外 其余的什么也没看到 就像五竹叔所说的一样 此处并不是仙境 只不过是个破败之地罢了 三人一直沉默地向前方走着 很快就到了神庙的正中心 在此处有着一个台子 台子的后方保存着一个最为完好的建筑 一直走到了这里 范贤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他心心念念的五竹叔 此时都不知道在哪里待着 神庙没什么危险了 那些使者应该是死光了 范贤通过一路查探到的景象 对着二人说道 在海棠二人还不明所以的时候 他们面前的台子上面 突然出现了一些光点 开始缓缓地凝结到了一起 很快光点就聚集成为了一个老者的样子 漂浮在了半空之中 看到这一幕后 海棠和王十三郎直接将他当作了仙人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 能够凌空飞舞身放精光的 也就只有仙人了 不过范贤的嘴角 却出现了一丝不屑 这种故弄玄虚的东西 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兴趣 那么这个老者到底是谁呢 我们下期再聊 话节上回 在看到神庙老者出现后 海棠和王十三郎立刻跪了下去 开始不断地对着老者跪拜 北齐天一到海棠见过仙人 东一城剑炉 王十三郎见过仙人 两人一前一后地说道 而唯独范贤没有跪拜 只是很平淡地对着老者说道 南庆范贤 在三人说完了这些话后 老者也开始缓缓地开口 你们是世间的生灵 伟大的神庙 所联敏主使的子民 冰霜雪露 证明了你们的决心 有任何的疑惑 都需要光明的指引 而光明就在你们的面前 这句话并不是很机械的声音 反而是带着一丝温暖可亲的感觉 这便让海棠和王十三郎更加的确信了 这个老者就是仙人 而依旧保持着理智的还是范贤 直接向老者问出了一个至高的哲学问题 至高的仙人 我们想知道我们是谁 从哪里来 将要到哪里去 老者在听到范贤的问题后 瞬间就沉默了下来 海棠和王十三郎更是不懂 范贤为何要问这个 因为他们两人所知道的很简单 他们是从南方而来 已经到了神庙之中 你们便是你们 你们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老者的回答同样十分的玄妙 而范贤想要的就是这个回答 这也帮助范贤认清了 老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想要的不是这个答案 我想知道神庙的过去 范贤继续开口说道 很快老者身上的光芒就暗淡了许多 也开始继续沉默了下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 老者才对范贤缓缓的开口 这不是凡人应该试图接触的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凡人 同样我也不认为你是什么仙人 范贤语气十分冰冷的说道 现在的范贤需要知道 神庙让他们进来 究竟是有什么样的目的 虽然范贤问出了很多的问题 不过接下来神庙并未回答他们 只是说出了很长一篇的古丽文章 大致意思很简单 就是老者希望范贤三人能够成为神庙的使者 替神庙暗中观察天下 并且选择合适的时机 回到神庙向庙中的人报备 听到了这个要求后 海棠和王师三郎陷入了沉思之中 能够成为神庙的天脉者 这对于二人来讲是十分向往的一件事情 但还没等二人答应 范贤就直接打破了两人的幻想 所谓的天脉者无非就是在历史长河中 你通过那些行走于天下的行者 传授了一些不符合当代的知识给那些人罢了 而之前庙里的使者都死光了 你才会想用我们三人来做你的眼睛吧 而问题就在于你不可能控制我们出庙后的举动 范贤语气有些冰冷的说道 这句话也让海棠和王师三郎两人挣住了 如果当初的苦河是天脉者 庆帝也是天脉者 都说天脉者几百年才出现一次 那近几十年的大陆上也未免太热闹了些 不过庆帝苦河这些人并不是所谓的天脉者 而是神庙发展的意外情况 无论是苦河还是庆帝修行的功法 都是当年野青梅从这个破庙中偷出去的 孩子你知道的事情很多呀 老者温和地注视着范贤 对于范贤这个掌控之外的人 他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处理 不要叫我孩子 我不知道神庙赐予了我一些什么 就可以让我心甘情愿地帮助你 范贤又很讽刺的口吻说道 神庙不能够给他们三人任何的好处了 所以范贤也决定 既然他不给 那只好自己搜 在范贤得知神庙的一些作用后 也就不再和老者继续吠口舌 而是直接绕过了园台 走向了神庙保存最为完善的建筑中去 这个举动让海棠和王十三郎吓了一跳 因为两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很无理的举动 不知道会不会激怒庙里的仙人 而老者依旧面带微笑 直接一瞬间就闪到了范贤的面前 试图将他拦截下来 但范贤根本就没在意这个老者 依旧自顾自地向前行走 直直地将光点凝结成的老者穿过 并且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此时海棠和王十三郎已经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们还以为下一秒范贤就会被仙人降下的天雷轰成渣 结果却什么天灾也没有出现 哇 看透你了 范贤站在了建筑的大门之前 平静地看着老者的眼睛 之前他推测的那些事情 全部都中了 这个老者就是一个全息投影罢了 所以范贤接下来压根就不用在意老者 直接推开了面前紧闭的大门 一溜烟地就闯入了其中 但下一秒大门就立刻关上了 将海棠和王十三郎两人关在了外边 在范贤进入建筑后 看清其中东西的一瞬间也立刻震惊了起来 因为在这里存在的全都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热武器 坦克 轰炸机 高射炮等一个个陈列在了展台之上 而周边的墙壁上面有着很多清晰可见的壁画 这些壁画也记载着范贤时代存在的那些武器们 比如原子弹 轻弹等恐怖的存在 看完了那些壁画后 范贤心中也知道了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并不是穿越到了古代 而是穿越到了未来之中 自己当初的那个文明早已毁灭 世界已经重新的开始了 只是它并不知道世界是怎么毁灭的 难不成真有疯子乱扔核弹 在范贤充满了疑惑的时候 先前的老者开始跟它讲起了一个故事 无数的光点凝结成了一幅巨木 给范贤演绎着燃烧的大地 现代文明的核战争正式爆发 让它见证着所有生物的毁灭 整个大地充满了阴暗和干燥 直到所有肉眼可见的生物全部消失殆尽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雨水终于在这个世界上下了起来 不管是在哪个世界中 雨水总是代表着生命 随着雨水的来临 整个大地也开始恢复了生机 而雨水中夹带的那些黑色尘埃中 存在着更为可怕的东西 也就是核战争留下的核辐射 因为雨水而复生的一些生物们 也再次被核辐射所清洗 接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大雪 温度降到了零下三四十度 严寒降临在了大地之上 这个画面一直平静地持续了下去 过了百年千年的时间 范贤看到了这些事情后 不由得嘴唇有些发白 他知道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更是感受到了强烈的悲凉和痛苦 紧接着画面上的风月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终于有人出现在了画面之中 画面速度加速地前进 穿着兽皮的人们重新入住了洞穴 然后开始从原始人不断地递进文明 范贤这一次真正地看到了沧海桑田和斗转星仪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画面上出现了一个蒙着黑布的瞎子 出现在了远古人类的部落 教授给了他们更为先进的文明 而这也就是神妙使者存在的作用 接下来老者便告诉了范贤 大东山其实就是核战争爆发的原点 那座山已经被热熔掉了一半 原先存在那里的城市也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现在范贤终于理解了为何大东山的天地元气最强烈 那些都是残留的核辐射罢了 而数万年的时间 现在的人类和动植物已经可以与核辐射共存 这一次范贤彻底知道了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 不过接下来他还是想知道为何当初要追杀叶青梅 我们会在恰当的时机去传授给人类合适的东西 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但却不会理会人世间的事段 也从未强行阻止过人类文明的进化 但是如果有外来的力量 试图强行加快这个过程 我们一定会阻止 老者的声音冰冷地回想在了整个建筑中 叶青梅是打破平衡的存在 所以必须要处理掉 在得到答案后 范贤先是一愣 然后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你称自己是神庙 这几十万年过去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神了 关了吧 又不是神庙风情话 范贤随手一摆 继续不屑地对着这个破庙说道 而接下来 神庙便开始对着范贤说出了自己的四定律 第一是神庙不得伤害人类 也不能见到人类受到伤害 而束手旁观 第二是服从人类的一切命令 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 第三是神庙应保护自身的安全 但不得违反第一和第二定律 最后 第零定律则是 神庙必须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的伤害 其他三条定律 都是在这条下才能成立 听完这四条定律后 范贤立刻想起了这些定律 出自神庙的地方了 那就是机器人的三定律 除了最后的第零定律之外 其他都符合机器人的设定 而这最后一条 也是让范贤无比心惊的 因为什么才是人类的整体利益 这本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 而定义这个事情的 也就只是这个破庙罢了 既然如此 范贤是不能够继续允许 这破庙存在的 那么接下来 范贤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期再聊 话节上回 在范贤等人到达神庙后 清帝也开始在宫中进行了布防 他虽然认为范贤找不到神庙 或者找到神庙后出不来 但就怕那个万一 所以提早进行一些防控 还是有必要的 普天之下他最害怕的 就只有两样东西 那就是那个箱子和五竹 既然箱子已经出现 那么就要做好五竹出现的准备 不过清帝也并未去为难范贤的妻儿 林婉儿这几日 还进宫陪清帝说了会儿话 但清帝在准备布防前 还是严令不许林婉儿再入宫 算是给范贤留下了一个后路 当然 范贤对于京都的事情完全不知道 此时他正在跟神庙的老者进行谈论 不过在得知了神庙和世界存在的原委后 范贤也没有了多少兴趣继续了解下去 随后对着老者吐了一口痰 然后拍了拍屁股向着大门走去 顺便告诉了老者 他就是叶青梅的儿子 也知道了这个庙中的使者 全被五竹杀光了 没事就好好做你的讲解员 别落想着冒充什么神 把我惹急了 拆了你的太阳能板 带回弹周烧热水洗澡 拆了你的主机让我儿子打游戏 在我面前 你哄你妈呢 随着范贤话音落下 大门便猛然被拉开 范贤很自然的踏出了大门 此时门外已经没有了海棠和王十三郎的身影 先前在范贤进入大门时 就做出了手势 让两人去寻找五竹的身影 此时时间已经足够 范贤便走向了园台大吼了一声 随着声音不断的传播出去 很快两个身影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范贤的身前 紧张而担忧的看着他 有没有找到啊 范贤看着两人微微笑了笑 此时王十三郎对着范贤点了点头 范贤这才注意到了他背后背着一个极大的黑箱子 不过很快范贤也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忘记了什么事情 非常急促地对着二人说了一句 出庙门 随着范贤话音刚落 三人身形还没有动 神庙的声音便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 清除目标一 此时老者的身形早已飘散 不再浪费能量去凝聚人形 随着神庙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空间后 王十三郎突然感觉到了自己背后的黑箱子动了起来 这便是范贤最为担心的 至于建筑中的那些热武器们 已经没有人能够去使用 根本不用在意 一瞬间王十三郎背后的黑箱子便解体 一道黑光神空 只见一柄黑色的铁杆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直接刺入了范贤的身体 虽然范贤很快就握住了铁杆 但胸口依旧是被打出了伤口 只是范贤此时的注意力并不是在自己的伤口 而是正正地望着那个自己非常熟悉的脸 范贤确实是望了什么 神庙使者都已经死光了 神庙本身并没有什么保护机制 不过范贤却忘了自己的伍竹书 就是庙里最为强大的那个使者 伍竹是传奇 然而他是神庙的传奇 这事说出去我妈也不能信哪 范贤看着伍竹的脸 难以置信地张了张嘴 此时范贤无法从伍竹的脸上 再找出之前一丝熟悉的味道 明明面容和黑布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范贤很明确地感受到了 此人已经不是笔人 二十载的相处现在却如同陌路 其实在范贤看到王师三郎背后的箱子时 心中就已经生出了警讯 并没有找到五竹书而产生的喜悦 因为他知道五竹书是神庙最大的叛徒 不知道有多少使者死在了他的手中 既然神庙最后控制了五竹书 又怎么可能将他随意放在王师三郎轻易找到的地方呢 此时三人直接被神庙摆了一道 不过范贤也坚信只要脱离神庙的范围 他就无法继续控制五竹书了 只是这一切的反应都有些太晚了 现在的五竹就像根本不认识范贤一样 之前的二十多年 他为范贤母子二人出生入死 也不离不弃 感受着胸腹的剧痛 范贤也知道了神庙大概用了什么法子 将五竹书的记忆再次抹去 而他也有信心能够将这些记忆找回 所以很快范贤便叫住了王师三郎和海棠夺夺二人 阻止他们二人暴怒出手 毕竟面对着五竹书啊 两人根本不可能有还手之力 五竹先前强悍的一次 其实并未刺中范贤的要害 这也是让在场的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 以五竹的境界抱起杀人 除了那几位大宗师外 没有人能够扛得住 将上范贤本就是重伤 谁也没想到范贤经过这一击还能活下来 神妙此时也安静了下来 似乎在等待着五竹判断范贤的生死 其实这并不是五竹手下留情 而是范贤避开了五竹的出手 在弹州的杂货铺中 范贤不止一次接受五竹的棍棒教育 久而久之成为了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五竹出手方位和速度的人了 你妈贵姓 五竹在出手后 也听到了范贤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沉默了片刻后 冷漠的开口问道 就是这一句回应 让范贤看到了一丝活下去的可能 然后他死死的盯着那块黑布说道 我妈姓燕 你叫他小姐 不过五竹却没有任何反应 接下来范贤不依不饶的 对着五竹说出了他最熟悉的那个名字 以及五竹和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只是得到的都是冰冷的沉默 在最后一个字说完 范贤的眼光之中充满了绝望 一口鲜血喷出 颓然的跪在了雪地之上 在范贤跪倒后 五竹缓缓抽回了铁杆 看都没看范贤一眼 直接一转身 砸向了忍不住偷袭的王十三郎 一击就将王十三郎击飞 此时范贤的身体也终于倒在了雪地上 鲜血止不住的在他身上渗出 海棠躲躲则是半跪在了范贤的身旁 徒劳的帮其止血 不过五竹并没有继续追杀 王十三郎和海棠二人 大概是在神庙看来 这两人并不会像范贤一样 影响到人类的整体利益 只需要让两人将神庙的存在 宣布于世间就好 范贤将死 海棠看着漠然的五竹 心中感到了一股难以压制的寒意和茫然 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滑落了下来 因为五竹不再出手 海棠和王十三郎便将范贤背下雪山 两人本以为范贤熬不过一天 却没想到下山后不久 范贤凭借自己小强般的生命力活了下来 在醒来的一瞬间 范贤就陷入了沉默中开始思考 将所有的事情再度细细地过了一遍 按照原来的计划 他们离开神庙后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南下 尽可能避开夏季后到达的风雪和极夜 但现在范贤受伤 又坚持继续留在这里 所以三人也只能继续在营底之中苦熬 海棠和王十三郎不是范贤 不能看透神庙的真相 他们只知道 就连五竹这样的绝世强者 都不敢违抗神庙的命令 对最为亲近的范贤下了狠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三人哭手雪深 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范贤心中却不这样认为 眼睁睁地看着五竹叔一人哭手神庙 他是打死也不能干的 虽然范贤也知晓五竹的真实身份 不过却认为五竹叔是有感情 有羁绊的 并不是一个冰冷的程序 那么他就有可能召唤回五竹叔 只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在思考了几天后 范贤决定重新回到神庙 将五竹叔带回来 他准确地判断出 神庙对于五竹叔这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体 是无法全盘控制的 至少有几个名字刻在了五竹的生命中 成功地干扰了五竹的行为 让他没有杀死范贤 这就是范贤要去赌的一件事情 如果五竹带不回 他也就没必要回南方了 其实当年夜青梅第一次出神庙 就是在萧恩和苦和的帮助下 不过之后就对着北方说了一句 五竹太可怜了 然后便回到了神庙中带走了五竹 这一次范贤也又走上自己母亲的道路 因为他们母子二人都舍不得那个人 不过在范贤决定再回神庙后 三人便爆发了强烈的争吵 三人都很清楚 范贤为何一定要回去 但海棠和王氏三郎却认为 大家好不容易才从神庙逃了出来 若是再次回去 不知道迎接三人的会是什么 两人都很担心范贤的死活 他们两人也知道 神庙并不在意他们的生死 只是不愿意将范贤永远的留在庙中 所以便强硬的拒绝了范贤的要求 不过范贤的态度却更加的强硬 他让王氏三郎扶他上山 海棠就停在雪山下等待 这倒不是范贤故意撇下海棠朵朵 他只知道自己那个书太过于厉害 如果不是自己重生上山需要有人扶 王氏三郎也会被他留下来 并且也只让王氏三郎扶到山上就好 不会让他再次进入神庙 他给了自己三天的时间 如果三天后没有任何的消息 就让海棠和王氏三郎立刻离开 那么范贤这次能否顺利带回五竹书呢 在庆余年的故事中 五竹的设定是神庙中最强的机器人 但他却因为叶青梅背叛了神庙二十多年 然而在被恢复出场设置后 他仍然忘不了范贤和小姐 在神庙的指令下始终无法对范贤下死手 而这也激起了范贤唤醒五竹书的决心 化解上回 在范贤交代完成后 就和王氏三郎再度登上了雪山 此时王氏三郎背后背着一个瓮罐 里面装的就是四孤剑的骨灰 原本按照四孤剑的意愿 是将他的骨灰撒在石阶之上 但还是被范贤拦了下来 因为他们进入过神庙 自然是知道里面并不是什么神仙境地 所以范贤还是让王氏三郎带着骨灰继续走上去 很快两人再度爬到了石阶的尽头 看到了依旧庄严无比的神庙 这一次范贤的心情比之前更为平静 然后对着王氏三郎说道 砸 只见王氏三郎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将骨灰梦提在了手里 调动了全身的真气 将其砸向了神庙的大门 一瞬间骨灰梦就被砸得粉碎 似乎见的骨灰也散落在了空中 这一击自然是没有将大门砸开 但却给大门砸出了一个剑锋 这也让王氏三郎不由的震惊 即便是自己师父已经身死 所遗留下的骨灰依旧是剑气十足 你师父如果知道自己的骨灰 还能砸一次神庙的大门 只怕他的灵魂都要快活的到处飞舞啊 范贤看着眼前的场景笑了出来 紧接着王氏三郎也终于笑出了声 两人都很了解四顾剑的心意 他们也知道 这一定是那位大宗师的想法 而很快神庙的大门也就缓缓的开了 一道黑色的身影如同闪电一样飞出 依旧没有任何的感情刺向了范贤 但就在范贤喉咙一寸的时候 铁杆的前进便戛然而止 你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那天你明知道我没死 却宁肯违背你的本能将我放出 范贤很平静地对着那张熟悉的面孔说道 他要比世间的任何人都清楚 此时五竹最大的好奇是什么 那就是为什么会对他有着熟悉和亲近的感觉 五竹在听完范贤的话后 依旧保持着沉默 但很快就收回了铁杆 然后后退坐在了神庙的门口 这一次范贤唤醒五竹的方法 便是他熟悉的心战 但这也是范贤最为艰难的一场心战 完全不同于之前对抗海棠和庆地 因为五竹并不是一个凡人 而是一个冰冷的程序 在忘记叶青梅和范贤后 他只能按照设定好的指令去进行运作 范贤也一直在思考 究竟说出哪些事情才可以让五竹 自动找回被清除的记忆 我叫范贤 那天说过了 虽然你忘了 但我还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和你有关 希望你能记起一些的什么 范贤没有任何的动作 只是缓缓地开口 说到自己知晓的那些事情 从野青梅带着五竹离开神庙 然后两人前往东夷城遇到了一个白痴 再到淡洲中遇到了一群白痴 以及之后的事情 范贤仔仔细细地对着五竹说道 而在范贤说话的同时 神庙也一直在给五竹下达着击杀范贤的指令 但五竹依旧是保持着坐姿 一动不动地坐在神庙的门口 此时天上的雪也飘落得越来越大 范贤身上的伤势也再度复发 但他依旧是一边吐血一边诉说 尤其是说到年幼的自己跟五竹经历时 更是有些出神 只是无论范贤如何的动情 五竹却依旧冷漠的没有回应 别给我装 我知道你记得 范贤用尽了全身力气喊道 你明明会笑 在这里冲什么死人头 范贤的声音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嘶哑 一旁的王师三郎健壮 也只能先搭起帐篷 帮范贤挡一下风雪 而这三个吃人就这样僵持了一天一夜 范贤不停地说了一天一夜的话 王师三郎也认真地听了一天一夜 从范贤的话中得知了当年大陆风云的真相 只是范贤已经开始重复自己的第三遍人生传记 可五竹依旧没有任何的动作 就那样呆呆地坐在神庙的大门前 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 王师三郎也不忍心继续听下去了 转而前往了一旁将四孤剑的骨灰收拢了起来 而此时海棠朵朵也来到了山上 不过那一瞬间 他也被眼前的三人震惊了 因为此时三人就像白痴一样 王师三郎在郑郑地把玩自己师父的骨灰 范贤跟土地爷一样坐在小帐篷中 用嘶哑的声音说着天书一样含糊不清的内容 而五竹则是安静地坐在了神庙的门口 此时已经被雪堆成了一个雪人 海棠朵朵只是看了一眼 就知道这一天一夜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终归只是叹了口气 坐在了王师三郎的身旁 安静地等待 又过了许久 范贤也同样失去了心中的希望 眼睛中生出了一种绝望的味道 坐视向着前方扑了过去 但因为范贤身体早已被冻僵 实际上他直挺挺地向着五竹的位置倒了下去 在这一瞬间 五竹的身形也稍微动了动 将他身上的积雪抖了下去 我就知道你还记得 跟我走 范贤看到了这一幕 趴在地上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不知道你是谁 五竹冷漠地说出了这第一句话 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跟着自己的心走吧 山的那头是什么 庙的外边是什么 你得自己去看 范贤翻了个身 躺在了雪地上 此时他从未有过如此舒爽的感觉 因为自己的目的就快要达成了 而五竹又沉默了许久后 便艰难地弯下了腰将范贤抱了起来 然后背在了自己的后背上 就像很多年前 那个瞎子背着那个小婴儿一样 一切也回归到了最初的样子 在范贤趴在五竹背上后 他便愉快地笑了起来 即便是五竹现在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却愿意跟他离开这个破庙 其实这就够了 不过在范贤高兴之余 王狮三郎和海棠多多 二人却非常的震惊 我们把什么要砸了 这是王狮三郎带着颤抖的声音说出的话 因为在范贤唤醒五竹的时候 这两人从大门中偷偷溜了金剑 将里面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个稀巴烂 范贤的注意力一直在五竹的身上 自然也没有发现二人的动作 直到这两人出来后 才缓缓地认清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之前这两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 想要扰乱神庙先人的神念 从而帮助范贤救出五竹 但两人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就能如此轻易地将神庙给砸了 哟 你们真强 范贤看着有些痴呆的二人 还是稍微夸赞了他们 毕竟只有范贤知道 这个神庙除了五竹外 已经没有任何的进攻能力了 即便是有着很多强大的热武器存在 他也无法调动起来 毕竟那些都是死物 很快四人也就下了雪山 开始向着男方回归 就在回归的期间 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玩的 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 试试左下角这个 可以歇后清纯笑话 高冷欲解 纯裕女神 魅力主播等各类美女 还能培养他们成为你的专属女友 根据不同类型 女友还会触发不同的恋爱体验 左下角入口现实开放 赶紧试试吧 不过范贤三人做的是雪橇 五竹则是缓缓地跟在了他们后方行走 而范贤也是时不时地回头看向五竹 生怕五竹在一瞬间又消失了 不过现在范贤的心中却依旧很复杂 虽然五竹是救出来了 可他一旦归南 又将面临什么事情呢 那位皇帝陛下 早已经调动了千军万马 等待自己了吧 但此时范贤也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 任何的事情都只能回去后再做定夺 在范贤等人离开雪原时 已经到了秋季 而很多人也都知道啊 范贤整整消失了大半年 不过无论是期盼他死的 还是期盼他活着的人 此时都不知道范贤已经回来的消息 他们一行四人 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人世间 没有任何的事例发出信号 很快一行人就前往了北齐的狼牙郡中 在客栈安顿下来后 范贤便向着郡中最为繁华的青楼走去 而此时五竹依旧在他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他 这是抱月楼的一个分号 范贤轻车熟路地就进入了一个密室中 看到了祖祖等着他四个月的学生石禅力 以及汪启年邓紫月这些亲信 在庆帝强大的压力下 能够站在范贤身边的亲信 就只剩下这些人了 接下来石禅力就给范贤汇报了 这几个月中北齐和南庆之间的军事动向 在范贤前往神庙的时候 庆帝就已经开始对北齐用兵了 只不过让范贤没想到 北齐竟然连退300里 上商户即便是天纵奇才 打算慢慢撤退 慢慢将庆帝耗死 但庆帝一旦下定了决心 是不会给北齐方面一点机会的 此时范贤面无表情地看着地图 听着石禅力等人的汇报 然后将重要的地点一一标记了起来 稍微安排了一下后 范贤便询问了自己家中的情况 只不过王启年的一番话 却直接让范贤震住了 家里人好到不能再好了 前天下人都看傻了 婉儿郡主和小姐 天天进宫陪陛下说话 少爷和小姐的身体也都很健康 听到这些 范贤无奈地笑了笑 看来庆帝是真的做到了两人的君子协议 而接下来 邓紫月便告诉了范贤 苏文茂已经被击杀 我要回京都 范贤沉默了许久后 抬起头说道 不过他却让王启年三人撤回东夷城中 最后的这个时刻 还是需要他自己解决的 那么范贤回到京都 会遇到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见 话节上回 在范贤说出准备回京的话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 他们知道 只要范贤在京都出现 庆帝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杀死范贤 我不同意 王启年第一个站出来拒绝道 只要范贤活着 庆帝就会有所忌惮 范贤的性命就会关联到很多人的生死 我知道你们想的是什么 可京都总是要回的 因为事情始终需要解决 我在东夷城待一辈子也不会有解决的办法 范贤叹了口气对着众人说道 不过转念他就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庆帝明明可以安排军队跟上上珊瑚 但现在的行动是明显不想去耗论 这又是为了什么呀 在场的人沉默了片刻后 王启年便说出了一个确定的消息 宫中传出了消息 陛下的身体似乎是有问题 此言一出 在场的人脸色都发生了巨变 庆帝的健康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场的人 一位是负责检察院救赎的情报工作 一位是负责抱月楼的情报系统 都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庆帝健康的消息 此时王启年说出这句话 让邓子月和施禅丽两人有些不敢相信 不过范贤看着王启年的双眼点了点头 他知道王启年的消息是从哪来的 那就是之前大难不死的红烛 既然有了这个消息的存在 范贤回京都也就有了一些倚仗 经过了两天休整后 范贤便跟王十三郎和海棠多多分手了 王十三郎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东一城中 将范贤活着的消息和安排 告知大皇子和剑炉的人 海棠多多则是赶回了上京城中 北齐和南庆大战一触即发 他必须要回去帮战斗的稳定局面 而范贤则是带着五竹 坐上了那熟悉的黑色马车 开始缓缓的向南方行驶 一路上范贤看到了很多北齐的村落 被南庆的军队焚收成了废墟 整个关道充满着死记的机位 空气中也充满了血腥味 苗外面的世界不怎么好 在范贤驱车进入了庆国境内后 五竹便突然间开口说道 听到这个话后 范贤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外面的世界本就很无奈 不过努力一下 也许会变得好一些 回应了五竹一句话后 范贤就驱车进入了隐蔽的小道中 避开了需要经过的南庆城池 将行踪隐藏了起来 而在范贤回京都的路上 北齐战斗的和南庆庆帝二人 都开始筹备起了大战的事宜 北齐方面需要一个主帅 不能只有上山虎一人苦苦支撑 南庆方面则是打算雷霆出击 不给北齐方面任何一点喘息的机会 唉 范贤不死 朕 心不安哪 庆帝闭上了眼睛 对着夜中的儿子叶丸说道 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掉范贤 什么时候就是庆帝一统天下的时机了 你的流云散手练得如何了 庆帝冷漠地开口问道 出入门径 叶丸不知道为何此时庆帝突然问起了他的修为 不过还是很恭敬地回应道 你父亲二十年前就将大皮关练到了极致 但再也无法进进一步 范贤在叶灵儿那里学会大皮关后 很明显也没有办法进展 流云士书一身的决意 总不能就此失传哪 庆帝依旧没有睁开自己的眼睛 他对叶丸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指望他去对抗范贤 根本是痴人说梦 但也就是这句话 刺激了叶丸 想要跟范贤来一场正面的战斗 接下来摇公公端着一个盘子来到了二人面前 叶丸也听到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震惊的话 在摇公公端过来的盘子中放着两个文书 其中一个是庆帝修行的霸道功法 另外一个是留给叶丸的秘址 一年内 朕若死了 秘址可开 若是朕未死 便将秘址烧了 至于这份功法 你若是能有所精进 算是朕给你们老叶家的一些补偿 庆帝缓缓地对着叶丸说道 而叶丸完全没听懂补偿是什么意思 但却听懂了功法这个东西 即便是他在外游历许久 也不由得被这份大宗师的功法所吸引住了 所以叶丸就不加思索地跪在了庆帝的面前 不带任何虚情假意推辞 接过了庆帝交给他的两样东西 其实庆帝此举 是让叶家在他的手中能够忠心倾国罢了 在叶丸接过这两样东西后 庆帝便让他先行退了下去 等到御书房仅剩下庆帝和姚公公两人后 庆帝便突然间开口说道 没想到他居然从神庙活着回来了 然而 朕终究是老子 他是儿子 这世间哪有儿子胜过老子的道理呀 庆帝的眼角闪过了一丝寒光 对于范贤的踪迹 其实他早已经通过了密探知晓 此时姚公公的身上也直冒冷汗 像庆帝这种自言自语的话 他是根本不敢去接的 接下来君臣二人也沉默了许久 然后庆帝叹了狗气 再度说出了那句话 赞贤不死 朕心难安哪 此时庆帝的脸色突然就狠烈了起来 这是他今日第二次说出这句话了 足以看出庆帝对范贤的愤怒 而第二日一早 皇宫之中就出现了一个让大家十分震惊 却不敢乱传的消息 那就是给庆帝生下新皇子的妃子 已经被刺死了 这是庆帝要掌控这个儿子的手段 完完全全的掌控 在经过了一个月的路程后 范贤就带着五主 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庆国的京都 并且躲过了夜晚亲自把守的正阳门 两人就像两个幽魂一样 汇入了京都的人流之中 准备结束那个男人波澜壮阔的一生 由此开始也由此结束 似乎成为了一个很完美的循环 而两人回到京都的时候 北方的战争还在持续 范贤也听到了皇宫中那位妃子死亡的消息 开始思考起了他死亡的原因 以及分析着自己最后的胜率 接下来的日子中 范贤化妆成为了午夜游民 不断地游走在各府之间 但却没有见任何认识自己的人 小心翼翼地在寻找着一样东西 很快他就前往了夜府之中 刚好看到了一脸愁容的夜灵儿 不过在看到一个身影出现后 夜灵儿却毫不犹豫地拔出佩刀砍了下去 哎 是我 范贤连忙开口制止了一下 这才让夜灵儿看清了那张很熟悉的脸 接下来范贤通过夜灵儿了解了一些皇宫之中的事情 确认了庆帝的身体是真的不行了 一番长谈后 范贤便也打算离开 去做下一件事 但没想到夜晚在此时却回到了家中 来到后院看一眼他的妹妹 在刚进入后院 夜晚就注意到了正准备离开的小丝 通过小丝的身影 他立刻判断出 此人就是范贤 你为什么要回来 夜晚看着范贤的后背 冷漠地说道 范贤也没想到能够被他认出来 也许是他有些大意的缘故 而此时五主也没有跟在范贤的身边 只是盲目地走在街上 被一群小孩当成了一个傻子 只留下了范贤一人在夜府中面对危机 范贤在此 还没等范贤正式回应 夜晚就立刻抱贺了一声 虽然他也很希望跟范贤进行一场公平的决战 但对于南庆朝廷来讲 此时捉住或者杀死范贤才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庆帝说过 死人不死 胜心难 随着夜晚的一声令下 夜府亲兵立刻蜂拥而出 将范贤团团围了起来 并且此时整个京都都景深大作 一时间所有人都知道范贤回到了京都 并且就在夜府之中 夜晚开口的一瞬间 范贤就已经向他扑了出去 体内的霸道真气磅礴而出 带着撕裂天地的霸道冲击着夜晚 逼得他连退三步 但范贤也没想到 夜晚完全是学会了流云散手 双手如同棉花一般轻轻一抚 就化解了范贤霸道的一击 此刻范贤立刻拔出了自己的黑色匕首 开始向夜晚的双手进攻 却没想到他双手跟匕首急速碰撞数十下 却没有留下一丝的伤痕 而最后范贤也用出了积蓄许久的一拳 轰向了夜晚的双手 不过这一击依旧是被夜晚挡了下来 听着门外的脚步声 范贤知道现在不能继续拖下去了 而夜晚同样是十分震惊范贤的实力 为何庆帝跟他说 遇到范贤后先退三步 如果不是那三步 让夜晚抢先继续流云散手 恐怕此时啊 已经死在了范贤的手中 因为范贤根本没有给他反击的机会 但接下来范贤的动作 还是让夜晚看清了两人的差距 范贤施展着天一道功法 不断吸取天地之气 又是一拳 直接破开了夜晚不成熟的流云散手 狠狠地打在了他的右胸之上 然后一瞬间 范贤就飘然离开了夜府 只留下了赶来的禁军 和一院子茫然的夜府之人 通知公主 范贤回来了 夜晚立刻下达了这个命令 这次他跟范贤的一战 深深感受到了范贤的强大 也许真的只有清帝出手 才能降服这个妖孽吧 那么接下来范贤会去皇宫寻找清帝吗 我们下期再见 五竹终于找回全部记忆 皇宫大决战正式开始 话节上回 在范贤击败夜晚后 立刻摆脱了京都中的骚动 回到客栈 此时五竹也回到了客栈 看着风景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他知道我回来了 我今天晚上就要入宫 范贤对着五竹难难地说了一句 他知道此时的五竹 说这些话没有太多的意义 但只是习惯了 向五竹交代自己做的一切事情 最后范贤得到的依旧是沉默 五竹还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 在刚刚过了子夜不久后 范贤就换好了一身太监衣服 顺势进入了京都的夜色中 离开了客栈 但这一次范贤并没有试着幻选五竹 邀请他加入这次冲突 所以五竹只是安静地等待着 一直到天亮后 秋雨硬静地飘落了下来 雨滴不断地打在客栈的玻璃窗上面 绽放出了洁白的水花 这是玻璃 是我做的 这一刻五竹总算说出了一句话 然后又沉默了很久 似乎他已经想起了一些什么 然后转身走出了客栈 走进了那冰冷的雨水之中 接下来五竹沉默地在雨中行走 丝毫不在意人们惊奇的目光 很快五竹就走到了皇宫前 停下脚步 看着红色的宫墙 没有了任何的动作 因为五竹的行动太过于怪异 直接被掳人当作了一个白痴 引来了很多小娃娃欺负 纷纷捡起煤块和石头籽 向着五竹扔去 人类在很小的时候 就擅长通过欺凌比自己弱小的人 来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 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依旧是如此 不然那些小娃娃 为何会看着五竹浑身上下被砸得肮脏不堪 便会觉得快活呢 只是五竹根本没有在意这些小娃娃 依旧是安静地住立在雨中 直到有一个石头狠狠地砸向了他的脑袋 五竹才突然感觉到了 心中产生了一丝怪异的感觉 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何要攻击自己 更不明白这些孩童天真的脸上 为何会出现如此猙獰的笑容 但脑海中的一片混沌 让五竹的心中 突然感觉多了一些什么东西 此时五竹终于感觉到了 那个叫做范贤的年轻人 所说的情绪是什么意思 想到这里 五竹也开始在意起了 那个年轻人去做什么了 稍微回忆了一下 他便想起范贤要去皇宫报仇 为了一个叫做叶青梅的女人 和一个叫做陈萍萍的老脖子 这两个陌生的名字 也逐渐地在五竹的脑海里清晰了起来 让他感觉非常熟悉 但五竹依旧记不起他们究竟是谁 只是五竹理解了自己此时内心的情绪 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他厌恶这个京都 这个皇宫 更是本能地厌恶着在这建筑里面的人 又是许久后 五竹便决定前往皇宫中看看 他将手稳定地放在了腰间的铁杆上 重新戴上了斗笠 挡住天上的雨水 此时那些小娃娃们依旧不厌其烦地 对着五竹扔着石头和煤块 而五竹沉默了一会儿后 便弯腰抓起了一把被雨水淋湿的煤渣 虽然在五竹的设定中 不能够伤害人类 除非是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 但五竹跟神庙里的老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他不理解整体利益是个什么东西 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五竹的心中 只认为那些年轻的人类在玩游戏 所以他并没有任何的厌恶和愤怒 只是心想 要是陪他们玩一次游戏 或许就不会再缠着自己了 接下来五竹直接将手中的煤渣 向那些小娃娃扔了过去 下一秒就惊起了无数的尖叫 然后就是混乱的脚步和哭泣的声音 一把煤渣出手后 精准地按照四人饭分开 准确地命中了几个顽童的身体 其中一位笑声最大的顽童 直接被砸中头颅 直接昏死了过去 连五竹自己都忘了 他这个大宗师的实力 随便出手都不是凡人能够抵挡的 只是五竹的这次出手 还是引来了很大的麻烦 啊 傻子打死人了 在一片寂静过后 突然有人爆发出了愤怒的喊叫 先前冷漠观望五竹被小娃娃欺负的京都百姓 这一刻都变成了急功好义的优秀市民 有的去报官抓人 有的则是通知娃娃的家长 还有一些中年人拿起了木棍 准备将五竹打倒在地 为此家娃娃报仇 那些娃娃的母亲更是大声哭泣着 嘴里不断地咒骂着五竹 人性的丑陋在这一瞬间暴露无遗 此时五竹依旧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不明白为什么只是一个游戏 这些妇人就会哭 如果不是游戏 先前为什么他们不阻止这些孩子 他知道自己不会真的受伤 难道这些人类也知道自己不是正常人吗 难道先前这些孩子打自己的时候 他们就不担心他的安全吗 又沉默了许久 五竹才稍微明白了 人类的感情选择跟道理是没有关系的 是根据亲疏和喜恶来进行划分的 这一刻五竹终于想起了 如今这个世界上跟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 就是那个叫做范贤的年轻人 而他也最厌恶那座皇宫 想通了这一点后 五竹缓缓向着皇宫走近 那些试图要打死他的人 在接近五竹的一瞬间 就直接昏倒在了地上 手里拿的武器也断成了两截 看到一个个进宫的人全部昏倒 那些百姓们不由得震惊了起来 开始缓缓地给五竹让出了道路 就这样 五竹很轻松地走出了他们的包围 这一次五竹并未杀人 倒不是他不敢 只是他已经知道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在五竹缓缓走到皇宫正门前 就有一支禁军拦住了他的去路 面对肃杀十足的队伍 五竹只是身体微微前轻 就向着这群队伍冲了过去 这些禁军本是得到范贤回京消息后 准备捉拿范贤的 却没想到范贤没等到 等到的是一个大宗师实力的瞎子 在看到五竹的一瞬间 禁军们便开始集结武力 准备一举将去擒火 杀 随着禁军校官的一声零下 那些禁军们齐声拔刀 向着五竹杀了过去 面对成群的禁军 五竹只是稳定地抽出了铁杆 精准地刺向了每个禁军的喉咙 动作十分的简单利落 在校官杀子出口的时候 到五竹刺死了面前所有的禁军士兵 也只是短短过去了三十息 在杀人的过程中 五竹的速度没有丝毫的变化 这些禁军们完全没有成为他的阻碍 一路穿雨而行 更是一路杀人而行 在五竹走到皇城广场中央的时候 他便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此时他身旁 已就没有任何站立的人了 五百位禁军 全部倒在了雪坡之中 没有任何一位能够再度站起来 此时城上的禁军们已经搭好了弓箭 瞄准了站在广场上的五竹 时刻准备万箭齐发 此时城楼上脸色苍白的禁军统帅公典 心中只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响起 五竹来了 他替小姐报仇来了 因为心中的震惊 让公典迟迟不敢下令放箭 而五竹孤独地站在风雨中 突然间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里面住的好像是小李子 放箭 许久后 宫殿还是颤抖着下达了命令 一瞬间万箭齐发 向着广场中央的五竹射了过去 在这样密集的箭矢射击下 没有人能够活下来 即便是如今天下轻功最强的范贤 也依旧无法成功躲避 但五竹的身体却丝毫没动 只是将手中的铁杆收回来 横在了自己的胸膛 就像一扇门一样突然关闭 将五竹的身影封锁在了雨雾之后 在一阵密集的箭矢声过后 所有的禁军都惊住了 只见五竹左手抓着自己的力帽 此时整个力帽上不知插了多少支箭 完全成为了一个箭矢毛球 他的右手依旧稳定地握着铁杆 铁杆之下则是被他折断的无数支箭矢 整个光场也被散落的箭矢覆盖了起来 只有几个找到空隙的箭矢 成功射在了他的小臂之上 虽然穿透了五竹的小臂 却对他造成的伤害并不算太大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禁军们根本不明白这种事情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在箭矢放出的那一刻 五竹就动了起来 只是他动的速度太快了 手中的铁杆和高速旋转的立帽变成了残影 根本没人能够看得到 天底下除了五竹之外 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 依旧能够做出冷静而精确的判断 即便是那几位大宗师也不行 接下来五竹便踏着满地的箭矢向前行走 禁军们也被五竹的动作震惊 士气跌落到了谷底 他们纷纷地认为 眼前的五竹是一个怪物 宫典更是不知用什么办法来阻止五竹了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前进 准备火油 因为漫天的大雨 宫典此时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火油之上 很快整个广场随着火油的覆盖 一瞬间就燃烧了起来 而这一刻五竹又做出了让所有人震惊的动作 他飞快地跳到了宫墙之上 竟然在宫墙之上奔跑了起来 一瞬间宫典也终于明白了 谁也无法阻止五竹入宫了 那么五竹能否在宫中见到范贤呢 我们明天再聊 在庆余年的大结局中 范贤经历千难万贤 终于从神庙带回了五竹 而因为之前范弱弱的两枪 让庆帝的身体大不如前 看着庆帝一步步杀来 就连他也会感到恐惧 化解上回 在五竹冲向皇宫的时候 庆帝就已经接到了禀报 如果不是当日朕伤在那个箱子之下 朕何惧老五 不够便是老五来了 那又如何 庆帝听着宫外的急报 嘴角泛起了一丝的冷笑 此刻庆帝在姚公公的服饰下 穿好了龙袍 今日的龙袍非常的贴身 似乎是为了之后 他出手刻意制作的 待整理好后 庆帝就缓缓看向了太极殿的大门外 目光穿过了广场 望向了前方厮杀的皇城正门 他知道老五一会儿就会从那里过来 范贤找到了没有 庆帝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还没有 不过范家小姐昨夜就失踪了 姚公公站在了一旁 恭敬地回禀道 唉 这还是低估了很多人哪 比如弱弱这个丫头啊 庆帝缓缓闭上了双眼 开始了沉思 现在姚公公也不敢多远 只是心中觉得非常古怪 在得知范贤进入京都的准确消息后 庆帝第一时间就将范弱弱请入了宫中 很明显庆帝掐准了范贤的命脉 但谁也没想到 范弱弱去突然间在宫中失踪了 过了许久后 庆帝便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走出殿门 站在了太极殿长廊之下 还有半个时辰 如果范贤再不出手 这件事就有趣了 庆帝看着逐渐变小的与世笑了起来 此时的范贤已经进入了皇宫 也得知了自己的妹妹被接入了宫中 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了庆帝的想法 在这你死我活的时刻 庆帝还是撕开了自己虚伪的面具 准备用范弱弱的性命来威胁自己 现在范贤已经装作了一个小太监 小心翼翼地跟在几个宫女身后 死死地盯着远方的太极殿的庆帝 他清楚地感觉到 五竹正在路上 跟庆帝决战的筹码 已经彻底集齐了 在范贤这边准备决战的时候 北齐和南庆的边境线也逐渐地吃紧 此时北齐的皇宫中 战斗的眉头紧锁地思考着应对策略 朕还是不能将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 庆帝毕竟是他亲生父亲 更何况小师姑说了 那位瞎大师已经变成了一个白痴 战斗的看着身旁的海棠朵朵 眼睛之中闪烁着一丝光芒 若是上山将军支撑不住 陛下准备怎么办 海棠朵朵很平静地问道 现在他们北齐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了 清举国之力 与之一战 战斗的没有任何的思考 笑着回应了海棠朵朵 战斗的此时的身上散发出了无尽的帝王威严 这天下就算是要碎也要碎在他自己的手里 而此时东夷城之中沉寂了一年的大皇子也开始行动了起来 现在大皇子不仅有一万名效忠他的部下 更是有着范贤留给他的四千黑旗 在王十三郎带回范贤的亲笔信后 大皇子就带着军队缓缓出发 向着西北方向行驶而去 这一次他们并不是去帮南庆进攻北齐 而是驻北齐抵御南庆的进攻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范贤一旦失败 庆帝必定用尽全力进攻北齐 东夷城同样是会受到进攻 那时无论大皇子如何厮守东夷 也都无济于事了 天下大乱即将开始 如何有效地稳定南庆进攻的局面 便是范贤委托大皇子去做的 只是大皇子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范贤的身上 只要他能够取得胜利 一切就能够彻底的结束了 而所有人都在盯着皇宫 期盼着范贤能够胜出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埋怨起了他 那就是范贤的妻子林婉儿 在范若若被召入宫中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了范贤还活着 只是为何他不先回家看看呢 难道连这最后的一面 都不舍得看看他们了吗 而谁也没想到 这一战的最后落幕 竟然是那么的让人震惊 在皇宫之中 范若若换上了一身宫女的衣服 不断地隐藏着自己的身形 随着一些的交谈和杂乱的声音 范若若也知道了 范贤和武主已经进入了皇宫 虽然得知二人还活着 让范若若赏过了一丝心喜 但转而变成了深深的担忧 他知道这一次哥哥和师父进宫是为了什么 很快范若若也走到了一个盛水的大铜钢之前 想了许久之后才下定了决心 爬到铜钢之上 在里面不断地摸索着 很快就从里面提出了那个箱子 这是在范贤前往神庙的时间中 范若若趁着入宫 帮助清帝诊治的机会埋藏下去的 他知道自己会再次在宫中用到这个箱子 很快范若若就抱着箱子 神不知鬼不觉地没入了皇宫之中 此时武主也缓缓地走到了太极殿的广场 这一路他杀了近万名禁军 即便他不是人却也不是一个神 现在的武主手中铁杆已经彻底的报废 衣衫上更是出现了很多破洞 更恐怖的是他的左腿已经被砸碎了 但武主依旧艰难地向前行走 势必要走到庆帝的面前 我终于确认你不是个死物 死物是没有这么强烈的矮憎啊 庆帝看着眼前的武主缓缓开口 话音刚落 夜中便带着残余的禁军冲了过来 再度将武主包围了起来 此时庆帝看着残破不堪的武主 心中期待着范贤的出现 而范贤依旧隐藏着自己的身形 远远地瞧着庆帝和武主的对峙 虽然在看到武主惨状后 范贤有些惶恐和担忧 但还是选择静静地观望 大宗师的战斗他是不能够插手的 所以在两人对战结束之前 他必须要忍着才行 只为在庆帝最虚托的一刻 给他致命的一击 很快武主就动了起来 右脚直接用力一跃 就跳到了石阶向着庆帝走去 在武主动身的那一刹那 那些庆军高手们也行动了起来 齐齐地向着武主杀了过去 其中速度最快的夜中 一枪就刺向了武主的后背 但在接近武主的一瞬间 一把黑色的匕首 刺入了夜中的腰腹 出手的正是影子 他一直隐藏在庆军的队伍中 等待机会 渐渐一瞬 就救下了这位瞎大师 而武主也开始挥动起了铁杆 一击又一击地击碎了高手的喉咙 很快武主就杀尽了眼前的障碍 站在了庆帝的面前 没有任何的停顿和话语 武主抬起手挥动铁杆就向庆帝脸上抽去 此时许久不动的庆帝也终于动了起来 左手拦住了铁杆 右手直接一拳砸向了武主的胸膛 一瞬间武主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而那铁杆也击碎了庆帝手上的真气 狠狠抽在了庆帝的脸上 那根铁杆此时已经彻底弯曲 武主的胸口也塌陷了下去 但武主依旧走到了庆帝面前 两人一铁杆一拳的开始了互殴 虽然武主一次次被击退 不过庆帝也一次次的被铁杆击中 身上同样出现了众多伤口 即便是武主的身体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 但强大的计算能力依旧让武主爬了起来 直到围观的众人已经分不清两人 究竟一来一回持续了多久 武主终于在庆帝的拳头中倒下了 但那根铁杆却也深深地扎入了庆帝的腹中 此时两人都到了将死地步 不过范贤依旧是没有出现 这也让庆帝感到了无比的失望 很快庆帝就叹了口气 将腹部的铁杆拔出 扔到了一边 但下一刻 庆帝左臂直接被烘碎 然后众人才感受到半年前那恐怖的气氛 也就是在枪响的一瞬 范贤终于冲了出去 用尽了全部的力气爆发出极致的速度 不过在范贤接近庆帝的一瞬间 庆帝突然爆发速度 向着一个方向冲了过去 一路上二人撞碎了众多宫门 直到出现了一个宫女的身影后 庆帝一瞬间就冲到了宫女的身前 手躯成爪 抓住了她的喉咙 此时宫女的手中还没来得及放下那柄巴雷特 眼神之中就透露出了无比的震惊 陛下 您败了 范贤看着面前的庆帝和范若若 缓缓开口说道 为了妹妹的安全 她此时不能进行下一步动作 朕说过 要当一位好皇帝不容易 首先要舍弃不必要的感情 更不能心软 若若你今天心软了 这就是致命的错误 庆帝将身形隐藏在了范若若身后 手指还捏在了范若若的喉咙处 时刻准备应对范贤 庆帝说的没错 范若若那一枪瞄准的是庆帝肩膀 而不是致命部位 那一刹那 范若若确实是心软了 陛下 不要试图用他的性命来要挟我 范贤冷冷的说道 此刻两人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境地 你会接受朕的威胁吗 庆帝缓缓看着范贤 语气也十分的冷漠 你若死了 我来陪你 范贤沉默了一会儿后 对着范若若说道 范若若微微笑了笑 而下一刻庆帝却放开了范若若 一把抓住了巴雷特的枪管 将枪管硬生生的捏弯了 但在五主走进来后 庆帝便突然间没有了任何的动力 看来啊 朕是真的要死了 说完这句话后 庆帝随手将范若若推倒在了一旁 缓缓地向着五主走去 朕其实一直很好奇 你这黑布之下究竟是什么 在那黑布被庆帝揭开的一瞬间 五主的脖颈猛然地向后仰去 紧接着一道彩虹从五主的眼睛之中攀涌而出 照亮了整个皇宫 也贯穿了面前庆帝的身体 彩虹所到之处全部被点燃 就连范贤也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 此刻庆帝没有了任何的生机 皇宫的最强一战 就此落下了帷幕 那么庆帝就这么死了吗 死之前都安排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明天再聊 在庆余年中大结局的终极一战 可谓是相当的惨烈 庆帝一人打残五主 毁了巴雷特 在将死之际忍不住揭开了五主的眼罩 雷射光线喷射而出 让庆帝化成了灰飞 连渣都不剩 但他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死 留下了遗书给范贤 化劫上回 在庆帝被五主的激光眼击杀后 整个皇宫的大火直到夜晚才被扑灭 而在彩虹出现不久后 朝廷的军队就冲入了皇宫之中 但得到的却是庆帝遇刺身死的消息 并且这些人找了许久 都没能找到庆帝的残骸 在事情发生后 胡大学士和叶仲儿人 强行镇压住了京都中的悲愤情绪 避免了范府和其他人员都受到波及 而真正控制住京都局面的 其实就是那位三皇子李承平了 他在庆帝身死后 就登上了龙椅 成为了庆国的新一任皇帝 此时范贤也没有离开皇宫 很快姚公公就面无表情地走到了他的面前 然后交给了范贤一个盒子 这是陛下留给你的 范贤接过盒子后 姚公公便慢慢地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而范贤也在想 庆帝到底留给了自己什么 难不成是事先知道他自己过不了今天这一关了 带着这个疑问 范贤慢慢打开了盒子 在看到里面的东西后 范贤不由得震惊了起来 因为这是当初他在太后床下苦苦寻找的另外两样东西 除了箱子钥匙之外的白军和一封信 很快范贤打开了信封 这是当年叶青梅写给庆帝的 里面说出了那个白军是太后赐给叶青梅自尽用的白领 不过在叶青梅接到旨意后 直接将白领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太后床前 而太后将白领一直留着 怕也是加深自己对叶青梅的恨意 除了这件事之外 其余的也就是家常里短的事情了 在看完最后一个字后 范贤发现了信后面有着曾经有力的四个字 这没有错 看到这四个字后 范贤也只是皱了皱眉头 此时他的心情复杂至极 但还是将信重新叠好后放在了怀中 然后就借着黑夜的掩护走出了皇宫 在庆帝身死许久之后 庆国将监察院改了制度 将院长一直撤除 在新皇帝的建设下 庆国的立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苛程度 虽然对于北齐的战争 因为当年的事情延后了 但所有的庆国百姓 都希望新帝能够整顿朝纲后 再度挥兵北伐 只不过北伐的事情时隔多年也没有提及 似乎是有意要永远拖下去的感觉 北齐方面虽然没有受到进攻 但是战斗斗一直都没有放松警惕 不断地恢复着北齐国力 等待着两国下一次战争的开始 在天下平稳后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为何新帝没有将当初的事情 与北齐和东一城托上关系 直接将北伐进行到底呢 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这两地 从那件事上摘了出去 即便是看在范贤的面子上 这个新帝也太过于窝囊了一些 只不过李承平却并未这样想过 虽然他跟范贤已经许久不见了 却依旧是保护着范贤当初保护的东西 这也算是得益于范贤苦心的教导 李承平被培养的并不是好战 只是希望天下能够继续和平下去 而今日李承平正好带着夜晚微服私访 专门前往了杭州西湖处的一个院子 他要去见一位自己很想念的人 在踏入院子后的一瞬间 李承平便站在门口 恭敬地对这院子里行了个礼 先生 朕这几年全亏先生暗中支持 不过有镇所不解 还望先生能给学生解惑 在看到李承平的到来后 范贤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这一次李承平是过来干什么的 不过范贤却并不打算帮助他这件事 因为这是他用来制衡自己这位学生的手 先生 内裤的事情 你终究是要给朝廷一个交代 检察院已经查出了那个村子的下落 身为帝王 总不可能装聋作哑吧 见到范贤没有回应自己 李承平只好继续说道 他已经知晓了范贤在沁国之外 建立了那个新的内裤 这对于南庆来讲 并不是一个友好的存在 陛下若是哪位大人对此事心生怒意 不妨让他来找我 我不介意让他知道 这座内裤究竟是姓什么 范贤躺在躺椅上 缓缓闭上了眼睛 丝毫不打算跟李承平继续说下去 面对范贤的回应 李承平的眉头也不由得皱了起来 但也只能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小范大人 在陛下面前 最好遵守臣子的本分 此时夜晚突然开口对范贤说道 不过换来的 却只是范贤不屑的笑容 就算他不遵守臣子本分 这李承平又能拿他如何呢 多年未与陛下见面 虽说朝是繁忙 但还是多住两日吧 范贤依旧没有睁开自己的眼睛 只是缓缓地对着李承平说道 李承平见状 也只能起身恭敬的行礼 然后到后院中 去看自己的侄子和侄女了 这一次李承平并没有待多久 毕竟范贤早就已经将话说明白 所以待了三日后 李承平便离开了杭州 向着苏者的方向继续前进 虽然两人在离开杭州的时候夜晚提议 让李承平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范贤铲除 但还是被李承平拒绝了 因为在他的骨子里面 还存留着年少时对范贤的敬畏 他知晓范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连李承平的母亲 都不许他有这个想法 他倒是不奢求范贤来辅佐自己 只求范贤不要继续闹出什么大事就好 这也算是最好的结局 本来范贤的内心已经平静了好几年 但李承平的来访 还是让他内心开始了翻涌 在李承平离去的清晨 范贤终于无法压抑住自己的内心 不断的在园子里面闲逛 两个孩子倒是不用范贤太过于操心 整天被柳思思抓着链子 倒是林婉儿天天的打麻将 让他多少有些无奈 在范贤园中发呆的时候 林婉儿过来帮他披了件衣服 然后告诉了他范贤来了一封信 其内容也没有太要紧的 就是让他们一家过些时候回淡州一趟 范贤的祖母想这位孙儿了 另外就是询问范贤 石家村该如何处理 范贤也知道了朝廷知晓新内裤的事情了 不过范贤并未在意这件事 只是说既然被发现了 那之后就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李承平那小子是不敢去动石家村的 在范贤离开京都后 其实李承平也在不断地打压范贤的势力 甚至重新用起了背叛范贤的侯继成 不断地在试探范贤的底线 而范贤对这些事情也都心知肚明 范贤要比李承平自己更为了解他 不过朝堂上的事情 他已经没有资格去管了 反正邓子月等人还在京都 留给他们去做就好 其实在庆帝之后 整个天下已经没有能够跟范贤抗衡的人物了 即使是李承平也不行 因为范贤的力量过于广远 散在了天下之中 就算是当年强大无比的庆帝 也依旧是被范贤整得束手束脚 最后只做两个人的战争 李承平跟他的父亲相差还是太远了 如果细细地算一下 所有人都会震惊 范贤才是这天下真正的帝王 他拥有天下第一钱庄 还有剑炉残余的八名九品强者 在大宗师之后 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天下第一 更是在内裤有着无数的眼线 江南下西非执掌的名将 是庆国最大的皇上 范思哲在北齐中掌握了内裤走私的生意 北齐皇宫的那位小公主 是他的亲生女儿 东夷成名义上归顺了庆国 实则上则是范贤和大皇子 共同统治的独立王国 范贤稍微跺跺脚 整个天下都会随之颤抖 看似无权 其实他手中处处是权 其实在李承平上位后 倒并不是他不想北伐一统天下 完成千古一帝的壮举 实在是范贤那些亲近的人 将整个天下都控制了起来 无论是谁想伤害范贤 或者去伤害他在意的人 都会迎来范贤沉重的打击 就算是帝王也不例外 范贤在西湖悠闲的生活 其实还有一个 让他十分不愉快的事情 那就是他需要不断的 照顾那些人 所以根本无法真正的引退 而在当初费杰和夜流云 前往西方大陆时 范贤也想过 跟随师父的物法去探索西方 但现在短时间内 是无法实现了 毕竟他要是离开了这片大陆 不知道又会生出多少风雨 这也是范贤的一大遗憾了 而范贤在家中享受天伦的时候 他的妹妹范若若便开始游历天下 以医者的身份到处治病救人 你不要总跟着我 范若若面带怒气的 看着身后的李鸿成 自从范贤归隐后 李鸿成便也辞去了官位 一心一意地跟在了范若若身后 当跟屁锤 范若若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不跟着你我跟着谁啊 反正都跟了五年了 再多跟个五年也无法 李鸿成渐兮兮地对着范若若笑道 让范若若无语至极 有时他也在心中想着 这次也跟成习惯了 那就且跟着吧 只能说李鸿成低估了当初 范贤给范若若灌输的思想 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好像是行不通啊 而庆余年的故事 也随着李鸿成和范若若二人 渐行渐远的身影 正式地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 庆余年的故事虽然结束了 可接下来的故事更加精彩 我们明天再见 走之前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在庆余年最后的结局中 庆余被五竹的雷射眼击杀后 故事也就彻底的完结了 虽然范贤隐居交代了结局 但很多大家喜欢的人物啊 却并未出现在结局中 今天阿乐就来跟大家聊聊 庆余年中那些被大家喜爱的 小人物的结局 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六位 姚公公 姚公公就是一直跟在庆帝身边的大红人了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 庆帝都会跟姚公公讨论 而姚公公也用着自己十分出色的 察言观色的能力 很好的在庆帝身边存活了下来 他虽然不如红四祥一样 是一位九品上的高手 但是实力同样非常出色 只不过整部作品中 姚公公并未出过手 在结局中 庆帝死后 姚公公将两样东西交给了范贤 然后就消失在了皇宫之中 其实他在老三上位后 依旧是服侍在新帝的身边 成为了宫中元老级的太监 权势依然不容小事 第五位 叶灵二 叶灵二是林婉尔的归宗好友 也是范贤的徒弟之一 在原住中 叶灵二是被指婚给了二皇子 本来两人结婚后的生活还算不错 但在京都叛乱结束后 二皇子选择了自问而死 导致叶灵二直接守寡 也因为自己丈夫的身死 而心灰意冷 自愿前往边境中历练 在范贤再度见到叶灵二的时候 她已经被战场磨练成了出色的女将军 而范贤也并未让自己这位徒弟一直担着 将王师三郎介绍给了叶灵二 并且也助攻了两人 在结局之中 虽然并未表明两人的结局 但是两人分外中已经走到了一起 他们俩在东夷城中 过上了十分幸福的生活 也算是叶灵二最好的一个归宿了吧 下面这个就是陈萍萍身边的影子了 第四位 影子 影子作为四孤剑的弟弟 当初因为四孤剑将全家人击杀后 影子便对于四孤剑产生了怨恨 开始努力学习武艺 之后就前往了男性投奔陈萍萍 被陈萍萍安排成为了影子 舍去了自己的性命 不断地存活在黑暗之中 而他选择效忠陈萍萍也好 还是范贤也好 都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哥哥四孤剑报仇 最后影子在四孤剑图完了城珠府后 突然出现在了四孤剑的面前 对他刺出了生命中最强一剑 虽然他失败了 却也解开了多年的心结 之后影子就帮助范贤大战了两次清帝 在清帝死后 他便回到了东夷城中 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再也不用生活在影子之中了 第三位 李鸿城 作为晋王世子的李鸿城 最初的时候一直是老二的狗腿子 经常跟着二皇子寻花问流 在范贤初入京都的时候 李鸿城更是成为了两人之间的牵线桥梁 李鸿城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爱慕范若若 但始终是追求无果 在二皇子死后 李鸿城也因为跟二皇子的关系 自愿地前往了边境中驻守 经过了多年锤炼之后 李鸿城也一改京都王户子弟子作风 成为了一个有勇有谋的边境将军 跟范贤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的紧密 在范贤跟清帝翻脸之前 一直都是范贤边境的一只眼睛 在范贤选择对抗清帝的时候 李鸿城便被换回了京都 开始很不要脸地追求着范贤若若 而新帝上位后 李鸿城也没有借着靖王府的面子 继续留在京都 选择了一直跟在范贤若若的身后 范贤若若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根屁虫 虽然并未成功打动范贤若若 却至少让范贤若若习惯了他的存在吧 也算是对自己的感情十分坚持的人之一了 下面这个就是虎卫的大统领高达 第二位高达 作为范贤早期的左膀右臂之一 身为虎卫统领的他 在跟随范贤的时候 思想也被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开始认为自己的生命最为重要 在大东山中 高达看到了四孤界杀虎卫如同蝼蚁的时候 便选择作为了一个逃兵 逃离大东山 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之后高达选择隐姓埋名 开启了一个面摊 并且还找到了自己的所爱 有了自己的孩子 本来高达也以为自己能够安稳地度过余生 但是贺宗伟不断地调动力量查探他的行踪 最后还是导致了行踪暴露 在高达携自己妻儿突围的时候 刚好陈平平鬼乡路过当地 顺手将高达救了下来 这才保住了高达一家的性命 不过后续高达 并未选择协助范贤 而是带着自己的妻儿继续隐居 最后也过着幸福平淡的生活 安详晚年 第一位王启年 王启年原本的身份是江阳大道 轻功可谓是十分了得 在被陈平平抓到后 为了生存 便加入了检察院中 他也是范贤的左膀右臂之一 在随着范贤出使北齐的时候 留在北齐中接管北齐谍报网 一年之后才回到了南庆之中 在大东山之战中 王启年得知庆帝是大宗师的消息后 便第一时间飞奔回到京都告诉范贤 但是却被陈平平拦截了下来 制造出了他假死的消息后 便让王启年易容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直到陈平平归乡路上选择折返京都时 王启年才再次出现 飞奔了千里将陈平平回京的消息告诉了范贤 之后就在范贤身边一直辅佐他 在清帝死后 王启年作为范贤的亲戚 也并未被老三启用 不过范贤还是用大量的银子 继续养着王启年 最后王启年和自己的妻儿 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那么五竹和范贤的妻儿的结局如何呢 我们明天再聊 在庆余年中小人物的结局 范思哲生意做大做强 五竹活着见到了范贤的后人 第六位 斯里里 斯里里作为范贤的红颜知己之一 两人在感情上也是双向奔赴的 范贤帮助斯里里挡下了燕小蚁的遗见后 那时的斯里里便对范贤放心暗许了 只不过斯里里却无法跟范贤在一起 因为他的身份让他身不由己 其家族原本是庆国的皇族 但叶青梅当初两枪就将斯里里的一家 打得是分崩离析啊 投靠北极后 斯里里便一直站在了北极的立场上 最后更是为了帮助战豆豆掩饰身份 成为了北极的贵妃 于情于理 斯里里跟范贤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在清帝生死后 斯里里也一直安稳地留在北极皇宫 作为北极贵妃 帮助战豆豆处理后宫 以及照顾战豆豆和范贤的女儿红豆范 虽然不算孤独中老 但也算是一个守活寡了吧 第五位 战豆豆 战豆豆作为北极女帝 在看完红楼和诗集后 便对范贤倾心 正式认识范贤后 战豆豆便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拉拢范贤 希望范贤能够为北极效力 虽然范贤多次拒绝战豆豆 但是战豆豆从内心中 还是十分的欣赏和喜爱范贤的 最后为了给战家留种啊 便联合斯里里和海棠多多 一同设计范贤 之后更是在四孤剑的剑炉中 跟范贤干柴烈火 成功地有了女儿红豆范的存在 但战豆豆作为北极皇帝 也不能够选择跟范贤隐居 轻敌身死后 战豆豆依旧历经图治的治理北极 防止老三趁机进攻 虽然他是一位女性 却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帝王 北极在战豆豆的管理之下 不断的壮大 成为了能够跟南清正面抗衡的大国 最后将皇位传给了红豆范后 便选择退军幕后 下面这个就是范贤的忠实小跟班王十三郎 你要干什么 把他也打飞 第二位 范思哲 范思哲不是范贤的亲弟弟 但两人的关系却像亲兄弟般的存在 虽然范思哲并不会武功 却有着很出色的经商头脑 范贤默写的红楼 就是经过了范思哲的运作 不仅成为了畅销书籍 书局也是越做越大 在跟三皇子开抱月楼的事情被扒出来后 范贤就安排他前往北齐继续开书局 不仅将书局经营的有声有色 更是在后面成为了南清和北齐走私内库的掌权人 虽然在清帝身死后 范思哲没有办法回到南清之中 不够凭借八面玲珑的本事 在北齐中即便是没有范贤的帮助 范思哲也依然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而唯一让人对这个角色失望的就是 范思哲到最后啊 也没有介绍出官配是谁 孤独终老肯定是不会的 可能只有到第二部作品的出现 才会将这一点告诉大家吧 第一位 五竹 五竹作为神庙仅存的机器人 在被神庙换回清除记忆后 范贤便前往神庙中将其再度带走 在大结局中 五竹稍微恢复了一部分的记忆 前往皇宫帮助范贤击杀庆帝 当时庆帝也直接将五竹打废了 奈何最后庆帝的手剑呢 揭开了五竹的眼罩 被五竹的激光眼射成了灰飞 庆帝身死后 五竹便前往了大东山中 吸收核辐射 进行自我修复 因为是机器人并不会衰老 五竹也一直存活了下去 即便是范贤死后 他也依旧活着 而庆余年作品的第二部《尖刻》 范小花的后人回到了地球中 再度见到了五竹 不过对于五竹的描写 就不是很多了 荆客的结尾部分 才稍微提起了他一次 可能是因为时间经历过了万年之久 五竹也快要报废了吧 第四位 王十三郎 王十三郎是范贤的亲信之一 作为四孤剑的小徒弟 他也是所有的师兄弟中 学习四孤剑一最出色的一位 凭借在大东山上被四孤剑下山 他也让庆帝刮目相看 虽然实力只定格在了酒品上啊 却也是不属于范贤的年轻人 在范贤第一次对抗庆帝的时候 王十三郎帮助范贤而被废掉了一条手臂 在庆帝生死后 这条手臂也在范贤的条理下恢复 并且也有了一位自己的爱人 那就是叶灵二嘞 最后王十三郎也一直跟叶灵二居住在东一城中 偶尔会前往江南去看望范贤 也是一位有着很好的结局的角色了 第三位 海棠朵朵 海棠朵朵也是范贤的红颜知己之一 虽然样貌并不出色 一直被大家调感为村姑 但他也是范贤十分信任的人之一 在范贤体内筋脉禁断的时候 海棠朵朵就将天一道功法带给了他 还违背苦河的命令 把功法中错误的地方告诉了范贤 虽然在苦河身死后 他遵失明前往了草原中对抗南庆 却也在范贤前往草原后放了他一马 并且范贤大战清帝的时候 他也选择了出手 以及陪同范贤去寻找神庙 其实后面 海棠朵朵也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了范贤 两人之间就是可以为对方付出生命的存在 只不过还是有缘无分 清帝身死后 范贤也打算带着海棠朵朵一同隐居 就连战斗都默许了这件事 不过海棠朵朵更为向往自由 便选择回到了草原之中 偶尔前往江南去看望范贤妻儿 但是海棠朵朵也终身未嫁 下面这个就是范贤的弟弟财迷 范思哲了 第四位范若若 这位范贤的妹妹 在小的时候就被范贤灌输了现代的思想 所以直接成为了范贤的小迷妹 除了范贤之外 谁也看不上 虽然两人不是亲兄妹 却也并没能走到一起 范若若对于范贤的感情 是对于兄长的敬重 范贤对于范若若是出于妹妹的爱护 在范若若被送往北七拜师苦和学医的时候 五竹也教会了范若若使用巴雷特的方法 范贤两次对战庆帝 范若若也偷偷的带着巴雷特帮他解围了两次 庆帝身死后 范若若并未选择跟范贤一同隐居下来 而是开始游历世界 用自己的医术去造福世人 不过他到最后也并未看上李鸿成 倒是习惯了李鸿成作为他的根屁拳 可能在范贤儿子范良的时代中 范若若会选择嫁给李鸿成吧 第三位红豆范 作为战豆豆跟范贤两人的女儿 他的名字就包含了战豆豆对范贤的爱 而红豆范在出生的时候 女儿的身份就已经被确认了下来 并不会像战豆豆一样为了继承皇位 而伪装成男儿身 不过红豆范虽然不是男人 但是在长大之后 依旧是被战豆豆传下了皇位 成为了一代女帝 毕竟战豆豆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如果不给红豆范的话 他们战家就无法继续掌控北齐了 不过战豆范多年担任北齐皇帝 也将只有男人才能当皇帝的这种思想淡化了下间 其女帝也在情理之中 倒是他跟自己父亲范贤却并未见过几次面 但至少北齐算是真正成为范家的地盘了吧 下面这个就是范贤的儿子范良了 在庆余年中的小人物结局 范贤的后代不仅掌控了地球 更是掌控了宇宙 第六位 废戒 废戒是天底下最强的用毒之人 也是范贤的启蒙恩师 当初陈平命让废戒前去教导范贤 直接让范贤也成为了一位用毒宗师 整个天下中除了废戒外 没有人能够在用毒上比得过范贤了 不过废戒的故事并不是很多 在大东山之战后 废戒就依照陈平平的吩咐 前往了东夷城以毒攻毒 延长了四孤剑的生命 之后就选择跟叶刘云一同出海游历 在这个过程中 他帮助叶刘云稳定伤势 叶刘云负责护卫两人安危 在四孤剑死的时候 两人才前往了东夷城 为四孤剑送别 这也就是范贤见到废戒的最后一面 而废戒最后的结局 也是跟叶刘云两人老死在了游历的途中 毕竟普天之下能够伤到这两人的并不多 只是死时 范贤都没有再见废戒一面 第五位 颜冰云 颜冰云是南庆潜伏在北齐的暗探之首 不过却因为长公主的出卖被抓 范贤第一次出事北齐 就是用肖恩换回颜冰云 而颜冰云在回到南庆后 也成为了范贤的亲信之一 当然并不是对范贤言轻计从 只要范贤不做出伤害庆国的举动 那么颜冰云就会帮助他 而在范贤被庆帝撤下所有的职位后 颜冰云便成为了监察院的院长 作为庆帝的狗腿子 保护住了监察院的存在 不过三皇子上位后 颜冰云已因为范贤的关系离开了监察院 带着自己的妻子沈大小姐一同隐居 而虽然颜冰云不在监察院了 但跟范贤一样啊 一就是监察院的掌控者之一 只要他想 也能继续调动监察院的力量 不过具体的结局 原著中也就未曾提及了 下面这个 就是书中的女枪神范若若了 第二位 范良 范良作为范贤的儿子 其实对于他的介绍 并没有范小花朵 可能是做着更为喜欢女儿的缘故了 在青帝死后 范良便也一直跟着父母隐居 还学会了范贤传授给他的霸道真气 但是范良却并没有他姐那么彪悍 坐着飞船飞入太空 而是选择了紫城副业 一直留在了地球之中 不断地维持南清和北清的局面 虽然范良并没有现代记忆 但相信他的故事 也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毕竟作为范贤唯一的儿子 范良不仅有着作为 北清小皇帝的小妈 还有在东夷城的众位舒白 以及在草原中的海棠姑姑等人罩着 整个世界中也没有人能够动他分毫啊 只是不知道范良的故事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呢 第一位 范小花 范小花是范贤的女儿 在长大后不仅学会了霸道真气 还找到了神庙 在神庙里面找到了宇宙飞船以及星途 凭借这两样东西啊 直接飞往了太空之中 到达了左天星域里面 但是因为能源问题 无法返回地球来 所以范小花便在左天星域跟怀世结婚 帮助怀世获得了皇位 还建立了大师范府 并且立下了花家祖训 最生猛的都是女人 不仅仅说的是范小花自己 也是说她的奶奶叶青梅 而这个故事也就是尖刻里面的论 不过范小花在昨天星域中 具体经历过的事情 尖刻中并未提及 毕竟主角许乐出现的时候 时间已经经过了700年 范小花也已经老死了 但她也确实是范家第一位冲出地球的 并且在宇宙中也建立了范家势力 估计这范贤也没想到 自己的家族能够掌控宇宙吧 好 好 好